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兰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语 第一集 传说呀 在遥远的上古时代 天地间有着一位真正的战神 孙悟空 他一身正气 无欲无求 桀骜不驯 就连天神都对他忌惮不已 据说 她是上古真神女娲娘娘补天之时 一落凡间的一枚补天神石所画 经历数万载的时间 吸收天地之精华 渐渐孕育出灵石 她身在神石之中 灵石却能探测天地 她的将士 经天地 弃鬼神 万妖臣服 让整个混沌世界都在战力之中 那万道金光将天神界都捅出了一个大窟窿 她无识自通 短短百年的光阴 便统领了整个妖界 传说 她身披荒谷圣甲 手中铁棒重如山月 可长可短 一棒震碎山河 一棒可通破九天云霄 她虽天性顽劣 但也不曾与天神界有瓜葛 但不知何种原因 悟空战神一怒之下 只身一人打上天界 将整个天神界搅得天翻地覆 数十万天神将 在悟空战神的铁棒之下 灰飞烟灭 竟无一敌手 最后 远在西天的如来圣佛前来护驾 她将战神悟空 压在了五行山下 至今已有数万载的年代 那悟空战神死了吗 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 一脸痴痴地抬头 看着面前头发花白的老者 老者满脸皱纹 她笑了笑 一双浑浊的双目扫过身边围拢着的几个爱听故事的孩子 最后一脸溺爱地将小女孩拉入自己的怀中 继续说道 当然没死 传说呀 悟空战神有着金刚不坏之神 就算那如来圣佛都杀不了他 只能将他封印在五行山下 老者的回答让这些孩子们松了一口气 小女孩扭了扭身子 再一次问道 可是 悟空战神为什么要大闹天宫啊 天室为什么要杀悟空战神呢 他并没有做过坏事啊 老者满是皱纹的脸上略有尴尬之色 这故事 他也是听自己的爷爷讲给他听的 当年他也曾问过同样的问题 但没有人知道答案 因为天神心胸狭隘 就在老者不知道怎么回答小女孩问题的时候 呼听背后传来一个低沉的少年声音 老者转头 一脸震惊地看着站在破旧茅草屋门口的少年 不可思议地说道 你 你醒了 少年十六七岁的模样 黑色长衫之上布满带有血迹的破洞 乌黑长发有些凌乱 却难掩脸上的鹰气 有大爱 多谢相助 这个恩情 老孙记下了 少年点了点头说道 少年是他一天前在丛林采集野菜之时救下的 当时他一身是血地昏睡在一块石头之上 全身骨头碎裂 几乎只剩下一口气 他不忍丛林中的妖兽将他撕碎 于是将他带了回来 本想他活不过今晚 可是少年竟然奇迹般地站在了自己面前 而且看上去精神抖擞的样子 大哥哥 你知道天神的事情吗 给我们讲讲吧 小女孩从老人怀中起来 跑到少年的跟前 拉着她的手 一脸哀求地看着少年 少年眉头微皱 一双灵力的目光闪过一丝冷意 冷哼道 一帮虚伪的家伙 有什么好讲的 老孙还会找伤他们的 感受到少年体内忽然迸发出的一丝敌意 老者若有所思 不禁疑惑道 想必小兄弟也听过 悟空战神大闹天宫的故事吧 少年冷峻的脸上 依然带着丝丝恨意 咬牙道 何止是听过 老孙杀的天神多如牛毛 面对少年的豪言狂语 和他脸上的恨意 不只是老者 就连面前几个围拢在一起的孩子们 都感受到了少年 对那些天神的滔天仇恨 不由的 这些还不到十岁的孩子们 都缩了缩脖子 眼前这个很帅气的大哥哥 好可怕的气质 老者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 他实在是不明白 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 何来对那传说中的天神 有着如此大的仇恨呢 相助之恩 老孙日后必会报答 告辞 少年丢下一句话后 就欲向村口的方向行去 少年刚一转身 几声让他大窘的声音 从腹中传来 干死的 这具凡胎肉体 只不过一天一夜未进食 就已经提不上力气了 少年被朝众人 没有让他们看到自己尴尬的脸色 心里却是恨恨地说道 少年就这么尴尬地站在原地 自尊心很强的他 竟然举步不定地愣在了那里 正是 身后传来轻微的脚步声 小女孩手里捧着一个 黑乎乎的东西 像是一块烤熟的粗面干粮 大哥哥 你吃吧 小女孩灵动的双眸 戴着丝丝的暖衣 甜甜地对着他微笑 干粮虽然难入发眼 但少年还是吞咽了一口口水 又一声不争气的咕噜声 在少年腹中响起 他再也忍受不住饥饿状态下 对食物的渴望 抓起小女孩手中的干粮 就啃了起来 小女孩甜甜地看着少年 狼吞虎咽地吃着自己 今天唯一的食物 他摸着干瓶的肚子 吞了一口口水 周围变得安静起来 所有孩童都用一双渴望的双眼 看着少年狼吞虎咽的样子 以及他们不停吞咽口水的动作 少年感受到周围异样的气氛 眉头一皱 一双凌厉的目光 在这些孩子脏兮兮的脸蛋上扫过 还有他们身上破烂的衣裳 以及他们盯着自己手中食物的渴望眼神 你们每天都吃这种东西啊 少年将目光转向老者 语气有些触动地说道 老者脸上有着一丝腿瓣 摇了摇头说道 惭愧啊 这些孩子都是孤儿 老头子 我实在是不忍他们饿死在这荒郊野外 所以才将他们收养 哎呀 不瞒你说呀 你手中的干粮 是我们今天唯一的食物 在这个强者为尊的大陆 普通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双手去生存 但凡有一些修炼根底的人 都会去丛林深处猎杀妖兽 换取钱财或者填饱肚子 都是绰绰有余 唯独这些普通人只能在丛林外围 采集一些可以食用的东西维持生计 少年将手中的干粮放下 叹了一口气 他矮下身子 手掌在小女孩的脸上轻轻划过 你叫什么名字 小女孩转动着灵动的大眼睛 甜甜地笑道 我叫小鸭 大哥哥 你叫什么名字 少年笑了笑 说道 我叫尹 我叫孙悟空 少年本来想说这一世的名字 但他曾经毕竟是大闹天神宫殿 统领整个妖界的万妖之王 何必继续用这一世的俗套名字呀 更何况他现在的神魂已经觉醒 虽然没有以前的力量 但他依然是那个跺一跺脚 就能让整个天神界地动山摇的齐天大圣 孙悟空 咦 你和传说中的战神悟空同名爱 我好崇拜悟空战神的 爷爷说 悟空战神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小鸭眼中闪过一丝光彩 蜥蜥地说道 不只是小鸭 其他的孩子也都围拢了起来 可见他们对悟空战神的崇拜之意 老者摇了摇头 他才想一定是少年不肯留下真名 你们想不想吃肉啊 悟空忽然站起身来 柔和的双目扫过每一双孩子的眼睛 揍 听到这个内心一直渴望 却从未真正见过的食物 孩子们瞬间沉默了 真的可以吃到肉吗 小鸭吞了一口口水 弱弱地问道 如果让我吃上一小口 就那么一小口肉的话 我宁愿三天都不吃东西 另一个小男孩满脸期待地说着 可见他们对肉的渴望程度 对于一群连一日三餐都不敢奢望的孩子们来说 肉这种东西 真的是太奢侈了 呃 那个 悟空啊 您是要去猎杀妖兽吗 这时 老者有些疑惑地问道 悟空点了点头 说道 嗯 老孙向来知恩图报 吃了你们一天的口粮 老孙定当是以百倍报答 悟空神魂刚刚觉醒 虽然有着几万载的记忆和经历 但他的力量和巅峰之时相比 恐怕连亿万分之一都不到 说白了 现在的他在自己眼里完全是个渣啊 哎 没错 就是个渣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此书的话 记得订阅收听 帮蜘蛛分享出去哦 谢谢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蓝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语 第二集 这个大陆 名叫神怡大陆 修炼者锻炼肉体开辟悬海 入传承神殿 激活体内悬破 便是一个真正的修炼者 而修炼者的等级 由低到高 划分为 炼体经 筑破经 幻破经 欲破经 一旦激活体内悬破 便是驻破境的修炼者 悬破 给予修炼者两种能力 一种为本命天赋 一种为战斗天赋 本命天赋 是修炼者体制原因 会衍生出不同的本命天赋 分别为 力之天赋 素之天赋 以及体之天赋 还有一些稀有的元素天赋 多种天赋只存其一 当然 也有天赋异禀之辈 衍生出了两种 至于三种天赋共存者 这个大陆几乎没有 而本命天赋 则会衍生出战斗天赋 一种修炼者独有的战斗能力 想要让两种天赋 进化的话 唯有不断地吸收能量 提升境界 幻破境的修炼者 他们的战斗天赋 会得以进阶 进阶后的战斗天赋 将会进入第二形态 给予修炼者更加诡异莫测的能力 而欲破境的修炼者 他们的战斗天赋 将会进化为第三形态 也就是战斗天赋的最终形态 领域 领域一开 敌人将会笼罩在自己的领域之中 两个欲破境的强者相斗 领域全开 方圆几十里的建筑物都将支离破碎 老者眉头紧锁 他劝解道 老头子我以前也是个修炼者 只不过丹田之气散尽 如今已是废人一个 但我依然能够看出 你体内并无任何旋理 那妖兽强横 还是不要冒此大险了 一些低级妖兽而已 老孙可以应付 悟空摆了摆手 语气中带着无法遮掩的狂傲 悟空是谁啊 让整个天神将都颤抖的战神 虽说如今力量尽失 但却容不得自己能力的质疑 这就是悟空的本性 一个桀骜不驯 狂妄自大的齐天大圣 小鸭 跟小伙伴们捡柴火去 等着老孙给你们带肉回来 孙悟空丢下一句豪言壮语 就向村口方向走去 小半天的时间 悟空依然来到了一片辽阔丛林的最外围 虽不见妖兽的身影 但却依然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阵阵吼叫之声 悟空转了转拳头 邪魅的嘴角掀起一抹冷冽 恨恨的刀 玉帝老二 如来圣佛 你们将老孙封印在五行山下五万余载 可曾想过老孙并未灰飞烟灭 等着老孙疯狂的报复吧 当年一战 悟空大闹天神剑 将整个九天云霄搅得天翻地覆 斩杀天神将何止数十万 但却依然解不了悟空的刻骨之恨 若不是那如来圣佛 悟空定将玉帝老儿逼出来讨要一个公道 忽然啊 悟空眼睛一眯 只见得左前方的灌木丛中 有着一丝轻微的动静 并且悟空的灵石可以感受到 那其中有着一股狂暴的气息 想必是一头妖兽无遗 猛然间 一条硕大的黑影 从灌木丛中窜出 张开血盆大口锋利的獠牙 带着碧绿的粘液 向悟空的拨杆袭来 情急之下 悟空本能地抬手向耳朵中掏去 看着空空如也的手掌 悟空这才暗骂一声 早在两万年前 他就将金箍棒分成五段扔了出去 若不是将这一身修为 灌入金箍棒中 以金箍棒崩碎之力破碎封印 那该死的玄田风魔链 必将他折磨得神魂俱灭呀 哭的 不容悟空多想 那如黑豹一般凶猛的妖兽 已经近在眼前 悟空躲避不及 双手迅速成全 高举头顶奋起全身力气 猛然砸在了妖兽的脑袋上 一声爆响啊 腥臭的鲜血和脑浆散了一地 而那妖兽的身体 也重重地摔在了 满是枯叶的地面上 整个脑袋都被悟空 像砸豆腐一样地 轰成了碎肉 看来这深魂觉醒后 虽然没能给老孙留下一丝神力 但却依然将老孙这具梵胎肉体 强化了少许啊 悟空咧嘴嘀咕道 而后抓起妖兽的一条后腿 就扛在了肩上 开悬而归 正当悟空准备返航的时候 不见得浓稠的脑浆之中 有着一枚拳头大小的碧绿之物 嗯 腰盒 悟空惊疑一声 心道 原来这些妖兽也有妖盒 他现在神力匮乏 一枚低级妖盒 虽然只是杯水车薪 但也能让他有所收获呀 于是 他将妖盒捡起收了起来 正在这时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悟空抬头看去 只见得两个曼妙的倩影 出现在了眼前 朋友 将这追风魔暴的妖盒 上给我如何 我可以用等价之物交换 领头的绿衣少女 绿沙遮面 身上有着风轻云淡的空灵气质 她语气轻柔 声音如百灵鸟一般动听 她一身绿色长裙 玲珑绸带 将盈盈一卧的腰肢 轻轻竖起 有着说不出的气质 悟空看到绿群少女那双空灵的双眸的一瞬间 心底猛的一颤 呆滞的你难道 阿力 你是阿力 虽然万千个不敢相信 但她的眼神的确和阿力有着气氛相似 想起这个名字就让悟空心底的刻骨之恨油然而起 她永远忘不了阿力被那九天神雷轰得神魂俱灭时的眼神 而心疼痛苦不舍还有那深深的依恋 悟空哥哥 替阿力好好活着 阿力不悔 如果有来世 阿力不想做你的妹妹 阿力 想要做你的妻子 悟空缓缓站起身 语气中带着说不出的温柔 他直直地看着绿群少女 说道 把你的面纱掀开 闻言 绿群少女鲜柔的肩膀微微一颤 轰灵的双眸闪过一丝韵怒 你 你放肆 你凭什么看我们家小姐的容貌 站在绿群少女身后的青群少女 脸色一寒 一张还算精致的小脸满是怒气 指着悟空叫喊道 悟空目光平静 继续说道 你和老孙的一个故人有着几分相似 老孙只是想要确认一下而已 不要逼老孙用墙 悟空言语虽然平淡 但语气中却透露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霸气 你 你敢 青群少女脸色一变 单手一握 一把细剑便出现在了手中 显然要战斗的架势 悟空凌厉的双目微眯 这小丫头也就是驻破镜一星而已 恐怕在这追风魔暴的手中都撑不了多久 反观她身后的绿群少女 则是一个驻破镜十星 虽然是巅峰的境界 在这个大陆 这般年纪就达到驻破镜巅峰 也算得上是精彩绝艳了 小莲 却显怪异的道 你是 隐居业 悟空神情一顿 心底疑惑 这小女娃竟然认识她 见悟空不说话 绿群少女语气轻柔道 既然尹公子 想要看羽瑶 那羽瑶 就给公子看看 就如何 说话的同时 风羽瑶 毅然将绿沙掀开 露出一张让男人动容 让女人极度的绝世容颜 她是玉天成风家大小姐 风玉瑶 十六岁的年纪 已经被誉为 玉天成第一美女的称号 而且她天赋极佳 小小年纪 已将实力修炼到了驻破镜巅峰 只差一步 就能步入幻破镜 她是玉天成当之无愧的 青年一辈第一人 但就是这么一个 有着倾国倾城之貌 而且实力也精彩绝艳的天才少女 却和玉天成 尹家少族长尹玉业有了婚约 众人皆知 尹玉业在十岁那年 就已经被传为无法修炼的废物 她天生没有悬海 六年的时间 顶着所有人嘲讽的目光 已经让尹玉业成为一个 自卑又懦弱的颓废之人 她甚至不敢大声和一个吓人讲话 但就是这么一个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废物 却是正在收获一个出街妖兽的尸体 并且她看向自己的眼神 非但没有丝毫的自卑之感 隐隐还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质 这让听惯了尹玉业传闻的封玉瑶难以理解 她 她真的是自己的废物未婚夫吗 封玉瑶解开面纱的瞬间 悟空的眼神 只是为她的倾城之容微微动容了一下 而后便失望地摇了摇头 虽然眼神有着气氛相似 但她依然不是阿里 那个娇柔的小狐狸 永远喜欢腻在自己身边的柔弱女孩 清群少女听到小姐说悟空是尹玉业的时候 一双小手震惊地捂住了小嘴 满脸的不可思议 半天后 她才震惊不已地指着悟空说道 你 你是尹玉业 你下了追风魔暴 怎么 你家养的呀 悟空撇了撇嘴 不想理会这两个小女娃 扛起追风魔暴硕大的尸体就欲离开 小莲刚欲说什么 却只见封玉瑶诸口微章 说道 尹公子 这追风魔暴 玉瑶已经追杀了数日 可否将其妖盒 让给玉瑶 玉瑶还是那句话 会与等家之物交换 不给 老孙也有用 悟空语气果断 没有一丝客气地说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蜘蛛在喜马拉雅的主页 更多有声书 等着你选择收听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蜘蛛 耳边的酥酥 千寻清雨 第三集 她虽然知道自己有一个未婚妻 但以往自卑的她从未去想 也不敢去想 那个精彩绝艳的未婚妻是个什么样的人 雨瑶这个名字虽然熟悉 但悟空却压根没往那方面去想 你 你 你竟然拒绝了 你 小莲满脸的不敢相信 她从未想过自家小姐向人索要东西 居然会被拒绝 要知道 只要风雨瑶开口 别说是一个初阶妖兽的妖盒 就算是百十个中阶的 也会有人争先恐后地送到风雨瑶的手中 而这个家伙 风雨瑶拉住情绪激动的小莲 眼神复杂地冲她摇了摇头 而后看向悟空 语气平静地 既然尹公子需要 当时雨瑶唐突了 告辞 等等 风雨瑶拉着小莲刚一转身 却只听身后传来悟空的声音 见状 小莲趾高气昂地走上前去 小手伸出 得意地说道 现在知道反悔了 来来吧 风雨瑶柳眉微粗 她忙将小莲拉到自己的身后 因为她从悟空的语气中 听出了一丝不善的味道 小姐 小莲脸色疑惑 不明所以 在风雨瑶身后疑惑地惊呼一声 把你们身上的钱财留下 悟空盯着风雨瑶说道 语气虽然平淡 却有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胁 这小女娲虽然有驻破镜巅峰的实力 但应该不是她的对手 眼下她报恩在即 如果能从这两个女娲手中要些银两的话 也能让小鸭她们一阵子意识无忧了 小莲 小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竟然有人抢劫自己的小姐 而且 而且是抢劫自己的未婚妻啊 你是不是有病啊 小莲再也忍受不了悟空一耳再再耳三无礼 开口骂道 闻言 悟空凌厉的双目闪过一道精芒 让小莲禁不住身体一颤 从悟空的眼神中 也看到一股让她站立的戾气 这样的眼神 怎么会出现在一个废物的眼中 风雨瑶脸上骨茧无波 但内心早已惊涛海浪 隐喻也认不出她 她尚可接受 但她从未想过 她这样的人竟然还会抢劫 更不敢想的是 自己平生第一次被人抢劫 对方竟然是自己的未婚夫 老孙不想对你们两个小女娲动手 自己拿出来吧 悟空欲气平静 一双灵力的双目 却是闪烁着让人站立的戾气 风雨瑶屈指一弹 一个精致的钱袋便从空间戒指中飞出 而后略向悟空 悟空伸手接住 得意地在手中抛了抛 分量还不轻啊 从这绿色钱袋上飘来一股淡淡的少女体香 谢了啊 悟空丢下一句话 扛着追风魔暴的尸体就向丛林出口方向远顿而去 小姐 这你都能忍 哪有抢劫自己的未婚妻的强盗啊 小莲凑到风雨瑶的跟前 一副审神能忍叔叔不能忍的表情 风雨瑶脸上 是个自卑懦弱的废物不说 落在一片空地之上 而窄小的院落里此时已然燃起一束篝火 一个年过六甲的老人和一群十岁左右的少男少女围坐在篝火旁 悟空扛着追风魔暴的尸体 远远地就看到了那些孩子们脸上等待的焦急之色 肉来了 悟空呐喊一声 悟空哥哥 小鸭闻声 原本担忧的小脸瞬间雀跃起来 他虽然很期待着肉的味道 但心里更担心的是悟空的安危 其他的孩子们顿时一片欢呼 他们终于可以吃到传说中的肉了 这一刻 他们对这个悟空哥哥充满了崇拜之意 隐隐有一种比肩战神悟空的趋势 老者看到悟空身上的硕大妖兽尸体之后 一双浑浊的眼睛顿时惊讶万分 这 这是初劫妖兽追风魔暴啊 老者震惊地说道 追风魔暴不仅是初劫巅峰妖兽 而且以速度渐长 就算是两个驻破镜十星的修炼者 也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将其斩杀呀 噗一声 悟空将妖兽的尸体扔在地上 有刀吗 悟空看向老者 老者还在震惊当中听到悟空的声音 他尴尬地摇了摇头 家里唯一的力气就是一把采集野菜用的锄头 闻言 悟空也没在意 而是蹲下身子 双手抓住追风魔暴的皮毛 用力一撕 那坚硬的皮毛顺时被撕裂开来 这一幕让老者再一次瞪大眼球 孩子们不知道 但他却是很清楚这妖兽的皮毛坚硬无比 就算是幻破镜的强者 想要徒手撕裂追风魔暴的皮毛 也要费些力气 而悟空看似非常的轻松 更让他匪夷所思的是 悟空的体内明明没有任何旋理波动 难道 因为没有任何刀具 悟空只能用双手将追风魔暴的实体分解 然后穿插起来 最后架在篝火之上 不出半个时辰 肉的香味就弥漫了整个院落 这些少男少女们目不转睛地盯着烤架上 不断流油的烤肉 不停地吞咽着口水 终于啊 在期待的煎熬中 烤肉终于熟了 悟空徒手将一条大腿肉撕成树份 分给孩子们 最后又撕下两块大的给老者一块 自己也狼吞虎咽地啃了起来 老者望着手中的烤肉 面露赞许地看向悟空说道 悟空啊 你 你应该是一个专修外工的修炼者吧 闻言 悟空将口中塞得满满的烤肉一口咽下 疑惑道 专修外工 何出此言啊 老者笑了笑 继续说道 老头子 我在你身上感觉不到半分旋律的波动 除非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欲破镜强者 但十六七岁的欲破镜强者老头子我是万万不会相信的 所以啊 我才会推测你是一个专修外工的修炼者 据说呀 专修外工力量的修炼者 可以腰盒为实 越是狂暴的腰盒 越是能够激发体内的力量 腰盒力量极其狂暴 即便是一个欲破镜的强者 都不敢强行吞噬出截妖兽的腰盒呀 哦 你见过专修外工的修炼者 悟空若有所思地问道 他现在的身体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他自己都不清楚 更不知道 如今自己的力量 到底能够算得上什么级别 因为体内没有任何审理 就连他最擅长的变化之术都施展不出来 老头子我对于修炼之道 还略至一二 外工修炼者力量满横无比 比之那些励志天赋的修炼者 还要强横数倍 唯一的缺点就是 他们只能依靠力量 而不像旋力修炼者 可以依靠玄傲的密技战斗 即便如此 一个一级的外工修炼者 依然可以顽虐筑破镜的修炼者 二级外工修炼者 对上换破镜的强者 也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而到了三级之后 他们的身体已经开发到了巅峰状态 完全可以引腰迫入体 腰迫相比于悬破 腰迫要更加的狂暴 无论是力量速度和身体强度 腰迫都要远迫 腰迫都要远远胜于悬破 所以在这个大陆很多修炼者 都对外工修炼者有着深深的向往 但真正这么做的人 却是凤毛麟角啊 不说这种方法的艰难程度 单论体质而言 百万人中难找一人啊 你的意思是 外工力量达到了三级 就可以像正常修炼者一样 不同的是 普通修炼者是利用传承神殿激活悬破 而外工修炼者则是引腰迫入体 悟空眼睛微眯 有些理解老者的意思 悟空可以肯定 如今他的身体绝对超过炼体精 完全可以像这个大陆的修炼者一样 接受传承神殿的激活仪式 但这老头口中的外工力量修炼者 让他有了更大的兴趣 引腰迫入体 似乎要比悬破墙很多啊 哎 就是这个道理 老者点了点头 浑浊的目光在悟空的身上扫了几眼 而后继续说道 老头子我断言 你的外工力量至少要在二级巅峰 你小小年级竟将外工力量修炼到如此境界 在这大陆之上 必然是天赋一柄之辈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蓝 耳边的酥酥 千寻清语 第四集 二级巅峰 悟空将信将疑 如今自己的力量 竟然只能和这个大陆上的 幻破境修炼者相比 作为曾经的齐天大圣 他由衷地感到苦逼啊 要破这种东西 可以寻找啊 老者清剿烤肉 而后说道 嗯 妖魄 不同于妖合啊 妖合有很大几率 出现在所有出阶以上 妖兽的头颅之中 而妖魄 则只有高阶以上的 妖兽才会拥有 在这玉天城之中啊 能够击杀高阶妖兽的 强者 几乎没有 因为 就算是玉破境的强者 单独队上高阶妖兽 也没有取胜的把握呀 悟空眉头微皱 心道 看来自己短时间内 无法战胜 无法战胜高阶妖兽了 如果神力还在的话 自己随便变化一番 迁入玉天城的各大家族之中 将他们的藏宝阁搬个顶朝天 也是轻而易举啊 不过 据我所知啊 老者语气微顿 说道 多年以前 我便听说过在玉天城的风家 似乎有一个高阶妖兽的妖魄 具体是什么妖魄 老头子 我就不知道了 闻言 悟空微微动容 玉天城风家 似乎自己还跟风家的大小姐 有过一个婚约 叫什么来着 如果风雨瑶知道悟空此刻的想法的话 估计一定会拿话呛死他 今天白天 他们的未婚妻还被他给抢劫了 这些少男少女们 狼吞虎咽地吃着烤肉之食 远在几十米之外的树上 却停留着一抹绿衣倩影 他古井无波的清晨脸蛋上 没有任何表情 只有那双清澈的眼眸 竟是复杂之色 他失踪这么多天 原来是和这些孩子们在一起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要自称老孙呢 这一刻 风雨瑶才明白 为何他会打劫自己的银两 传闻他自卑懦弱 是一个颓废无用的废物 但这一次见面 他给他的印象完全是另外一个人 疏 风雨瑶满是复杂地 远远看了那大口吃肉的少年一眼 然后倩影一闪 便消失在了黑夜之中 嗯 悟空眉头一皱 向风雨瑶消失的方向看了看 轻哼一声 继续狼吞虎咽起来 同一时间 玉天城贺家家主的房间里 混账 你不是说 阴家那小子已经被你杀了吗 为何又传言说 他出现在郊外的妖术丛林之中啊 贺家家主贺光祖一脸怒容地指着面前的一个中年男子呵斥着 他一身蓝色绸缎长袍 刚毅的脸上吐露着一股阴狠之色 被呵斥的中年男子是贺光祖的胞弟贺光耀 他面露阴沉 心中疑惑万千 明明看着那小子断气的 并且还将他丢入了妖兽群中 按理说应该是尸骨无存才是啊 贺光祖在房间来回地躲着步子 沉着脸说道 如果被淫风知道我贺家暗杀他的儿子 恐怕他会对我贺家不死不休啊 贺光耀眼睛微眯 安慰道 大哥放心 也许传言并不是真的 并且我对他出手时有黑金折免 就算他逃过这一劫 也不会怀疑到我们贺家 最好如此 你 贺光祖冷横一声 什么 有人看到燕儿了 此事当真啊 尹家家族阁楼的主厅之中 一位相貌堂堂的中年汉子一脸惊喜地说道 站在下位的尹家族人点了点头 恭敬地说 是 封家大小姐封玉瑶派人传来的音讯 说 少族长今天正午出现在妖兽丛林之中 现在应该在附近的一个小村落里 闻言 尹家家主尹丰脸色大喜 语气急促地说道 快 快将这消息告诉夫人 算了 我亲自去吧 立马安排人 我要亲自将燕儿接回来 自从三日前 尹家家主尹丰独子 尹玉叶失踪之后 整个家族都乱作了一锅粥 很多人断言 尹玉叶已经死在外面 尹丰的妻子尽晚息 每日以泪洗面 几天的时间 家族派出几十拨人寻找 却毫无音讯 尹丰曾一度怀疑是贺家所为 因为贺家的家主 贺光祖的儿子 贺祥寄予丰与尾瑶的美貌 几乎到疯狂的地步 只因为自己的儿子和封家 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结下娃娃亲 贺光祖为了儿子 野外采集一些药材做成的 相隔几米 悟空已经闻到了野菜汤的味道 小鸭转头看到悟空之后 有些泥土的精致脸蛋上一阵喜悦 他仰了仰手中的木勺 悟空哥哥 你醒了 扫饭快好了 今天是小鸭下厨 悟空哥哥 一会尝尝小鸭的厨艺 悟空微笑着点了点头 心中却是感慨万分 想他当年一搏云天 统领一介生灵 如今却落得个吃妖兽 喝野菜汤的地步 老者一脸暖意地看着这群孩子们 却见悟空拿着一个精致的钱袋 递给了他 这些银两应该可以让你们 短时间内衣食无忧 悟空说道 老者浑浊的目光略显平静 他说道 你要走了 悟空点了点头 并未说什么 老者似乎也早就料到 悟空这样天赋极佳的人 又岂会在这穷乡辟业之地长流啊 忽然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从院子外传来 紧跟着十几个人影 出现在了这些孩子们面前 他们每个人都是衣着光鲜 一看便是大家族的人 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 他们何曾见过这样的阵势啊 不由的 全都缩到了悟空和老者的身后 叶儿 真的是叶儿 领头的一男一女情绪激动 那颇有姿色的少妇 更是泪眼婆娑地扑向了悟空 那那那什么 大大嫂 不不是 悟空脸上表情怪异 他们的确是悟空这一世的爹娘 悟空神魂虽然已经觉醒 但天道轮回 他既然再一次转世为人 即便他有着几万年的阅历 但依然对他们打心底的尊敬 毕竟他们生养悟空十几年 虽然他顶了十几年的废物之名 但也真正地体会到了亲情的暖意 爹娘对他一直呵护有加 悉心教导他做事做人 只不过事与愿违 即便父母如何地开导他 他还是走上了颓废之路 庆幸了 三天前 他经历了一次暗杀 那一次暗杀 本是必死之局 但却让他的神魂觉醒了 所有的记忆恢复了 唯独没有神力 大嫂 静婉欣泪眼婆娑的娇容顿时一变 咬着牙 黑着脸 走向了悟空 不仅是静婉欺 就连尹峰和他身后的一众尹家之人 也是目瞪口呆 大嫂 从何而来啊 悟空心底一颤 完了 从小到大 他最怕的就是他娘发火 他本想虽然你们生老孙养老孙十几年 但老孙毕竟是活了几万载的齐天大圣啊 改一改口也是可以的 但他低估了自己对爹娘余生俱来的感情 诶 悟空脸上的表情夸张 只觉得耳朵一热 一阵钻心的疼痛 从耳朵上传来 悟空心底大炯啊 向他统领万妖的万妖之王 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 一泊云天的战神孙悟空 今日竟被一个妇人揪耳朵 即便如此啊 悟空心里依然发不起丝毫的怒意 因为从静婉心的身上 他感觉到了只有娘亲对儿子的慈爱和担忧 你再喊我一声大扫试试 静婉心捏住悟空耳朵的手指一百八十度旋转 让悟空的嘴巴咧得更加夸张了 你娘娘娘娘我这错误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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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空直呼求饶 尹峰在一旁看得心有不忍 但又不敢出言阻止 搞不好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只能心里心疼一下儿子 一旁的小鸭看着悟空求饶的样子 赶忙跑过去拉住静婉心的衣角 婶婶 求你别救悟空哥哥的耳朵了 求你了 静婉心低头一看 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可怜兮兮地盯着自己 不由得她心底生起一丝怜悯 松开了手 小丫头 婶婶问你啊 这几天 她一直跟你们在一起吗 你为什么叫她悟空哥哥呀 静婉心矮下身子 语气中有着说不出的温柔 小丫精致的小脸 猛点了几下 稚嫩的嗓音说道 嗯 是爷爷从外面 将悟空哥哥带回来的 悟空哥哥当时 一身都是伤 不过悟空哥哥很厉害的 他给我们带来了肉 静婉心脸色一瞬间 变得苍白起来 当听到儿子一身是伤的时候 他的心底犹如刀角 就连隐风那刀锋一般的眼神 也深深地眯了起来 一股杀意在身上弥漫而开 果然有人动他的儿子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此书的话 记得订阅收听 帮蜘蛛分享出去哦 谢谢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蓝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语 第五集 今晚心起身 走到悟空的旁边 温柔地在他满是破洞的衣服上 轻柔地摸索 边摸索 边摸索 边掉眼泪 叶儿 你受伤了吗 严重吗 娘真的好担心你啊 这一刻 这一刻 今晚心将心底的担忧和牵挂之情 顷刻地发泄了出来 泪水 止不住地从眼睛里滴落而下 悟空憨笑几声 一双眼睛瞬间变得凌厉起来 冷声说道 老孙没事 一些见不得人的跳梁小丑而已 下次让老孙遇到的话 老孙定将他抽骨扒皮 感受着悟空身上一瞬间迸发的力气 今晚心和尹丰夫妇顿时瞪大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十几年了 自己的儿子一直都是个自卑懦弱的颓废少年 别说是说一句狠话了 就连大声说话都不敢啊 但这一刻 他们总觉得从儿子身上 一直散发着一股说不出的气质 尹丰眉头紧锁 面色严肃地说道 叶儿啊 我真是有人暗杀你吗 可有头绪啊 悟空点了点头说 嗯 他黑金遮面 看不出是谁 悟空嘴角掀起一抹冷衣 继继续说道 但在这玉天城 与我尹家有过节的 也就是那几个家族而已 爹你心里应该有数吧 尹丰深吸一口气 震惊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从儿子的语气和眼神之中 他分明看到了一种睿智和杀气 这真的是自己的儿子吗 老天开眼了吗 悟空虽然说不出是谁按下杀手 但尹丰心底同样已经有些眉目 在心里已经暗自咬牙 赫家 也快要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了 尹丰心已经从小鸭的口中了解到了 是他们的爷爷救了自己的儿子 所以尹丰夫妇二人 深深地向老者鞠了一躬 表示谢意 当尹丰心看到院子中央 那一口大锅里的野菜汤后 眼泪再一次流了下来 燕儿 你们 你们天天吃这个 悟空脸上掀起一抹微笑 说道 也并不是天天吃啊 当听到不是天天吃后 尹丰夫妇脸色好了些 但悟空下一句话 却是让他们心里更加不是滋味了 有时候还会吃又干又硬 又黑的粗面干粮 但也不是天天都有的 大多数时候是一天一餐 悟空将老者和这些孩子们的遭遇 用幽默的方式讲述给了自己爹娘听 尹丰眉头紧锁 而尹丰心则是捂住嘴唇 没让自己哭出声 她从未想过 这世上还有这么苦的孩子 小鸭心思聪颖 她忙走到静婉心的跟前 说道 婶婶 婶婶 我们昨天还吃了肉了呢 是悟空哥哥抓的妖兽 可好吃了 我们还是第一次吃肉呢 闻言 尹丰心底一颤 按道 叶儿抓的妖兽 是兔子还是野鸡啊 应该不会是妖兽吧 毕竟叶儿只有练体镜的实力啊 近晚心抹掉脸上的泪水 挨下身子 抚摸着小鸭脏兮兮的脸蛋 揉声说道 那小鸭想不想天天吃肉啊 闻言 小鸭精致的脸蛋 瞬间变得呆滞了一下 而后弱弱地说道 真的可以天天吃肉吗 今晚心面带笑意地点了点头 而后像是做了什么决定一样 他忽然站起身来朝老者说道 老人家 我们是玉天成尹家之人 这是我家夫君尹丰 先生尹家家主 我们夫妇二神 想邀请你和孩子去我家长居 您意下如何 老者满是皱纹的脸上一片震惊 受宠若惊地摆手道 这 这 这实不得呀 小老头 我一接孤家寡人 怎能劳烦银家主母啊 今晚先见老者推辞 不由为难地看向自己的夫君尹丰 尹丰面带笑意 向老者行了一礼 说道 老人家 您是我儿旧命恩人 如果放任你们在这穷苦之地实不果腹 我尹丰心之有愧呀 还请老人家应了我们夫妻二人 说完 尹丰和靳婉心再一次向老者行了一礼 老者连忙还礼 让尹家家主夫妇二人如此盛情相邀 老者怎会继续矫情啊 这些孩子们终于不用再吃苦头了 那小老儿就谢过尹家家主和尹家竹谋了 哎呀 没想到悟空是尹家少族长啊 怪不得他小小年纪却是如此的天赋秉义啊 老者的话让尹丰夫妇面露疑惑 天赋义丙 自己儿子好像跟这个词语不沾边吧 好奇的尹丰问道 老人家何处此言啊 我家叶儿身上可无半分旋律 哎呀 遭话弄人啊 像他十岁就已练体境巅峰 六年的时间却直步不前 盯着这废物的骂名 实在是苦了他了 就连一旁的静婉心也是暗自叹气 眼中有着说不出的遗憾 废物之名 老者一脸惊讶呀 疑惑道 悟空之天赋怎会有废物之名啊 他昨天可是带着一具追风魔暴的尸体回来的 追风魔暴 尹丰夫妇二人异口同声地惊讶道 初劫妖兽追风魔暴 怎么可能啊 尹丰面露震惊 追风魔暴可是初劫妖兽 就连驻破境巅峰的修炼者都难以击杀 想必是燕而捡到的一具尸体吧 近晚心心里也多是半信半疑 自己儿子什么实力 他一亲二处 本想问问悟空什么情况的 却看到他带着小鸭已经走到了前头 羽天成 尹丰家 什么 追风魔暴被人杰足献灯了 尹丰家家主尹汉 一脸遗憾地看着自己的女儿尹与瑶 刚毅的脸上满是可惜 尹与瑶脸色平静地点了点头 而她的贴身丫鬟小莲则是脸色怪异 一副愤愤不平的模样 尹丰家叹了一口气 继续问道 唉 如果用灯架植物与她交换 她也不应吗 尹与瑶摇摇了摇头 眼神依旧平淡无波 似乎有什么心事 何止是不应啊 太后颜无耻地 抢了小姐的钱袋呢 小莲按耐不住 开口替自家小姐鸣不平 啥 玉瑶还被抢劫了 闻言 风汉脸色一寒 一拍桌子沾了起来 在这玉天城 竟然还有人敢抢劫她风汉的女儿 家主 你可得替小姐做主 小姐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欺负 小莲添添油加醋的满是委屈 风汉冷哼一声 沉声道 哼 那个猴颜无耻的家伙是谁啊 是 小莲刚欲开口 却被风雨瑶捂住了嘴巴 爹 算了 追风魔暴 本就是她先得到的 风雨瑶语气 依旧柔和地像一朵雨后阳光下盛开的牡丹 风汉眉头一皱 封着脸说道 爹可以不追究追风魔暴的事情 那本就是她人先你一步斩杀的 但她抢你钱财 却是为父不能容忍的 可知她是何人啊 这口气爹一定听你出了 还闹是谁 就是小姐的未婚夫 那个引家的废物 引玉业 小莲见风雨瑶脸上表情复杂 不想开口 于是心知口快地将实情 告诉了风汉 啥 我那个未过门的女婿 这不可能吧 风汉听到小莲的话后 脸上的怒容瞬间变成震惊 一脸怪异地惊呼道 风雨瑶愿怒地瞪了小莲一眼 后者则是无辜地做了个鬼脸 风雨瑶本不想告诉自己的父亲 因为他所看到的引玉叶 与传闻中的相差太大 这让他非常的好奇 看着父亲脸上飘忽不定的怪异神情 风雨瑶这才点了点头 这个混账小子 连自己未过门的妻子都要抢 反了天了 风汉脸上更多的是疑惑 在房间来回走了几步后 他再一次看向风雨瑶 雨瑶啊 你确定没有认错人 传闻这小子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匪 那什么 传闻他根本就无法修炼 你怎会认他摆布啊 是小姐主动给他的 小姐根本就没有跟他动手 我看啊 那追风魔暴八成是别人杀的 他刚好捡了个便宜 小连又一次抢在风雨瑶的前面 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风汉 风雨瑶没有反驳什么 也只有这个可能了 但还有一些细节让他心生怀疑 一个炼体镜的人 可以徒手撕开出街妖兽的皮毛吗 风雨瑶断言自己做不到 但是隐喻叶做到了 风汉似笑非笑地哼了一声 说道 放心吧 雨瑶 这两天隐家那小子 应该就会带着聘礼过来了 我风家的规矩是 让准女婿在家族住上三天的时间 到时候 看老子怎么替我闺女出气 风汉嘴上一直说替闺女出气 但他心里却是很清楚 他不会将那个准女婿怎么样 毕竟他和隐家家主隐风情同兄弟 早年更是受过隐风的救命之恩 所以这些年 即便自己的准女婿是个废物的讯息 传得沸沸扬扬 但他依旧没有开口解除这段婚姻 倒是隐风提过几次 风雨瑶毕竟是玉天成难得一见的天才少女 更是玉天成的第一美女 真嫁给了废物之名的隐喻业 对于风家无疑是一个笑话 但这也被风汉一口回绝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蓝 耳边的酥酥 千寻清雨 第六集 尹家坐落在玉天成南郊之外 属玉天成四大势力之一 玉天成势力最为雄厚的是玉天成城主府 占据东方 西方是贺家 南方为尹家 风家则是在北方 四大势力顶足而立 但能主大局的则依然是城主府 而玉天成只不过是秦岭帝国一个渺小的城池 尹家家主尹丰 实力已迈入玉破境数年时间 如今亦是玉破境后期 族中三大长老也都在玉破境中后期 家族子弟已有数百 府邸更是占据方圆几百米 大小庭院十几个 而悟空的庭院 则是独居在族长庭院的旁边 院落宽敞 种满了花花草草 而且被打理得井井有条 这都是悟空自己种下自己养育的 以前的他自卑懦弱 花多时间都是陪伴在这些花花草草之间 推开房门 悟空眉心紧锁地倒在了床上 心中却是思绪万千 目前自己最需要的就是实力 只有将外公力量提升到三级 才能引妖魄入体 拥有了妖魄便能激发体内的旋力 旋力虽然远远弱于自己以前的神力 但也应该可以挤活自己的天纲七十二变 没有这些变化之术 老孙真是太不习惯了 更重要的是老朋友 金箍棒 也只有天纲七十二变的万里追踪术 才能寻得你的方位 当年悟空将毕生神力灌入金箍棒之中 以金箍棒崩碎之力破坏了如来圣佛的玄天风魔锁链 他的神魄才得以逃脱 之后他潜入地府瞒过所有鬼使神差的眼线 才得以进入轮回之道转世投胎 如若不是当年经常前往地府敲诈那阎王老儿 悟空也不会对地府的格局了如指掌啊 可惜了 黑了老孙几万载的金箍棒 如今已经碎成武断 想要将他一一找到 然后重组 老孙迫切地需要实力 而且 悟空的眼神忽然变得灵力 一股狠力的杀气 在心底油然而生 咬牙道 如来圣佛 女帝老儿 老孙即便是这凡胎肉体 也总会有一日再一次打上那九天云霄 阿里 不能白白枉死 小废物 武长传你有钥匙香声 快点出来 这时 庭院传来一个不和谐的声音 让悟空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弥漫着花草香气的庭院中 此时站着一男一女两人 二人都是十七八岁的年纪 少年一副不耐的样子 看着这充满朝气的花草 随意地折断了几只最为鲜艳的白色花朵 她是尹家二长老的孙子尹丽 如今已是筑破镜五星的实力 在尹家算得上出类拔萃了 而那清秀少女看着尹丽随意地践踏亭中的花草 眉头微微皱了皱 但也没说什么 她是尹家三长老的孙女尹和 如今也是筑破镜五星的实力 尹和平日潜心修炼 对于尹玉叶虽不看好 但也很少冷言嘲讽 哼 鱼哥废物 天天种一些花花草草 哼 少年脸上满是不屑 将手中的几朵鲜花随意扔在地上 踩着鲜花便走了过去 吱一声 房门推开 悟空刚好看到尹丽将地上的几朵洁白的花朵 踩成烂泥 顿时她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起来 小废物 磨的什么呢 赶紧跟我走 尹丽语气之中充满了不耐烦 斜眼看了悟空一眼 便转身向庭院门口走去 老孙院子里的花烧你了吗 尹丽刚走两步 就只听后面传来悟空低沉的声音 语气中带着冷冷的寒意 在这尹家之中 悟空虽为少族长 但即便是在下人眼中也没有任何的威信 尹丽身为二长老的孙子 天资也是上乘 自然瞧不上一个废物少族长 最重要的是 一个废物竟然快要和玉天成第一美女成婚 这让尹丽心里更加的不平衡 平日里 尹丽对悟空的冷嘲热讽犹如家常便饭 稍有不顺还会拳脚相加 因为他知道 这废物从不会去族长那里告状 所以啊 悟空每次见到他 都会毕恭毕敬地 大气不敢喘一下 而今天 这次竟敢用这样的口气跟他讲话 看来失踪这几天让他太过舒服了 就连转身刚走两步的银河也停了下来 看向悟空的眼神变得惊讶起来 暗自摇了摇头 以前那样的隐忍 今日却自动自讨苦吃 这尹丽可不是什么大肚之人啊 尹丽脸上带着不屑的冷笑 说道 哼 花就是用来摘的 而你这小废物中的花 也可以用来见它 说着 尹丽又一次踩在那几朵折断的花上 脚掌还在上面用力碾了一圈 悟空看着尹丽嘴角的挑衅 面色很平静 但一双眼睛则是愈发的冰冷 他冷冷地说道 你应该庆幸你星野 不然如何 你不过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而已 不仅身居少族长之位 还有幸和风雨瑶那样的天之娇女订婚 你何德何能 有什么资格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赶紧跟我走 尹丽目光阴冷 语气中充满了怨气 说完之后转身就走 根本就没把悟空放在眼里 站住 老孙让你走了吗 悟空淡淡的声音又一次在尹丽的身后传来 尹丽脚步微顿 嘴角却是掀起一抹阴冷 冷声道 哼 看来这段时间你过得太舒服了 老孙舒不舒服 不管你吃 倒是你 你今天一定不会舒服 听着悟空肆无忌惮的狂妄之语 尹丽的双眼渐渐眯了起来 周身也开始弥漫起一层淡淡的旋律 因何见状 心知这尹丽必定会教训悟空 于是开口道 尹丽叶 组长有事吩咐你 最好不要将事情恶化 跟我们走吧 悟空嘴角掀起一抹嘲讽之色 淡淡的道 哼 笑话 踩烂了老孙的花 还被你说得像是我主动挑的事端一样 在你们眼里 还有我这个少组长吗 闻言 银河清澈的双眸微微惊讶 不可思议地看着悟空 心道 这废物少组长何时也敢如此大放厥词了 还将少组长的架子摆了出来 这可是六年来的第一次呀 听着昔日的小废物狂妄的言语 尹丽眼中闪过一丝阴狠 刚一转身就觉得眼前一个硕大的黑影迎面而来 赫然是悟空的拳头 而这一拳速度极快 尹丽根本来不及躲避 一股钻心的疼痛从鼻梁之上传来 还伴随着一声清脆的骨头断裂之声 啊的 尹丽惨叫一声 身体倒飞出去 重重地摔在了庭院的石砖之上 看着尹丽被悟空一拳打飞 尹和清修的脸上顿时惊讶不已 尹丽可是当之无愧地驻破镜五星 而悟空根本没有半分旋力 在言语上与尹丽针锋相对 已经让尹和吃惊 他从未想过悟空竟会主动出手 而且在尹丽没有丝毫防备的情况下 将他一拳打飞 小废物 我废了你 尹丽捂着血流不止的鼻子 咬牙切齿地弹起身体 冲向罗悟空 向他堂堂驻破镜五星的实力 竟然被一个废物从背后偷袭了一拳 这是对他的奇耻大辱 管他什么少族长 今日必废他一条手臂 就算追究起来 家族的所有长老 也不会因为一个废物而惩罚于他 尹丽的手臂乍然出现一层耀眼黑芒 紧跟着 一双黑色的锋利金属爪凯出现在了他的双手之上 尹和脸色大惊了 尹丽的天赋为力之天赋 战斗天赋是司空力爪 虽然在驻破镜还处于第一形态 但权力之下就连出街妖兽的皮毛也能撕开一个口子 而身为炼体径的尹玉燕 如果被司空力爪击中的话 不死也会缺之断臂啊 尹丽住手 你会杀的他的 尹和大喝一声 但已来不及阻止 只希望尹丽能够手下留钱 不然的话 族长定会大怒啊 悟空目光平静 面对那杀气凛然的尹丽 这一刻他知道 这次不会留守 尹丽虽然处于愤怒的边缘 但也不敢真的杀了悟空 他司空力爪的目标是悟空的右臂 断他一臂 有爷爷和其他长老的庇护 就算是族长 也不会为了一个废文对他惩罚 司空力爪近在咫尺啊 盯着尹丽那阴狠的眼神 悟空右手猛然抬起 稳稳地抓住了尹丽的金属爪凯 让尹丽原本急速冲击的身体 也戛然而止 什么 原本还在担忧悟空的尹和 突然看到这诡异的一幕后 顿时惊呼一声 练体镜怎么可能拦住 驻破镜五星的尹丽啊 这一刻尹和仿佛是看到了幻觉一样 尹丽只觉得 被悟空抓住的金属开爪之上 传来一股巨大的力量 让包裹在里面的手掌 钻心的疼痛 如果刚才是因为偷袭挨了一拳的话 这一次尹丽才真的明白 这个混蛋隐藏了实力 虽然感受不到他体内有半分的旋力 但这股力量 就算是幻破镜全力为之 也不过如此吧 眼下不容他过多的震惊和害怕 悟空轻贺一声 尹丽的身体顿时被悟空单手抡了起来 而后重重地砸在了庭院的地砖之上 两声巨响在庭院之中传来 悟空抓着引力的身体 仿佛手中空无一物一样 阵阵骨头断裂的声音让人头皮发麻 你 丽丽 掌手 你会杀了他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兰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语 第七集 银河顾不得心中的震撼 急声喊道 就在刚刚啊 他用同样的话语告知引力 短短十秒钟的时间 他再一次将同样的话告知给悟空 悟空将昏迷不醒的引力 随意扔出了庭院 就像刚才引力随意扔掉他花朵一样 悟空拍了拍手 漫不经心地朝海呆滞在原地的尹河说道 走吧 别让我爹娘等着急了 尹河小嘴微张啊 大闹一片短路 依然不敢相信那犹如死狗一般 躺在地上人事不省的 驻破镜五星十里的引力 是被这个顶着六年废物之名的 少族长所伤 看着悟空的背影 尹河心底久久不能平静 昔日的废物 自卑懦弱的性格荡然无存 现在的他身上散发着一股桀骜不驯 一瞬间迸发的杀气 让他不寒而栗 摇了摇头 尹河赶紧查看了一下引力的伤势 顿时一阵心惊 全身骨头碎裂了大半 就算是每天灵丹妙药 也要几个月才能完全恢复 下手太狠了 恐怕二长老一定会找族长抬药公道吧 少族长 你可闯祸了 而作为当事人的悟空 已经一脸漫不经心地来到了家族的会议大厅 此时 会议大厅的上座坐着尹丰夫妇 左侧坐着大长老尹天英 一个有着慈眉善目的六十岁老者 右侧分别是二长老尹刚泽和三长老尹四海 叶 找我什么事 悟空一脚踏入会议大厅 随意瞥了一眼众人后 便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 尹丰夫妇脸色怪异 平日夜儿礼貌有加 见到各位长老后 定会恭敬行上一礼 今日竟一改常态 非但没有行礼 就连一句问候的话语都没有 大长老微微惊讶 摇头笑了笑 没说什么 二长老则是眉头皱起 脸色沉了下来 三长老看向悟空的眼神 也略有不满 叶儿啊 别找你确实有重要的事项 尹丰眼中带着浓浓的喜意说道 若是平时悟空如此失礼 尹丰一定会指责他 但刚刚才从外面将儿子接回来 他又怎么舍得对他严厉指责呀 悟空撇了撇嘴 说道 嗯 那啥 爹娘 以后老孙改名叫孙悟空 你们就叫老孙悟空吧 啥 迎风一愣啊 脸色怪异地说道 真是胡闹 二长老沉着脸指责一声 继续说道 向乃族上代代相传 名乃父母恩赐 岂能随意更改啊 静腕心见状 也劝道 是啊 叶儿 这姓名 怎么能随意更改呢 悟空知道有事理说 但悟空之名陪他数万载 怎能说丢就丢啊 于是他坚持道 老孙就叫孙悟空 你们换老孙 饮育业 老孙也不答应 你 你真是 太放肆了 慕无尊长 二长老脸色一沉 指着悟空说道 迎风脸色也不大好看啊 静腕心见状 急忙说道 算了算了 悟空就悟空吧 只是个名字而已 他想改姓 我们还能远了他不成 二长老轻横一声 不再说话 迎风叹了一口气 既然夫人说话了 他也不敢指责儿子 闹不好晚上还得挨骂呀 只不过是一个称呼而已 那好吧 悟空啊 隐风摇头笑了笑 继续说道 还有九天啊 就是你和玉瑶的成婚之日 明天你就带着片离去冯家赞助三天 这是冯家的规矩 你准备一下吧 啥 成婚 悟空这才想起 的确有这么一出啊 但是悟空却是千万个不乐意啊 别说是玉天城第一美女了 就是这神医大陆第一美女 悟空也没兴趣 迎风点了点头 说道 嗯 银丽和银河会陪你一起去 咦 他们两个呢 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 悟空挠了挠耳朵 说道 老孙还不想成婚 能不能退了 什么 闻言啊 尹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一脸怒容地看着悟空 立声道 退了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封家与我尹家世代交好 你封叔与我情同兄弟 即便你废物之名被传得沸沸扬扬 你封叔和玉瑶也没说出半个退婚的字 你知道他们冒着多大的笑话吗 退婚 你敢退婚 我就把你赶出隐家 三个长老也都一脸怪异啊 一个废物能够娶到玉天成的天之娇女 多少人做梦都梦不到 而她竟然要退婚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不知会有多少人拍手叫好啊 今晚心脸上的柔情也渐渐变得严厉 她拉住发怒的夫君 而后看向悟空说道 叶儿 悟空 从小 娘就教你如何做人 而那封家与瑶如此天之娇女 对于你的名声从未有半句怨言 更没有提过半个退婚的字 封家做到了仁至义尽 而如果你退婚的话 无疑让封家蒙上了一个让人耻笑的把柄 让玉瑶蒙上了被人遗弃的笑话 这件事 微娘不会答应你的 管心说得在理啊 大长老语重心长地看着悟空 开口道 早就听闻那封家千金封与瑶 乃不可多得的天之娇女 不仅天赋异禀 而且小小年纪却是贤良输得 悟空啊 你若负她 你就是天大的罪人 悟空急得直脑耳朵呀 但心底对爹娘的敬重 让她不敢继续坚持 良久后 她才为难地点了点头 成婚就成婚吧 大不了让她守活寡 像老孙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 竟然落得与一个十六岁的小女娃成婚 嘿 如果被以前的那些小妖王知道的话 一定会笑话老孙 见悟空点头 尹丰夫妇这才满意地笑了起来 族长 族长夫人 这时尹和脸色略显苍白地走了进来 分别向尹丰夫妇和两个长老 以及他的爷爷三长老行了一礼 尹丽呢 尹丰出言问道 尹和低着头身体一正 而后偷偷看了一眼悟空 发现后者正挠着耳朵 不知道在想什么 丽严 不是跟你一起去换悟空的吗 二长老尹刚泽眉头微皱 尹和脸色怪异啊 欲言又止地站在会议厅的中间 让尹丰众人大为不解 二长老担心孙子是不是惹什么祸 追问道 尹和呀 尹丽到底去哪儿了 是不是又把人打伤了 他这个孙子天赋极佳 小小年纪已经是驻破镜五行 平时眼高于顶 几乎不把任何同辈中人放在眼里 三天两头就会将人打伤 但这也是值得他这个爷爷自豪的一面啊 尹丰眉头微皱 心道 这司仪仗有一个二长老的爷爷 平时飞扬跋扈 恐怕又欺负族中子弟了 但身为族长 他也不能不顾及二长老的面子 所以啊 很多时候他都是听之认之 尹和摇了摇头 吸了一口气说道 不是 不是引力喘祸了 而是 他被人打伤了 什么 二长老猛地站起身来 一脸的怒容 谁敢打伤他的孙子呀 而在这尹家之中 能够剩他孙子的年轻一辈 只有大长老的孙女尹婷婷 尹婷婷脾气虽然火爆 但也极少与尹丽发生什么争执 尹丰一脸惊讶 忙道 二长老少安勿躁 还是问清楚缘由吧 而后 尹丰看向尹和 问道 谁伤了尹丽啊 是我家族之人吗 尹和瞥了一眼悟空 说道 是 是少族长 不是 二长老口中发出一声 可笑的嘲讽之声 尹丰夫妇却是脸色微精 开玩笑吧 自己儿子什么实力 他们一清二楚啊 练体精 怎么能够伤得了 驻破镜五星的引力啊 小和 你没说错吧 是我家 悟空伤了引力吗 他怎么能打得过引力呢 尹丰心一脸疑惑地问道 尹和点头 说道 的确是少族长所为 我当时就在场 只不过 只不过错不在少族长 是尹丽 践踏了少族长的花草 并且是尹丽 施展司空力爪 遇上少族长在先 闻言啊 尹丰脸色一寒 怒声道 司空力爪 好大的威风 尹丽虽然只是 驻破镜五星实力 但司空力爪 如果真的攻击在 炼体精的悟空身上 不死 也要缺之断臂啊 尹丰心也是面色微冷 还好悟空现在没事 若不然 他定不饶着引力 年轻人嘛 难免冲动啊 还好少族长没事啊 我那不成器的孙子 伤了就伤了啊 也算是给他的教训 不用理会 二长老有些尴尬的笑道 当听到自己的孙子 对炼体精的少族长 施展司空力爪之后 他真是一阵后怕呀 还好没事啊 不然连他都保不住 自己的孙子了 不过 这小废物伤了自己的孙子 确实让他有些不大相信 即便伤了又能如何呀 恐怕也就是 趁自己孙子不注意 抓挠了几下吧 尹丰夫妇二人 脸色阴沉 这二长老的话 虽然在指责 自己孙子的不是 但他们心知肚明 这老家伙是在护犊子 尹丰夫脸色艰难 看向二长老说道 二长老 您还是去看看吧 我已经将引力 送去您的庭院 他伤得不轻 二长老脸上的尴尬之色渐消 看着尹丰夫脸上的 认真的表情 直觉告诉他 这是真的 呃 组长啊 老朽先回去 查看一下尹丽的伤情啊 尹丰沉着脸 点了点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兰 耳边的苏苏 千寻轻语 第八集 二长老走后 三长老才看向自己的孙女 有些不太确定地问道 尹丽 伤得重吗 尹丽点了点头 说道 很重 全身骨头 碎了七七八八 咔嚓 尹丰沉手中的茶杯 给他不经意散发出来的 玄力震得粉碎 静碗心 轻眼小嘴 就连大长老的脸上 都有着浓浓的震惊 看着会一听诡异的气氛 悟空知道 自己再不站出来 说点什么的话 难免一顿臭骂呀 那啥 老孙哪知道 这小子这么不经打呀 更何况 他想断老孙手臂 老孙没杀他 已经是看在 他是尹家之人的份上了 悟空语气略显轻浮 不经打 尹丰的口气 非常的怪异 身影一闪 便来到了悟空的身边 抓起他的手臂 就将自己的旋力 灌入了悟空的体内 悟空没有说话 静看着尹丰 查探自己的身体 只是几秒钟的时间 尹丰就一脸疑惑地 放下了悟空的手臂 奇怪地说道 不对啊 悟空体内 明明没有半分旋力呀 悟空善笑一声说道 我的确没有旋力 只不过 有一把子力气而已 大长老脸色一惊 似是想到了什么 惊异道 力气 悟空啊 你可是修炼 外公力量啊 外公力量 尹丰和静婉欣 面露震撼 终于明白了什么 外公不同于 普通修炼者 他们虽然仅仅凭借 体内的力量战斗 但同等级下 外公修炼者 绝对顽虐 旋力修炼者呀 而且若能将外公力量修炼至三级便可引腰迫入体 前途不可限量啊 这样的体质百万人中难寻其一 这样的体质出现在悟空的身上 不得不让大长老和尹丰夫妇震惊了 一旁的尹和也听过外公力量修炼者的传说 难怪他能如此轻松地抓住引力全力施展的司空力爪 尹丰忍不住心中的激动 狂笑几声 即便悟空没有承认 他也认定了悟空必定是一个外公力量修炼者 我就说嘛 我尹丰的儿子 怎会是废物啊 尹丰这才明白 为什么那旧悟空的老者会说 悟空是一个天赋异禀之辈 看着引风激动的样子 悟空忍不住翻了翻白眼 静晚心也因为激动而落下了眼泪 从今以后啊 废物之名再也不会落在儿子的头上了 大长老和二长老同样为家族 有一个外公力量修仙者而激动不已 想必悟空已将外公力量修炼至一级了吧 大长老赞赏地对悟空点头说道 悟空笑了笑 说 看来逃不过大长老的法眼啊 悟空没告诉他们 自己的外公力量至少在二级巅峰 即便对上幻破境强者也可一战 悟空啊 你可要认真修炼 需要什么资源 打可去藏宝阁索取 引风一脸的笑容 在悟空的肩膀上用力拍了拍 大长老和三长老 对于族长给悟空无条件开放藏宝阁 并没有半分不满 毕竟如果家族中能够培养出一个三级外公修炼者的话 对于家族无疑是一种壮大 悟空等的就是这句话呀 他急忙开口道 我需要腰迫 隐风脸色怪异 说道 外公力量三级才能引腰迫入体 你急什么呀 有被无患吗 悟空说道 隐风点了点头 转念一想 狡黠地看向悟空 说 我家族之中没有 风家倒是有一枚啊 你自己想办法吧 啥 悟空一脸黑线啊 我得小拙几杯去啊 说着 隐风就一副高兴地准备离开 这是什么拙 准备聘礼去 隐风刚走两步 身后就传来妻子愈怒的声音 隐风只能兴兴地去准备聘礼了 对于隐风怕老婆的事情 整个家族都知道 大长老和三长老早已司空见惯 今晚心走到大长老跟前 正色道 大长老 二长老若来此 你便告诉他 隐利的伤 我们家族会给予最好的药材医治 如果 他要追究我儿的责任 就让他来招我 哼 真当我夫妇二人这些年眼瞎了不成 他引力三番五次欺凌我儿之事我从未开口 但不证明我夫妇二人顾忌他二长老的地位 言霸呀 静晚心带着悟空便离开了会议大厅 大长老和三长老恭敬点头 静晚心虽然算是他们的晚辈 但在这家族之中地位和族长一样尊崇 不仅仅是他身为族长夫人的缘故 而是他也是一个欲破境后期的强者 比之大长老还要强上一些呀 虽说悟空现在天性不惧任何人的威胁 但有一个母亲肯为自己着想 真的让他倍感温暖 数万年前让他失去了阿里 数万年后却有了疼爱自己的爹娘 何尝不是一种造化呢 族长庭院的梁亭里 静晚心看着对面的儿子 满脸的喜悦之色 两酒后啊 静晚心才说道 你打上引力之时 不必放在心上 有娘在 他二长老不敢造次 悟空点了点头 他心里压根就没当回事 说实话 没当场杀了那小子 已经是看在爹娘的份上了 既然引力受伤了 那么明天只能让婷婷的丫头和尹和配你去风家了 静晚心从果盘拿起一个水果 果皮后递给悟空 耳后说道 引婷婷 悟空神情一顿 眼中有着说不出的怪异 语气果断地说道 他就算了 老孙一个人也能将聘礼送到风家 引婷婷是大长老的孙女 脾气火爆 悟空神魂虽然已觉醒 但依然不想与那个女人接触 静晚心 滋了一下嘴 白了悟空一眼说道 静胡闹 婷婷的丫头是猪破镜九星 笔内引力不知道巧了多少 虽说你打伤了引力 但对上婷婷丫头啊 没准你还赢不了她呢 老孙赢不了她呀 悟空顿时不乐意了 天性骄狂的她 怎能在娘亲面前被看扁了 轻横一声道 老孙一巴掌 就能把她的屁股打肿了 静晚心被悟空逗乐了 是笑道 你若敢打她屁股 她还不撕了你 你这话可别被婷婷听到了啊 悟空翻了翻白眼 说道 老孙去藏宝阁看看 看着悟空兴兴离开的样子 静晚心微笑着摇了摇头 尹家藏宝阁 是尹家所有贵重资源的宝库 里面的药材和修炼资源无数 但也不是完全对家族子弟开放的 只有那些天赋极佳 又有出色贡献的人 才能前往藏宝阁领取资源 当然家族子弟每个月也都可以领取家族发放的修炼资源 时期黄昏 当悟空来到藏宝阁门口的时候 却见门外有着五六个年轻的家族子弟排着队等在那里 悟空走上前去 直接越过队伍来到了掌管藏宝阁的执事跟前 山叔 老孙来领点东西 悟空开口说道 掌管藏宝阁的执事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名叫尹山 如今已是幻破镜后期的修炼者 尹山看到悟空后 脸上微微惊讶 很何气地笑道 叶儿啊 不 据说你现在叫悟空了 不用登进了 想领什么自己进去就行了 出来让我看一下就行 多谢 悟空点了点头便走了进去 尹山是家族中少有的几个 没有对他冷言以对的人 所以悟空对他也一直很敬重 这时啊 还对的几个家族子弟不乐意了 其中一个叫嚷道 只是 他怎么不用排队就进去了 尹山眉头一皱 沉声道 我何时让你们处在这里排队了 我来登记就可以进去了 闻言 那叫嚷的少年尴尬地低下了头 嘟囔道 我还是等一会儿吧 尹婷婷那暴力姐姐在里面呢 其他几人也都缩了缩脖子 可想而知 他们对里面那个暴力姐姐的畏惧 少年话音刚落 另一个少年很不满地说道 只是 他一见废物 为何他能随意地领取家族资源 凭什么 尹山脸色终于变得难看起来 厉声道 主考 废物 废物 天天说悟空是废物 一个废物能将二长老的孙子 尹律打成重伤吗 你可敢当着悟空的面喊他一声 废物 那少年一听 满脸的不屑 脸上带着挑衅的眼神 还欲说什么狂言壮语 却忽然听到背后一人在他耳边轻声说道 闭嘴吧 尹律只因为踩了太几朵花 就被他打成重伤 到现在还昏迷不醒 这是真的 你不想成为尹律那样 就说回你刚才的话吧 少年文言 脸色苍白了一下 周围的几人也都点了点头 这传闻不假呀 这一刻 原本猖狂的少年 瞬间像打了眼水的茄子一般 蔫了下去 藏宝阁里面 是一个很宽敞的仓库 摆满了大小不一的货架 刚一进去 悟空就嗅到了外溢的药材灵气 和一些妖和的狂暴之气 悟空虽然没有了神力 但感知力和嗅觉却异于常人 他此次来的目的是力量系的妖和 目前也只能依靠妖和的狂暴力量 来提升外公力量的境界了 踏入藏宝阁的瞬间 悟空就嗅到了力量系妖和的味道 恐怕这藏宝阁中仅有一枚吧 所以啊 他直接向妖和的方位走去 刚走两步 却见一个身材火爆的女人出现在前面 他一头火红色绣发随意地披散而下 肤如凝指 五官精致 比之悟空那天抢劫的少女也差不了多少 尤其是那一身黑色的紧身皮质战甲 将他玲珑的身段衬托得淋漓尽致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蓝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语 第九集 英姿萨爽的紧身皮质战甲 将他宏伟的骄傲牢牢托起 仅够盈盈一卧的小蛮腰虽然纤细 却力量感十足 尤其是那被紧身皮质战裤包裹着的大长腿 一直而又修长 不知献杀了多少人的眼球 距离他十米开外 悟空便感受到了一股炙热之气 赫然是他稳圆大腿两侧的那两把火红色的短刃发出的 这个女人年纪也就是十七八岁的样子 却给人一种野性十足的感觉 尹婷婷 这小女娃怎么在这儿啊 怪不得那些小子不敢进来 悟空心中嘀咕一声 其实悟空并不想看到尹婷婷 只因为一年前一次野外散心的时候 不小心瞅见尹婷婷在湖中沐浴的一幕 当时啊 真的是惨不忍睹 差点没被这小女娃吊起来打呀 如果自己不是少组长的话 估计会被这小女娃打死 从此以后啊 尹婷婷看到悟空就会忍不住发脾气 见尹婷婷精致的眉目微微皱起 似是在寻找什么 却迟迟未果 悟空没有理会她 而是直接走到一个货架旁 然后手掌在那些琳琅满目的小匣子上 一一掠过 感受着其中一出的微弱能量 悟空很快就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只见他拿起一个微微发红的小匣子 打开之后 里面果然是一颗拳头大小的力量系妖盒 妖盒微微泛着光 竟还掺杂着一丝火元素之力 难道这小女娃也在找这个 悟空心中呢难道 尹婷婷的天赋是比较罕见的火元素天赋 如果依靠妖盒外溢的力量修炼的话 无疑会加快她修炼的速度 悟空撇了撇嘴 玄力修炼者只能依靠玄破之力 吸收妖盒外溢的力量加以修炼 而他作为外宫力量修炼者 则可以直接生吞妖盒 从而完全不浪费地将妖盒的力量吸收掉 和尚小匣子 悟空准备离开 你欲验 悟空刚一转身 就听到身后尹婷婷的声音 瑜伽中带着些许的惊讶和不善之色 悟空脚步没有丝毫停止 拿着小匣子就向门口走去 你给我站住 你欲验 黑影一闪 尹婷婷活抱的身影 已然挡住了悟空的去路 你 在叫老孙吗 悟空装傻充愣地淡淡说道 尹婷婷精致的脸蛋满是不善 冷声说 废话 你不叫云一夜吗 悟空扬了扬手中的小匣子 但笑道 哼 说对了 老孙现在叫孙悟空 喊我隐喻业 我怎会答应啊 尹婷婷平时很少打听不相干的事情 除了知道悟空失踪三天回来之外 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知 所以啊 也不知道悟空打伤引力的事情 尹婷婷压住心底的怒意 深吸一口气道 行 孙悟空把那个小匣子里的妖盒 让给本姑娘 听什么呀 悟空白眼一番 不闲不淡地说道 你 尹婷婷微惊啊 这小子竟然不买他的账 心道 这小子以前见了自己 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 别说问他要一个妖盒 就是让他天天喊大姐 他都不敢说半个步子 你一个练体精 要妖盒做什么 吃啊 悟空理所当然地说道 吃 尹婷婷像看白痴一样 看着孙悟空 皱着眉说道 吃个屁 还不吃死你 赶紧给我 我现在很需要他 妖盒之中力量极其狂暴 别说是练体精 就算是欲破镜 都不敢生吞一个 初阶妖兽的妖盒 悟空脸色微寒 将小匣子放于身后 沉声道 给了你老孙吃什么呀 这是老孙先找到的 你 你这个小子 尹婷婷见悟空如此执扭 指着悟空破口大骂道 行 你这个小废物 你现在就给我吃 吃给本姑娘看 你若不吃 本姑娘就做得你吃不了饭 尹婷婷话音刚落 就只见孙悟空打开小匣子 抓起妖盒 便送向嘴边 一声清脆的破裂之声 在悟空的口中发出 那坚硬如实的妖盒 竟被悟空一口咬出一个缺口 嘎嘣嘎嘣的 听着悟空嘴中不断发出的咯嘣声 尹婷婷脸色大惊 急忙去抢夺悟空手中的妖盒 你不要命了 赶紧吐出来 咔嚓 悟空躲开尹婷婷 又是一口咬在妖盒之上 尹婷婷急得 脸色通红 伸着妖盒力量的狂暴 别说是两口了 就是一口 都足以要了悟空的性命了 情急之下 尹婷婷齐身上前 一把扑在了悟空的身上 双手去撕扯悟空的嘴巴 企图将那还未下咽的妖盒 抠出来 悟空只觉得一股灼热的香风传入鼻中 尹婷婷玲珑凹凸凸的身体 已经贴在了她的身上 由不得她眉头一皱啊 本能地推了尹婷婷一把 但恰巧不巧的 这一推 刚好推在尹婷婷那对被皮质战甲 高高托起的胸脯之上 尹婷婷尖叫一声啊 毕竟还是一个未经世事的少女 敏感不为被摸 脸色瞬间冷了起来 你这个混蛋 老娘救了你 你反过来轻薄老娘 我杀了你 火光一闪 尹婷婷已然拔出了 两腿之上的火红色双刃 任风带着灼热之气 刺向悟空的胸口 悟空脸色一寒 虽然老孙不注意碰了你一下 但也没必要瞎杀手吧 嗖 悟空身子向后一仰 轻松避过 而后抬脚掠出了藏宝阁 这女娃不好惹呀 杀又杀不得 打了之后更麻烦 还是逃吧 此时啊 在外面交集等待的几个家族子弟 忽然看到悟空从藏宝阁仓促地跑了出来 连在尹山那登记都不登记 便远顿而去 几人正觉奇怪的时候啊 又忽见得身材火爆的尹婷婷 手持烈火双刃 气急败坏地杀了出来 那个混蛋呢 尹婷婷担任指向一个少年 咬牙道 哦 往那边跑了 少年一个机灵啊 本能地抬手指向悟空远去的方向 赫然是她的小庭院 素 尹婷婷没有丝毫停留地追了过去 留下幸灾乐祸的几人 死定了 几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虽然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但从未看到过尹婷婷发这么大的火 悟空回到自己的庭院后 刚好看到靳婉欣端着一个托牌正在推门 怎么了 毛毛躁躁的 我把晚饭给你送来了 看着悟空火速前来的身影 靳婉欣不禁疑惑道 悟空接过靳婉欣手中的托牌 而后瞥了一眼身后 说道 娘 帮老孙挡一下尹婷婷啊 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风 非要找老孙比斗啊 说完 还不带靳婉欣做出反应 悟空便推门进入了房间 并将房门锁死 留下一脸不知所措的靳婉欣 这孩子 靳婉欣正在奇怪的时候啊 忽觉得身后几声仓促的脚步声 转身一看 一脸怒容的尹婷婷正站在庭院之中 高耸得雄不意义起意乎的 很是生气的样子 靳婉欣脸上闪过一丝柔和 走上前去 笑道 怎么了 你这丫头 是不是又来欺负我家悟空啊 尹婷婷脸色难看 满是委屈地说道 我欺负她 欣怡 你也太偏心你家儿子了 你都不知道 她对我做了什么 靳婉欣苦笑着摇了摇头啊 她很喜欢尹婷婷 在家族中对她很是照顾 一直都将她当做女儿一样 她还能怎么着 难不成 她还能欺负你不成 今晚欣笑了笑 眼中有着说不出的温柔 尹婷婷撅起嘴 眼中带着说不出的委屈 只能将手中的双刃收起 将脸别到一边 愤愤地道 欣怡 你就是偏心家儿子 看着尹婷婷委屈的样子 今晚欣实在是不知道 二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能好好安慰尹婷婷 对了婷婷 尹婷受了伤 明天无法陪悟空前往封家 所以你就代替尹婷吧 尹婷婷脾气虽然火爆 但住破镜九星的实力 还是可以的 曾经有一个不入流的 佣兵团团长 只是对着尹婷婷 那滚圆修长的大长腿 说了几句淫秽之言 便被尹婷婷一路追杀 逼得所有佣兵 脱离了那个佣兵团 我代替尹婷 尹婷脸色一惊 原本很不乐意 但转念一想 这样的话 至少有一天的时间 可以教训她 想到此 尹婷婷就狡黠地点了头 但对尹婷受伤一事 倒是没有过问 因为她也不喜欢尹婷的为人 悟空盘膝坐在床头 待到外面没有声音之后 她才拿出那被她 咬了两口的腰盒 而后再一次送入了口中 随着腰盒进入肚中 那狂暴的力量顿时如洪水般 在体内横冲直撞 有一种势必要冲开着 繁胎肉体的趋势 感受着体内狂暴的力量 悟空没有任何动作 这样的力量 虽然能够撕开 欲破镜强者的身体 但对于外公力量 处于二级巅峰的悟空来说 似是喝下一口烈酒一般 外公力量修炼者 能够吸收一切狂暴之力 来断体 但凡身体能够承受得住 哪怕是雷结 也是断体之法 悟空肯定 如果将这外公修炼之巅峰 绝对不亚于当年 自己的金刚不坏之身 但是断体之法极其难寻 若要快速成长 这欲天成不是久留之地 方才悟空吞下的是 一枚初阶妖兽的妖和 黄暴力量相对较弱 虽然让他的身体 稍微强化了一些 但总觉得冲不开 体内的一层屏障 想必那层屏障 便是外公力量二级的瓶颈吧 一旦冲破便是三级 那样就可以引妖破入体了 看来有必要寻找 中阶妖兽的妖和了 甚至高阶妖兽的妖和 更有希望破开屏障啊 明天就要去封家了 封玉瑶 老孙真的要娶一个小女娃为妻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此书的话 记得订阅分享出去哦 谢谢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兰 耳边的酥酥 千寻清雨 第十集 一日清晨 隐婷婷带队 一杆二十几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 踏上了前往风家的路程 风家在北郊 尹家在南郊 两家相聚有一天的路程 领头的尹婷婷骑着一匹高头大马 后面是一身黑色尽装的悟空 和一身青色战甲的尹河 最后面是五辆满拉拼里的马车 和二十几个家族护卫 临近中午时分啊 队伍已经越过了两个小镇 还有几乎大半的路程 这时 护卫队长尹正忽然跑到尹婷婷的面前 恭敬道 少组长 婷婷小姐 我们此时已经过了流水镇 再往前便是杀石阵了 尹婷婷点了点头 说道 嗯 我知道了 继续赶路吧 争取在黄昏时分 赶到尹家宝 是 尹正点头应试 等等 悟空忽然皱起眉头 说道 沙石阵周边流寇甚多 心术不正的佣兵团也不在少数 还是绕过沙石阵吧 也就是耽误两个时辰的时间 文言 尹正面色赞同地点了点头 说道 少组长说的是 还是小心为妙啊 尹婷婷一脸不屑 挑衅地看着悟空 说 小什么心 我看你就是胆小怕事 那些不入流的流寇 哪个敢打我们尹家的主意 悟空眉头为重 心道 毕竟是个小姑娘 而后摇头说道 唉 沙石阵周边的势力极为混乱 尹家虽然在玉天城威名赫赫 但不乏有一些心存侥幸的胆大之人会在途中抢劫 还是绕道而行吧 哼 我看你是高估了那些流寇 低估了我们尹家的威望 我是领队 听我的 继续赶路 尹婷婷瞪了悟空一眼 对着尹正说道 其实啊 尹婷婷知道悟空说的也有道理 但心里就想与她较劲 唱反调 占了本姑娘便宜 也以为可以这么容易就算了 贺家主听 贺光祖与贺光耀兄弟二人相对而作 脸上皆是有着一股阴狠之色 大哥 那尹家的小子已经带着聘礼 踏入啥事阵范围了 我带人解决了他们 这次保证让他们死无全尸 贺光耀摆了摆手 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 冷哼一声道 哼 上次你失手已经让尹家怀疑我贺家了 这次断然不能大意 大哥可是已有主意 贺光耀神色凝终 将头靠近贺光祖 贺光祖眼中闪过一丝狡诈 眯着眼睛说道 据说尹婷婷是这次的领队 而当年这小丫头 可是得罪过不少杀石镇的人 你将这风声放出去 沙石镇的那些家伙一定会很乐意替我贺家 解决这些如羞未干的小子们的 贺光耀神色一惊 由衷地向自己的大哥竖起了大拇指 十指正五 尹家的聘礼队伍已经到达了沙石镇范围 周围是一片密不透风的树林 方圆几里只有他们脚下的一条宽敞道路 赶了几个时辰的路 即便这些修炼者不累 马匹也早已到了补充草料的时候了 所以在尹婷婷的命令下 整个队伍停了下来 就在这儿吃些干粮吧 休息半个时辰 悟空眉头一皱 看着周围极其不利的地形 还有这过于安静的树林 对着尹婷婷沉声说道 此地那流寇和一些佣兵经常出没的地方 不宜久留 马匹还能支撑一段时间 过了沙石镇再行休息吧 尹婷婷矫健地从马背上凌空跃下 绝美的脸蛋翘起一抹不屑 冷哼道 哼 胆小懦弱的家伙 放心吧 本姑娘保证你完好无损的 去见你家小美人 悟空没有下马 而是黑着脸说道 老孙何时胆小懦弱了 倒是你这小女娃心思不够谨慎 狂妄自大 不知自己这两年得罪了多少 沙石镇的亡命之徒吗 闻言 尹婷婷绝美的脸蛋瞬间变色 咬着牙走向了悟空 摸拳擦掌地哼道 本姑娘狂妄自大 算你说对了 本姑娘说会让你完好无损的 去见你的小美人 但没说不让你鼻青脸肿得去 一旁的尹和和尹正健壮 顿时大惊 急忙走了过去 呃 婷婷姐 算了吧 我们赶路要紧 尹和拉住尹婷婷的手臂劝道 尹和虽然亲眼目睹悟空轻易地将引力打成重伤 但对上注破镜九星的尹婷婷的话 胜负还是个未知 若真的让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大小姐教训了悟空 到了尹家难免说不清楚 尹正也赶忙劝道 哎呀 听听小姐啊 少组长身体雷弱 还请不要为难少组长了 其他十几个护卫也都有些搞不大懂 这大小姐到底是抽了什么风了 似是一定要教训这个废物少组长的样子 行了 你们知道个屁 本姑娘跟着混蛋的恩怨不共戴天 谁在劝我 别怪本姑娘翻脸不认人 尹婷婷一声娇和 含着脸对着尹和和尹正说道 二人看这趋势啊 也不再找不自在 只能用同情的目光看向悟空 平时如此自卑懦弱的少组长 怎么就得罪了这位脾气火爆的大小姐呢 对于尹婷婷脸上的狡黠和得意之色 悟空则是选择无视 一双灵力的目光始终环视四周 她总觉得呀 周围的情况有些异样 你 给我下来 尹婷婷指着悟空 很是野蛮的喊道 悟空眉头微皱 沉声说 别闹了 这里情况不对劲 都小心点 闻言 尹正和尹和脸色疑惑 不知道悟空这话从何而来 少在这装枪做事 再不下来 本姑娘就将你踹下嘛 尹婷婷嘴角微翘啊 两手放在纤细的小蛮腰上 悟空并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 挠了挠耳朵 一脸黑线地沉声道 哼 你这小女娲 老孙好言相劝 你却完全不知自己已将众人带入了危险之地 你若再敢与老孙横眉怒眼 老孙定将教训你一顿 悟空的话音刚落 尹正和尹和等人心底就是一惊啊 完了 这一顿揍 悟空是跑不了了 果然啊 尹婷婷绝美的脸蛋已经变得愤怒不堪 她咬牙切齿地瞪着悟空 一字一顿地说道 教训我 胆子真是越来越肥了 你给我下来 尹婷婷娇喝一声 玲珑的身姿凌空跃起 一脚踹向悟空的肩膀 悟空眼睛微眯啊 心底却是有些生气 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退步 这小女娃竟是蹬鼻子上脸 若不教训她一顿 恐怕这一路上还要再惹更多事端 看着尹婷婷凌厉的一脚 悟空双腿夹紧马身 上身向后一躺 这一脚便已踹空 尹婷婷心中惊讶万分啊 这一脚出其不易 而且速度极快 可是这小废物竟然避开了 不仅如此 尹婷婷身体刚刚越过马背 还未落地 就忽然感到一只手抓住了她的肩膀上的战甲 那只手上有着一股让她无法抗拒的力量 猛然将其拉回马背 身子正面朝下地按在了马背之上 一声极其响亮的声音传入众人耳中啊 尹婷婷只觉得屁股上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疼痛 但是比起屁股上的火辣 她整张小脸却是更加的火辣通红 悟空沉着脸又是一巴掌 狠狠地拍在尹婷婷那皮质战裤包裹着的挺翘臀臀部之上啊 悟空无心感受那弹性十足的性感翘臀 只想狠狠地教训一顿这个野蛮的小女娲 周围变得异常安静 尹正和尹和以及所有尹家的护卫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昔日无人敢惹的婷婷大小姐 此时正被那个一无是处的废物少组长打着屁股 这 这个 这 两久后尹正才语无伦次地说道 挺挺小姐会不会杀了少组长呢 尹和摇了摇头 平复了一下眼中的震惊 淡淡地说道 不会 你还没发觉吗 挺挺姐并不是她的对手 尹正脸色震惊 这才想起 少组长刚才轻松地就避过了尹婷婷那灵力的一角 而且将其毫无反抗能力地压在了马背上 原来少组长一直是一个半猪吃老虎的主啊 可是这些年的隐忍又是为何呢 悟空一巴掌比一巴掌狠 丝毫没有留情 尹和和尹正也都因为太过震惊 竟然没人出言阻止 最为奇怪的是 作为受害人的尹婷婷竟然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只是那双通红的眼睛此时正滴落着泪水 有委屈 有愤怒 还有杀意 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少女来说 被一个男人当众打屁股 是多么羞耻的一件事啊 尹婷婷的内心已经崩溃 她发誓 一定要让悟空付出代价 逆直咬牙忍着屁股上火辣疼痛的尹婷婷 突然发现 那让她咬牙切齿的手掌 没再继续落在她挺翘的屁股上 打呀 你继续打呀 今天也不打死我 本姑娘一定与你不死不休 你这个无耻的混蛋 悟空沉着脸 松开尹婷婷的身体 让她滑落马背 尹婷婷跌落马背 屁股上的疼痛 让她一个没站稳 坐在了地上 有些肿胀的屁股接触地面 让她吃痛地哼了一声 对 汉戏看够了吧 难不成沙石镇的人 都是这般喜好在暗中偷窥之人吗 悟空跃下马背 没有理会尹婷婷那羞愤的眼神 一双凌厉的双目却是扫过周围的蜜林 声音低沉的鹤道 闻言 尹正和尹和以及尹婷婷众人面色疑惑 不知悟空所言何意 悟空话音刚落 就只听东边的蜜林之中传来一阵嚎笑 不愧是敢报答尹家小魔女的小子 感知里不错呀 紧跟着 从四面的蜜林之中陆续走出上百个手持兵器的人 他们衣着杂乱 各个面目凶宁 一看便知是一帮亡命之徒 突如其来的场面 让尹家的护卫队面色苍白起来 纷纷拿出武器 尹婷婷修奋的脸蛋也在一瞬间变得苍白了一丝 沙石镇秩序混乱 虽说隶属于玉天城的管辖范围 但其中鱼龙混杂 不乏有一些不将玉天城四大势力放在眼里的佣兵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眼波 蜘蛛 幽兰 耳边的苏苏 千寻轻语 第十一集 既然知道我们是尹家之人 你们还敢来犯 真到我们尹家好欺负不成 尹婷婷已经将烈火双刃拿在手中 沉着脸看向四周的佣兵 这时东边的众人中顶头的佣兵团团长面色猙獰 只有一只独眼 一脸吟笑地看着尹婷婷 玲珑凹凸的火爆身材 笑道 好一个尹家的小魔女啊 当年你刺小老子一只眼睛 又逼得我解散佣兵团 可曾想过今日会落到我的手中啊 是你 尹婷婷目光一拧 闷声说道 独眼的佣兵团团长 名叫狼龙 在沙士镇范围凶名赫赫 往往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就将一些普通居民杀死分尸 一年前 因为一具淫秽之言 而被尹婷婷追杀 最后逼得狼龙解散了佣兵团 狼被逃窜 不过 老子也应该感谢你 若不是被你逼出沙士镇 老子也不至于得到狼魂骨 短短一年的时间便因祸得福 突破到了幻破镜三行 狼龙面露凶光 扬了扬手中巨大的狼牙棒 一脸吟笑地说道 幻破镜三行 尹婷婷心底一颤 一年前这狼龙还仅仅是驻破镜六行 和他当时处于同一境界 感受着狼龙身上散发出来的旋力波动 再看看周围那些拥兵团团长的实力 竟还有三人是幻破镜 对方一旦联手 他们必将全军覆没 而且看趋势啊 狼龙一定不会放过他们所有人 因为只要走漏了风声 狼龙必定会遭受尹家的灭顶报复 想到此 尹婷婷后悔当时没有听悟空之言 如果不与他较劲 而是选择绕过杀石镇的话 也不会遭此一劫了 宋悟空 这次是本姑娘将你们带入了这困境之中 我们会杀出一条血路 你只管逃 若能逃出生天 替本姑娘报出血恨 尹婷婷靠近悟空 语气低沉地说道 你觉得这种局面还能逃吗 悟空望了望四周 胡视眈眈的上百拥兵 实力最刺的也在驻破镜三四星 我会拼了这场命解惑你的 尹婷婷咬牙道 毕竟悟空是尹家的少族长 即便尹婷婷被他如此地羞辱 但家族颜面为重 此时此刻 他依然袒护着悟空的性命 悟空脸上没有半分恐慌之色 而是淡淡地摇了摇头说道 你的命自己留着吧 老孙也懒得替你报仇血恨 你 尹婷婷一时气劫 瞪着悟空 心里暗骂悟空不知好歹 就连尹和和尹正等人 也都紧紧握着手中的兵刃 尹和年纪只有十六岁 何曾想过小命就要丢在这里啊 狼龙 你可不曾告诉我们 这小美人是尹家之人啊 美人虽美 但太过棘手啊 这时 西边的一个佣兵头领 脸色犹豫地看向狼龙 开口说道 并不是所有人都和尹婷婷有仇 所以他们犯不上为了一个美人和一些聘礼 而得罪整个尹家 其他佣兵头领也都点头 他们接到狼龙的消息 称有一个价值不菲的聘礼队伍路过沙石镇 而且还有一个身材火爆 活色天香的美人 这种诱惑啊 让所有佣兵团都有了浓厚的兴趣 于是纷纷赶来 胡团长啊 这些人也只有那个小魔女实力烧强些 但也只是一个铸破镜而已 只要我们将这里的尹家之人全部杀光 便是身不至规不绝 更何况啊 还有两个小美人随你们玩弄 狼龙冷哼一声 而后目光肆无忌惮地 在尹婷婷和尹和玲珑凹凸的曼妙身材上游走 无耻之徒 尹婷婷咬牙切齿地骂道 恨不得将狼龙千刀万剐 狼龙的话让那些迟出不前的佣兵 渐渐有了动摇之心 悟空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而后冷笑一声 站了出来 你们确定可以将我们全部留下 狼龙等人 这才将目光看向眼前这个相貌不凡 一身黑色尽装的少年 虽说刚刚看到悟空爆打 猪破镜九星十里的尹婷婷 但众人却感受不到 这少年体内有半分旋律 所以只认为这是个炼体镜的废物 但没想到 这废物竟然神色淡定地沾了出来 小子 你一个炼体镜的废物 也敢跟老子这么讲话呀 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狼龙将手中的狼牙棒处在地面上 掀起一片草皮 面露凶光地看着悟空说道 狼龙 如果老孙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有人故意将风声放给了你 悟空盯着狼龙 语气淡淡地说道 而后目光扫过其他拥兵头领 面色严肃地说 可怜你们同样被狼龙拉到了这风口浪尖啊 狼龙脸色一沉 心道 这小子心思倒是敏锐 的确是有人放风给他 如果没有万无一时的把握 他也不会带人过来 毕竟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隐家 悟空的话音刚落 其他拥兵头领刚刚还蠢蠢欲动的架势 便再一次变得举步不前 狼龙看着那些拥兵有些犹豫的样子 冷哼一声说道 一帮胆小鬼 一个小鬼头的话就吓到你们了 不用你们 老子也能将他们杀光 到时候小美人就单独归老子玩耍了 那你也得有着手段啊 悟空面露杀意 他必须以雷霆之势震慑其他拥兵团 否则对方一旦联手 连他都没有把握保住所有人的安危 狼龙面露残忍地舔了舔嘴唇 而后向身后的三十名手下喝道 杀了这个小子和那些碍事的 那两个小本人交给我 狼龙拥兵团的众人接到命令 纷纷掏出兵刃 嚎叫着冲向了悟空和尹正众人 悟空眼中杀意四射 这双手已有万年不曾沾染血光 就拿你们开刀吧 吃老孙一拳 悟空爆喝一声 双脚猛踏地面掀起一阵尘土 矫健的身影 已然向最前面的一个佣兵爆射而去 尹婷婷脸色大惊啊 脸色苍白的喝道 孙悟空快退回来 这一刻 尹婷婷早已将被悟空羞辱的事情抛之脑后 她是尹家的少族长 如果可以就算是拼了性命 也要让她逃出生天 尹婷婷手中的烈火双刃 泛起一层淡淡的火光 就欲冲上去将悟空拦下 忽 忽然一阵狂风袭来 巨大的狼牙棒带着开山猎石之驱势 笼罩了尹婷婷和尹和的身体 二人感受着狼牙棒上那凶猛的力道 脸色一惊 身影急速暴退 啪 一声巨响 狼牙棒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将坚硬的地面砸出一个两米方圆的大坑 尹婷婷和尹和面面相去 唤破镜的一击 让他们的心灵深深地震撼了 小和 对不起 是我灵略了你们 今天我们在街南逃 他若我没有了反抗的能力 杀了我 尹婷婷眼中带着深深的愧疚 语气中有着必死口吻 但即便是死 自己也不能让狼龙 占捂了自己的身子 尹和毕竟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 遭此处境 心中也是惧怕万分 只见她决绝地咬了下红唇 说道 婷婷姐 也不要让我落到她的手里 尹婷婷紧紧握着手中的烈火双刃 狠狠地点头 眼手给她拼了 负与顽抗啊 放心 老子不会让你们轻易死去的 老子还要让你们在老子的身下 摇尾气怜 狼龙吟笑一声 巨大的狼牙棒又一次 向二女袭去 身为曾经的齐天大圣 万妖之王 悟空大闹天宫之时 屠杀天神天将 何其数十万 杀戮之意从未离去 那冲向悟空的佣兵 舔着嘴唇 挥舞着手中的弯刀 砍向了悟空的腰身 他已经感受到了 即将劈开人类身体的快感 当佣兵感受到自己的刀 就要劈到对方身上时 忽觉得一股死亡的味道瞬间袭来 让他原本兴奋的脸色 渐渐变得惊恐起来 砍 一声爆裂 那佣兵在骇然的目光下 整个脑袋碎裂开来 唯有那没有头颅的身体 还带着一丝不甘的 缓缓倒地 悟空落地瞬间 身体又一次弹射而起 蕴含着足以将 万破镜强者重伤的拳头 以泰山压顶之势 轰在了距离最近的一个 筑破镜六星实力的 佣兵脑袋上 砍 又是一声爆裂之声 第二个驻破镜的佣兵 成了无头尸体 悟空的外攻力量 已是二级巅峰 肉身强度堪比钢铁 单手力量何止万军啊 即便是幻破镜巅峰的修炼者 也能一战 更何况是这些 还不到幻破镜的佣兵啊 几乎所有佣兵 都没有将悟空当做一回事 他们的目标是银正等人 当悟空以雷霆手段 击杀第十个人的时候 这些佣兵终于才意识到 那个最不起眼的少年 才是最恐怖的 悟空的力量和速度 如风如电 犹如一条鬼魅一般穿梭在这些 驻破镜实力的佣兵群中 每一拳都是权力而为 每一拳都能带走一条生命 尹婷婷和尹和在狼龙的手中 只有招架之力 失败是时间的问题 尹正和尹家的一杆护卫队 忽觉得情况有所异常啊 原本寡不敌众的趋势反了过来 定睛一看之下 险些让尹正手中的武器 跌落在地上 少族长 尹家的护卫文生 纷纷将目光看向那 穿梭在佣兵群中的少年 他犹如一个鬼魅的死神一般 每一拳每一脚 都能带起一片惨叫之声 那拳脚之上的力量 似是由开山猎石之威 那些实力全部在 驻破镜后期的佣兵 竟无一可以承受少年第二次攻击 一声声爆裂之声 和那让人毛骨悚然的鼓裂之声 深深地震撼了这些尹家的护卫 这是我们的少族长吗 不是说少族长无法修炼吗 一个尹家护卫 举着手中的兵刃 眼前竟是没有敌人可打 一脸震惊地呢喃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眼波 蜘蛛 幽蓝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语 第十二集 隐正眼中满是兴奋之色 激动地大喝一声 给我杀光这些混蛋 犯我隐家之位 死 随着隐正的一声激动人心的爆喝 这些隐家护卫顿时红了眼 旋力请客灌入兵刃之中 如豺狼觅食般冲向了为数不多的佣兵 悟空单手捏碎一个佣兵的喉咙 数万年不曾染血 突然地杀戮让他心血澎湃 刚欲寻找目标 却发现 隐家的护卫队此时竟三人围攻一个 将那些佣兵打得连连嚎叫 哪里还有多余的佣兵可杀呀 悟空只能将目光看向狼龙和隐婷婷 他们之间的战斗了 此时的隐婷婷和隐和 已无招架之力 看情况随时会被擒住 而在周围看戏的那些佣兵 早已面露震惊 三个佣兵头领面面相去 深深地被悟空狠辣的手段给震慑住了 原本还蠢蠢欲动的佣兵们 此时竟已收回了兵刃 团长 我们要出手帮狼龙吗 此时北边的佣兵统领走到了乌团长的跟前 面色稠稠不定地说道 乌团长皱着眉头说道 您家这些人本是必死之局 但这少年的实力不容小觑 虽然感觉不到他身上有半分旋力 但他若要逃 我们拦不住 北边的佣兵同领点了点头 说 战斗仅仅数十个呼吸 这少年便已斩杀二十几个柱破镜 如此心狠手辣之人 即便我们这些天天都在刀口上的人也做不到啊 不知这少年是尹家哪位长老的后辈啊 他是尹家少族长 南边的佣兵同领也聚拢了过来 语气中带着浓浓的震撼 尹家少族长 不可能吧 乌团长脸色一惊 早就听闻尹家少族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废物 从小便是一个自卑懦弱的颓废之人 但眼瞎这少年心思敏锐 杀法果断 单论实力而言 恐怕可以幻破镜一战了 我会有错 我曾见过他一面 我劝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啊 眼瞎的局势 我们只不过是局外人 若能和尹家少族长交好 对我们而言 有力而入害啊 反则 我们的佣兵团 必定在这杀石镇除名啊 文言 乌团长和另一个佣兵统领 全都暗自点了点头 啪 狼龙手中的巨大狼牙棒 狠狠地砸在了尹婷婷和尹和手中的兵刃之上 巨大的力道 让二女纷纷吐出一口鲜血 玲珑的胶躯闷哼一声 倒飞了出去 狼龙嘴角掀起一抹音效 趁势追击 巨大的狼牙棒带起一阵狂风 凶猛地砸向了尹婷婷倒地的双腿 尹婷婷花容失色啊 胸口气血翻涌 看着那巨大的狼牙棒当头袭来 竟是提不起半分旋力躲避 绝望之下 她闭上了眼睛 一声闷响 尹婷婷心底一颤 却未感到身上有半分疼痛啊 惊异之下 她张开眼睛 眼前的一幕让她震惊得无以复加 只见得少年背对她而立 如战神一般站在了她的身前 而狼龙那巨大的狼牙棒 却是被她稳稳地单手撑住 包括巫团长在内的三名拥兵团头领 全都倒吸一口凉气 目瞪口呆地看着少年 单手托住狼龙狼牙棒的样子 三人都是幻破镜实力 深知狼龙刚才一击的力道 有多么的强横 即便三人中最强的巫团长 也不敢空手去接狼龙的一击 三人面面相去 眼中都带着一丝庆幸 还好没有贸然对尹家出手啊 是什么 狼龙原本吟笑的脸庞瞬间变得震惊不已 眼下这个没有半分旋力的少年 竟然能够单手接住他的全力一击 他不是应该被自己的手下杀了吗 震惊之余 狼龙这才用余光扫了一眼战场 此时哪里还有半个手下的人影啊 只有一地的无头尸体啊 尹婷婷和尹和这才发现 局势已经完全被这个少年扭转了 小河 发生了什么 尹婷婷捂住胸口震撼地说道 尹和眼中满是劫后余生的激动之色 他苦涩道 我们都被他骗了 他哪里是什么废物少族长啊 尹婷在他手中 没有半分还手之力 仅仅一个呼吸之间 便被他打得全身骨头碎裂 闻言 尹婷婷绝美的双目瞬间激起一片骇然 摇头呢喃道 原来 尹婷的伤是拜他所赐 这个半竹吃老虎的混蛋 狼龙 告诉老孙 是谁将这消息告诉你的 老孙可以给你留个全尸 悟空单手拖着狼牙棒 语气淡淡地说道 从一开始 悟空就已经怀疑 一定是有人将消息 故意放给了这些佣兵 否则 凭尹家的威严 这些不入流的佣兵 怎敢针对尹家呀 狼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原本手到擒来的美人 却全都因为眼前这个少年而变得岌岌可危 混蛋 竟然杀光我的兄弟 我要你的命 狼龙咆哮一声 抬起狼牙棒 将全部力量灌入其中 狠狠地扫向悟空的腰身 悟空冷哼一声 奋起全力 一拳打在了狼牙棒上的一根锋利的骨刺之上 一声巨响啊 狼龙只觉得虎口发麻 狼牙棒险些脱手而出 顶眼一看啊 狼牙棒上一根坚硬的道刺 竟被少年一拳打得粉碎啊 好硬的拳头 好霸道的力量啊 乌团长忍不住一声赞叹 狼龙手中的狼牙棒 名为血狼獠牙 本身就是用中阶妖兽的牙齿所造 不仅坚硬无比 就算是钢铁也能砸断 但这少年仅仅凭借肉身力量 就能粉碎血狼獠牙的道刺 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你 你到底是谁啊 龙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小辈啊 狼龙有些肉疼地看着自己的兵器 一脸震撼地看着悟空说道 悟空目光平静 淡淡道 老孙是尹家的少组长 难道贺家没交代你杀了老孙吗 狼龙面色一惊 这才眯起眼睛说道 原来你都知道了 既然如此 那你更不能活着离开了 好笑吧 血狼獠牙 尹婷婷脸色大惊 急声喊道 孙悟空快退 那是幻破军战斗千负的第二形态 猛然间啊 狼龙周身爆发一阵暴力的旋力波动 原本壮硕的体型 此时竟已披上了一层血色的狼皮 那头顶之上顶着一颗星红狼手 而他手中的血狼獠牙 更是增大了一倍有余 之前锋利的道次也变成了十几个张着血盆大口的狼手 狼手双目血红 血盆大口一张一合 竟是有灵性一般啊 吴团长三人面露震惊 竟然被逼得将战斗天赋的第二形态也用了出来 看来这狼龙的确惧怕了尹家的少族长 尹少族长 这狼龙的战斗天赋不可小觑 我三人可助少族长一臂之力 就当是向少族长赔礼谢罪了 为言 狼龙面露凶悍 愤怒地看向乌团长骂道 乌长龙 你们这些背信其义的混蛋 竟然落井下石 乌长龙冷笑一声 说道 狼龙 我三人也是受你妖言蛊惑 若知道是尹家少族长在这里 我们三人岂会蹚这趟浑水啊 王八蛋 狼龙气得差点喷出一口血来 悟空脸色平静 面色异样地扫了一眼乌长龙等人 说道 一个区区一个患破镜而已 老孙依然足矣 我尹家的尊严并不是谁都可以染纸的 悟空言下之意很明确 不但拒绝了乌长龙的靠拢之意 而且还隐晦地告诉他们 尹家的尊严不是他们这些人可以染纸的 闻言 乌长龙等人眼中略有失望之色 兴兴地笑了笑不敢再说什么 狼龙心中窃喜啊 如果乌长龙三人联手的话 他必死无疑 但这个小子竟然拒绝了 那就纳命来吧 春狼咆哮 狼龙大喝一声 手中的狼牙棒直指悟空 啥时间啊 那十几颗狼手竟然脱离了狼牙棒 张开血盆大口 发出一声声狼嚎 飞向了悟空 悟空嘴角掀起一抹兴奋之色 他还是第一次与幻破镜的强者交手 很明显 这狼龙的本命天赋是力量系的 而这战斗天赋却有一丝妖兽的能力 面对那如炮弹一般袭来的十几颗狼手 悟空爆喝一声 双拳如影如幻 纷纷击中迎面而来的狼手 砰砰砰 一声声的闷响接踵而起啊 十几颗狼手全都倒飞了出去 落地的瞬间又再一次回到了狼龙手中的狼牙棒直上 虽然不知道你的力量为何如此之强 但是我这邪狼獠牙就算是精铁也能咬碎 今日便用你眼家手组长的邪来喂饱我的邪狼獠牙吧 狼龙舔了舔干枯的嘴唇 手中的狼牙棒又一次砸向了悟空 悟空轻哼一声 单手成拳迎着狼牙棒上那巨大的狼手边 打了上去 狼龙眼中闪过一丝奸计得逞的神色 狼牙棒上的一颗狼手忽然张开锯口 一口咬住了悟空的拳头 尹婷婷和尹和二人吓得花容失色呀 忍不住惊叫一声 吴长龙三人也是面露担忧 狼龙得意的笑了起来 小子即便你的肉身强横 但你这只手废了 前狼獠牙咬碎他的手臂吧 一声狼嚎从狼牙棒之上传来 咬住悟空拳头的狼手猛然发力 只听咔嚓一声啊 尹婷婷等人心中皆是一颤 完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蓝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语 第十三集 看着狼龙那得意的狂笑 悟空嘴角微微上扬 吃笑道 哼 你真以为凭你幻破镜三星的实力 便能伤得了老孙 狼龙的笑声戛然而止 这才定睛一看 顿时面露骇然啊 只见得那咬住悟空拳头的狼手 咬牙尽碎 反观悟空的手腕 连一丝伤痕都没有 外公力量在二级巅峰的悟空 肉身强度堪比钢铁 虽然能感受到一丝疼痛 但想要断他的手腕 真是痴人说梦啊 这 怎么可能啊 狼龙惊骇地喊道 悟空冷喝一声 眼中傻意乍现 爆喝一声 老孙现在又让你看看 你与老孙的差距吧 砰的一声 悟空大臂一震 附在狼口之中的拳头 猛然爆发出一股暗截 一声巨响 那狼手顿时爆裂开来 狼龙惨叫一声 握着狼牙棒的虎口瞬间崩裂 紧跟着悟空凌空跃起 身影从天而降 以千金坠之势 踩向狼龙头顶之上的狼手 咔嚓 悟空这一脚力道极其霸道 狼手瞬间变成一堆碎骨 狼龙壮瘦的身体 也在这一股力道下 重重地跪在了地面之上 啪哒 悟空落地的瞬间 单手便放在了狼龙的天灵盖上 放过我 我狼龙 我狼龙对你淫加为名是从 狼龙感受着悟空身上迸发的杀意 心中惊骇万分 同时对悟空的实力又有了一个新的认知 从一开始 对方他就没有将他放在眼里 二人实力相差很大呀 啪 悟空手掌猛然发力 一声闷响 狼龙的头颅顿时裂了开来 一只独眼满是惊骇和后悔之色 直到这一刻 乌长龙三人才明白啊 这尹家的少族长的实力 绝对不亚于他的狠辣程度 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心思敏锐 杀伐果断 即便是行走几十年的老江湖 他也没有这等煞气吧 尹婷婷有些吃惊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看向悟空的眼神再无半分不屑 有的只是复杂至极的恼怒之色 你这混蛋 你命这么厉害 还偏偏装六年的小废物 惊他呀你 看着尹婷婷苍白脸上的愤怒 悟空翻了翻白眼 说道 老孙救了你的命 连声谢谢都不会说吗 老娘谢你个屁 你侮辱老娘的事情 我早会跟你算清楚 尹婷婷瞪着悟空 咬牙切齿地恨声道 悟空挠了挠耳朵 懒得理会这不知好歹的小女娃 而是将目光看向了吴长龙等人 真是英雄出少年 没想到银少族长不仅气宇不凡 实力也如此地出类巴翠 这玉天城中 恐怕那风家大小姐风雨妖 也是要逊色不少啊 乌长龙带着另外两个佣兵团首领 一脸讨好的向悟空走来 悟空眼中闪过一丝不屑 若不是自己展露让他们惧怕的实力 恐怕这些亡命之徒 定会落井下石啊 狼龙只不过是一个棋子而已 诸位最好不要被人当刀使唤 悟空向吴长龙等人拱了拱手 吴长龙等人心中一颤啊 心到狼龙被贺家借刀杀人 却遗漏了这个手段狠辣的尹少族长 落得个身手易出的下场啊 吴长龙不傻 本身也与四大家族没有恩怨 所以更不敢得罪悟空 尹少族长说笑了 我们也是受了狼龙的蛊惑 若知道是尹少族长路径此地 就是借我们十个男子 我们也不敢得罪尹家呀 更何况和我们三人之力 也无法在尹少族长手中 讨得便宜吧 吴长龙脸上闪过一丝记忆 盲解释道 悟空心中冷哼一声 并不再说什么 而是走到尹婷婷的跟前说道 你与尹和都已经受伤 接下来的路途 你们不便继续前行了 让尹正带着你们回家族吧 将此事告知我爹娘 尹婷婷闻言 脸色一惊 说道你要自己去尹家 有何不妥啊 悟空脸色平静地说道 你单独去 岂不会折了场面 会让尹家埋约我们尹家 不够诚意 尹婷婷捂着胸口 眉宇中有着隐隐的痛苦之色 似乎受伤不清 悟空撇了撇嘴 说道 哪来那么多规矩啊 老孙将聘礼送到就行了 带着你们这些一身伤病的人前往 才是失了场面呢 你 尹婷婷气节 险些吐出一口血来 尹正这时走到了悟空跟前 恭敬地说道 少组长 回去有半天的路途 两位小姐都已受伤 怕是会有变数啊 尹正言下之意是 担心中途再次遇到对尹家不利的人 悟空瞥了一眼吴长龙 故意大声说道 今日罪魁祸首 是沙石镇狼龙所为 他已受诛 老孙到达封家 也会将沙石镇的遭遇 告诉我的岳父大人 你们一路上若有个三长两短 哼 我尹家和封家 必定会追究到底 悟空的话 让吴长龙等人心底一颤 心道 这尹少族长好睿智的心思 言下之意分明是告诉他们 若尹家之人出事 在场的所有拥兵团都难逃其咎 想到此 吴长龙急忙说道 尹少族长放心 我吴长龙 一直都很尊重尹家族长的为人 所以这一路上 便有在下护送尹家小姐 还有我 我也会带着兄弟们 一路护送尹家小姐 绝不让尹家小姐受半分伤害 另外两个拥兵团头领 也都开口说道 虽然知道这是悟空给他们下的套 但也不得不钻呀 悟空心中得意 而后向吴长龙笑道 既然如此 老孙就谢过几位团长了 我尹家一定记下几位的相助 不敢不敢 吴长龙等人连忙摆手 悟空这才看向尹正 说道 这两个小丫头 你就把他们送回家族吧 属下遵命 尹正恭敬地点头 此时心中早已对少族长佩服的五体投递 这哪里是一个废物少族长啊 分明是一个有头脑有手段的绝顶天才啊 你才是小丫头 本姑娘比你大一岁呢 装什么老成 尹婷婷一手捂着胸口 一手指着悟空 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 若不是身受重伤 必定和悟空拼个你死我活呀 悟空懒得理会尹婷婷 而是走到马车旁 将五辆马车上的聘礼 全都放入了空间戒指中 这样将聘礼送到封家 虽然失了场面 但也是情非得已 做完这一切 悟空便飞身上马 打了个响指 算是给众人告别了 看着那绝尘而去的身影 尹婷婷咬着牙 眼中满是复杂之色 让尹正陪着尹婷婷和尹和回家族 没有了马车的束缚 悟空一人一马 速度比之前快了不少 仅仅不到两个时辰 就已经赶到了封家堡 封家堡 坐落在封家堡中心地位 是封家堡最大的势力 看着这座繁华的城镇 还有拥挤街道上过往的居民 悟空将马匹拴在一家茶馆门口 便走了进去 赶了一天的路上 早已口干舌糟 一壶茶 一份点心 悟空对电小二吆喝道 好嘞 电小二很快便将茶点 端到了悟空的桌子上 此时 茶馆忽然进来一个男子 十七八岁的模样 衣着光鲜 一看便是大户人家的公子 他皱眉 看了看满座的茶馆 忽然瞥到悟空一人独占一桌 于是走了过去 小兄弟啊 拼个桌行不 悟空大口吃着点心 随意瞟了一眼 这言谈轻浮的男人一眼 发现这是一个 注破镜九星的修炼者 和尹婷婷一个境界 而后点了点头 谢了啊 小二 一壶好茶 一份点心 言谈轻浮的青年男子 嘿嘿一笑 便坐了下来 只不过这轻浮的青年男子 一双眼睛 时不时向门口瞟上一眼 他是封家少组长 封子行 一大早就被老爹赶出来 让他迎接尹家的聘礼队伍 可是在封家堡晃悠了一天 也没见尹家的聘礼队伍 难免有些心烦气躁 悟空兴自急 吃东西也是草草了事 一会儿功夫便将茶点扫光 小二 接账 随后 悟空便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一个精致的钱袋 碧绿色的钱袋之上传来淡淡的油香 上面还绣着一个窑子 当初悟空将钱袋给了小鸭的爷爷 但后来小鸭的爷爷又将钱袋还给了悟空 毕竟日后就要长居尹家了 也用不上银两了 风子行看着悟空手中的精致钱袋 善笑一声 哟 这钱袋挺漂亮的嘛 悟空眉头一皱 若不是他出门忘带银两 又怎会将一个女娃用的钱袋拿出来啊 于是 没好气地瞪了风子行一眼 说道 关你屁事 风子行笑了笑 也不在意 不过当他看到钱袋上那个秀气的瑶子之后 一双轻浮的双眼瞬间冷了起来 等等 风子行忽然站起身来 抬手挡住悟空的身体 沉声说道 悟空眉头一皱 目光变得有些怒意 淡淡地说 有事啊 风子行冷哼一声 问道 你手中钱袋是从何人手中所得呀 悟空心底疑惑 心道 这小子和那天自己抢劫的女娃有关系 眼下他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到风家 所以懒得跟他计较 抬手打开风子行的手臂 就向门口走去 不说清楚 就别想走 风子行身影一闪 挡在了茶馆门口 悟空眼中的怒意更浓 沉声说道 老孙为何要与你说清楚啊 不要逼老孙出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此书的话 记得订阅 帮蜘蛛分享出去哦 谢谢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眼波 蜘蛛 幽兰 耳边的苏苏 千寻轻语 第十四集 风子行脸色微景 在这风家宝 竟然还有人敢如此跟他说话 而且还是一个 没有半分旋力的小家伙 你手中的钱袋 是我妹妹的 我怀疑你偷了她的钱袋 风子行声音低沉地说道 双拳暗自用力 淡淡的旋力波动 已经弥漫全身 周围的人看到这种场面 纷纷避开 这可是风家少族长 虽说风家少族长 平时为人轻浮 但对自己的妹妹 却是关心之志 但眼下这少年 似乎是偷了风家大小姐的钱袋 不由的 这些人看向悟空的眼神 瞬间变得有些鄙夷 悟空半信半疑 但这小子拦路在先 已经激起悟空的怒气 有本事 就从老孙手中抢回去 风子行眼睛一瞪 一个练体静的小子 竟然口出狂言 于是 他冷哼一声 单手撑肘 凌厉地抓向了 悟空手中的钱袋 悟空面色平静 在风子行布满旋力的手掌 即将接触他的那一刻 他猛然出手 一把捏住了风子行的手腕 风子行大惊失色 只觉得手腕上传来一股巨大的力量 让他忍不住叫了一声 砰 紧跟着 悟空一脚踢在风子行的肚子上 将其踢出插管 重重地摔在了街道上 风子行感受着身上的疼痛 心中震惊万分 这个年纪和他妹妹差不多的小子身上 明明没有半分旋力 但是 自己却觉得他的实力远远超过自己 心有不甘的风子行一拍地面 身体再一次弹射而起 手中依然多出了一杆 通体泛着流光的长枪 长枪带着披衫之势 砸向了悟空 悟空面色沉稳 单手成拳 迎着那迎面披来的枪身便是一拳 一声巨响 风子行只觉得虎口阵痛 长枪脱手而出 紧跟着眼前一黑 一枚硕大的拳头迎面而来 狠狠地打在了他的眼眶上 风子行惨叫一声 飞出去五六米开外 落地的瞬间 悟空的身影便紧随其上 一脚踩在了风子行的胸口上 还要打吗 悟空眼中戴着一丝冷衣 感受着胸口巨大的力量 风子行只觉得这少年眼中的冷衣 有着一股让他站立的暴力之气 直觉告诉他 如果自己还要有所行动的话 这少年一定会杀了他 算你厉害 我一定告诉我妹妹 让我妹妹替我报仇 风子行眼中有着一股子倔强 语气却有些松软 只是这句豪言壮语 却是引来无数人的鄙夷 让妹妹替他报仇啊 亏他说得出口 悟空耻笑一声 懒得与这怂诞计较 抬脚便去牵自己的马 而那疯子行健壮 麻利地从地面上站了起来 捡起自己的长枪 便向家族跑去 边跑边愤愤的 小子 你给我等着 我这就去找我爹去 悟空牵着马 问了几个当地的居民 才知道风家所在的方向 于是便不紧不慢地 向风家的方向走去 爹 我被人打了 风家的主听 风子行哭丧着脸 来到了风家家主 风汉的跟前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道 风汉看着儿子眼眶上的无情 险些将刚喝下的茶水给吐了 摇头道 你又惹鱼要生气了 打你也是活该 自己的女儿不仅风华绝代 而且提醒甚好 很少发怒 但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一直没个正形 三天两头去女儿的庭院 调戏她的贴身丫头小莲 每次都被女儿揍得鼻青脸肿 这次不是雨妖 这次是个小子 也不知道是谁 年纪和妹妹差不多 但我却被她打得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爹 你得给我戳这口恶气 风子行猛摇头 装作非常委屈的样子 擦着根本没有眼泪的眼睛说道 文言 风汉脸色微精 说道 年纪和雨妖差不多 却能将你打得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想必是哪个大势力外出历练的天才后辈吧 不是常教导你不要在外惹是生非吗 风子行满脸的委屈 解释道 我没有惹是生非 是因为他有小命 这时 一个风家仆人忽然跑到主厅 向风汉恭敬地说道 文言 风汉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神情 而后不再理会站在一旁 满脸委屈的风子行 而是起身说道 这小子终于来了 走 去看看去 风子行刚愈跟着老爹一起去看看 这个未来的妹夫到底是个什么德行的时候 却见风汉回身 瞥了他一眼说道 去把雨妖喊来 风子行脸色一洗 屁颠屁颠地就向风雨妖的庭院跑去 小妹 小妹 刚到风雨妖的庭院门口 风子行就大声喊了起来 很快 一身碧绿长裙的风雨妖便带着小莲走了出来 依然是风轻云雅的空灵气质 看到风子行眼眶上的无情之后 他那张仿佛能够魅惑众生的青城连带上掀起一抹疑惑 小妹啊 我被人给打了 你得给你哥哥报仇啊 风子行哭丧着脸 一副委屈的样子 对 风雨妖眼神古锦无波 淡淡地说道 他这个哥哥平时言谈举止轻浮 人品虽然不错 但太过浮夸 即便是他心境如此沉稳的人都会忍不住对他发脾气 风子行脸色一炯 见讨不到好 于是才正色道 那啥 我妹夫来了 老爹让你过去 风雨妖眼中闪过一丝复杂之色 心道 他来了吗 小莲啊 最近有没有想我呀 我从家族藏宝阁里给你透了 不 不是 是给你领了一些修炼资源啊 风子行脸上的正形 没有存留片刻 便一脸猥琐地向小莲走了过去 小姐 风家主庭院之中 悟空看着那身材高大 一脸刚毅的脸庞紧绷起的中年男子 心道 这应该就是风家的家主风汉了吧 自己未来的岳父大人 只是这脸色怎么怪怪的 有一种秋后算账的感觉 风汉看着眼前这个气宇不凡 一身黑色尽装的少年 只是两手空空 身边没有半个随从 脸色不悦地说道 你空手来的 但凡与人提亲下聘礼 至少应该有个队伍一起跟来吧 这是起码的场面问题啊 按理说 尹家不应该不懂这些礼书的 悟空面色平静 解释道 悟空见过风组长 只是一案难尽 路过沙石镇时 遇到了心术不正的佣兵 随我一起的尹家之人重伤之下 被我迁回了家族 还望风组长见谅 什么 沙石镇的佣兵团 竟敢截取尹家的聘礼队伍 好大的胆子 风汉一听 眼中瞬间布满怒气 立声道 悟空屈指一谈 如小山般的聘礼 瞬间摆满了半个庭院 而后才说道 还好有惊无险 只是老孙只能将聘礼 存入这空间戒指之中了 风汉只是随意瞥了一眼 那小山般的聘礼 而后满脸异痒地说道 你自称悟空是何道理啊 不是叫隐喻宴吗 那什么 老孙现在叫孙悟空 我爹娘已经同意了 风组长叫我悟空便是 悟空咳了一声 解释道 从始至终 这老小子都是一副紧绷的脸 让悟空有些暗自疑惑 老孙难不成得罪了你了 是揍你儿子了 还是抢你闺女了 风汉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而后说道 走吧 去会客厅 玉瑶应该快到了 我还有一些事跟你算账 跟你商量 看着风汉转身便走 悟空皱着眉头 也跟了上去 心中奇怪啊 自己到底怎么得罪这老小子了 一副秋后算账的样子呀 来到风家的会客大厅 悟空便随意地找了个座位 便坐了上去 很快便有仆人端上了茶水 风汉看着悟空散漫的样子 不仅皱了皱眉头 心道 一直听闻未来的女婿 虽然无法修炼 但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 可眼前这小子 虽然气宇不凡 模样俊俏 但浑身上下 泛着一种 桀骜不驯的性子呀 妹夫 妹夫 悟空刚喝下一口茶 便听到一声叫嚷 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子 便突然闯了进来 当悟空看到此人模样 还有他眼眶上 那一块乌青之后 一口茶水顿时喷了出来 妹夫 喷 悟空一脸惊讶地开口道 风子行原来满脸的期待呀 当看到坐在会客厅的悟空之后 脸色瞬间变得精彩起来 指着悟空半天说不出话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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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汉脸色不悦 喝道 臭小子 茫茫壮壮的 像什么样子 雨瑶呢 风子行指着悟空 将脸转向风汉 嘴巴一开一合地 半天才说道 爹 这小子 这小子就是我妹夫啊 爹 悟空暗道 糟了 这小子不是刚刚 被他揍了一顿的人吗 而他口口声声说 自己偷了他妹妹的钱袋 而那钱袋 明明是自己 从一个小女娲手中 抢来的 难道 想到此 悟空顿时老脸一致尴尬 这一笑话闹大了 不会这么巧吧 自己平生第一次抢劫 而且被抢的对象 却是自己的未婚妻 这一刻 他总算明白了 难怪风汉 一直对他紧绷个脸 一副秋后算账的样子 原来老孙果真是 揍了他的儿子 抢了他的女儿 这周回闹大了 原本还想跟未来的老丈人索要 腰魄呢 这下完了 不得无礼 这就是羽妖未来的夫婿 你可以称他悟空 风汉看着一脸怪像的风子行 含着脸说道 风子行脸色大惊啊 一脸委屈地说道 真是他爹 你得为我做主啊 刚才就是这小子 把我揍了一顿 啥 风汉一激动 猛地站了起来 一脸惊恶地看向悟空 而后者脸色通红 大口大口地喝着茶 不解释 也不说话 好小子 先抢我女儿 后赠我儿子 你倒真是我的好女婿啊 风汉哭笑不得地看着悟空 眼中不知是喜还是怒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兰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语 第十五集 爹 这时 一声犹如天外仙音般动听的声音 从门口传了进来 一身绿裙的风雨摇 带着小莲 缓缓走了进来 悟空抬头一看 脸色更加尴尬了 只见眼前所站的人 依然是一席碧绿长裙 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 风清云雅的空灵气质 小小年纪 已经美得不可芳污 假以时日 必定是一个倾国倾城的 绝色美女 银公子 我们又见面了 风雨摇淡淡一笑 优雅地向悟空点了点头 悟空口中发出一声奇怪的声音 极度尴尬地说道 真是巧啊 虽说悟空活了数万载 但这样的误会却是头一次呀 抢劫自己的未婚妻 这人丢到家了 是挺巧的 小连脸上带着 趾高气昂的得意之色 走到悟空跟前 伸出小手说道 来来吧 杀 悟空一脸一画呀 小连鼻子一哼 娇声道 哼 前代和追分魔暴的妖和啊 悟空脸色大炯啊 咬着牙真是哼透了 这个小丫头 斜光一瞥 发现整个会客厅的几双眼睛 全都无视眈眈的看着他 疯汉更是眯着眼睛 向他微抬了抬下巴 示意他赶紧拿出来 追风魔暴的妖和 对悟空而言并无大用 交出来就交出来吧 但这小丫头却是故意给他难堪 啪 悟空屈指一谈 一个精致的碧绿色前代 和一个散发着风属性能量的妖和 便是落入了小莲的手中 这次知道尴尬了吧 小莲忍着心中的笑意 不忘打击一下悟空 悟空含着脸 哼道 有什么尴尬的 不就是个误会吗 哟 抢了自己的未婚妻 还揍了自己的大舅子 你还有理了 我的大姑爷 小莲得理不饶人 洋洋得意地继续打击悟空 风雨瑶看在眼里 忙将小莲拉到一边 称怪地说道 好了 小莲 她当时又不认识我 小莲调皮地吐了吐舌头 戏谑道 小姐你就知道谈护她 忘了她当时 抢你钱袋时的嚣张跋扈了 你还说 风雨瑶脸色微红 瞪了小莲一眼 好了 不说了 这就心疼了 这还没过门呢 心直口快的小莲 毫无遮拦地一言一语 风雨瑶的脸色 瞬间变得更加通红了 无奈地摇了摇头 平时太宠这个丫头了 嗯 风汉的一声咳嗽 打破了会客厅的尴尬局面 只见她看向风雨瑶 揉声道 雨瑶啊 你陪着悟空给这安排一间客房 其他的这 其他事明日在意啊 风雨瑶点了点头 而后看向悟空 语气轻柔地说 尹公子 请 悟空面色尴尬啊 哼 心道 完了 这未来的岳父大人 果然是不想轻易放过自己啊 只能随着风雨瑶 走出了会客厅 风子行本想去凑个热闹 却忽然被风汉喊住了 你给我回来 风子行眼中有些疑惑呀 缩着脖子说 我 我去陪陪小莲 风汉瞪了儿子一眼 而后 才面色严肃地道 你说 你在这小子手中 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风子行 咧着嘴点了点头说 这小子太厉害了 仅是一拳 就将我手中的汉地枪 给振脱了 可是我看悟空体内 并没有半分旋力啊 风汉脸色疑惑地道 风子行叫嚷着说 爹 你可别被这个小子给骗了 我当时也以为 他只不过是炼体镜 但一交手才知道 这小子的力气大的惊人啊 我敢肯定啊 小妹都不是她的对手 文言 风汉眼中闪过一丝稀迹 语气中带着一丝激动地说道 难道是 外公力量修炼者 果真如此的话 那我这女婿可了不得呀 尹家 队长 夫人 婷婷小姐和尹和小姐 他们回来了 尹峰和妻子近晚心 正在房间商议悟空的婚事安排 呼听门外传来家谱急切的声音 文言 尹峰夫一夫二人 面色顺便 按理说 聘礼队伍应该一日时间 才能到达风家 他们应该陪悟空在风家 暂住三天才对呀 这才一天的时间 他们便匆匆返回 难道路上遭遇了什么变数 轻挤之下 尹峰夫妇推门而出 静婉欣急声问道 怎么回事 悟空呢 那家谱说道 婷婷小姐和尹和小姐身上有伤 可是 可是不曾看到少组长啊 什么 静婉欣脸色一白 只觉得一阵凶闷 身体顿时向后躺去 尹峰急忙将他扶住 沉声道 万琴 我们先去看看情况啊 此时 尹家的主庭院之中 已是人满为患 七八十个拥兵模样的人 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 领头的正是乌长龙三人 而一席黑色紧身站甲的尹婷婷和尹和二人 则是站在人群最前方 脸色皆是有些苍白 很快 尹峰和静婉欣便神色匆忙地赶了过来 当看到眼前的阵势后 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乌长龙曾见过尹峰一面 用眼神示意身边的两个团长 而后恭敬地向尹峰行了一礼 乌长龙见过尹家家主与家主夫人 方浩墨见过尹家家主与家主夫人 地龙见过尹家家主与家主夫人 你们是 尹峰脸色疑惑 不明白这些人的来头 乌长龙三人互相看了一眼 而后乌长龙恭敬道 回尹家主 我们三人都是沙石镇的拥兵团统领 受尹少族长所托 将尹家小姐送回尹家 任务已是完成 受悟空所托 今晚心苍白的脸色显得有些错愕 惊讶地道 尹峰将目光看向尹婷婷 语气柔和地说 伤得怎么样啊 尹叔 我没事了 让您失望了 尹婷婷苍白的脸上有些失落 很简单的一次任务 竟然落得个重伤的下场 尹峰查探了一下尹婷婷的伤势 发现只是受了一些内伤 于是才问道 悟空呢 他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啊 这些人到底怎么回事啊 为何说是受悟空所托啊 今晚心忙凑了过来 一脸焦急地等待着尹婷婷的回话 眼前的一切和这些拥兵团 让尹峰夫妇二人心中疑惑重重 尹婷婷眼中满是复杂之色 有些埋怨说道 尹婷婷 你们也真是的 她明明那么厉害 你们却不告诉我 害得我多脸不说 还被她欺负 哼 看着尹婷婷小脸尽是委屈之色 二人心中大感疑惑 尹峰摸不着头脑的问道 这话从何说起啊 尹婷婷倔着小嘴 将遭遇患破镜三星十里的 狼龙的事情说了出来 原来是必死之局 却被悟空独挽狂澜 一举击杀数十个佣兵 应以雷霆手段 击杀了患破镜三星的狼龙 患破镜三星啊 尹峰满脸的震撼之色 悟空竟然有击杀患破镜三星的实力 尹婷婷忽然想到了什么 而后压低声音 向尹峰说道 尹峰他还说 是有人故意将风声 放给狼龙 所以我们才会陷入宠威之中 尹峰脸色一沉 说 是谁啊 贺家 尹婷婷开口道 尹峰眼中闪过一丝杀意 力声道 好一个贺家 一个月后的帝国选举 我尹家必定讨要一个公道 嗡的一声 忽然啊 尹峰腰间的一块青色玉佩 发出一阵旋力波动 这是一个传音符 只有实力达到患破镜的强者 才能运用自如的东西 尹峰催动旋力 灌入那传音符中 紧跟着 一声爽朗的笑声 便从传音符中 传入尹峰的耳中 尹峰啊 你瞒得我好苦啊 你真是交了一个好儿子 尹峰 尹峰一脸惊讶呀 传音之人 正是尹家家主尹汉 想必他说的 应该是悟空斩杀狼龙的事情吧 哦 尹峰见谅 我也是刚刚才得知的 嗯 你已经知道了 那我可先说好了 这小子 先是抢了我闺女 她的未婚妻的钱袋 啊 后又揍了我的儿子 她的大舅子 我可得好好跟这小子算算账 啊 尹峰的言中之夜 虽然是责备 但语气中 却带着浓浓的喜 啥 啥 尹峰和静婉心皆是一愣 这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悟空怎么会做出 如此厚颜无耻的事情啊 当从尹峰口中得知 悟空在妖兽丛林厚颜无耻地抢了自己的未婚妻后 二人脸上顿时尴尬不已 风家 风家的府邸不比尹家小 穿梭在风家庭院的小道上 风雨瑶连步轻移 安静地像一个圣洁的仙女一样 悟空和风雨瑶并肩而走 时不时挠挠耳朵 心里一直在盘算着怎么开口向风家索要腰迫 风雨瑶心情平稳 一路上闭口不语 本想悟空身为自己的未婚夫应该有不少话跟她说 毕竟她可是玉天城第一美女 但风雨瑶高估了悟空的情商和悟空对她的感觉 来到悟空的庭院门口后 风雨瑶停下了脚步 犹如一汪清水的双眸盯着悟空 轻声道 尹公子 没有话对雨瑶讲吗 悟空这才发觉身边的风雨瑶不知何时已经落到了身后 于是赶忙转身 看着风雨瑶那有些异样的眼神 悟空心中尴尬万分 身影一纵便已坐在了一块假山之上 心道 像什么呀 风雨瑶看着悟空犹如一个猴子一样 跑到了假山之上 脸色顿时有些异样 小姐 我去帮姑爷收拾房间 你们慢慢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兰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语 第十六集 一旁的小莲看在眼里 心知自家小姐是想和悟空培养一下感情 毕竟二人很快就要完婚 只是彼此从未了解过对方 于是心思聪慧的她赶紧找了个理由走开了 悟空见那个总是让她吃瘪的小丫头走了 于是才欲言又止地说道 那什么 你们风家的藏宝阁在什么地方 藏宝阁是每个家族的重地 出本家族子弟外 外人绝不可染指 悟空开口便是询问风家藏宝阁 饶使心静沉稳的如风雨瑶也有些措手不及 风家的宝藏阁就在你临时住所的正后方 尹公子可是有急缺之物 风雨瑶摇了摇头 还是将藏宝阁的方位告诉了悟空 悟空黑黑笑了笑 摆了摆手说道 没有没有 老孙随便问问 傅颖公子需要什么 大可与雨瑶讲 风雨瑶语气轻柔地说道 风雨瑶心情沉稳 但心思却是极其聪慧 悟空给她的感觉是自由散漫 桀骜不驯 身上充满了怪异之举 先是抢了她的钱袋 后又打了自己的哥哥 她若真的再去风家的藏宝阁乱来的话 风家恐怕会对她的印象大打折扣的 所以风雨瑶才会暗示她 若需要什么大可以告诉她 毕竟她是自己未来的夫君 即便是只赴为婚 但作为一个女子 她能做的只有听从家族的安排 悟空又岂能听不出风雨瑶言语中的暗示 被一个小女娃拆穿 让悟空心中尴尬不已 但老孙可是齐天大圣啊 岂能在一个小女娃面前湿了脸面 老孙想要的东西从未湿过手 所以她心中已经开始盘算今天晚上的行动了 看着悟空总是一副自由散漫的举动 风雨瑶心中生起一抹失落 想自己无论身在何处都是万众的焦点 可这个人却始终没有正眼看她一眼 难免让她猜测悟空是不是对她并无情意 同时也让她对悟空有了更大的好奇之心 若是尹公子没有话对雨瑶讲 那必休息片刻吧 晚饭会有人送到尹公子的房间的 风雨瑶语气中有着一丝忧怨 多谢 悟空拱了拱手 身影一闪 便是向自己的住所掠去 看着悟空没有一丝犹豫地逃了 风雨瑶原本古井无波的脸蛋上 顿时惊奇一抹失落 你难道 真是一个木头 夜黑 伸手不见五指 整个风家大院唯有几盏烛光 尚还有着微弱的亮光 此时风家藏宝阁门口 一个黑眼儿悄悄地逼近 悟空是一个极度自大和好面子的人 原本想开口向风汉索要腰迫的 但很显然 悟空不仅抢了人家的女儿 还揍了人家的儿子 再问人家要腰迫 风汉还不把嘴气歪了 于是悟空只能实行老本行 偷盗 没有了变化之术 悟空也只能从正门溜进去 还好啊 此时已接近午夜 藏宝阁附近并没有风家的护卫 只有零零散散的几个巡逻人员 在附近游道 风家的藏宝阁大门 足有三米多高 极其厚重 被一把青铜大锁牢牢锁住 悟空咧嘴一笑 两手捏住锁环 大力一掰 只听咔嚓一声啊 那青铜锁住的锁环便应声而断 凭借悟空二级外公力量 别说是一把青铜大锁 就是金刚锁住的兵器 他也能将其砸断 闪身 溜进去之后 悟空便将大门关上 借住着一只火折子的微弱亮光 悟空这才发现 风家的藏宝阁比尹家的大呀 琳琅满目的 全都是修炼资源 悟空虽然贪心 但也要分形式 他此次目的只有腰迫 其他的不便行窃 那样就太对不起未来的老丈人了 超乎常人的感知力和嗅觉 让悟空很快便确定了腰迫的气息 那分明是一种比之二节腰盒 还要狂暴的能量波动啊 悟空可以肯定 那股力量必定是腰迫无疑 穿过一排仅够两人并排而行的货架后 悟空将目光放在了眼前的一扇金属小门之上 小门只有两米高 一米宽 却被一把精致的铁锁锁住 悟空抓住锁环暗自用力 却发现了 那锁环坚硬无比 饶使他用了五分力气 也没能掰断锁环 微微皱眉 悟空轻贺一声 用出了十成的力气 悟空脸色憋得通红 但那锁环却是温丝不动 该死的 这是何种材质所住啊 竟然如此坚硬 悟空心中着急啊 看着眼前的铁门 忍不住一拳砸在了上面 砰 一声巨响啊 悟空拳头接出铁门的一瞬间 只觉得一股反冲距离 从铁门上传入手臂之中 将他的手臂震得发麻 嗡 瞬时间啊 铁门发出震震嗡嗡声 似是触动了某种机关啊 悟空暗叫不好 有人传入藏宝阁 这时啊 外面传来几声急促的声音 悟空脸色大变 慌忙向门口逃窜而去 如果被抓个现行 这人就丢大发了 拉开藏宝阁大门的瞬间 悟空还未踏出门口 便感到一股极强的旋力波动 向自己当面袭来 悟空不敢大意啊 奋起全力迎向那一拳 砰 一声巨响 悟空只觉得胸口发闷 向后倒退了三步 才稳住身形 而对方惊呼一声 身影也是倒退了三四步 好霸道的力量啊 何人闯我冯家藏宝阁 来人正是看管冯家藏宝阁的直视 封海英 一是一个真真正正的 欲破镜一星的强者 刚才情急之下八分旋力 灌入的一拳 竟然吃了个暗亏 悟空不敢逗留 趁着夜色身影一闪 便飞身而逃 数倍 拿你逃 封海英爆喝一声 全身的旋力瞬间爆发 战斗天赋第三形态开启 只见得呀 封海英原本单薄的长袍 忽然被一层青色旋力包裹 手中一把长剑 请客间化作数十把 悬浮在封海英头顶上 那剑锋发出沉闷的嗡嗡声 悟空不敢练战啊 单凭刚才那一拳就已经知晓自己不是对手 更何况 对方还开启了战斗天赋的第三形态 领域 凌空飞鱼 封海英爆喝一声 对着悟空远顿的身影 凌空一指 一瞬间啊 那发着嗡嗡声的十数把飞剑 便如飞剑一般射向悟空 悟空感受着身后传来的危险 一咬牙 刚刚弹射而起的身体 瞬间向下坠去 企图以下坠的身体来躲避那密集的飞剑 嗖嗖嗖 飞剑发出破空之声 从悟空的头顶破晓而去 但紧跟着悟空就面色大害啊 随后而来的五把飞剑 已然飞向了他的周身 而悟空的身体正是呈下坠姿势 根本无从借力 只能扭动身体避开要害 刷刷 悟空吃痛啊 腰身肩膀手臂 至少五处被利剑划开了口子 若不是他肉身强横 换作任何悬破镜巅峰的修炼者 这五剑必定是开膛破度 一声巨响 悟空下坠的身体跌落在一处房顶之上 那并不坚硬的房顶顿时被砸出一个窟窿 悟空的身体也跌入了房间之中 身体未落地 悟空便嗅到阵阵芳香 还有一股热气 啊 一声少女的惊呼传入悟空的耳中 悟空坐在地上定睛一看 却见得风雨摇长发披伞 只身未屡 浴纸般光洁的皮肤之上有着胃干的水珠 显然是刚刚沐浴完毕 正欲穿衣 悟空随意瞥了一眼风雨摇浴纸般的肌肤 还有那高傲之间的两点烟红 只觉得一张脸上火辣辣地按道 这下又尴尬了 风雨摇脸色羞红 带着极度的羞愤之色 慌忙拿起一件青纱 挡住身上的春光 老孙不是有意的 悟空站起身来 目光躲闪地解释道 虽说他对女人的身体并没有多大的兴趣 但也知道一个女孩子的羞耻之心 你无耻 风雨摇走上前 一巴掌打在悟空的脸上 心中早已失望透顶 白天他是一副翩翩君子的模样 对自己不理不睬 像是没有任何感觉 可是晚上竟然在自己的房顶偷窥自己沐浴 即便风雨摇心情沉稳 身体被窥之后 依然忍不住发起了火啊 一双愤怒的双眼似乎要杀了悟空 悟空脸色一沉 一双凌厉的双目瞪着风雨摇怒道 你敢打老孙 打你又如何 我们还有几日就要完婚了 难道你就如此着急吗 白天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 晚上就来偷窥我沐浴 你好无耻 风雨摇眼中雾气弥漫 满脸的委屈之色 原本以为自己的夫君是一个正人君子 到头来依然是一个偷窥的小人 心中怎能不失望啊 悟空脸色一惊 原来是误会了 于是心直口快地解释道 老孙没有偷窥 老孙刚才在藏宝阁被追杀 不小心掉下来的 藏宝阁 风雨摇神情一顿 糟了 悟空暗骂一声 一时心急说漏了嘴 你果然去我家藏宝阁了 风雨摇捂着身上的青纱 挡住无限春光 语气中有着淡淡的失望 雨摇 家族中有贼人闯入 你可曾看到那贼人啊 这时 风雨摇的庭院外传来风海鹰的声音 悟空一愣 心到完了 这小女娃一定把她扔出去 这次算是灾了 只见风雨摇熄灭一盏灯 而后向外喊道 金叔 雨摇已经睡下 非未看到贼人 那你可要小心啊贼人啊 有任何事情 大可呼唤 雨摇知道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眼波 蜘蛛 幽兰 耳边的苏苏 千寻轻语 第十七集 风雨摇盯着悟空 一双眼睛满是雾水 向着自己家族的人 说着从未说过的谎话 悟空惊讶 风雨摇如此恼怒自己 竟然没有将她丢出去 而是隐瞒了下去 抬头一看 却见得风雨摇脸上 早已挂满了泪水 一瞬间 悟空心底一颤 整个人顿时不自在了 抓耳挠腮得慌了神 悟空最大的软肋 就是见不得女孩哭 以前的阿黎性格较弱 只要一哭鼻子那就完了 只要阿黎说什么 悟空就会做什么 风雨摇虽然不是阿黎 但当她满脸泪水之后 悟空心中却隐隐难受 手足无措地 不知道说什么 风雨摇走到床边 将一条被子 裹住自己裸露的光洁肌肤 沉稳的心情 瞬间变得满腹委屈 痘大的泪珠 经不住滑落脸颊 看着阴阴哭泣泣的风雨摇 悟空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急忙跑过去 劝道 你哭什么 老孙只不过是看了你的身体 又没有欺负你 风雨摇抹掉脸上的泪水 直视着悟空怒道 你说我哭什么 你是我未来的夫君 在鸭兽丛林 却抢我的钱袋 我暗自跟踪你 发现你抢我钱袋 是为了照顾那些孩子 我本来以为你善良正直 想不到你今日就入我风家藏宝哥偷东西 而我风雨摇 即将要嫁给的人 竟是一个喜好奖劫行窃的小小之辈 我还要和爷面 面对我爹和我家族的众人 风雨摇 风雨摇国色天香 本身也是一个天之娇女 她怎会希望自己的夫君 是一个人品教养 如此恶劣的小小之辈呢 看着风雨摇止不住的哭泣之声 悟空急得团团转 手足无措 老孙 你也是逼不得已啊 悟空急声说道 风雨摇甩掉泪水 抬头看着悟空 哼道 逼不得已 我今日不曾提醒你吗 难道 你有如此愚钝吗 白天 风雨摇确实提醒过悟空 若他需要什么 大可告诉他 面对风雨摇的责骂 悟空也是发不起半分脾气 脸色顿时尴尬不已 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看着风雨摇哭起来 没完没了的 悟空真是急了 顿时轻贺一声 够了 哭个没完没了的 怕了你了 老孙以后不再行窃便是 风雨摇被悟空突然间的 贺声惊了一下 哭声止住 不过当看着悟空扭捏的样子后 风雨摇心中却是微微惊讶 像他平时桀骜不驯的样子 现在倒有些低头认错的态度 反差如此之大呀 见悟空态度软弱 风雨摇这才擦干眼泪 带着微微的哭腔说道 那你答应我 以后不再抢劫 不再行窃 老孙依你 这要你别哭 老孙都依你 悟空点着头 生怕风雨摇的眼泪再流出来 闻言 风雨摇眼中闪过一丝异样 试探地问道 你怕我哭 悟空精神一震 忙说道 没有没有 只是怕你把他人引过来 悟空话语刚落呀 就只见得风雨摇眼中的泪水 又一次落了下来 这一次把悟空吓得赶紧摆手 别别别别 老孙派了你了 千万别哭了 风雨摇本来委屈的心情 顿时有些好笑 眼中闪过一丝脚霞 猛然发现啊 悟空黑色的浸装 似有鲜血流出来 那破开的衣服 有着猙獰的伤口 你受伤了 风雨摇面露担忧 起身向悟空走去 刚一起身 裹在身上的被子便滑落了下来 露出那完美无瑕的雪白肌肤 啊 风雨摇惊呼一声 瞪了悟空一眼 说道 你先转个身去 悟空听话地背过了身 余光则是在风雨摇锁骨下面的 雪白肌肤上停留了片刻 那里有着一枚奇异的图案 让悟空若有所思地 微微愣了愣神 只听得身后传来 琢琢的穿衣服声 很快 风雨摇的声音便在悟空身后传来 你把上衣退了 我给你上些药 悟空很干脆 退去上衣便坐到了风雨摇的床上 房间有凳子 而悟空则是毫无避讳地坐在了自己的床上 风雨摇无奈地摇了摇头 也只能随了她了 为悟空包扎好之后 风雨摇问道 你去我家藏宝阁 到底所为何物 悟空见风雨摇情绪稳定 这才说道 高阶妖兽的妖魄 我听闻整个玉天城 只有你们风家才有一枚 风雨摇顿时明白 她已经从父亲口中得知 悟空修炼的是外公力量 若达到三级便可以引妖魄入体 你说你也老大不小了 怎么跟个孩子一样去偷 若让我爹知道了 他怎么看你 风雨摇眼中尽是指责 完全将悟空当作了一个顽劣不堪的孩童 悟空无奈啊 老孙也是没有办法了 你外公力量如今是什么境界 风雨摇问道 应该是二级巾峰 悟空说 二级巾峰 风雨摇一惊 外公力量二级巾峰 即便是幻破境巾峰的修炼者 也不是悟空的对手 只要达到三级便能引妖魄入体 怪不得他如此迫切 不惜行窃 也要得到妖魄呀 风雨摇叹了一口气 瞪了悟空一眼说道 不许再去我家藏宝隔偷了 我会求我爹 将那枚妖魄当作嫁妆 随我一起入你尹家 闻言 悟空心中窃喜 早知道就厚着脸皮来求求风雨摇了 真是偷鸡不成十八米啊 心境沉稳的风雨摇 与悟空的一言一行 似乎是一对新婚的夫妇一样 正在教导夫君如何做人 而悟空则是犹如小鸡灼米般 不停地点头成事 哪里还有齐天大圣的桀骜不逊啊 谢谢你 将那追风魔报的药盒送给我 两酒后 风雨摇见悟空没有离开之一 于是开口说道 悟空随意地撇了撇嘴 说 那东西老孙也没多大用处 给你就给你了 闻言 风雨摇心中确实有些忧怨 真是一个木头啊 连一句奉承的话都没有 有了追风魔报的药盒 我有把握 三天之内 突破的幻破镜 所以 还是谢谢你 闻言 悟空心中微微惊讶 但凡旋力修炼者虽然能够以妖和增强实力 但旋力修炼者依靠妖和突破 悟空从未听过 疑惑之下 他一双眼睛盯着风雨摇的身体 似乎猜测到了什么 望着悟空那肆无忌惮的目光 饶视风雨摇沉稳的心境 也有些不自在 他拉了拉一扇 说道 你看什么 刚才还没看够吗 悟空眼中有着一丝疑惑 忽然站起身来 欺净风雨摇一把抓住 他的领口往外一拉 顿时啊 风雨摇光洁的香肩露了出来 因为用力过大 风雨摇半个苏胸都呈现在了悟空眼前 风雨摇脸色大惊了 羞愤地抓住自己的衣服 抬手就向悟空打去 悟空一把抓住风雨摇的手臂 沉声道 别动 风雨摇满面羞红 心底奄奄有一股愤怒 愤愤地道 我们成婚 你就几日时间 你连这点耐心都没有吗 悟空知道 风雨摇误会了 一双眼睛盯着风雨摇锁骨下的 那块奇异的图案 图案呈碧绿之色 巴掌大小 形状犹如一棵古树 看着悟空惊讶地 看着自己锁骨下的那个胎记 风雨摇心中的愤怒 渐渐变淡 瞪了悟空一眼 埋怨道 你为何总是这么无理 女孩的身体 岂是你随便看的 悟空有些尴尬地松开 风雨摇 忍着心中的震动说道 乱老孙没有猜错 你这印记 应该是一出生便有吧 风雨摇瞪了悟空一眼 将衣服重新穿戴好 没好气地说道 是 这是我的胎记 这是你想看我身体的 一个理由吗 显然 风雨摇依然不相信悟空 只是为了看他的胎记 悟空暗自点了点头 心中却是惊讶万分啊 这分明是菩提古术啊 只有身具菩提之心的人 才能拥有的印记 想不到在天神界 万年难遇的菩提圣体 竟会出现在这下解之人身上 这小女娃 不简单啊 但凡拥有菩提圣体的修炼者 只要给她足够的修炼资源 她的修炼速度将会一日千里 只要悟空愿意 她可以在短时间内让风雨摇的实力提升到欲破镜 若没有其他的事情 你可以先出去了 我要休息了 风雨摇走到一旁 尽量跟悟空保持距离 目光保持平静地说道 悟空仔细听了听外面的动静 发现已无情况 于是才小心翼翼地离开了风雨摇的房间 风家意识听 家主 属下无能 让那贼人逃走了 风海英一脸自责地站在风汉的跟前说道 风汉坐在主座 脸色阴沉 说 那贼人竟然可以在你的凌空飞羽下逃脱 想必实力也应该在欲破镜吧 风海英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 说道 不 他身上没有半分旋力 但力气却是极其霸道 单凭旋力与他战斗的话 我没有把握赢他 什么 风汉脸色微惊了 单凭力量的人 猛的 风汉眼中闪过一丝怪异 第一时间想到了自己那个未过门的女婿了 可是 他如何都不会联想到自己那个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桀骜不驯的女婿 竟有和欲破镜一战的能力 虽然风海英当时全凭旋力 但也可以由此推断 自己的女婿在外公力量上必然已经是二级巅峰的程度 难道这小子是为了藏宝阁中的那一枚腰迫 可气的是啊 这小子的人品问题有待考究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您喜欢此书的话 记得订阅收听 帮蜘蛛分享出去哦 谢谢大家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蜘蛛 幽兰 耳边的苏苏 千寻轻语 第十八集 一日 风汉独自来到了风雨瑶的住处 看着房顶那破露的窟窿 风汉皱起了眉头 爹 风雨瑶推门而出 却看到风汉一人站在庭院门口 不禁疑惑地喊了一声 风汉面色一变 猛然发现风雨瑶的眼眶有些红肿 顿时担忧地道 你哭过 怎么回事啊 风雨瑶平静地眼中 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异样 解释道 沙子迷了眼睛而已 不碍事的 风汉心思老辣 一眼便看出端倪 于是他再一次问道 昨天参宝阁有贼人闯入 你可知道啊 风雨瑶面色平静 回到雨瑶很早便是休息了 不曾知道 看着风雨瑶那破露的屋顶 风汉无奈摇了摇头 心中更加确定是悟空无疑 而自己的女儿也在撒谎 风雨瑶此时也注意到了 风汉的目光 想到那破露的屋顶 不由的小脸一阵微红 我怀疑是悟空所为 你应说以凌空飞誉伤了他 只要将悟空传来一探便知 风汉说道 文言风雨瑶眼中有着一丝慌乱 心底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摇头道 不用了 是他 果然是他呀 这小子到底想做什么呀 老子把风化绝代的闺女 嫁给他 他还不满足吗 竟干出如此恶劣之事啊 得到答案之后 风汉脸色瞬间沉了下去 心底忍不住有一股怒意 风雨瑶连不轻移 抓住风汉的手臂摇了摇 娇声道 爹 算了 别看他一副冷气横秋的样子 其实他的心性和一个小孩子无疑 他也是外公力量 不如二级巅峰 迫切需要腰迫 所以才会出此加策 风汉一脸惊讶地 看着一向沉静的女儿撒娇的样子 心底的怒意顿时消了一大半 没好气地笑了笑道 娇妖啊 以前你虽不曾反对这门亲事 但爹也能看出你心中的极度排斥 而今时今日 你却处处袒护这个小子 可真是动了真情吗 风汉的话说得风雨瑶脸色一红 松开风汉的手臂娇声道 爹 他 他是我未来夫君 我袒护他 也是应该的 风汉眼中尽是无奈 叹气道 唉 罢了罢了 便宜这个小子了 那妖魄虽贵重 但对我风家也无大用处 不如就当作家装给了他吧 悟空以前被传为废物 如今展现的实力 竟然可以在玉破镜手中逃脱 他这个做岳父的心中还是欣慰的 谢谢爹 风雨瑶脸色一喜 转眼 悟空已在风家住了三日 第四天便要赶回家中筹备迎亲的事宜 尹家一试听 此时的气氛却是异常的沉闷 帝国选举的名额争夺战 迫在眉睫呀 近日玉天成竹传三大家族的族长 商讨参选的名额 我须即可动身前往于天成啊 尹风眉头竖着 帝国选举本是高兴之事 但尹风的眉宇之间却填满了阴郁 每五年一届的帝国选举 是秦岭帝国最盛大的比赛 但凡能够在帝国选举中脱颖而出的年轻天才 将有望进入天行界五大宗门之中 享受整个秦岭帝国 做梦都想不到的修炼资源 但凡能够进入天行界五大宗门任意一宗 修炼速度将会一日千里 你在担心悟空 信万心抓住尹风的手 柔声说道 尹风点了点头说 何家几天前借到杀人 奸己虽未得逞 但今日悟空回家途中 他们必定按下杀手 悟空凶多吉少啊 静万心原本柔和的脸色 渐渐变得凌厉起来 冷声道 我带大长老前往半路去接悟空 若何家果真敢对悟空行凶 我必让他们有来无回 感受着妻子身上散发出来的灵力杀意 尹风点了点头 也只能如此了 更何况妻子也是一个 欲破镜后期的强者 他赫家能伤尽万心的 唯有赫家家主和那个极少露面的 太上长老赫玄屋了 你放心去御天城 我这就带上大长老动身 封家 悟空摸着身上那几道泛红的痕迹 嘴角掀起一抹笑意 原本被封海英刺伤的猙獰伤痕 此时已经变成了几道微微泛红的痕迹 连一丝伤疤都未曾留下 这就是外公力量的神奇之处 恢复能力比之普通修炼者强了数倍不止 若是老孙的金康不坏之身还在的话 别说是一个小小的下界修炼者 即便是那如来圣佛都伤不了老孙之肉身 悟空眼中满是不屑 自言自语道 将行囊收拾完毕 重新从空间戒指取出了一套黑色浸装 套在了身上 遮住了那单薄却又异常健硕的身姿 悟空跨上马背 望了一眼风家大门口的风雨瑶和风汉等人一眼 只见得风雨瑶平静的眼眸中似有一丝复杂之色 但性子孤傲的他并未和悟空说什么暖心的话语 风汉则是脸色严肃地说道 悟空啊 眼下帝国选举名额争夺战迫在眉睫 玉天城主已经传唤三大家族组长商讨名额之事 所以我便只能将你送到这里 一路小心啊 帝国选举 悟空脸上闪过一丝惊讶 这才想到帝国选举是玉天城最为盛大的事情 在帝国选举获得前五名的年轻一辈 不仅能够得到秦岭帝国皇室的庇护 而且还能进入天行界五大宗门之中 享受无法想象的修炼资源 玉天城隶属于秦岭帝国 而秦岭帝国境内有着数百个城池 即便如此 秦岭帝国依然是神移大陆最为下等的地方 天行界地域辽阔 天地灵气浓郁 其真异寿多不胜数 修炼者境界更是比之秦岭帝国高了不止一个档次 但想要入选帝国选举的参赛名额 首先要在这玉天城城主府举办的狩猎大赛中 获取前三的成绩 悟空身负刻骨之仇 眼下最需要的就是提升实力 而帝国选举正是他离开玉天城前往更广泛世界的一个契机 所以他志在必得 但单凭悟空现在的实力 想要在帝国选举中脱颖而出 依然是痴人说梦 不说秦岭帝国城池众多 单单那天赋异离的爵士天才也绝对不在少数 毕竟玉天城在秦岭帝国范围内 仅仅算作一个最小的城池 眼下悟空最需要的就是将外宫力量提升到三级 唯有引妖魄入体 他才能激活体内的地煞七十二变 那才是悟空最引以为傲的力量 悟空啊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 忽然 风汉语气变得严肃 似有请求之意 悟空疑惑呀 点头道 风说 但说无妨 风汉看了看自己的女儿风雨瑶 而后才说道 雨瑶天赋极甲 心情沉稳 若给她一个奇迹 她日必定成就无限 雨瑶还有七日便会嫁入你尹家 而帝国选举名额有限 我风家已无法给予雨瑶名额 所以我希望你能给雨瑶争取一个名额 风雨瑶听到父亲对悟空的请求之后 心中一颤 忍着心中的激动 看向悟空 眼中隐隐有一抹紧张 毕竟了 帝国选举名额有限 而身为尹家未来的儿媳妇 她以后的日子只能是相夫交子 已经没有资格拥有帝国选举的名额了 这是历来的规矩 男尊女卑 悟空脸色有些异样 让风汉和风雨瑶心中一阵紧张 若悟空不同意 他们的确是没有办法 风说 雨瑶天资聪慧 修炼体制异于常人 帝国选举的名额若没有他 老孙也不会同意 所以您多虑了 悟空笑了笑说道 他刚才只是有些惊讶 风汉竟然请求他这件事 风雨瑶是他的未婚妻 而且身具菩提圣体 就算他不说 悟空也一定会让风雨瑶参加帝国选举 只有进入天行界 才不会辱没风雨瑶的菩提圣体 听到悟空的答案 风汉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而风雨瑶紧张的心情 也因为激动而变得有些慌乱 不由的 他对悟空又有了几分认可 向风汉和风雨瑶告别之后 悟空便驾着马匹 向尹家的方向驰骋而去 但心中却隐隐发慌 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一样 距离沙石镇二十里的一处山脉脚下 此时有着两道曼妙倩影 立于一块青石之设 二人脸上均有一层薄纱遮面 一女身着白色的战斗皮甲尽显英姿洒爽 虽有青纱遮面 但依然可以从脸部的轮廓看出 这必是一个绝色女子 而另一个倩影则是一袭洁白长裙 青纱遮住面部 却露出那一双绝美的双眸 双眸的瞳孔呈冰斓之色 她目光遥看远方 似乎这世上的一切都无法让她的冰心所动 飞风吹过 白裙飘舞 女子似是九天之上的玄女下凡一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孟醉孤心 眼波 蜘蛛 幽蓝 耳边的苏苏 千寻轻语 第十九集 白色战甲的女子距离白衣女子一米之外 却也能感受到白衣女子身上散发出来的清冷之意 师尊 说不是帝国选举迫在眉睫 苍月也不会让师尊千里迢迢 从天行界来到秦岭帝国 白衣战斗皮甲的女子 恭敬地站在了白群女子身后 语气恭敬地说道 白群女子青纱遮面 空灵的声音从诸口传出 帝国选举是你们秦岭帝国的盛事 你若想名正言顺地入我水灵宗 唯有在帝国选举中脱颖而出 为师能做的便是为你取下那株清灵草 以你的资质 清灵草可以助你突破到日破镜 苍月心中窃喜 但眼中确实有一丝担忧 说道 师尊 却说那清灵草附近 有一条蛟龙兮兮 实力 似乎已经超过了高级摇手 而师尊你刚刚出关 实力压制到了天破镜 此行 可有危险 白衣女子摇了摇头 清冷的声音再次传出 放心吧 为师实力虽然压制到了天破镜 但也听说那蛟龙应该是处在地界的实力 为师要从他手中取得清灵草 亦是轻松自食 师尊万事小心 苍月日后 必定报答师尊的教导之恩 苍月一身白色战斗皮甲 英姿洒爽 向白衣女子行了一礼 嗯 蛟龙山脉妖兽众多 你在沙河镇等待便可 白衣女子低声说道 而后 兴身一跃 如仙子一般的曼妙身姿 便是飞向了蛟龙山脉 如果有人看到的话 一定会大惊失色 因为 只有那超过了欲破镜强者才会知道 想要欲空飞行 只有天破镜的强者才能做到 而欲破镜之上便是地破镜 地破镜之上是天破镜 天破镜之上还有王破镜 在这秦岭帝国之中 地破镜已经是无法超越的强大存在 此时 悟空驾驭着马匹已经通过了沙石阵 但那隐隐发慌的感觉 却是越来越频繁 看着眼前的密林大道 悟空眼前忽然一凝 只见得几百米之外 两道人影正在快速向他掠来 他们没有骑成马匹 但速度之快让人择舌 短短几个呼吸间 二人已经在悟空面前站定 娘 大长老 悟空惊讶一声 没错 来人正是晋晚心和大长老 尹天英 晋晚心换上了一身黑色战甲 虽已年近四十岁 却依然显得英姿洒爽 一路上施展全力赶路 最担心的就是悟空受到贺家之人的拦截 见到悟空安然无恙后 晋晚心有些汗水的脸上 才有了轻松的笑容 你爹去玉天城城主府商讨帝国宣举的事宜 我和大长老担心贺家会在半路拦截你 所以才会来接你 晋晚心擦了擦脸颊上的汗水 语气慈爱地说道 贺家 悟空眉头一皱 心中确实有所断定 若是贺家的话 还真有理由半路截杀他 怪不得他一路上心里发慌 虽然见到了晋晚心和大长老 但这股感觉却是更加强烈了 事不宜迟 晚心 悟空 我们赶紧回家族吧 大长老一身白跑 眼神灵力地注视着周围的一举一动 晋晚心点了点头 一左一右 护在悟空的马匹两侧 刚欲转身 交融顿时一变 灵力的双目瞬间眯了起来 注意到晋晚心异样的神色 大长老和悟空也都警惕了起来 贺家之人 难道都是一帮缩头乌龟不成 欲要行凶 为何还要藏头露尾 晋晚心一声低贺 全身的旋力瞬间布满全身 不愧是阴家的主母 阴子真是不输当年啊 随着一声狂妄的笑声 两个约莫五十来岁的中年人 便从密林两侧分别走了出来 贺光耀 贺光宗 今晚心冷哼一声 一眼便认出了二人 他们是贺家族长贺光祖的两个胞弟 贺光耀如今已是欲破镜八星 贺光宗也到了欲破镜三星的实力 贺光耀看了看悟空 因笑道 不得不说这小子真是命大呀 原本以为可以借助狼龙之手 杀了这小子 没想到狼龙如此废物 连一个练体精的小子都没能击杀 只能我们出手了 一个废物竟然妄想取得玉天成的天之娇女 只要杀了她 我侄责祥儿天总七才 一定会获得风家大小姐的青睐 静晚心眼中杀意凛然 立声道 果然是你们贺家对我而行凶 但你们也太看得起自己 凭你们二人 也想妄想伤我而悟空 静晚心是欲破镜八星 大长老是欲破镜七星 对上欲破镜八星和三星的贺家二人 静晚心有着绝对的把握可以将他们留下 静晚心啊 我大哥料事如神 已经猜到你隐家必定会派人迎接这小子 所以我们怎会没有后手啊 贺光耀有恃无恐的一阵狂笑 而后向悟空等人正后方恭敬地拱了拱手 喊道 有请太上长老 什么 静晚心和大长老眼神结实一拧 紧跟着 一个白发苍苍的灰袍老者 出现在了悟空等人身后 正是贺家的太上长老 一个真真切切的欲破镜十星的强者 贺家太上长老和玄乌 静晚心和大长老顿时变得不自然起来 他们贺家竟然请动太上长老 击杀悟空 赫玄乌年岁已尽百 一双阴厉的双目看着悟空 以老卖老地哼道 嗯 小子 就凭你一个炼体精的小废物 也想妄想抢我重死的女人 老夫今日 便将你们这三个小辈 斩杀在此 静晚心咬牙看着贺玄乌 有些忌惮地说道 贺前辈 此话怎讲 我儿与封家小姐自幼便是定小娃娃亲 何来抢你重孙的女人 你身为贺家太上长老 竟欲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出手 难道不觉得脸红吗 难道不怕诗人耻笑你以老妻小吗 贺玄乌甘哭的脸上 带着一丝阴狠 淡然的 哼哼 以老妻小 哈哈哈哈 杀了你们所有人 谁人可知我贺玄乌以老妻小啊 一瞬间 贺玄乌周身泛起浓浓的旋力波动 杀以四起 即便是一个年岁近白的老人 也是如此的厚颜无耻 不愧是贺家之人 是羞耻的老混蛋 静婉欣泼辣的脾气 终于忍受不住 破口大骂一声 骂吧 老夫这就送你们上西天 让你们母子黄泉路上有个照应 贺玄乌丝毫没被尽碗心的辱骂所动 而是忽然凝聚旋力向悟空掠去 那凝聚欲破镜十星的权力一掌 凌厉地劈向了悟空的头顶 悟空脸色大惊 全身肌肉绷紧 想躲 但奈何欲破镜十星的强者速度太快 饶使他外攻力量到了二级巅峰 竟也嗅到了一股死亡的味道 悟空 小心 近晚先没想到 这老东西竟然毫无廉耻之心地向悟空动手 情急之下奋起双掌 挡在了悟空的前头 一声巨响啊 欲破镜十星和欲破镜八星全力碰撞的一击 顿时掀起一片强烈的旋力爆炸 让距离最近的悟空手当其冲地震飞了出去 不仅如此 就连方圆几十米范围内的数目也都拦腰折断 周围非啥走时 今晚先脸色一白 只觉得胸口翻江倒海 一口鲜血便是喷了出来 悟空和大长老皆是脸色大惊 悟空心中的愤怒在这一刻油然而生 奋起全身的力量冲向了鹤玄屋 势必要将他剥皮抽筋 鹤家老狗 悟空 今晚先忍着身上的内伤 一把拉住悟空的手臂 脸色苍白地说道 我而不可冲动 你要 你要活下去 看着今晚心嘴角的鲜血 饶恕悟空活了几万载 心中也是愤怒不已 这可是自己的娘亲啊 竟然有人当着他的面伤他娘亲 老孙 要杀了这个老混蛋 悟空两排牙齿紧紧咬住 隐隐有鲜血从牙缝之中流出 悟空 今晚心望着悟空的眼神一片凄凉 两行泪水缓缓落下 慈爱地摸着悟空的脸颊柔声道 今日之局 一世万劫不复 一若死了 娘亲就在那九泉之下也不得安逸 答应为娘活下去 活下去才能替为娘报仇血恨呢 此时 贺玄屋三人已经将悟空三人围住 势必要将三人斩杀在此 老孙不走 老孙不能让自己的娘亲死在这里 悟空的双眼通红全身颤抖 几万年了 只有阿黎被那九天神龙轰得神魂俱灭之时 悟空的情绪才会这么激动 傻孩子 今晚心的泪水再一次滑落 她白痴的手掌轻柔地放在悟空的胸口 说道 悟空 娘 也许看不到你成长的那一天 那一样 好好地活下去 替娘 好好地活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兰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雨 第二十集 猛人间 靳婉心放在悟空胸口的手掌迸发出一股柔和的推力 悟空的身体顿时倒飞出去 走 不要让人 白白死去 今晚先生死力竭的一声交和 只是那双充满着慕爱的双眸 却有着一种绝别的悲痛之色 娘 悟空心如刀脚 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向后弹射而去 想走 贺光宗冷哼一声 眼中杀意凛然 身体暴射而出 追上悟空倒射的身体便是全力的一拳 这一拳虽为发动领域之力 但也是他凝聚全部旋力的一拳 悟空眼中唯有愤怒的痛苦 看着贺光宗的攻击 仰天怒吼一声 凝聚肉身全部的力量 狠狠地和贺光宗的拳头相撞在了一起 又是一声爆炸之声 二人相撞的地面之上 掀起一个方圆二十米的巨坑 悟空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身体又一次向后飞射而去 而那贺光宗脸色却是大害 只觉得手臂一阵发麻 万万没想到 悟空的力量竟是如此霸道 现在他才明白 这小子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废物 而是一个万中无一的外公力量修炼者 想到此 他更不能放任悟空离开了 谁都知道 一个外公力量修炼者的潜力有多么的巨大 若让他成长起来 无疑是对贺家的一个巨大的威胁 这小子是外公力量的修炼者 而且境界已达二级巅峰 难怪狼龙会失败啊 贺光宗 贺光宗沉生向贺玄屋和贺光耀说道 贺玄屋和贺光耀皆是一脸吃惊 旋即贺玄屋眼中闪过一丝狠辣力声道 外公力量修炼者 小小年级已经是二级巅峰 既然如此 那就更不能放他离开了 话音未落 贺玄屋已然向悟空的方向掠去 是要杀死悟空这个潜在的威胁 贺玄屋 凶手我儿 静婉欣脸色大害啊 忽然一咬舌尖 一口惊血喷了出来 紧跟着他双手交错变换 一个个复杂的手印凌空点击 一时间方圆百米瞬间充满了浓郁的旋力波动 婉欣不可 大长老看着静婉欣的举动惊骇得爆喝一声 这是静婉欣的领域能力 一旦赋予惊血之后 便是不死不休 静婉欣这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去阻拦贺玄屋 娘 远处的悟空脸色也是一害啊 怎能不清楚娘亲的领域能力啊 只见静婉欣手印结束之后 方圆百米瞬间被笼罩了一层紫青色的巨大旋力光照 而悟空的身体恰恰被挡在了这坚不可摧的光照之外 紫青之壁 绝望 淡淡的声音在静婉欣的口中发出 语气中有着一丝绝望的味道 这是她的领域能力 若是平时她断然不会赋予自己的精血 一旦赋予精血的紫青之壁 将是不死不休 直到她旋力耗尽成为废人 否则 这紫青之壁永远无法击破 赫玄屋狠狠地一击打在紫青色的旋力光照之上 光照剧烈地晃动了一下 却没有一丝破裂的痕迹 而静婉欣也在紫青之壁被攻击的瞬间 脸色苍白了一丝 悟空的心在滴血 看着静婉欣那绝望的眼神 她的泪水终于是忍不住狂涌而下 悟空 大姨娘 好好活下去 替娘 好好活下去 静婉欣面含微笑 朝着悟空轻柔地喊道 好好活下去 替娘好好活下去 悟空一遍一遍地呢喃着 数万年前阿黎也曾说过 悟空哥哥 好好活下去 替阿黎好好活下去 为什么 老孙顶天立地的齐天大圣 为何要让老孙经历这三番两次离别之痛了 啊 悟空仰天嘶吼 深深地望了一眼静万心 而后转身向密集的丛林飞掠而去 转身的瞬间 两滴泪水却是滴落到了刚刚所占的泥土之上 赫家老狗 老孙今日不死 定让你赫家鸡犬不留 看着悟空消失在眼前 赫玄武眼中闪过一丝狠力 力声道 光总 老夫杀了这个女人 你趁机破开光照 势必要杀了那个小子 永绝后患 赫玄武与赫光耀开启领域 铺天地旋力笼罩向靳婉心和大长老尹天英 风家 风雨瑶的闺房之内 她沉静的眼神中有着丝丝担忧之色 小姐 在想什么呢 还在想姑爷 她这会儿啊 估计快到家了 小莲走到风雨瑶的跟前 一脸调皮地打去风雨瑶 面对小莲的打趣 风雨瑶摇摇头 担忧道 总觉得心神不宁的 她不会有什么事吧 贺家贺祥对她一直有寄予之心 所以一直视悟空为眼中钉 肉中刺 只怕悟空半路会遭遇贺家之人的围堵 小莲笑了笑 哼 小姐 你都求家族的两位长老前去暗中护送了 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这会儿 两位长老估计应该追上姑爷了 希望是我多虑了吧 风雨瑶叹了一口气 在悟空离开风家不到一个时辰后 风雨瑶就感到心神不宁 于是求着风家的两位长老尾随悟空 顺便保护他安然回到野家 悟空 悟空的心在低血 整个凶强都被仇恨和悲伤填满 他现在只想活下去 替自己的娘亲活下去 只有活下去 才有机会将贺家灭门血恨 人家小子 滚出来 突然 距离悟空几百米之外传来贺光宗的爆贺之声 悟空心底一颤 娘亲的子情之壁破了 难道 悟空很想转身和贺光宗拼死一搏 但他不能 自己的命是娘亲用命换来的 他要逃 只有逃走 才有机会报仇血恨 再往前行驶 就是玉天城最危险的地方 蛟龙山脉 悟空没有一丝犹豫地 窜入了那遍布 夭兽嚎叫的山脉之中 几个呼吸之后 贺光宗的身影 便停留在了悟空刚刚消失的地方 竟然逃到了蛟龙山脉 就算不死在我的手中 你也注定成为这蛟龙山脉 有手的粪便 丢下一句话 贺光宗便略身落在一棵大树之上 看样子是准备守在这里 等待悟空出来 还有一个时辰天色就会变暗 悟空不敢轻易离开蛟龙山脉 也许贺光宗就在外面等着他 眼前树木错综复杂 越往深处走 那妖兽的暴力气息就越加的强烈 悟空必须在天黑之前 找到一处可以藏身的洞穴 否则并会成为妖兽的食物 不然悟空脚步一顿 只见到前方的大树后面出现一个巨大的身影 猙獰的血口之中有两颗一尺长的獠牙 星红的双目盯着悟空的一举一动 鼻孔之中不时地发出低沉的嘶吼声 终结妖兽剑齿兽 悟空面色谨慎 全身力量凝聚 随时准备战斗 他受了贺光宗一击 手臂到现在还在隐隐发痛 终结妖兽的实力堪比悬破镜巅峰 甚至游有过之 若是悟空没有受伤 断然不惧这剑齿兽 终于剑齿兽发出一声狂吼 已经将悟空当作了自己的食物 血盆大口张着两颗一尺多长的獠牙 便向悟空的喉咙咬去 叶绰 受死 悟空抱贺一声 奋起双拳打向了剑齿兽的头颅 砰啪一声 一声闷响 悟空快速地一拳 结实地打在了剑齿兽的脑袋上 让其发出一声痛苦的嚎叫 但这也彻底地激怒了剑齿兽 只见剑齿兽锋利的前兆 狠狠地抓在悟空胸口 那早已满是破洞的黑色金庄 彻底地变成了一堆碎布条 悟空吃痛 剑齿兽的利兆锋利无比 饶使他肉身力量 比之旋利修炼者强了数倍 也被这剑齿兽的利兆撕开了数道口子 鲜血瞬间布满胸口 砰的一下 悟空双手分别抓住剑齿兽的前兆 右腿发力狠狠地踢在了剑齿兽宽阔的胸腔 嗷一声 剑齿兽残叫一声 巨大的身体飞出去三米之外 悟空趁势追击 以泰山压顶之势 双膝重重地压在了剑齿兽脊椎上 咔嚓 骨头碎裂的声音传入耳中 那剑齿兽来不及发出一声嘶叫 就被悟空压断了脊椎骨 断气而亡 碰 悟空又是挤拳 将剑齿兽的脑袋轰碎 而后从粘稠的脑浆之中 取出一颗深褐色的腰盒 一个时辰的时间悄然而过 悟空一路上杀了五头终结妖兽 每一次都是拼尽全力 他低估了这蛟龙山脉夭兽的密集程度 此时的悟空 气息凌乱 脸色苍白 全身的衣服零零碎碎地挂在身上 猙獰的伤口不停向外冒着鲜血 若再找不到一个安歇之地 老孙这条命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悟空咬牙说道 就在这时 又是一声狂吼在悟空不远处传来 悟空定睛一看 顿时脸色骇然啊 各位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此书的话 记得订阅收听 帮蜘蛛分享出去哦 谢谢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兰 耳边的苏苏 千寻轻语 第21集 这是 一头比至刚才那几头妖兽 还要大上两倍有余的雄形妖兽 距离20米开外 悟空就已经感受到了 那妖兽身上散发出来的狂暴气息 绝对是高洁妖兽 别说悟空伤痕累累 以无战斗能力 就算全身状态之下 也只有逃跑的份啊 但眼下 他根本没有力气逃跑 老孙没有死在 何家老狗手中 却要成为你这畜生 负重之实了吗 悟空眼中满满的不甘之色 大仇未报 死不瞑目啊 那高洁妖兽 迈着沉重的四肢 一步一步向悟空走来 每一步都能让大地一片震颤 悟空眼神伶俐 没有一丝巨异 拖着几尽油库的身体 准备和这畜生拼死一搏 那高洁妖兽狂吼一声 踏着四肢便冲向了悟空 小山般的体型虽然笨重 但速度却是快得惊人 几乎是瞬间便达到了悟空的跟前 抬起那比之悟空身体还要粗壮的手臂 就拍向了悟空 悟空咬牙狂吼 用尽全身力气 凌空跃起 一记鞭腿 踢向了妖兽的脑袋之上 悟空的攻击 显然是以命搏命 这一脚 虽然能够踢在妖兽的脑袋上 但也不可能对其造成致命的伤害 而那妖兽粗壮的前肢如果拍在悟空的腰身之上 悟空不死 也要失去战斗力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悟空只听耳边传来一道破空之声 隐隐感知到一丝极其微弱的旋力波动 从眼前呼啸而过 紧跟着 让他面露骇然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得那妖兽的脑袋 从眼睛部位出现一道细小的斜口 即将要落在悟空腰身上的巨大前肢 也戛然而止 悟空一脚 终于准确地踢在了那有着一道斜口的脑袋上 高阶妖兽的脑袋 似是放在那里了 被悟空一脚踢飞了半个 只留下眼睛以下的部位切口光滑如镜 悟空一脚几乎是没有手力 身体一个不稳 摔在了地上 而高阶妖兽犹如小山般的身体 也无力地向他压了 悟空就地一滚 躲开了妖兽的尸体 转身一看 只见距他十米处 站着一个白衣倩影 他轻傻遮命 一头长脊腰臀的柔顺乌丝 随意地用一根白绳竖起 白裙无风飘舞 盈盈一卧的腰肢被一缕雪白丝带竖着 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冰清郁结的高冷气质 似是要将世间一切都拒之千里之外 当看到白衣女子那冰蓝色的双瞳之后 悟空脸色又是一片震惊 心道 冰心血童 多谢祥教 赶完姑娘性命 在下 孙悟空 日后必定报答姑娘救命之恩 悟空朝白衣女子抱拳行礼 忍着心中的震撼说道 从刚才白衣女子随手杀死高阶妖兽的一招 悟空就可以断定 这白衣女子的实力在地破镜之上 明子云冰蓝色的双眸随意瞥了一眼悟空 眼中微微惊讶 心道 一个如此弱小的人 却敢只身闯入着妖兽纵横的蛟龙山脉 看他一身猙獰伤口 似是经历了不少战斗 嗖的一声 林子云屈指一弹 一抹白影便飞向悟空 悟空一把抓住那白色织物 摊开手一看 竟是一个小药瓶 瓶身之上尚有一丝温热 他能助你快速恢复伤势 离开这里吧 林子云冰冷的双目看向一旁 语气之中有着雨声俱来的清冷 多谢姑娘 敢问姑娘姓名啊 悟空再次向林子云开口询问 你走吧 不许报恩 林子云丢下一句冰冷的话语 而后转身离开 他是天行界水灵宗的宗主 修炼百年 却被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称作姑娘 若不是他有一颗冰心气质不惜计较 但是悟空的这几句姑娘 就已是大不敬 看着这个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冰冷气质的白衣女子 消失在眼前 悟空眼中满是惊讶 天神争得头破血流 毕竟啊 这种奇异的体质可是连天神都会眼红地修炼颅顶啊 握着手中的白色小瓶 悟空迈着沉重的步伐 寻着灵子云的方向走去 天色已经快要变暗 他必须在天黑之前找到一个可以容身的洞穴 否则呀 夜晚来临之后 出没的妖兽一定会将他撕碎 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 悟空终于在一处巍峨山脉之下 找到了一个洞穴 还有一些干枯的树枝 似是很久以前便有人留下的 于是悟空捡起树枝 升起了一团篝火 感受着洞穴之中的暖衣 他这才拿出灵子云丢给他的药瓶开始疗伤 药瓶中的液体浮在猙獰的伤口上 让悟空痛得整张面孔都扭曲了起来 此时 悟空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完好的肌肤 一小瓶药没有一丝残留的 全都敷在了伤口之处 感受着那欲见柔和的药力 悟空的眼皮终于是支撑不住 昏睡了过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悟空这一觉不知睡了多久 这时 又是一声怪异的吼声 从洞穴之外传入悟空的耳中 这吼声似龙似兽啊 极其怪异 而且可以推断 这吼声就在附近不远 隐约中 这吼叫声还伴随着一抹痛苦 似是在与什么战斗 好奇的悟空站起身就窜出了山洞 在巨大蛟龙跟前有着一抹血色倩影 速度犹如鬼魅一般和那巨大的蛟龙游斗着 在身长石杖的蛟龙面前 那鬼魅血影显得那么渺小 但即便如此 雪衣倩影手中的冰蓝之剑 依然在蛟龙身上带走了数不清的青色鳞片 青色蛟龙怒吼一声 巨大的蛟龙之口径口吐人言 林子云凌空而立 一手持剑 一手凝聚出一枚冰蓝色的冰晶立剑 语气依旧清朗地说道 我只取青灵草 无意杀你 你修炼千年不易 平手吧 无耻的人类 青灵草乃我修炼之根源 被你取走 本座修炼速度大大折扣 岂能容你 青色蛟龙愤怒的一吼 巨大的龙尾如山一般扫向林子云娇小的身影 林子云面色镇定 左手冰晶立剑一挥 便和那巨大的蛟龙之尾相撞 两者大小犹如皮肤汗术 但就是那小小的一枚冰晶立剑 却是让青色蛟龙痛吼一声 巨大的龙尾似是撞到了一股磅礴的力量之上 砰的一声反弹了回去 将周围数十棵参天大树压断 你是地界之境 我此时是天破境 你不是我的对手 我不想杀你 林子云冰蓝之毛平静如初 淡淡地说道 天地之灵本是同根 一草一木 一鸟一兽皆是生灵 林子云冰心血同 有着一颗至善之心 不惜多造杀戮 青色蛟龙 面对眼前这个一直无法战胜的女人 突然发出一声震天狂笑 人类 你虽是天破境 但本作已能感受到你气息不稳 应该是刚刚出关将实力 暂时压制到了天破境吧 也许你真正的实力是王破境 但是今日与彼此无疑 当悟空看到那血衣倩影的容貌之后 不由脸色惊讶 是他 此人正是对悟空有救命之恩的林子云 林子云脸上的薄纱已解下 露出了那张绝世龙眼 比之风雨摇也不成多让 林子云面色冰冷 双眸依旧平静 但心中奄奄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就让你看看本作真正的力量吧 青色蛟龙巨大的龙口仰天一吼 方圆百米之外的草木 皆是被这震天的龙吟之声震成鸡粉 就连身处百米外的悟空 都是忍不住向后退了几步 险些坐在地上 再看眼前的一幕 雪衣倩影和青色蛟龙 周身百米已成一片真空之地 一声声震天龙吟不绝于耳地 从蛟龙之口发出 猛然间悟空看到那青色蛟龙身上的鳞片 在快速地脱落 与此同时 那十丈有余的龙身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伸长起来 进化了 对啊 应该是这蛟龙一开始就隐藏了实力 悟空忍不住心中微微惊讶 想不到这蛟龙早就突破了地阶 仅仅片刻时间 原本十丈有余的青色蛟龙已经伸长到了三十丈 长约百米的巨大龙身凌空飞起 如一条蜿蜒的神龙停留在了百米高空之上 如灯笼一般大小的蛟龙之墨 遥遥腐蚀着那渺小的血液牵影 人类 现在你可还有自信 本座这就将你一口吞下 以成你恨我荣威之罪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此书的话 记得订阅分享出去哦 谢谢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蓝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雨 第二十二集 煞世江 那巨大的蛟龙之口中 喷出一股奔流的绿色水中 灵子云神情淡定 手印交错 诸口微张 冰晶剑 万剑冰封 随着灵子云淡淡的声音 煞世间 方圆几百里的温度骤然下降 铺天盖地的冰晶长剑 密密麻麻地悬护在了灵子云周身百米之内 嗖嗖嗖 破空之声 不绝于耳 那绿色水柱 碰撞到那数百兵精长剑之上后 瞬间化作兵柱 在接踵而来的兵剑攻击下 兵柱瞬间化为碎屑 灵子云犹如一个优雅的仙子一般 白嫩的仙手轻轻舞动 那万把兵精长剑瞬间飞出 带着破空之声铺天盖地地 笼罩了青色蛟龙的白米之身 青色蛟龙发出振振痛苦嘶吼之声 巨大的龙身之上不断落下鳞片 我实力虽已压制在天破镜 但意境依旧存在 你剩不了我 灵子云抬头 看着那巨大的蛟龙 清冷的语气从猪口中发出 此时的蛟龙全身伤痕累累 鳞片已经脱落了七七八八 那被插满兵精长剑的身体之上 不断流出绿色的血液 可恶的人类 本座赢不了你 但龙位不可处 随本座一起死吧 灵子云清冷的双目顿时闪过一丝触动 急忙催动旋力将周身笼罩了一层冰精 蛟龙之暴 毒欲 一瞬间啊 蛟龙长约百米的身体猛然膨胀 仅仅是半个呼吸间便炸裂开来 巨大的爆炸 土崩瓦解般地轰碎了 灵子云的防护冰精 灵子云口中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之声 雪白的衣裙瞬间布满绿色血液 如利剑一般从空中坠下 百米之外的悟空在蛟龙自暴的瞬间 便躲到了一块青石后面 即便如此 那坚硬的青石也被轰成了鸡粉 力道极强的碎石 将悟空的身体震飞了十几米开外 悟空忍住胸口的沉闷 咳了两声心刀 糟了 蛟龙之毒 龙本性淫 尤其是这还未完全化龙的蛟龙之毒 更是淫邪之物 不仅剧毒无比 其毒性更能让人神志不清 迷失本性 灵子云对悟空有救命之恩 而悟空更是一个知恩图报之人 所以起身后的瞬间便略向了灵子云坠落的方向 此时的灵子云哪里还有刚才冰青玉洁的仙女气质啊 正面接触蛟龙的自暴 灵子云此时气息凌乱 脸色苍白无血 嘴角有着一丝血迹 就连那雪白的衣裙都已经染上了一层粘稠的绿色血液 灵子云脸上有着痛苦之色 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身影微微惊讶 但瞬间 那冰蓝双眸中便是闪过一丝惊慌之色 如今他身受重伤 提不起半分旋力 更是中了那蛟龙之毒 若这个人趁机对他 悟空看到灵子云身上的蛟龙之血之后 脸色便沉了下来 他中毒不清 别说他现在是天破镜 就算是王破镜 在这蛟龙之毒下也无计可施 看着灵子云警惕的眼神 悟空摇了摇头 心道 你对老孙有救命之恩 老孙岂能将你扔在这里等死 于是 悟空走到灵子云跟前 伸手要将他抱起 你 你做什么 灵子云眼神慌乱地瞪着悟空 有气无力地说道 就你 悟空无视灵子云那愤怒的双目 拦腰将他抱起 你别碰我 我身中剧毒 已无药可救 忽然被一个男人拦腰抱起 灵子云心地顿时慌乱不已 他修炼百年 沉心早已冰封 他的身体 从未被任何一个男人碰过 冰情郁节的气质 让他排斥所有异性 若有人碰他分毫 他必夺其性命 悟空摇了摇头 无奈道 蛟龙之毒 并不是无法可解 你尽可能压制一下吧 否则不出一刻钟的时间 你就会迷失本性 你 灵子云眼中的慌乱更加厉害 原本以为这小小少年 不会了解蛟龙之毒的副作用 所以他才会告诉他自己无药可救 没想到这少年竟然心知肚明 我不需要你救 你放下我 我死都不会让你碰我 灵子云咬着珠唇 语气中充满了冷意 不要啰嗦了 老孙已经碰你了 悟空抱着怀中的灵子云 语气中有些不耐 几个弹跳便向刚才的洞穴之中掠去 十几个呼吸之后 悟空便怀抱灵子云 回到了洞穴之中 刚欲将其放在地上 悟空脸色就是一变 只见得怀中的灵子云伸出粉嫩舌头 欲要咬舌自尽 情急之下 悟空将其放在腿上 一把捏住了灵子云的嘴巴 喝道 老孙说要救你 但不会碰你身体 你若再想寻死 老孙既卸了你的下巴 即可为你解毒 看着悟空眼中的愈怒 灵子云只觉得羞愤不已 他是天行界水灵宗宗主 掌管十万弟子 今日却被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恐吓 他修炼百年 沉心冰封 不谈红尘 何时受此屈辱啊 若还有半分旋力 他一定杀了这个少年 不由的 灵子云冰封的心境 渐渐填满了委屈和羞怒 这种感觉从未有过 当悟空将灵子云放在地上之后 却看到灵子云那双冰蓝色的双眸之中 此时已是雾气弥漫 似是有着无限的委屈 你若动我 我必要舍自尽 灵子云倔强的眼神看着悟空 两行晶莹的泪珠顿时滑落在耳边 一时间悟空心底一颤心道 哭了 该死的 哭什么呀 灵子云眼中流着止不住的泪水 记忆中 泪水一直都是一个陌生的东西 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够触动他冰封的心境 可是 此时他全身无法动他 任由一个男人对他大呼小叫 还趁机抱了他的身体 无限的委屈涌上了心头 悟空最见不得女人哭 也许是因为曾经的阿里给他留下了阴影吧 只要看到女人落泪 悟空就会浑身不自在 哼 怕了你了 老孙这就为你找解药去 看着悟空惊慌失措的异常模样 灵子云有气无力地说道 解药 这蛟龙之毒 哪里有解药啊 悟空回头 淡淡地说道 天地之卧 本是相生相克 蛟龙之毒 虽其意难解 但也不是只有交构一种方法 灵子云心底一颤 听到那个词语之后 不免心生警惕 只要这个少年心生邪念 他也只能认其为所欲为 他深知自己的容貌 有多么地让男人不顾一切 为其疯狂 但凡蛟龙栖息之地 定有散银花生长 将其压缩成枝 涂抹全身 你这蛟龙之毒 大可化解 悟空丢下一句话后 便掠出了洞穴 散银花 灵子云清冷的双眸中 闪过一丝蜥蜴之色 但瞬间又变得难看起来 要涂抹全身 灵子云只觉得身体越来越热 根本提不起一丝力气 即便有了散银花 难道要让他为自己涂抹吗 想到此 一种绝望再一次涌上心头 灵子云伸出舌头 欲要咬舌自尽 突然了 灵子云身体一软 那蛟龙之毒的毒性 已经遍布全身 他清冷的双目 渐渐被一层迷离之色覆盖 再次回到蛟龙自爆之地 看着眼前一片满目疮痍 悟空一双灵力双目 缓缓扫过周围 忽然了 一颗一尺多高的碧绿小草 引起了悟空的注意 他周身散发着一股清灵的能量气息 即便相隔几米之外 悟空依然能够感受到 那小草上传来的清凉之一 清灵草 这就是那女人所要之物吧 清灵草对水元素天赋的修炼者 有着很大的帮助 但对那女人天破镜的实力来说 应该没有作用吧 悟空想不明白 灵子云为何大费周章地寻找一株清灵草 就当是报答你的救命之恩吧 无奈摇了摇头 悟空一把将清灵草连根拔起 放入了空间戒指之中 而后继续寻找散银花 散银花颜色极其鲜艳 本是品阶不低的天才地宝 应该不会在刚才的能量爆炸中被毁 悟空必须尽快找到散银花 迟则生变 灵子云身上的蛟龙之毒 就快要完全发作了 终于 在一片碎木石中 悟空看到了那株鲜艳的花朵 悟空刚欲伸手采栈 忽听一阵低吼之声 在身后传来 紧跟着赶到一股飓风 当头袭来 嗖 悟空快速地摘下散银花 而后就地一滚 只听砰的一声 一个巨大的妖兽身影 便落在他刚刚所站之地 悟空惊起一身冷汗 这才看清妖兽的模样 这是一头高阶妖兽摩文虎 皮毛成暗黑之色 摩文虎晃动着巨大的脑袋 四肢有些不稳 一双腥红的瞳孔 似有一丝迷茫之色 而且那暴力的气息 更是混乱不堪 硕大的身体 随时可能倒地的样子 悟空定睛一看 现些笑出来 只见得那摩文虎的虎背之上 披了一层厚厚的蛟龙之血 原来是中了蛟龙之毒 看来老孙要捡一个大便宜了 有了高阶妖兽的腰盒 老孙断然可以将外公力量 突破到三级 到时候老孙便有实力 找各家老狗算账 我娘亲若有一丝损伤 就等着老孙的报复吧 悟空舔着嘴唇 看向摩文虎的眼神 哪里还有半分计的 而是完全将他当作了 一个带宰的羔羊 似是看到了悟空眼中的贪婪 摩文虎怒吼一声 摇晃着巨大的身体 向悟空袭来 悟空双腿用力 灵巧地闪躲到一边 而后奋起全身力量 狠狠地打在了 摩文虎的腰眼之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大家喜欢这本书的话 欢迎在作品下方留言评论哦 谢谢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兰 耳边的苏苏 千寻轻语 第23集 摩文虎身中蛟龙之毒 体力不佳 在悟空全力一击之下 惨叫一声倒飞出去 悟空趁势追击 凌空一脚 踢在摩文虎的脑袋之上 摩文虎又是惨叫一声 可是悟空显然不给他 一丝还手之力 一双铁拳 雨点般地落在了 摩文虎的脑袋上 碰碰碰的 接连砸了十多拳 那摩文虎坚硬的脑袋 终于是应声而烈 一枚深红色的腰盒 滚落在了地上 哼 果然是力量系的 悟空惊喜地将腰盒放入空间戒指 而后仔细寻找了一番 发现并没有腰迫的存在 不免有些失望 并不是所有高阶妖兽都会有腰迫存在的 据说只有那些有了智慧的腰兽才能孕育出腰迫 嗖的一声 心迹灵子云的蛟龙之毒 悟空速度非常之快地闪失进入了洞穴 目光一扫 灵子云刚刚所躺的地面已经空无一人 只有一堆沾满蛟龙之血的一群 突然 悟空感到背后一股热气吹向耳边 刚欲出手 却只见两只光洁玉壁从身后将他抱了 紧跟着 灵子云双目迷离地将嘴唇贴向了他 悟空只觉得嘴上冰冷一片 紧跟着一条温热便是进入他的口中 悟空并不是好色之辈 但也是男人 灵子云有倾城之姿 仙女一般的空灵气质 冰心血童更是让灵子云身上 散发着一股与生俱来的冰清玉节 这是所有男人都梦寐以求的女人 每个男人都希望可以征服这样一个女人 饶食悟空啊 也被灵子云完美无暇的身体 和那冰清玉节的气质所触动了一丝 但是趁人之危不是悟空的性格 他忍着将灵子云就地正法的冲动 一把将其抱起放在了腿上 而后取出三银花 用力一转 那鲜艳的枝叶便滴落在灵子云完美到毫无瑕疵的光洁肌肤之上 顺着那完美的高傲向下滑落 悟空本想让他自己涂抹 但此时此刻 灵子云已经迷失了本性 你岂我无力反抗 我若恢复实力 必杀你 不悟的 灵子云恢复一丝微弱的神志 语气艰难地看着悟空 悟空脸色难看地瞪了灵子云一眼心道安 老孙救你 你却要杀老孙了 悟空天性骄狂 心中不免有些怒气 而后双手齐上 将那鲜艳的枝叶 突变灵子云全身每一寸皮肤 一个时辰的时间翘然而过 悟空一方面为灵子云涂抹解药 一方面还要不停地制止灵子云躁动的身体 饶是有着几万载经历的悟空 也是满脸通红啊 悟空经历几万载 但真正与他亲密的女人唯有阿黎 他对阿黎也是有着超越兄长的感情 只是从未表达 更不会表达出来 直到阿黎神魂巨灭时 悟空才明白 阿黎早已成为了他心中 至情至爱之人 灵子云冰清玉洁 有倾国之姿 本身更是有一股 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 悟空在世为人 又岂能没有一点感觉啊 但也仅仅是男人 对优秀女人的一种青睐而已 从空间戒指中 取出一件宽大衣袍 盖住了灵子云那具极具诱惑的完美焦躯 悟空这才将这两天收获的所有妖盒拿了出来 一共是六枚中阶妖盒和一枚高阶妖盒 一枚高阶妖盒应该可以突破那层屏障吧 悟空还没有自大到敢生吞六枚中阶妖盒的地步 谁都知道妖盒的力量极其狂暴 饶是欲破镜强者都承受不住一枚初阶妖盒的反噬 更何况是终结妖盒呀 而且是六枚 所以悟空将目光放在了那枚深红色的高阶魔纹虎妖盒之上 咔嘣 妖盒入肤 狂暴的力量瞬间在悟空的体内奔流乱窜 比之前几日吞噬的那枚初阶妖盒 这高阶妖盒的狂暴之力何止强了数倍 仅仅一口便让悟空面色扭曲 一声嘀吼 从悟空紧咬的牙关中蹦出 这一刻悟空才知道 他低估了这高阶妖盒的力量 可是想要破开那层屏障 悟空隐隐感觉 这点力量还不够啊 咔嘣 忍着体内撕裂般的疼痛 悟空又是一口咬在了腰盒之上 这一口几乎咬掉了大半的腰盒 哄的一声 腰盒入肤的瞬间 一股更加狂暴的撕裂之痛 在悟空的体内疯狂肆虐开来 从外面观察 可以清晰地看到悟空整个上身的皮肤 不时凸起一个个骨包 隐隐有一种想要破皮而出的趋势 悟空双目血红紧咬牙关 丝丝咸血从牙缝中衣除 悟空心性何其强大 即便肉身承受着爆裂之痛 但他的头脑依然异常清醒 只是 总觉得这具肉身似乎被什么东西给束缚着 饶是如此狂暴的力量 也无法冲开那层束缚 还不够吗 该死的 悟空咬牙说道 望着手中只剩一小半的腰盒 悟空扭曲着脸 一口吞了下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软眼已是晚上 林子云已经昏睡了一天 忽然 他那被黑色长袍盖住的身体扭动了一下 露出一抹雪白肌肤 感受着洞穴内温暖的气息 还有那映在石壁上的火光 林子云微微睁开了那双冰冷双眸 两行冰蓝之色的眼泪滑落脸颊 林子云虽然身中蛟龙之毒 迷失了本性 但所有的记忆依旧存在 他几乎不敢去回忆自己竟毫无廉耻模样 缠在一个男人的身上 还有那一幕幕让他无地自容地羞耻举动 最后便是被那个可恶的混蛋放在腿上 肆意地抚遍他的全身 他想立刻杀了这个混蛋 但他却提不起半分旋力 他也想结束自己受辱的生命 但却隐隐有一种不甘 既然醒了就来吃点东西吧 不要妄想杀了老孙啊 没个三天的时间 你的旋力根本恢复不了 这时 悟空淡淡的声音在洞穴之中响起 此时的悟空依旧是那一身破烂的碎布条裹身 空间戒指已经没有可换的衣服 整个上身基本上和没穿衣服一样 露出一身惊悍的肌肉 奇异的是 原本被妖兽撕开的猙獰伤疤 已经荡然无存 皮肤光洁白净 灵子云坐起身子 眼中充满杀意 他尽量拉紧身上的黑袍 避免春光外泄 悟空瞥了一眼灵子云 将手中已经烤熟的妖兽大腿伸向他 淡淡地道 你鱼毒未清 身体很虚弱 灵子云冰冷地双目转向一旁 冷冷地说道 我不饿 灵子云的话音刚落 就只听一阵让他羞愤的声音 从腹中传来 悟空似笑非笑地看着灵子云说道 你能量消耗过大 现在就算给你一头牛 你也能吃下 何必逞强啊 灵子云咬紧牙关 的确啊 他现在腹中空空 一种从未有过的饥饿感 让他对悟空手中的烤肉 没有一丝抵抗之力 忍着心中的羞愤 灵子云伸手去拿烤肉 但因为裹在黑袍中的郊躯 味着寸驴 胳膊伸出的瞬间 难免露出一抹春光 所以啊 灵子云刚刚伸出光洁的手臂 便是脸色一正 如受惊的兔子一般缩了回去 悟空饶有兴致地看着灵子云 那布满寒霜的绝世容颜 很体贴地将烤肉 重新递到了他的面前 看什么看 你先转过身 闭上眼睛 灵子云冰冷地说道 一双眼睛似乎要将悟空生吞活泼 悟空似笑非笑地摇了摇头 而后转身闭眼 灵子云的身体虽美 但悟空也并不是趁人之危的小人 敢回头 我就杀了你 灵子云看着悟空老实地转身 而后急忙从空间戒指中取出一套血衣 神色匆忙地套在了身上 听着身后嬉戏索索的穿衣绳 悟空难免心有感慨啊 先是风雨摇 这次又是一个如冰一样的女人 二女皆是倾国倾城之姿 老孙在世为人 却频繁遭遇桃花孕 若阿黎那小丫头还在的话 定会在我身边哭闹啊 悟空回忆起啊 那年她带着天神界的月宫仙子回花果山 阿黎泪眼婆娑地将她埋怨了好几天 几十个呼吸的时间过去了 悟空还在疑惑 这女人换个衣服这么长时间啊 不觉得手中的烤肉被夺了去 悟空睁眼一看 灵紫云此时已经一袭雪衣地坐到了篝火旁 速度极快地吃起了烤肉 看样子呀 灵紫云非常地饿 但她却为狼吞虎咽 而是吃得很优雅 只是速度很快 一条妖兽大腿不到一分钟 便只剩下骨头 捂着满是油渍的小嘴 灵紫云伸手将篝火架上的另一块脸盆大小的烤肉也给取了下来 视若无人地再一次快速地吃了起来 吃相依然是那么的优雅 悟空脸色微微惊讶 从未见过有人可以吃得这么快 而且吃相还这么好看 片刻时间 灵紫云手中的烤肉再一次一扫而光 她意犹未尽地将满是油渍的几根手指放入口中 分别作了一下 悟空看着灵紫云那可爱的模样 顿时忍不住笑出了声 悟空的笑声引来的却是灵紫云冰冷的目光 她冷着脸 语气冰冷地说道 笑什么 再考虑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兰 耳边的酥酥 千寻清雨 第24集 悟空顿时一愣 没好气的道 你自己不会考啊 老孙还饿着肚子呢 我不会 影子云冰冷地哼了一声 丝毫不觉得尴尬 悟空摇了摇头 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耐心 除了阿黎之外 悟空还从未对任何一个女人 有过这么多的耐心 毕竟啊 这个女人救过她一命 虽然她也相继救了她 但却是在人家极度反对的情况下相救的 对方非但没有领情 而且似乎还要将她杀掉的样子 所以啊 悟空心中已经有了打算 保护她三天的时间 一定要在她恢复实力之前逃走 悟空走到洞穴门口 那里有一具巨大的妖兽尸体 他顿下身子 双手微微用力 便是将一条粗壮的妖兽后腿给撕了下来 灵子云冰冷的双目 看着洞穴门口的妖兽尸体 英蓝双眸中却是微微惊讶 心道啊 那是一头高阶妖兽疾风火狼 难道是她杀的 回想前几日 她还险些在一头高阶妖兽的手中丧命 而短短两日时间 她就已经可以斩杀高阶妖兽 并且啊 高阶妖兽坚硬如铁的皮毛 竟被她轻松自如地撕裂 就算是欲破镜的修炼者 她也没有这般力量 看来 她是一个外公力量修炼者 在这小小的玉天城 如此年纪的三级外公力量修炼者 她的天赋比她那个徒儿苍月 还要强上不少啊 悟空知道 灵子云醒来后会感到非常的饥饿 但确实是没有想到 她如此鲜柔的身体 竟能吃下小半个妖兽 灵子云每吃完手中的烤肉 就会用冰冷的目光看向悟空 意思是 还不快去考 一日清晨 悟空被一阵阵售吼之声惊醒 灵子云也坐起了身子 冰冷的双目之中满是一坏 悟空起身掠出洞穴 当看到眼前的一幕后 脸色瞬间变得惊骇起来 险些骂出声来 只见到洞穴门口围拢了十几头高阶妖兽 一双双星红的双目充满敌意地盯着悟空 那低沉的嘶吼之声不绝于耳 随时准备一拥而上 撕裂眼前这个人类 悟空眼中闪过担忧之色呀 若是独自一人 凭借他三级外公力量 完全可以杀出重围 逃之夭夭 可是眼下如果自己逃走 洞穴中的灵子云 必定成为这妖兽口中食物 同时悟空也大感疑惑 为何一向独来独往的高阶妖兽 会连同一起将它们围拢 此时一袭雪衣的灵子云 也走出了洞口 看到眼前的局面之后 一双冰蓝双眸顿时骇然失色 该死的 这些妖兽为何对老孙充满敌意呀 悟空咬牙说道 看着那向自己渐渐逼近的五头妖兽 他全身已经绷紧 随时准备面对妖兽的袭击 灵子云兵目一宁 眼前的十几头高阶妖兽 全都是水属性的妖兽 此时想到了什么 他瞪着悟空说道 你是不是驱走了清灵草 悟空神情一顿 这才猛然醒悟 清灵草乃水属性的天才地宝 不仅对水元素天赋的人类 有着极佳的修炼益处 而且更能让妖兽收敛狂暴野兴 成长速度突飞猛进 这些妖兽显然是感知到了 那条强大的蛟龙已经死去 所以 嗅着清灵草的气息 找到了悟空 老孙知道你需要这清灵草 所以才会采来 想不到竟招来杀身之祸 早知如此 老孙才懒得管你 真是被你害死了 悟空情急之下 口无遮拦地开始埋怨灵子云 灵子云冰冷地双目一瞪 本就对悟空一肚子火气 险些又被他这一通埋怨给激怒 但想到这个混蛋也是出于好心 所以才忍下了心中的怒气 望着那一步步逼近的妖兽 灵子云眼中闪过一丝妥协 他淡淡地说道 你如我清白 我本想杀你 若你能答应我一件事 我们日后两不相欠 闻言 悟空脸色一变 瞥了灵子云一眼说道 你想说什么 凭你如今的实力 独自一人杀出重围亦非难事 将清灵草交与玉天城城主的苍月 我们两不相欠 灵子云冰冷双眸之中 有着异样的决绝 清冷的口吻淡淡地说道 悟空深吸一口气 看着眼前这个迷一样的冰冷女人 还摇了摇头说道 老孙不久前 丢下自己的娘亲 陷入必死之局 老孙已经发誓 绝不会再丢下任何人 所以 收起你那些可怜的想法吧 你 灵子云心中一睹 气道 你保不了我 何必拜拜送死 这时啊 距离悟空五米之外的一头妖兽 终于发动了攻击 巨大的力爪带起一阵狂风 撕向了悟空 滚 悟空宝贺一声 手臂青筋鼓起一拳 便是将那妖兽打飞出去 如今他的力量比之以前何止强了数倍 即便是高阶妖兽 也被他这一拳打得险些倒地不起 一声怒吼 一头狼形妖兽伺机扑向了灵子云 悟空脸色一惊 一个纵身将灵子云娇柔的腰身揽住 而后灵踢一脚狠狠地踢在狼形妖兽的腰眼之上 身体突然被爆啊 灵子云冰冷的双目一阵羞愤 咬牙挣扎道 你放开我 感受着怀中娇柔伸去不停地扭动 悟空脸色一寒喝道 再动 打你屁股 你敢 灵子云娇躯一阵啊 眼神虽然倔强 但也不敢再动弹 通过一日的相处 他知道这个混蛋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见灵子云变得老实了 悟空轻哼一声 而后一把将其放在背后背了起来 你要做什么 灵子云慌忙还住悟空的脖子 脸色疑惑地问道 杀出去 悟空嘀喝一声 竟背着灵子云迎着五头妖兽冲了过去 那五头妖兽啊 见这个人类不知死活地向他们冲来 顿时更加的愤怒 咆哮着一同向人类扑去 悟空如今的一拳之力何止万军 即便高阶妖兽的皮毛坚硬程度犹如鲸铁 也被他一拳打得嗷嗷之交 但奈何妖兽众多 他身上又背了一个累赘 不仅要处处躲开要害部位 还要分心护着灵子云不被妖兽攻击到 砰砰砰的 悟空无论是力量还是速度 都比之前快了数倍 犹如一条鬼魅的死神穿梭在妖兽群中 每一拳都能让一头妖兽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叫 但同时悟空的身体也不断遭到妖兽的攻击 即便他比之高阶妖兽还要强横的肉身 此时也是伤痕累累 悟空没有旋力 无法施展战斗天赋 这才是外公力量修炼者的弊端 虽然有了比之欲破镜还要强横的肉身和力量 但攻击手段太过单调 如果悟空有欲破镜的战斗天赋 再凭借自己强横的肉身 面对这些妖兽的话 将会是碾压一样的屠杀 忽然了 悟空感到背后一阵狂风袭来 顿时脸色大惊 自己的背后是灵子云 他如今旋力尽食 若被高阶妖兽击中必死无疑 情急之下 悟空迅速转身 迎来的却是一条巨大的利爪 一条星红的血剑 从悟空的胸口飘起 那惊悍的皮肤之上 瞬间出现一道 深可见顾的猙獰伤口 灵子云冰冷的双目之中 闪过一丝异样 心中不免触动 自己口口声声说要杀他 而他还是这般的舍身救他 这个混蛋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滚 一声暴怒在悟空口中发出 他右腿高举头顶 而后猛然下皮 啵的一声 将那偷袭的妖兽砸在地面之上 然是 接踵而来的两头妖兽 又一次扑向了悟空 完全不给他一丝松懈 灵子云心中渐渐有了一丝感动 眼下的局势 别说是他一个刚刚突破 三级外攻力量的修炼者 就算是一个欲破镜后期的修炼者 也难以脱身 更何况他还背着自己这个累赘 灵子云冰冷的双目一睁 似是想到了什么 而后急忙扶在悟空的耳边说道 你可有擅长的兵器 悟空只觉得耳朵上传来一阵热气 一股相风进入鼻中 让他禁不住身体一颤 险些被一头妖兽咬中手臂 按骂一声妖精 而后才没好气地说道 老孙最擅长的是铁棒 你可有趁手的武器啊 灵子云摇了摇头 说道 这个可行 说着 灵子云便从空间戒指取出一样东西 一声轻亮的声音在打斗中破空而出 紧跟着悟空的眼前一亮 只见一把通体流光四溢的银色长枪 从天而降 整个枪身长约七尺 枪头占据五分之一 扶摇直下 稳稳地扎在了一块青石之上 啪 一尺多的枪头啊 完全没入那坚硬的青石之中 犹如珠网般的裂缝瞬间弥漫而开 悟空最擅长的是自己的如意金箍棒 而长枪和铁棒虽有不同 但也是悟空心仪之兵器 一瞬间悟空心中澎湃 纵身一跃 略向银色长枪之处 紧随其后的一头妖兽高高窜起 巨大的力爪尾随着灵子云的后背撕了过去 悟空背负着灵子云身体腾空而起 一个翻阅已经稳稳地抓住了枪身 而后爆喝一声 那长枪便从青石之中拔起 入手只感觉一片冰凉之意 枪身至少有两千斤 让悟空有了一丝兴奋之色 畜生受死 悟空猛然转身 抡起长枪以披山猎石之势 砸在了那尾随身后的妖兽头顶之上 只听一声痛苦的惨叫响彻整个山林 被长枪砸中的妖兽瞬间匍匐在地 整个身体变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形状 哪里还有半分气息呀 武器在手 悟空眼中尽是兴奋之色 哪里还有刚才的忌的 望着死去的同类 一些妖兽眼中闪过一丝忌憚 低吼之声从鼻孔之中发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大家喜欢此书的话 记得订阅收听 帮蜘蛛分享出去哦 谢谢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梦醉孤心 演播蜘蛛 幽兰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语 第25集 忽然 最前面的一头妖兽发出一声怨吼 这声怨吼激起了同类的愤怒 悟空冷哼一声 心知 就算有武器在手 他也没有把握能够在十几头高阶妖兽的手中支撑多长时间 只能拼命杀出重围 妖兽终于安耐不住 一同扑向了悟空 横扫千军 悟空大喝一声 枪身抡起一个半圆的弧度 枪尖带着万军之力扫在三头妖兽的身上 将他们打出去十几米开外 而后悟空跃下轻石 枪尖刺入轻石底部 猛然发力 那重约三千余金的轻石便被悟空挑起 而后他凌空一跳 长枪力劈而响 一声巨响 坚硬的轻石瞬间化为一堆碎石块 犹如一枚枚炮弹般打在了七八头妖兽的身上 七八头妖兽的身体瞬间被挡了回去 悟空见状 拖住灵子云就向密集的丛林窜去 悟空脚步不停 背着灵子云展开全速奔跑 沿途中的终结妖兽被他长枪一条 便是一命呜呼 半个时辰后 悟空的脚步终于是停在了一处树木稀疏的草地之上 半人多高的杂草前面 是一条清澈小溪 灵子云咬牙切齿地用力打掉悟空 拖在他臀部上的大手 而后挣扎着从他的背上下来 悟空精疲力竭地躺在小溪旁的草地上 心有余悸地说道 这冰去借老算用几日啊 灵子云冰冷的双目没有表情 也不言语 他根本就没想过要收回那柄长枪 而是走到小溪旁 横起一些水送入嘴边 喝完水后 灵子云这才看到悟空身上 到处都是猙獰的邪口 有些地方甚至深可见谷 搜的 悟空抬手一抓 一个精致的白色药瓶便出现在了手中 赶紧恢复一下伤势吧 后面还会有危险 灵子云淡淡地说道 说完之后 发现悟空眼神怪异地看着他 于是他又补充道 你死了 我一个人走不出蛟龙山脉 灵子云心中有着说不出的感觉 刚才补充的一句似是在掩饰什么 他在迷茫 自己到底怎么了 难道在担心他吗 不知不觉间 灵子云眼中的冰冷沙意 已渐渐不复存在 有的只是那高贵的清冷 将灵子云赠送的药物图在伤口之后 悟空再一次享受了一遍那撕裂的疼痛 不知不觉中 竟在疲惫中昏睡过去 睡梦中 悟空见到自己的娘亲静婉秋 被赫玄武一掌打得吐血 还有静婉心最后看向他的眼神 慈爱地向他柔声呼唤 悟空好好活下去 替娘好好活下去 娘 悟空忽然坐起身子 发现天色已经渐渐变暗 一股焦糊的味道传入鼻中 灵子云手中的树枝上穿着一个黑黑的东西 正放在篝火之上烤着 瞥了悟空一眼 语气清冷地说道 你若再不醒来 我们都要成为妖兽的食物了 悟空坐起身子 不小心撕裂了几处伤口 疼得咧了咧嘴 而后 面色怪异地看了看灵子云手中的东西 无奈地摇了摇头 而后跑到小溪处 很快便抓了两条大鱼 而后驱鳞破肚 清洗干净之后 串上树枝便烤了起来 灵子云全程看着悟空的一举一动 只觉得脸色有些发热 原来鱼是要先去掉鳞片 刨去腹中肝脏的 再转头 看了看自己手中几乎烤成黑炭一般的鱼 灵子云的脸色终于是红了起来 不久之后 悟空将手中烤的金黄的鱼 递到灵子云的跟前 说道 吃吧 灵子云抬头看了看悟空 也不客气 直接拿来就吃 入口外焦里嫩 回头看了看自己手中的黑炭 终于是面红耳赤地扔了出去 哦 我们也算生死之交了 还不知道你姓名啊 悟空考着手中第二条鱼 向灵子云问道 灵子云咽下口中的鱼肉 淡淡地道 灵子云 吃完之后 灵子云都觉得惊讶 自己怎么会将名字 告诉这个混蛋啊 灵姑娘 悟空刚一开口 就被灵子云冰冷的语气喝住了 不许叫我姑娘 嗯 啊 紫云 悟空疑惑 而后又一次喊道 不许叫我的名字 灵子云秀眉微醋 语气清冷地瞪了悟空一眼 那 总得有个称呼吧 悟空大感头疼 从未在一个女人面前 如此低声下气过 灵子云眼神复杂 两久之后才叹了一口气 说道 随你吧 两日后我实力恢复 你我便是路人 魂言 悟空眼中闪过一丝 不易察觉的失落 自嘲地笑道 是啊 以你的资质和实力 想必是那天行界武宗之中的 天之娇女吧 如今的我和你的确有云泥之别 嗯 那么 该出发找个藏匿之地了 听着悟空自嘲的言语 灵子云的心脏 似乎是被狠狠地揪了一下 隐隐发痛 不知不觉间 这个混蛋 竟让他冰封的沉心触动了一下 这样的想法 让他的内心担忧不已 灵子云已经可以自如活动 所以在没有危险的时候 他断然不会再让悟空碰他的身体 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 悟空一路上保护着灵子云 不知杀了多少妖兽 不知杀了多少妖兽 但却没有一个有妖魄的妖兽 第三天 天色微亮之后 悟空也在山洞缓缓睁开了眼睛 心道 今天是第三天 晚上之前一定要离开 否则 灵子云这女人恢复实力后 难免对老孙妄动杀鸡呀 寒冰之勇 丧 无误的 一个清冷的声音传入悟空的耳中 紧接着 一股冰冷的寒意 瞬间弥漫悟空的周身 悟空脸色大海 只见得眼前一片雪白 周身便已被一层厚厚的冰晶包裹住 犹如一个白色蚕涌一般 只露出一个脑袋 你做什么 悟空艰难地扭头 看向一旁的灵子云 只见他白皙的仙手凌空指着悟空 冰蓝色的双眸之中 隐隐有着一丝杀意 此时的灵子云 哪里还有昔日的孱弱呀 已然重新变成了 那个浑身上下都散发着 一股冰清玉洁的九天玄女 一走一动间 天地灵气 似乎都要因他而静止 悟空心中 隐隐有一股怒意 咬牙喝道 你说过 不杀老孙的 灵子云清冷的双目平视前方 犹如一个孤冷的女神 他谈口微张 淡淡地道 你将清灵草给我 我便饶你行命 悟空眉头一皱 没好气地道 你老孙早就说过 会将清灵草给你 你何故多此一举啊 灵子云冰蓝色的双眸中 闪过一丝复杂 其实他一开始就知道 悟空会将清灵草给他 但 这个混蛋 这几天对他大呼小叫 自己的身体 不知被他碰了多少次 若不为自己找个理由 怎能轻易放过他呀 灵子云目光复杂地撇了悟空一眼 那一瞬间的平静 犹如一王沉静万年的忧谈 他淡淡地说道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我说过不杀你 但没答应不教训你 啥 悟空眼睛一瞪 刚欲发火 便看到一枚冰晶 重重地砸在了脑袋上 饶食悟空外攻力量达到了三级 脑袋可以撞碎山石 也觉得疼痛难忍 而且还冰冷刺骨啊 住手 你这个女人好生无力啊 老孙救你性命 悟空刚骂出两句 迎接他的就是两枚冰晶 冻死老孙了 灵子云的冰晶 不仅能让悟空感到疼痛 而且温度极低 悟空身体虽然强横 但抗寒能力还是较弱的 片刻的时间就已是嘴唇发紫 灵子云犹如凝指般的指尖连连交错 那一枚枚冰晶连绵不断地砸在悟空的脑袋和脸上 看着他呲牙咧嘴的叫骂声 灵子云冰冷的双目中 则是闪过一丝淡淡的快感 很快啊 悟空整张脸就已变成了一个猪头 模样别提有多凄惨了 咔嚓 一声轻响 灵子云终于是将悟空身上的冰晶解开了 脱离束缚的悟空 恼羞成怒地瞪着灵子云 咬牙说道 老孙当初就不应该为你寻找三银花 应该直接给你解读 灵子云清冷的双目很平静 没有生气 而是屈指一弹 一枚冰晶便是悬浮在了手中 悟空脸色一变 瞬间做出防御状态 灵子云看着悟空的样子 暗自摇了摇头 散去了手中的冰晶 伸手说道 将清灵草给我吧 悟空哼了一声 屈指一弹 那清灵草便从空间戒指中 飞向灵子云 收起清灵草 灵子云那高贵的清冷眼神 盯着悟空 隐隐有着淡淡的复杂之色 两酒后 他才淡然说道 今日之后 你我便是路人 日后亦不会有相见之时 所以 忘了这几天所发生的一切吧 说完 灵子云眼神复杂地走出了洞穴 雪衣随风飘舞 她站在洞口 遥望远方 两酒后 一声轻轻的叹息 从口中发出 似乎这几日的时间 这个地方给她留下了一生都无法忘记的回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兰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语 第二十六集 悟空眼神复杂地站在洞中 从灵子云说出那句 今日之后 你我便是路人 悟空的心就狠狠地抽动了一下 短短的几日相处 悟空心中却是已经无法忘记那道雪衣亮影 走出洞口 哪里还有灵子云的身影啊 悟空自嘲地笑道 老孙这是怎么了 竟然会对一个永远都不会再出现的女人念念不忘啊 枪的一声 荧光一闪 悟空手中已是出现了一把流光四溢的银色长枪 握着手中的长枪 悟空的目光停留在枪身上 那里刻着几个字 凌云银枪 悟空手指拂过字面 嘴角微微上扬 想必这是他曾经用过的武器吧 悟空阅历数万载 从接手凌云银枪的那一刻他便知晓 这凌云银枪乃是用罕见的千年含铁所著 千年含铁密度要比这普通钢铁强了数十倍 不仅坚硬不仅 而且其重量也要远远超过普通钢铁 但是一块拳头大小的千年含铁估计都要被修炼者们争得头破血流 所以这把凌云银枪极其贵重 收持凌云银枪 悟空的身影有如炮弹一般射入幽暗的丛林之中 巍峨的山川之上 一道雪衣亮影静静地立于那里 柔顺的乌黑发丝长挤腰臀 随意地背一根白绳束缚 他那张绝世容颜平静地犹如一望万年寒潭 冰蓝色的双眸之中有着丝丝的复杂之色 你若能在帝国选举中脱颖而出 你我还有相见的机会 距离尹家五十里外的一处郊外 有着两拨人马热祸朝天地比拼着旋力 周围非杀走实 但仔细观看便会知晓 其中一拨十几个人完全处于劣势 局势已经开始一面倒 听莹小姐 我带人拖住他们 你快走 一个身穿黑袍的中年男子 一掌逼退眼前的幻破经巅峰的修炼者 转身向一袭黑色战甲的亮眼喊道 中年男子正是看管隐家藏宝阁的直视隐山 而那身披黑色战甲的倩影正是隐婷婷 此时的尹婷婷哪里还有昔日的英姿飒爽 她脸色苍白 嘴角带着一抹血迹 吃力地催动着旋力和身旁的人战斗着 听到尹山的喊声后 尹婷婷咬牙说道 山叔我不会丢下你们不管的 要死一起死 尹山心急如焚 再次喝道 你糊涂啊 赫家不会放过我们这些人的 能走一个是一个 眼下的局势对于尹家来说是大大的不利 尹家只有尹山一个幻破镜巅峰的修炼者 而赫家却是有三个幻破镜 其中一人也是幻破镜巅峰 更让尹山心如死灰的是 赫家的赫光宗一直在一旁虎视眈眈地看着 赫光宗可是名符其实的欲破镜三星强者 他阴狠的双目之中带着玩味的冷笑 前几日没能亲手杀了悟空 而是让他逃入了蛟龙山脉 一直让他心中不快 悟空已经失踪好几日 尹山和尹婷婷也是受组长之命 外出寻找悟空的踪迹 却不想赫家的赫光宗早已在附近设下埋伏 如今的尹家和赫家已成为了不死不休的地步 短短三日的时间 已经有十几个尹家之人 死在了赫光宗的手中 哼哼哼 想走 真是痴人说梦 你们尹家的少族长早已成了 蛟龙山脉那些妖兽的粪店 没能亲手杀了他 那我就送你们这些小辈上西天 赫光宗眼中掀起一抹狠毒之色 忽然凌空跃起 一掌拍向尹家实力最强的尹山 尹山感受到 那让他骇然的旋律波动之后 猛一咬牙奋起全身旋律 迎向了赫光宗 但幻破镜巅峰的尹山 怎能接下欲破镜三星实力的赫光宗呢 一声俱响 尹山的身体犹如断线的风筝一般 喷出一口鲜血倒飞了出去 沿途撞倒两颗碗口粗的大树 落地的瞬间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眼神涣散 体内已提不起半分旋律 神书 尹庭庭脸色苍白的惊呼一声 当听到悟空被赫光宗逼入蛟龙山脉之后 尹庭庭的心中就已经愤怒不堪 悟空虽然多次羞辱于他 但是得知悟空生死不明后 他心中隐隐作痛 即日来一直尾随尹山寻找悟空的踪迹 再看到尹山被赫光宗一掌打得口吐鲜血 他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恨意 手持烈火双刃冲向了赫光宗 私生力竭的喝道 老娘跟你们兵了 看着一个乳羞未干的小丫头向他冲来 赫光宗嘴角掀起一抹阴毒之色 淡然道 哼 杀了他 一旁的一个幻破镜八星的贺家之人文言 脸上带着一抹不屑 而后双腿发力蹭一下就冲向了尹庭庭 蕴含幻破镜八星实力的权力一击 狠狠地拍向了尹庭庭的胸口 庭庭小姐 不可 重伤不起的尹山看到眼前的一幕后 脸色大黑 当所有尹家之人都以为尹庭庭要身死当场之时 突兀的一声清亮之声横空出现 尹庭庭只觉得眼前银光一闪 紧接着一杆银色长枪从天而降 带着一股刺骨寒意落在了她的面前 银枪似有千斤之力 两米长的枪身有一半没入坚硬的地面 让距离一米之外的尹庭庭都感到了地面剧烈地震动了一下 咚 那欲杀尹庭庭的贺家之人脸色一惊 已来不及收掌 那蕴含幻破镜八星实力的权力一掌 就那么狠狠地打在了银色长枪的枪身之上 一声巨响从银色长枪上传来 让整个枪身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发出沉闷的嗡嗡声 而贺家幻破镜八星的修炼者则是脸色一变 只觉得打在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铁柱之上 震得他手臂发麻 突兀的一幕让所有人都闻声看来 只见得那银色长枪的尾端 站着一个衣衫蓝绿身材健硕的少年 再看少年的相貌 黑发飘飘 只是那张脸却是残不忍睹 似是被人狠狠地揍了一顿 青一块紫一块的 尹婷婷和尹山二人脸色一喜 一眼便认出 这个立于银枪之上犹如战神一般的少年 正是失踪了几日的孙悟空 贺家之人 真是冤家路窄啊 低沉却又包含着冷冷杀意的声音 从悟空的口中缓缓发出 就连尹婷婷都从那低沉的声音中 听到了一丝冰冷的寒意 贺光宗面色一扭 当看清悟空模样后 他原本惊讶的脸色瞬间变得诡异起来 大笑道 哈哈哈哈 银架的小子 想不到你竟能在蛟龙山脉逃出生天 不过 眼下之举没有你娘舍命掩护你 你还能再一次逃出生天吗 在贺光宗提到悟空娘亲的瞬间 悟空的一张脸就整个寒了起来 一双灵力的双目瞬间变得通红 一股滔天杀意弥漫全身 我要你死 蹭的 悟空弓身下压 坚不可摧的银色长枪瞬间弯成了一个半月弧度 借助着长枪的韧性 悟空猛然发力 身影犹如一枚炮弹一般冲向了贺光宗 贺光宗嘴角上扬 眼中一片凶狠的杀意 刚欲动手 却只见身边的一个幻破镜巅峰修炼者便率先冲了上去 凭你一个辱羞未干的小子 别配与我贺家三组长动手 那命来 那贺家的幻破镜巅峰眼中带着激动之色 虽然抢了三组长的风头 但若能击杀尹家少族长也算是功劳一剑 所以他不惜余力的一拳打向悟空的胸口 悟空眼中傻意凛然 他的目标只有贺光宗 至于其他贺家之人根本就没有让他放在眼里 所以面对贺家幻破镜巅峰全力的一击 悟空连看都没有看一眼 更不要说是防备了 孙悟空快躲 尹山和尹婷婷脸色大惊啊 看着悟空如此冲动的冲向贺光宗 却根本没有防备一个幻破镜巅峰强者的全力一击 不禁让尹婷心急如焚地大喊一声 一声闷响 贺家幻破镜巅峰的全力一拳准确地打在了悟空的胸口 一瞬间 他原本激动的脸色瞬间变得惊骇不已 只觉得自己的一拳打在了一座山峰之上 紧跟着一股无比霸道的反冲力量 将他震得吐出一口鲜血倒飞出去 而悟空弹射的身体丝毫没有受到阻拦 依然向贺光宗飞去 贺家幻破镜巅峰落地的瞬间就猛然大喝 快一起动手 这小子好霸道的力气啊 贺家的另外两名贺家幻破镜听闻 脸色结实一变 相互对视一眼便左右夹击地冲向悟空 悟空眼睛通红 只想杀了贺光宗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眼看又是两个幻破镜的家伙阻拦 他抱贺一声 双拳凝聚 尸程力气 在二人欺近他跟前的瞬间便穿过二人的手臂 打在了二人的脑袋之上 脑强四溢啊 原本气势冲冲 阻拦悟空的两名幻破镜修炼者 瞬间就变成了两具无头死尸 他们临死都不敢相信 和二人之力竟然被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秒杀 远处的尹山和尹婷婷只觉得头皮发麻 震惊得无以复加 幻破镜巅峰的贺家之人没能挡住悟空半息 两名幻破镜后期的人紧紧瞬息就被悟空秒杀 他 他又变强了 而且 好强 尹婷婷脸色苍白的呢喃道 贺光宗眼睁睁看着两个手下被悟空秒杀 原本挂着阴毒笑容的脸色 渐渐变得凝重起来 这次 无论如何也要杀了这个小子 否则 后患无穷啊 贺光宗 拿命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此书的话 记得订阅收听 帮蜘蛛分享出去哦 谢谢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兰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语 第27集 悟空 撞击在了一起 啪 一声震天巨响 悟空的身体 进不住倒退了四五步 方才稳住身影 而贺光宗则是 交手的瞬间就面露骇然 身体如断线风筝般 飞了出去 人在半空就是一口鲜血 喷了出来 狂暴的旋力爆炸席卷了 方圆几十米 处在距离最近的那个 贺家幻破镜巅峰 刚刚站起身 就被这巨大的风暴 给震飞了十几米 倒地便是一口鲜血喷出 而那十几个 驻破镜的贺家之人 更是被当场震得 口吐鲜血 实力稍弱者 直接昏迷不醒 尹婷婷和为数不多的 几个尹家之人距离稍远 但也被这巨大的力道 震得摔倒在地 贺光宗面色铁青 心中惊讶万分 这小子前几日 还被自己一击震得吐血 短短三日 竟变得如此之强 单凭玄力 自己已然不是其对手 而且相差甚远 但是 即便这小子 已经步入三级外公力量 那又如何 驭破镜强者的领域能力 才是最强的攻击手段 小子 你真是让我惊讶 一个十六岁的 三级外公力量修炼者 若今日放你活着 回到尹家 他日 必是我贺家的灭亭之灾 所以 今日 你必死 贺光宗擦掉嘴角的血迹 眼神毒辣地看着悟空 悟空眼中的愤怒不减 冷冷地说道 哼 贺光宗一阵狂笑 手印忽然变换 狂暴的旋力波动瞬间弥漫开来 响天浮雨 随着贺光宗淡淡的声音 方圆几十米范围凌空出现了上百把巨大的长柄斧头 斧头乃旋力所化 却有着披山之力 而贺光宗手中 贺光宗手中也是持有了一把巨斧 杀意 心中却是平静如初 他刚刚突破到三级外攻力量 目前只是处于三级阶段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和欲破镜强者交手 面对那将他团团包围的巨大斧头 悟空的眼中顿时战意四起 手 随着贺光宗一声低喝 只见他单手一握 悬浮在悟空头顶的数十把斧头瞬间收拢 如陨石一般从天而降 悟空眼神平静 双拳犹如幻影一般化作一片雨点 纷纷击打在那披下的数十把斧头 砰砰砰的 仅仅数息的时间 那漫天斧头便是全部化为碎屑 贺光宗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但很快便被阴冷代替 悟空眼神一凝 只见得那被他击碎的斧头 仅仅一个呼吸间 便又重新凝聚 在我的星天浮雨中 我的绚丽渊源不断 这些斧头终究会将你剁成碎肉 你能支撑多久啊 贺光宗遥遥看着悟空 语气阴狠地说道 悟空握着有些生疼的拳头 忽然抱贺一声冲向贺光宗 杀了你 这星天浮雨自然会土崩瓦解 霸言不惨 受死吧 贺光宗忽然高举手中的巨斧 距离悟空二十米开外便已劈下 紧跟着周围数十把斧头 瞬间在贺光宗的头顶聚拢 而后便成了一把三丈巨斧 随着贺光宗手中斧头的驱势 遥遥披向了悟空的头顶 悟空面色一明不敢小觑 奋起双拳 不遗余力地和那三丈有余的巨斧 相撞在了一起 一声巨响 悟空的身影顿时倒退了十几米 双拳全面之上隐隐发通 而那三丈有余的巨斧 也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但贺光宗单手一挥 那巨斧之上的缺口 便是重新被周围的斧头补充完好 远处的隐婷婷见状心里焦急 虽然看到身旁的银色长枪 而后闪身过去 双手用力抓住枪杆 孙悟空 接住 尹婷婷刚刚喊出声 脸色便是一惊 只觉得手中的银色长枪至少有两千斤 他全力一拔 那枪身竟是纹丝不动 不由的 他脸色变得极其尴尬 悟空闻声 呼得纵身一跃 一双铁拳连连挥动 打碎将他围拢的急柄斧头 瞬息之间 便是闪身到了尹婷婷的跟前 这一号 我来 悟空提起尹婷婷高条的身子 便是将他轻柔地送出了贺光宗的领域范围 而后 单手抓住凌云银枪 枪的一声 长枪破土而出 行天一幅 突然 悟空身后一股暴力的旋律波动 猛然转身 之间的原本密密麻麻的斧头忽然全部聚拢到了一起 瞬息之间相互融合成一把十丈有余的巨大斧头 云家小子 没想到你能将我逼到这个份上 这是我领域能力的最强一击 化为击凡吧 随着贺光宗手印的变换 那巨大的斧头猛然劈向悟空 凌云银枪在手 悟空战役填满整个胸枪 嘴角微微上扬 喝道 贺光宗 两招杀你 多烟不惨 去死吧 看着那十丈有余的巨大斧头 凌天劈来 悟空双腿微弯 而后猛然发力 砰的一声 整个身体犹如一个炮弹一般射向天空 手中凌云银枪凝聚全部力量 赤如破竹般地和那巨大的斧头 碰撞在了一起 一声巨响 那十丈有余的旋力斧头 与悟空的凌云银枪 仅仅是僵持了几个呼吸的时间 而后就土崩瓦解般地化为了碎片 贺光宗如遭重击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脸色顿时变得惊骇万分 他万万没想到 凝聚自己全力的一击 竟会被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击溃 此时 他才想到 从一开始 这个少年就一直赤手空拳地和他战斗 武器在手 胜负瞬间分晓 悟空手持凌云银枪 呈下劈之势 击溃那巨大的斧头之后 余力未消 猛然爆喝一声 砸向贺光宗的脑袋之声 贺光宗脸色大骇 奋起手中的斧头慌忙低挡 一声闷响 贺光宗手中的斧头瞬间化为两端 枪身余力未剪地砸在了贺光宗的头顶之上 一口鲜血喷出 贺光宗双腿一软 跪了下去 即便此时 贺光宗依然不敢相信 自己堂堂欲破镜三刑 竟然败在了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手中 眼家小子 我是贺家的三组长 你敢杀我 我贺家必定和你眼家不死不休 贺光宗目露凶光 咬牙切齿地恨声道 哼 你觉得老孙在跟你玩吗 悟空眼神威靡 冷冷的杀意在眼中一闪而过 看到悟空眼中猛然迸发而出的杀意 贺光宗脸色一骇 刚欲求饶 眼感到一股冰冷寒意 瞬间弥漫周身 那一尺多长的枪头 视如破珠般地穿透了他的心脏 悟空单手挑起贺光宗 狠狠地砸在了地面之上 尘土飞扬 贺光宗的身体顿时变得极其扭曲 那惊骇的目光 渐渐变得涣散 声息全无 远处的贺婷婷和尹山 终于松了一口气 贺婷婷心中更是惊讶地无以复加 自嘲地笑了笑 短短几日不见 她的实力竟已经能够斩杀欲破境 几天前 自己还一直骂她小废物 转眼 她就已经站在了一个让她仰视的高度 这一刻 贺家那个幻破境巅峰的修炼者已经面露骇然地瑟瑟发抖 指着悟空半天才蹦出几个字 你 你 你杀了我们贺家的三组长 悟空缓缓转身 那双散发着暴力之气的双目猛然迸发出一道凛冽杀意 淡淡地道 你觉得你还能活吗 我 贺家幻破境巅峰 接触到悟空那双灵力的双目之后 只觉得身体一阵战力 只说出一个字 那冰冷刺骨的凌云银枪就已刺穿了她的咽喉 饶命啊 这时 还活着的几个贺家之人感受到悟空身上的惊天杀意后 顿时向悟空跪地求饶 我们不是贺家的敌血 饶了我们吧 一旁的尹婷婷虽然恨贺家入骨 但见这些人如丧家之犬一般的跪地求饶 也是于心不忍 要不就放过他们吧 尹婷婷走到悟空的跟前说道 悟空灵力的双目看了尹婷婷一眼 淡淡地道 一个不留 搜 悟空的身体瞬间化作一道残影 那原本跪地求饶的贺家之人 只是一个瞬间就变成了一个个无头的尸体 尹婷婷眉头微皱 看向悟空的眼神有些复杂 摇头道 你也太残忍了 他们都求饶了 悟空将灵云银墙收起 淡然道 今日若不是老孙 他们会因为你们求饶而放过你们吗 尹婷婷被悟空的话堵了一下 若有所思地避开悟空那双灵力的双目 语气倔强地哼道 你小小年纪买了这么大的杀心 悟空持之以鼻 摇了摇头 老孙手中的杀戮 岂是你一个小姑娘能知晓的 当年他一棒之下数万天神灰飞烟灭 他何曾眨过一下眼睛 这时 尹正被一个驻破镜的尹家人架着走了过来 尹正眼中的震惊未消 恭敬地说道 少族长 今日多亏了你 想不到你已经有斩杀玉破镜三星的实力啊 悟空点了点头 说 没事吧 没事 我们还是尽快赶回家族吧 赤则生变啊 尹正点头说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兰 耳边的苏苏 千寻轻语 第二十八集 悟空手握凌云银枪 手指暗暗发力 恨声道 老孙 还未替我娘报仇血恨 感受着悟空身上让人站立的杀气 尹婷婷担忧道 你不要冲动 这几日 以音讯全无 封书查不思饭不饮 心仪重伤在身 每日以泪洗面 你若在 你说什么 悟空双目瞪大 情绪激动地抓住尹婷婷的肩膀 让尹婷婷吃通地喊了一声 干什么 干什么你 梦疼我了 我说你再不回去 封书和心仪他们会担心死你的 尹婷婷本就有伤在身 又被悟空捏了一下肩膀 疼得她呲牙咧嘴地责骂悟空 悟空原本杀意凛然的双目瞬间变得欢喜起来 只因为听到了娘亲还在的消息 这几日 她每每想起尽婉心舍命救她 悟空就会心如刀脚 她无时无刻不再自责 为什么要让自己的娘亲以命换命 她多么希望死的那个人是自己呀 但现在所有的痛苦和自责荡然无存 她娘亲依然尚在 她恨不得一瞬间出现在静婉心的跟前 快我们回家 回家 悟空激动得犹如一个孩童 尹家一时听 此时整个大厅的气氛显得异常的沉闷 尹峰脸色阴郁地坐在上座 而她身边则是脸色极度苍白的静婉心 静婉心一身素衣 虽然安静地坐在那里 但却可以感受到她苍白的脸色下 那虚弱不堪的身体 若不是后背有靠椅的支撑 她似乎早就软倒在了那里 尹峰脸色担忧地看了看妻子 后者则是挤出一丝勉强的笑意 冲她点了点头 族长 眼下我眼家岌岌可危啊 我们必须商讨一个万全之策 二长老尹刚泽 一张老脸忧心忡忡地看向隐风 语气颓败地说道 三长老摇着头 脸上也是有着明显的失落 似乎是如林大敌一般 而大长老尹天英 端坐在那里没有说话 只是那张干枯的脸庞 也是略显苍白 似乎也是受伤不清 尹峰脸色阴郁 这几天的事情 已经给了她巨大的压力 妻子伤重 一身修为被废 儿子失踪 生死不明 帝国选举又迫在眉睫 还有三日后的大婚 不仅如此 贺家更是火上浇油 三番五次地挑衅隐家 几日的时间 已经有多名隐家的子弟 死在贺家之人手中 忽然 尹峰四是做了什么决定 无力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放弃帝国选举的名额争夺吧 闻言 二长老和三长老脸色一变 三长老急声道 万万不可呀 帝国选举是家族崛起的一个奇迹 怎能说放弃就放弃呀 尹峰沉着脸说 万新为救悟空 过度释放领域能力 如今已无半分旋律 大长老没有两三月时间也无法痊愈 悟空又生死不明 我家族若参加帝国选举 一定会被贺家打压 难道要让我尹家的年轻子弟再去送死不成啊 尹峰的话让二长老一脸颓败地低下了头 是啊 眼下的局势 尹峰沉家已经是穷途末路 近晚新听到悟空生死不明时 那双虚弱的眼神又一次变得痛不欲生 雾气瞬间弥漫了整个眼睛 一时间 整个意识听变得鸦雀无声 尹家辉煌百年 却不想短短几日便已尽险道尽图穷 娘 娘 就在此时 一声急促的呼喊声从外面传来 尹峰和近晚新的脸色一惊 眼神中带着浓浓的惊喜之色 娘 悟空犹如一个归家的孩子 闯入议事厅后 一把便扑入近晚新的怀中 将自己的娘亲紧紧抱住 这种失而复得的心情 让悟空万年的心境都潸然泪下 今晚新抱着悟空 将他的脑袋放在自己的胸口 喜极而泣地失声痛哭 母子之间没有言语 只有那无尽的牵挂之苦 就连性情刚毅的尹峰都湿了眼睛 想上去拥抱悟空 又怕打扰他们母子 而愁愁不丁的样子 大长老二长老和三长老看到悟空后 也是一片惊讶 但转瞬就起身向外走去 给他们母子一点空间吧 尹峰健壮 也跟着三位长老走了出去 眼下悟空归来 至少让尹家又有了一个契机 所以帝国选举应该重新商讨 此时 义士大厅外面 尹婷婷和尹正等人没有离开 而是等待着族长的问话 当尹峰看到尹正等人一个个重伤的模样后 急忙走了过去 什么情况啊 又是那贺家之人吗 尹峰皱眉问道 尹山点了点头说道 我们在青岩镇一带打听少族长的下落 却不想贺光宗带着一杆贺家之人在途中拦截 企图将我们全部击杀呀 贺光宗 尹峰脸上闪过一丝惊骇 脱口惊呼道 三位长老眼神结实一宁 贺家竟然派出了欲破镜的强者来阻杀尹家之人 大长老看着自己的孙女尹婷婷 心有余悸地问道 你们是怎么逃回来的 尹婷婷苍白的小脸上 带着一丝血迹 他脸色怪异地说道 我们没有逃啊 本来以为真的会死在那儿的 后来悟空来了 杀了所有贺家的人 所以我们就赶回来了 傻 周围的空气似乎在这一刻静止了一样 凉酒后 尹峰才咽了一口唾沫 忍着加速跳动的心跳问道 那 那贺光宗也死了 尹婷婷精致的小脸点了两下 语气轻快地说道 死了 悟空杀的 尹峰和三位长老倒吸一口凉气 眼中皆是有着浓浓的震撼之色 尹峰更是仰头大笑起来 能斩杀欲破镜的实力 悟空的外公力量显然是到了三级 这无疑是给家族增添了一个强大的战力 哈哈哈哈 帝国选举 我尹家的名额要定了 另外 三日后的婚礼如期举行 他赫家百般阻挠我尹家和尹家的亲事 我尹峰不但要让悟空和尹瑶的婚事如期举行 而且还要空前绝后的宏大 三位长老看着尹峰激动的心情 心道 那个意气风发的族长又回来了 那日我离开后发生了什么呀 悟空扶着靳婉欣坐下后 他才蹲在靳婉欣的跟前问道 靳婉欣擦了擦湿润的脸颊 眼中带着一丝由衷的感动 说道 多亏了羽瑶 风羽瑶 悟空一脸疑惑 靳婉欣点了点头 提起自己未来的儿媳妇 她的眼中满满的都是暖衣 她抚摸着悟空的头顶 揉声道 你离开尹家不久 羽瑶担忧你路上会遭到贺家的拦截 所以就让尹家的大长老和二长老 尾随在你的身后 在娘的子亲之臂破碎的那一刻 他们终于是赶到 尹家的大长老和二长老的实力 都是欲破今后期 虽然不敌客悬屋 但短时间呢 她也没法打败二人的联手 所以 我们便逃回了尹家 悟空心中不免感动 由衷地说道 风羽瑶 老孙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 他人 并不负你 尹婉心白了悟空一眼 笑骂道 你若敢欺负我的儿媳婦 娘就不要你这个儿子了 悟空黑黑一笑 忽然他眼神一明 凭他超乎常人的感知力 很快注意到 静婉心不仅悬海被飞 而且 已经动了晶圆之力 那是一种透支生命为代价的禁忌 整个身体柔弱的 连一个普通人都不如 嗡的一声 悟空心神一颤 整个心脏都在隐隐作痛 静婉心强行用精血 开启紫青之壁绝望 这代价 不仅仅是一身的修为 还有几十年的寿命 而眼下 静婉心最多也不过 还有两年的寿命 想到此 悟空心中的自责 更加地浓郁 静婉心摇头笑了笑 似是看出了悟空心中所想 他眼中没有一丝腿败 柔声道 没关系 至少 娘还能看着悟空成心呢 你若争点气 就让娘看看自己未来的孙子 悟空眼中杀意凛然 恨声道 娘 老孙发誓 赫家灭门之日不会太久 静婉心摇了摇头说道 娘只要你好好地活着 万不可被仇恨泯灭了心形啊 悟空低头不语 心道 没有人能够伤了我娘之后 还能苟活于世 哈哈哈哈 悟空啊 你小子总是让我连连吃惊啊 这时 尹风一脸兴奋地走了进来 近晚心被尹风的笑声惊了一下 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悟空啊 你这外公力量可是已经突破到了三级 尹风大力地拍着悟空的肩膀 由衷地笑道 悟空呲牙咧嘴地点了点头 哈哈哈哈 怪不得连那幻破镜三星的贺光宗 也死在了你的手中啊 尹风又一次忍不住笑道 近晚心双手轻眼小嘴 惊呼道 悟空杀了贺光宗 尹风点头 自豪道 哼 怎么样啊 这可是我的好儿子 十六岁就已经杀玉破镜的强者 近晚心瞪了尹风一眼 忽然想到了什么 而后急忙从空间戒指中取出一个精致的匣子 而后递给悟空说道 这是雨妖差人送来的 说是给你的 悟空面色疑惑 当感受到小匣子中那狂暴的腰迫之气后 顿时忍不住一阵激动 腰迫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兰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语 第二十九集 近晚心脸色认真的道 这可是雨妖瞒着你封书偷出来的 昨日你封书还传阴满院呢 悟空接过小匣子 一双眼睛却是有着一丝浓浓的喜色 而后神色认真的看向尹锋 说道 爹 你为我寻找几种材料 尹锋脸色疑惑 问道 哦 什么材料啊 玄音果 金魂草 玄音破魂精 还有一枚木属性地阶妖兽的妖盒 悟空神色淡定地将四种材料说了出来 尹锋夫妇听着悟空如此轻松地说出的四种材料 神色早已变得震惊不已 尹锋更是苦笑连连 笑骂道 你小子呀 你说的这四种材料 每一种都是极其罕见昂贵的东西 金魂草在黑市上至少要几十万白银才能购买一个 玄音果是一种高品级的修炼果实 百年才会成熟一次 极其难寻 而那玄音破魂精 就连我都没见过 至于抵截妖兽的妖盒 这玉天城更是无人能杀呀 静婉欣点了点头 看着悟空 柔声道 你要这些昂贵的材料做什么呀 悟空嘴唇如动 望着静婉欣 深深地道 我要为娘亲 续阳寿 速玄海 文言 今晚心惊呼一声 双手掩住小嘴 泪水顿时 黄涌而出 殷封面色震惊 沉声问道 悟空啊 此话当真 你当真能做到吗 悟空眼神肯定地点头 说道 老孙自有办法 只要材料齐全 万无一失 尹风惊喜交加 大手一把拍在悟空的肩膀上 语气激昂地说道 悟空 你说能为你娘亲 续阳寿 速玄海 我拼了这条命 也要为你找来这些材料 悟空握住尹风 放在自己肩膀上的大手 说道 我们父子 一同为我娘亲 搏命 今晚心泪眼婆娑地 看着这对父子 没好气地 在二人脑袋上 拍了一下 骂道 什么为娘搏命 娘只要你们 好好地活着 尹风忽然想到了什么 而后 面色严肃地 向悟空说道 金魂草 只要花费足够的银两 就可以在黑市购买 木属星的缔结妖兽虽难 但也不是没有办法 玄音国也可以四处打探消息 但唯有那玄音破魂京 唯有一个获取的渠道啊 看着尹风那沉重的脸色 悟空直觉 这个渠道必定不易 他忍着激动的心情问道 什么渠道啊 帝国选举 尹风沉声说道 看着悟空眉头紧皱 尹风又一次说道 帝国选举大比喻 在秦陵帝国皇室举办 获得第一名的修炼者 也是一枚玄音破魂京 尹风说完 今晚心便沉默了 虽说悟空如今已经有了斩杀欲破镜三星的实力 但是那帝国选举卧护藏龙 玉天城只不过是秦陵帝国隶属下的一座小城 随便一座稍大的城池都会有数之不尽的精彩绝艳之辈 他们的底蕴和实力 根本不是玉天城这些小甲族可比的 悟空 娘们苟活两年已是满足了 你尽力而为便可 今晚心轻柔的手掌放在悟空的脸上 柔声说道 阴风眉头紧皱 眼中有着一丝悲痛之色 淡然道 五年前 我曾目睹帝国选举大比 那前五十最弱的一人 都是欲破镜巅峰 据说今年更是有着许多精彩绝艳之辈 展露了头角啊 悟空眼中有着浓浓的亢奋战意 他双眼微眯 露出一抹笑意 看着自己的爹娘笑道 帝国选举大比的第一名 老孙要定了 并且 老孙向你们保证 帝国选举的名额 他贺家妄想染指半个 于天成名额争夺之时 便是他们贺家灭门之日 悟空紧紧握着手中的腰迫 一双灵力的双目 闪烁着滔天的杀意 就连尹风和静婉心 都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一日 贺家议事听 贺光耀阴厉的双目中 有着焦急的神色 他望着底下贵服的几个家族子弟 沉声道 还没有三组长的消息吗 为了消耗尹家的实力 贺光耀让自己的三弟隐蔽在尹家附近 但凡有尹家后辈的身影 就立即斩杀 可是 从昨天开始 三弟就没有再跟他传音 让他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 不必找了 就在此时 一个白发苍苍的灰袍老者走了进来 他干枯的脸上 带着一抹凄冷 父亲大人 您说什么 贺光耀急忙迎了过去 一脸疑惑地问道 灰袍老者 正是贺家的太上长老 贺玄乌 贺玄乌凄冷的双目之中 闪过一丝狠辣 冷声道 王宗的灵魂玉佩已经碎了 相比是阴风和尹家的两个长老 动手了吧 贺光耀脸色一寒 立声道 父亲大人 如今尹家士气低下 今晚心修为备废 消耗精元也活不了多久 尹家大长老也重伤未愈 我们杀入尹家 将他尹家连根拔起 为我三弟报仇血恨 贺玄乌摇了摇头 眼中却是掀起一抹奸诈 淡然道 不可 尹家和尹家交好 若尹家也参一脚劲来 对我贺家就会大大的不利 而且那尹家的小子已经回到了尹家 哼 就让他们再活几日吧 一个女娃而已 等尹家灭门强了便是 于天成名额争夺战之时 在那狩猎大赛中 你安排人将尹家的后背尽数斩杀 闻言 贺光耀嘴角微微地掀起 眼中闪过一丝残忍的笑意 此时的尹家 所有下人都忙碌了起来 大红灯笼高高挂起 鲜红绸缎挂满了每个庭院的角角落落 就连近晚心都拖着虚弱的身体 指挥着下人精心布置 而悟空此时正盘膝坐在床榻之上 手中拿着一枚泛着微弱筋芒的腰迫 腰迫形似能量体 黄暴的力气不断从中弥漫出来 看样子似乎还想要挣脱悟空的手掌 这是一枚高阶妖兽大力魔源的腰迫 大力魔源是一种高智慧的妖兽 悟空眼中有着激动的神色 也唯有高智慧的妖兽才能孕育出腰迫 外公力量修炼者也许可以依靠腰盒来强化肉身 但想要腰迫进化 除了天才地宝之外 也唯有吞噬腰迫了 腰迫属于能量体 悟空将其放入嘴边之后 只觉得一股犀利自然而然地从口中发出 而那腰迫一瞬间便化作一道流光 钻入了悟空的口中 咚着 悟空的一时一沉 眼前的画面便不复存在 转而呈现的是一条条金色的脉络 还有那巨大的骨骼 这是老孙的体内啊 悟空心中呢喃着 一条条粗壮的金色脉络在眼前呼啸而过 转瞬间悟空的眼前便是金光乍现 此时的他已经进入了一片辽阔的金色世界 这金色世界 天地一色 遥遥望去 只见那远处耸立着一座巍蛾山川 山川之上 一枚椭圆形的金色光照 凌空悬浮 悟空定睛一看 险些叫出声来 只见得那金色光照之中 有着一只巴掌大小的石圆 石圆全身全缩 小小的脑袋埋在双手之中 安静地沉睡着 这是 老孙的元神 悟空忍着心中的激动 张口说道 当年他将毕生神力 灌入金箍棒之中 原本以为元神早已被毁 想不到 他竟然自我保护了起来 没想到 老孙的元神 已经回归到了出生期 悟空自嘲地笑了笑 当年他是何其的意气风发 如今竟被逼得转世投胎 此时的元神只有巴掌大 而曾经悟空的元神 比那巍峨的山川还要高大 弹一弹手指都能崩碎一座山峰 嗖的一声啊 忽然一道金芒从天而降 悟空斜眼看去 那刚刚吞噬的妖魄 发出一声尖锐之声 飞向了那巴掌大小的石原 悟空目光一年 哼道 这妖魄是要吞噬老孙的元神吗 真是不自量力啊 一声轻响了 妖魄如炮弹一般地打在金色光照之上 但那光照却是纹丝不动 妖魄附在光照之上不断寻找突破口 突然金色光照发出一丝细微的颤动 一阵嗡嗡声在整个金色世界震动起来 而那安静沉睡的石原 也在此刻缓缓睁开了眼睛 石原双眼睁开的一瞬间 一道万丈金芒带着一抹火焰之色 从金色光照之中射向天际 那本玉吞噬悟空元神的妖魄 发出一阵阵尖锐的叫声 整个形体瑟瑟发抖 似是感受到了让他极其恐惧的东西 只见得石原伸出那双干瘪的小小手掌 一把抓起那瑟瑟发抖的腰迫 而后贪婪地将其吸入了口中 腰迫入腹 小小石原拍了拍有些骨胀的肚皮 打了个哈欠再一次蜷缩起来 重新进入了沉睡之中 悟空顿时明白了 原来他的元神一直都没有消失 而是失去了所有力量 只是急需庞大的能量补充 而元神正是悟空神力的源泉 元神不灭 神力便会恢复 只要不断搜寻天地间的天才地宝 悟空相信 他恢复巅峰 也指日可待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蓝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语 第三世纪 不知老孙的元神之力 在这个大陆算得上什么天赋啊 怀着一抹激动的神色 悟空的双眼牢牢盯着那金色光照 答案很快便会知晓 神移大陆悬海一旦开辟 体内的幻魄 便会赋予修炼者本命天赋 以及战斗天赋 本命天赋 以力之天赋 体之天赋 素质天赋 以及许多元素天赋为主 力之天赋 以力量健长 体之天赋 以肉身强横健长 素质天赋 以速度敏捷健长 而元素天赋 则是可以操控天地元素 为己所用 像风雨瑶的本命天赋 就是风元素 尹婷婷是火元素 而灵子云 却是冰元素 也许幻破镜之前 元素天赋的修炼者 还没有多少优势 一旦进入欲破镜 元素天赋的力量 将会渐渐崭露头角 呛的 忽然一声清亮的声音 在悟空的心神之中响起 而后四眼的光辉炸现 那沉睡的石原身上 冒出一片三色流光 红 黄 青 三色流光 犹如三条小蛇一般 缠绕在那金色的光照之上 而石原那小小的身体 似是长大了几厘米 望着那三条颜色不同的小蛇 悟空眼中 终于是变得兴奋起来 红色的力之天赋 黄色的体之天赋 青色的素质天赋 竟然是三天赋共存 若是有人知道 悟空三天赋共存的话 无疑会震惊地难以相信 多种天赋共存的修炼者 不是没有 而是极其之少 亿万人难寻其一 但凡能够拥有 两种天赋共存的修炼者 依然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他日成就不可限量 而三种天赋共存的修炼者 至今无人见过 可以这么解释 力之天赋 给了修炼者强大的力量 却限制了他的肉身强横程度 和敏捷程度 同样的体之天赋 虽然肉身强横 但也缺少了力量和速度 素质天赋 轰有灵活的速度 在力量和肉身强横程度上 更是大打折扣 而三者共存 他的力量 肉身和速度 无疑都是最巅峰的 这样的结果便是 同境界下 无人可敌 甚至可以 与超出本体一个境界的人战斗 嗡嗡的声音响起 这时 金色世界又是一片剧烈的震动 紧跟着 从那金色光照之中 飞出两道金色流光 瞬息之间 钻入了悟空的灵石之中 力杀七十二变 魔元变 引龙术 悟空嘴角威胁 满意地笑了起来 本命天赋 为地杀七十二变 而此时 却是处在第一变 每一变都是 实力提升的象征 每九变 则是一个境界的提升 每提升一个境界 它地杀七十二变 便会解开一些大神通 若七十二变成形 上天入地 吞云土物 亦不是不可 那时 恢复本尊 也不是难事 但是 也唯有悟空本人 才会知道 地杀七十二变的境界 提升极其艰难 在这灵气匮乏的 下界大陆 想要让地杀七十二变 快速提升的话 唯有蕴含 浓郁灵气的天才地宝 而玄英果 则正是因中 饱含浓郁灵气的 修炼果实 但玄英果 百年才会成熟一次 生长期内 修炼者很难找到 它的生长之地 想起这些时日 三番五次的命悬一线 悟空就感到憋屈 金婉兴更是为了 他险些丢掉性命 如今 只剩两年不到的寿命 他必须尽快将地杀七十二变 提升到第一层境界 只要能够将地杀七十二变 提升到第一层境界 就算是这片大陆上 最顶尖的存在 也没有主宰 他性命的资格了 战斗天赋 魔元变 魔元变一旦释放 会赋予悟空一万斤的臂力 而且速度和肉身强横程度 也会增加一倍 再加上悟空如今 三级外攻力量 他单是臂力 就已经有了两万斤 而且 魔元变还是处于第一形态 不知第二形态和领域能力 会让魔元变有何变化呀 音 随着悟空单手打出一个简单的手音 一声轻亮的龙吟之声 响彻整个金色世界 紧跟着一条腕口粗细 身长十米的金色五爪巨龙横空出现 轰得一声俱响 五爪巨龙蜿蜒的龙身 撞击在那巍峨的山川之上 狂暴的能量波动 让整个金色世界都有了微微的震动 战斗天赋 隐龙术 这是悟空的第二战斗天赋 想不到他的地煞七十二变 赋予了他两个战斗天赋 说起这隐龙术 悟空难免尴尬 想当年他是从南海观音身边的龙女手中所到 为此还被龙女追杀了数日 若不是看那龙女貌美 而悟空又理亏 他早便教训那龙女一顿了 当年的悟空 将这隐龙术修炼至大圆满境界 手印一截 万龙腾空 毁天灭地 普天之下 没有一和之将 忽然 悟空眼前一黑 一股拉扯之力 将他的意识 带回了现实世界 悟空的双目缓缓睁开 一抹金芒在悟空的眼中一闪而过 他感受着体内蓬勃的力量不由咧嘴削了起来 现在的他就算赤手空拳也能斩杀那赫光宗 诸破镜 老孙终于进入诸破镜了 悟空双拳紧握 一层淡淡的三色流光弥漫周身 此时的他 已经可以和普通修炼者一样修炼旋力了 平复一下心中的激动 悟空缓缓闭上眼睛 眼下最重要的是 寻找金箍棒残断的下落 而地煞七十二变刚刚解开的大神通万里追踪术 则是悟空最大的仪仗 只要找到了金箍棒的一段残断 他才会更有把握在帝国选举大笔中争夺第一 只见得悟空双手结印 口中念念有词 一阵沉闷的嗡嗡声在悟空的头顶响起 一抹金色流光一闪而过 冲破屋顶射向天际 而后在万米高空停留了片刻之后 便化作一道金光流星向东南方向射去 速度之快犹如光线 那金色流光相当于悟空的神石 巅峰状态下悟空的万里追踪术可探测天地 方圆百万里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悟空的眼睛 但眼下他神力微弱 这万里追踪术也不过只能直线探测八千里而已 而且是有目标的探测 而悟空的目标则是距离最近的金箍棒残断 流光眨眼间飞过七千多里 最终将悟空的神石留在了一座辽阔的城池上空 城池占地面积何止百里 坐落在城池中心部位的 是一座宏伟壮观的宫殿 而悟空的神石也在这一刻感应到了一股强烈的召唤 那股召唤力量有着浓浓的亲切和依赖 更似是孩子呼唤父母的声音 老朋友 原来你在这里啊 嗖的 悟空原本想仔细查看一番 但奈何他的旋力太过微弱 万里追踪术的持续时间已经到了 那金色流光嗖的一声 消失在了空气之中 悟空睁开眼睛 一丝疲惫之力涌上心神 就连他的脸上也布满了汗水 毕竟这万里追踪术是一个大神通 他注破镜一星的实力就强行运用 若不是有元神之力护住心神 悟空早已遭到反噬了 那座城池 那个宫殿 是秦岭帝国的皇室所在啊 悟空微眯着眼睛 呢喃道 而帝国选举的最终决赛 便是在秦岭帝国的皇室举办 所以无论是为母亲近晚心续阳寿 宿玄海还是寻找金箍棒的残断 帝国选举 悟空是去定了 注破镜一星 看看老孙的变化之术能维持多久 悟空低咕一声 嘴中却是念念有词 摇身一变 他的身影 瞬间消失在床榻之上 嗡嗡的声音响起啊 仔细观看便可发现 原本悟空所在的位置上空 有着一只米粒大小的飞虫 飞虫灵活地在房间里飞来飞去 孙悟空 孙悟空 就在此时 尹婷婷的声音从外面响起 悟空几万年不曾变化 正在体验当中 当然不想理会那个小丫头啊 于是充耳不闻地 继续在房间里飞舞 孙悟空 本姑娘叫你呢 我知道你在里面 再不答应本姑娘 就踢烂你的房门 一连换了好几遍啊 都听不到悟空的答应 尹婷婷火爆的脾气 顿时上来了 砰 一声巨响啊 那坚硬的木门 瞬间变成了一堆碎蟹 尹婷婷一袭黑色战甲 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 充斥着不耐的美目 扫过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却不见悟空的身影 你个混蛋 跑哪去了 尹婷婷绝美的小脸上 挂着淡淡的疑惑之色 尹婷婷和悟空的关系 一直都处于一种 剑拔弩张的微妙感觉 虽然悟空不止一次 救过尹婷婷的性命 但性格刚烈的尹婷婷 依然不能原谅悟空 当众羞辱她的举动 所以啊 一直以来都在想方设法地 报复一下悟空 尹婷婷小嘴微翘着 忽然撇到床榻之上 那略显凌乱的被褥 眼中闪过一丝狡黠之色 便是取出一个小巧的白玉瓶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兰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语 第三十一集 让你当众打本姑娘的屁股 痒死你 只见得呀 尹婷婷带着幸灾乐祸的鬼啸 将白玉瓶子打开 而后 小心翼翼地将里面的白色的粉末 撒向悟空的被褥之上 悟空拍打着透明的微小翅膀 落在尹婷婷耳边的一丝碎发上 一双眼睛 则是怪怪地注视着尹婷婷的一举一动 心道 这小丫头 还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这是一种名为 七麻树的树皮所制的药粉 皮肤若是沾染一丝 便会欺痒难忍 若不及时清洗的话 中招者很有可能抓烂自己的皮肤 就当尹婷婷洒满悟空的整个床塔之后 刚欲盖上还剩下半瓶药粉的白玉瓶子时 悟空深吸一口气 猛然在尹婷婷的耳边大吼了一声 干什么呢 尹婷婷吓得尖叫一声 原本就在偷偷摸摸做坏事 耳边忽然一声乍响 让尹婷婷惊得跳了起来 手中还为盖上的白玉瓶子瞬间就脱手而出 白色粉末从瓶口洒出 顺着她白皙脖梗下皮甲的缝隙 就进入了她的皮肤之中了 而悟空的变化之术也在这一刻失去了效果 赫然出现在了尹婷婷的身前 尹婷婷大惊失色呀 想不明白悟空怎么会凭空出现在眼前 不等她多想几个呼吸后 尹婷婷那张精美小脸渐渐变得难看起来 几乎要哭的样子呀 你害死我了 尹婷婷娇骂一声 整张脸蛋比哭还要难看 全身抖动 一双手胡乱地在自己的皮甲上乱抓 但是隔着厚厚的皮甲 那极度难耐的搔痒根本就无济于事 此时的尹婷婷胸口皮肤之上似是万千蚂蚁叮咬一般 难受的她跺着脚一通乱抓 却是一副欲罢不能的样子 需要帮忙吗 悟空幸灾乐祸地看着尹婷婷狼狈的举动 水 水 尹婷婷哪里还顾得上少女的羞耻之心 用力撕开身上的皮甲 露出那紧紧附在胸部的白色蟹衣 站在一侧的悟空 号称以侠地看着眼前曲线玲珑的身段 而后指了指房间一侧的屏风 此啦 尹婷婷咬牙狠狠地瞪了悟空一眼 猛地用力将上身的蟹衣撕开 露出光洁的背部 以悟空的视线 刚好撇到一抹硕大的半圆棉乳 奔跑间一阵剧烈地晃动 尹婷婷踢碎悟空房间的屏风 一个纵身就跳入了屏风后面的那口浴盆之中 背对着悟空 尹婷婷不断地将水洒在胸口 双手用力地摩擦 还好我昨天洗过澡之后 没有道调 悟空淡淡地说道 眼中却是有着浓浓的幸灾乐祸 真是自食其果呀 你个混蛋 你给本姑娘挡着 尹婷婷咬牙切齿地恨声道 身上极度难耐的骚痒 已经让她忘却了少女的羞耻之心 背对着悟空便狠狠地倾洗着身子 悟空 这时啊 静婷婷的声音忽然在庭院外响起 紧跟着她一脸惊讶地走了进来 看着地上残破的木门 她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问道 怎么回事啊 尹婷婷身上的骚痒已经减轻 忽然听到静婷心的声音整张脸都红了起来 但紧跟着她灵机一动 一抹狡黠在眼中一闪而过 欣怡 悟空刚欲解释的时候啊 就呼听尹婷婷无限委屈的声音传了过来 然后便是气不成声地哭了起来 静婷心这才看到房间里还有一个人 定睛一看啊 异样的神情瞬间布满整张脸 只见得尹婷婷半路相间地缩在浴盆之中 全身发抖地哭泣着 婷婷 你 不是你叫悟空试衣服的吗 你怎么 欣怡 你要为我做主啊 我好心好意的 看她去试衣服 她 她竟然欺负我 尹婷婷背着脸 尽量不让静婷心看到自己脚狭的脸色 呼腔中则是带着无限的委屈 悟空顿时睁大了双眼 一副腰压怯齿的样子 恨声道 好你个小丫头骗子 竟然倒打老孙一耙 魂言 静婉心瞪了悟空一眼 抬手就揪住了悟空的耳朵 将她拉到了外面 哎呀 你这个魂小子 还有两天你就要和雨妖成婚了 你怎么能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呢 你给我一娘一个解释 否则我就拧到你的耳朵 悟空大呼冤枉 只觉得耳朵上传来火辣辣的疼痛 你啊你啊 你听我解释啊 根本不是她说的那样啊 还能是哪样啊 静婉心松开悟空的耳朵 神情小心地向悟空的房间看了一眼 而后压低声音在悟空的耳边说道 你这个小子 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来 你可不能负了雨妖啊 悟空真是有口难辩啊 刚欲解释便看到静婉心脸上闪过一丝诡异的笑容 她白了悟空一眼 轻声道 哎 就算你喜欢婷婷 也要先等雨妖过了门再说呀 其实啊 娘也一直挺喜欢婷婷这个小丫头的 虽说脾气是坏了点 但心底不错 你失踪这几天 她每天都担心得要命 几乎不着家地去外面打听你的下落呢 悟空心中怀疑啊 这丫头一副要她命的样子 怎么会担心她呢 本想将实情告诉静婉心 却忽悠听到尹婷婷震天的哭声啊 哎 心仪 你要替我做主啊 替我好好的教训孙悟空 今晚心急忙地走了进去 边走边安慰 好了啊 婷婷 心仪一定替你教训悟空 啊 不哭了啊 嗯 悟空满脸黑线了 两日时间眨眼边过 这一晚 尹峰和静婉心彻夜难眠 只见得尹峰将一枚精致的挂坠拿在手中 挂坠上的丝线泛着金色的流光 而那枚挂坠更是奇特 像极了一枚缩小版的巨剑 仅仅只有拇指大小 剑身不知是用何种材质所造 四金四玉 流光四衣 表面晶莹剔透 内有红光萦绕 剑峰处刻着轩缘二字 看着尹峰犹豫不决的样子 今晚心眼中也是有着雾气弥漫 潜染泪下 凉酒后 他抚摸尹峰的手掌 说道 明日便是悟空的大婚之事 我们还是等几天再告诉他吧 尹峰深吸一口气 眼中有着浓浓的挣扎之色 欲起凄凉的刀 若悟空知道我们不是他的亲生爹娘 不知会有何种反应啊 我真是有些害怕呀 今晚心意有同感地点了点头 眼泪也是流了下来 这也是我一直担心的 这些年 始终不敢告诉他真相 今晚心将身体靠入尹峰的怀中 抬头望向屋顶 凄苦地叹道 不知道 我们的女儿长成什么样 希望他们当年逢凶化吉 将我们的女儿养大成神了 而浑然不知 自己有着离奇绅士的悟空 正坐在床榻之上 在他的面前 悬浮着一个旋力所画的阵图 阵图采用五行八卦之构造 一口直径二十公分的能量八卦 那丹炉静静地立于八卦图之上 丹炉之中燃烧着炙热的淡青色丹火 而一株株草药被悟空投入丹火之中 顷刻间便化为粉末 一刻钟后 悟空脸色已经有些苍白 如今驻破镜一星的实力 并不能让他运用自如地炼制丹药 待到那丹炉中的粉末完全融合之后 悟空这才取出一枚妖盒 赫然是一枚风属性的高节妖盒 是悟空前几日在蛟龙山脉所列取的 高节妖盒融入丹炉之中 那狂暴的力气瞬间被那药材的粉末中和了大半 原本剧烈窜洞的丹火也在缓缓地变得柔和起来 若要说炼丹之术之罪 这普天之下唯有那天神界九天云霄上的太上老君 而悟空当年闯入太上老君的府邸 不仅偷吃了他无数仙丹 更是将他明刻的炼丹御检也偷了去 可以说悟空的炼丹之术是得到了太上老君的真传 但悟空并不善于钻研炼丹之术 也就学了一成而已 但即便是这一成的炼丹之术 悟空也敢说 除了太上老君 他的炼丹之术不会弱于任何一人 嗡的一声 又是半个时辰的时间过去了 那丹炉忽然发出一阵嗡嗡声 但青涩的丹火也在这一刻渐渐熄灭 一枚浑圆的青涩丹药 静静地悬浮在丹炉之中 浓郁的丹药香味弥漫了整个房间 解 随着悟空手印一收 那丹炉瞬间散去 泛着流光的青色丹药落入了悟空的手中 感受着丹药上柔和的风之力 悟空这才满意地笑了笑 这是一枚悟空随意搭配的丹药 名为风灵丹 若是身具菩萨圣体的风雨遥服用的话 保管它一日之内步入幻破境巅峰 这也算是为了报答风雨遥的救母之恩吧 神怡大陆并不是没有炼丹师 只是数量极其缺少 但凡炼丹师都是被各大势力供养了起来 因为并不是谁都可以成为炼丹师的 炼丹师对旋力没有多大的要求 但是灵魂之力必须超乎常人 悟空灵魂力量经历了数万年 虽然有所残缺 但也不是一般的修炼者可以比拟的 他随手炼出的这枚丹药 只不过是一枚一星丹药 但想当年他偷吃太上老君的那些丹药 若按等级算的话 应该是太玄圣丹 超出了一星丹药何止十个等级 而悟空让隐风寻找为静晚心 续阳寿素玄海的材料 则是为了炼制一枚三星丹药 但是以悟空如今的旋力 亦是炼不出来的 所以他必须尽快提升旋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兰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雨 第三十二集 风家距离尹家有一日的路程 所以早在一天前 尹家就让迎亲队伍接上了风雨摇 将他安置在了距离尹家三十里外的青岩镇落脚 因为风俗的原因 风家不能让嫡亲同住 所以只安排了风家的二长老和三长老两个欲破镜后期的人前往护送 尹家主听之上 尹风夫妇安坐高堂 二人脸上难掩激动之色 儿子就要成婚了 而作为新郎官的悟空 此时却是一身大红衣裳 一副很不自在的模样 站在尹家的大门口 听着远处欲见逼近的锣鼓声 悟空不仅感叹 阿里陪了他千年 却没能给他一个名分 如今他却要在这下等未面成婚 终于 随着一阵热闹的锣鼓声 长长的迎亲队伍终是停留在了尹家大门口 那八人齐抬的红色大叫 稳稳地落在了悟空的面前 落叫 新郎迎接新娘 一身花不绸缎的肥胖媒婆高声喊道 悟空脸色愁愁不定 心中一片打鼓 这成亲他也是头一次啊 也不知怎么迎接新娘 作为曾经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 这结婚之日 悟空竟有些紧张得身体发抖 就在这时 悟空眼前人影一晃 一袭黑色皮甲的尹婷婷跑了过来 悟空神色怪异 看了他一眼 说道 你来做什么 还愣着做什么 还不把新娘子扛进家里 尹婷婷摆了悟空一眼 而后大力将悟空推到了红色大轿的跟前 悟空脸色尴尬呀 走到轿子门口掀起那红色帘子 入目却是一个头顶红盖头 身披大红衣裳的新娘子 他安静地坐在那里 显得楚楚动人 悟空一咬牙 弓起身 就将尹羽瑶给扛在了肩膀 转身就向尹家大门口走去 你做什么 你傻呀 尹羽瑶被悟空暴力地扛在肩上 惊呼一声 红盖头下的脸色一片苦笑啊 忍不住在悟空的脑袋上轻轻拍了一下 媒婆和周围的迎亲人群也都哄笑起来 一旁的小莲赶紧拉住悟空急声道 哎呀我的大姑爷 你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走路啊 哪有扛着新娘进家门的 你是强盗吗 悟空神情一正 看着周围哄笑的人群 只觉得老脸一阵活辣辣的 再看尹婷婷那小丫头捂着小嘴 笑得人羊马翻啊 悟空哪儿还不明白 被尹婷婷那丫头戏弄了 媒婆赶紧走过来 忍着脸上的笑说道 哎哟 我的新郎官啊 这新娘子是要背进去的 悟空这才狠狠地瞪了一眼 尹婷婷 而后将尹羽瑶放下 微微矮下身子 尹羽瑶红盖头下的脸色 一片苦笑啊 暗骂悟空 木头一个 而后才将自己的手掌 轻柔地放在悟空的肩膀上 上身微微趴在了悟空的后背 背着尹羽瑶 越过礼俗的一道道的程序 终究是将尹羽瑶 放在了尹羽夫妇的面前 按照神移大陆的风俗 新娘子去向未来的公公婆婆敬茶 收取见面礼 爹 喝茶 尹羽瑶接过一杯茶 跪在尹羽的面前 轰铃的声音从红盖头下发出 哈哈哈哈 好好 尹羽瑶连叫两声吼 接过茶杯 清敏一口 而后将一个白玉匣子递了过去 里面是一株猪红果 对其稳固旋力有着极大的用处 这也是尹羽瑶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东西了 娘 喝茶 尹羽瑶再次将一杯茶 恭敬地递到尹羽瑶的手中 尹羽瑶苍苍若的脸色满是高兴 只是那双眼睛 只是那双眼睛却是因为激动而有些微微湿润 好 好 今晚先喝过茶后 却是拿出一枚精致的紫玉手镯 近距离感受 能够察觉到那紫玉手镯上散发出来的柔和能量 这是一件可以静心养神的好东西 长期佩戴的话可以稳固心神 谢谢娘 随着风雨摇空灵的声音落下 一旁的小莲带着笑意就欲接过那紫玉手镯 尹家主尹夫人 老夫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就在此时 一个略显不和谐的声音确实在一旁响起 众人疑惑 却是发现那说话之人正是封家的三长老 一个头发灰白 眼神凌厉 嘴唇略薄的老者 小莲靠近悟空 眼中有些不悦的低声说道 这是我家三长老 一个挺刻薄的人 他曾经不止一次让我家家主 解除你和小姐的婚约 还想让我家小姐嫁给他那个自食甚高的孙子 族长每次都会拒绝他 所以啊 他心中咳嗽着不小的怨气 悟空沉着脸 心中却是暗骂了那老东西几声 尹峰夫妇对视一眼 尹峰礼貌地笑道 哈哈 三长老但说无妨 三长老瞟了一眼小莲手中的白玉匣子和紫玉手镯 眼中有着一丝轻视 有些嘲讽地说道 哼 这玉天成的人都知道 我凤家有一枚高阶妖兽的妖魄 其价值不可估量 而前几日却是被我家小姐私自柴人送到了尹家 我家小姐天之娇女 乃玉天成年轻一辈第一人 若是尹家仅仅只是用这两件平淡无用的东西 当作见面礼的话 未免显得寒酸啊 周围顿时一片吵杂的议论声 尹丰夫妇拿出的东西绝对不是平淡无用 而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但与那妖魄相比的话 的确是有些寒酸啊 只有尹家的几位长老心中知道 尹家恐怕是拿不出能够比拟一枚高阶妖魄的东西 就连封与尧红盖头下的脸色也有些不悦 怪不得这三长老主动请营 要前往护送迎亲队伍 原来是要在关键时刻嘲弄尹家 好让尹家下不了台啊 尹家二长老面色有些异样 他摇了摇头说道 三弟所言虽有道理 但尹家如今形势窘困 大长老伤重 尹夫人更是一身修为被废 我们封家当提亮尹家才是 三长老刻薄的眼神不为所动 而是继续说道 二哥说的是 我也只是说说而已 若尹家拿不出好东西 这两件寒酸之物也只能先委屈小姐了 说完 尹家三长老用一种轻蔑的眼神 看了看尹封夫妇 尹封神情有些微微难看 尽婉心苍白的脸色也是有些犹豫 尹与瑶不仅对他有救命之恩 而且还将家族的镇族之宝给了悟空 这两件见面里虽是家族最贵重的东西 但显然也无法和那腰迫相比 周围一片沉浸 不少对尹家有极度之心的人 在一旁暗自发酵 尹家之人看着组长和组长夫人面色受损 也是在一旁暗自咬牙切齿 尹婉心忽然站起身来 而后伸手去解脖梗上的紫色项链 婉心 尹峰看着自己妻子的动作 脸色顿是骇然 心有不忍地想出声阻止 却被尽婉心用眼神制止了 尽婉心解下那条紫色项链后 原本就苍白如纸的脸色更加白了几分 就连气息都弱了不少 这项链是紫禁玄脉所造 长期佩戴不仅可以延续寿命 而且还能在关键时刻 抵挡一次致命攻击 我便将这护身项链当作见面礼 送给我的儿媳 这项链是隐风花费了极其大的代价 为靳婉心所换来的 如今的靳婉心 体质弱得不如一个普通人 这项链的作用正是为了 瘟养她的身体 关键时刻还能救她一命 想不到啊 今日竟被逼的 当看到靳婉心手中的项链后 封家三长老和二长老脸色便是一惊 不难看出 这项链的昂贵程度 绝对比得上高阶妖兽的妖魄 封玉瑶红盖头下的脸色 却是微微触动 当靳婉心带着温柔的笑意 为她佩戴项链的时候 她却抬手 按住了靳婉心的手 金婉心神色一顿 转而笑道 玉瑶 这是娘送你的礼物 封玉瑶缓缓缓地摇了摇头 轻声道 玉瑶不接受 这 金婉心脸色为难地 看向自己的丈夫 就连悟空也是惊讶地 看了一眼封玉瑶 封家三长老急声劝道 玉瑶啊 这可是尹夫人的一片心意 对你也是有着大大的好处 你怎么能拒绝呀 封玉瑶发出一声微弱的轻哼 而后说道 当日玉瑶将腰迫送于尹家 是因为 我夫君是一个外公力量修炼者 他变强了 才能保护玉瑶 说大抵 玉瑶只不过是一己私欲 想让自己的夫君变得强大 何来对尹家恩惠 这护身项链太过贵重 玉瑶不要 封玉瑶的话 让一旁的悟空心中触动 自己从始至终都将这门婚事 当作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而这小丫头 先是在她离开封家之后 暗中派人护送她 后又瞒着封家 将这妖魄送到尹家 这一刻 悟空知道 封玉瑶的用心良苦 都是为了她 无论是救母之恩 还是馈赠妖魄之恩 悟空都有理由 好好地对待封玉瑶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暗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眼波 蜘蛛 幽兰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语 第三十三集 你 封家三长老心中可惜 而后再次劝道 不管怎样 这可是赢家给你的见面礼 若是你不接受 岂不是让尹家 整个家族脸上无光啊 封家三长老的话 无疑是告诉封玉瑶和尹家 这项链 就是尹家的脸面 对啊 尹瑶 你就收下吧 靳婉心再次劝道 封玉瑶 依然倔强地摇着头 她心里明白 这项链 对靳婉心是多么地重要 这时 悟空忽然走上前 他将靳婉心安抚在座位之上 而后 将那条护身项链 重新戴在靳婉心的脖梗之上 看着悟空的举动 封家的三长老等人 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 靳婉心脸上着急 急声道 悟空 你这是做什么呀 悟空向靳婉心眨了眨眼睛 说道 放心吧娘 老孙有东西 比得上你那护体项链 尹风夫妇面面相去 但出于对悟空的信任 也只能点头 看看自己的儿子 能拿出什么东西 能比得上自己的护体项链 阴少族长 你可不要抠出狂言啊 到时候若拿不出和那护体项链 同等的东西 在这拜堂之际 你尹家可就进退两难了 风家三长老有些可笑地看着悟空 原本是想要新婚之夜送给老孙的老婆的 既然风家觉得我尹家的见面里寒酸 那么这东西能抵得上那高洁妖魄吗 悟空站在风雨瑶的跟前 一双目光轻蔑地扫过风家三长老等人 此时啊 悟空手中赫然是一个精致的小盒子 盒子打开的瞬间 一股奇异的丹药香味 瞬间弥漫了整个大厅 那散发着浓郁之气的浑原丹药 泛着一抹晶莹的光泽 一瞬间 整个大厅上百双眼睛 全都呆滞在了那里 就连尹丰夫妇都是惊讶地瞪大了双目 不可思议地看着悟空手中的丹药 那是 丹药 一行丹药 我的天哪 就连风家的二长老和三长老 看着悟空手中的一行丹药 都是露出一副贪婪的目光 丹药这种东西 在神医大陆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平常的炼丹师 但凡能够炼制一些没有星级的散丹 都能让修炼者们强迫了头啊 传说中的一行丹药 更是让修炼者不惜性命地哄抢 但这样的天才地宝 确实被悟空随手拿出 风家二长老颤动着嘴唇 你难道 这 这一行丹药上有着浓郁的风之力 若是玉瑶服用的话 定可突破的幻破境巅峰之境 距离那玉破境 也只是一步之遥啊 风家三长老眼中的轻视 终于是荡然无存 有的只是无尽的震惊 他目光死死盯着悟空手中的丹药 艰难道 敢问银少族长 你这丹药是从何处所得呀 悟空淡默地盯了风家三长老一眼说道 一位故人所赠 敢问三长老 这枚丹药可抵得上那腰迫的价值啊 抵得 抵得 风家三长老面色尴尬地笑道 只觉得一张老脸无处安放 刚刚还耻笑悟空口出狂言 转瞬就一副贪婪的模样 悟空这才合上丹药匣子的盖子 而后放在了风雨瑶白皙的手掌之中 风雨瑶红盖头下的脸色早已震惊不已 饶使他心境如此沉稳 面对着可以让他突破到 幻破境巅峰的一星丹药 身体也是禁不住颤抖了一下 他心中暗自猜测呀 什么样的故人会赠予武空一星丹药 他身上的秘密真是太多了 尹丹药和静婉欣脸上的震惊之色缓缓消失 原本的窘迫也荡然无存 看着自己的儿子眼中满是惊喜 当两位新人准备拜堂之时 那风家二长老则是忽然抱拳说道 尹丰对风家的二长老还算尊敬 礼貌地问道 二长老请说 二长老看了看悟空和风雨瑶 而后才说道 殷少族长心相沉稳 明明有着二级巅峰的外公力量 却甘愿顶下那六年的废物之名 如此新兴 劳夫佩服 但我风家的羽瑶 天之娇女 前几日已步入幻破境 如今加入你尹家 而那迫在眉睫的帝国选举即将来临 你我都知道啊 玉天成家族的规矩 外姓女眷家属不得参与帝国选举 这实在是可惜了羽瑶的天赋 老夫恳求 说到此 风家二长老脸色却是有些为难 欲言又止的样子 悟空已经步入三级外公力量的事情 除了尹家之外 外人还不知道 二长老 您多虑了 静婉星忽然面带笑意地说道 而后一脸宠爱地看了看风雨瑶的身影 再次说道 雨瑶天之娇女 嫁给我家悟空 本就是对我们尹家的恩子 我尹家 有机会因为一些繁俗乳奸而阻挠了雨瑶的前途 尹风也点了点头 中气十足地说道 嗯 不久的雨天成名额争夺赛 一定有雨瑶的名额 两位长老放心便是 风家二长老眼中有着浓浓的钦佩之色 想不到尹家族长和主母竟是如此不拘小节的通情之人 就连刻薄的三长老都觉得一张脸火辣辣的 尹家如此豁达 他却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啊 风雨瑶握着丹药的白膝手掌也是紧了一下 当日悟空便答应让他参加御天成名额争夺 他还在担心未来的公公婆婆会不会因为族归而拒绝 如今公公婆婆的豁达让他心中的担忧终究是荡然无存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一套程序下去 悟空将风雨瑶送回自己的庭院之后 便火速赶到了宴席之中 悟空是个好酒之人 这下界的酒虽然比不上那九天云霄的穷瑶佳酿 但那火辣辣的感觉依旧让悟空流连忘返 夜晚来临 当悟空一身酒气地来到自己的庭院之后 却看到小莲恭敬地站在门口 看到悟空后 小莲这才笑盈盈地迎了上去 呀 姑爷酒足饭饱了 我们家小姐还在里面饿着肚子呢 悟空白了小莲一眼 挥了挥手 没好气得到 去 回去休息吧 小莲打趣说 洞房花竹夜 小莲就不打交你们了 你可要对我们家小姐温柔点 悟空翻了翻白眼 不再理会这个伶牙利齿的小丫头 而是推门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新房一片大红 贴满了大红喜字 在几根红色烛光之下 更显温馨 风雨瑶一身凤袍 头顶金钗 青世容颜被大红盖头遮住 她安坐在床榻之上 显得楚楚动人 悟空推门而入的那一刻 风雨瑶的身体便是一紧 闻着房间里忽然飘来的酒气 还有那迟迟不曾过来的悟空 风雨瑶红艳的嘴唇 轻轻拟起 心中暗自嘀咕 这人为何不来掀掉她的红盖头啊 而作为当事人的悟空 则是一脸悠然地啃着手中的水果 看着床榻上楚楚动人的新娘子 她眼神古怪 一直在揣测如何和风雨瑶相处 两久之后 充满温馨的心房之中 依然鸦雀无声 只有那冒着红光的几株红色蜡烛 发出丝丝灼烧之声 终于 红盖头下那张绝世容颜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有些忧怨的声音从红唇中发出 夫君是要雨瑶自行掀开这红盖头吗 闻言 悟空一脸窘迫 若说对风雨瑶没感觉 那是不可能的 风雨瑶柔情似水 又有一张轻视容颜 再加上这些日为他默默做下的事情 悟空不是无情之人 又怎能没有感觉啊 冥冥中 悟空从风雨瑶的身上 看到了一丝阿黎的身影 掀起红盖头 一刹那间 那张仿佛能让天地都黯然失色的绝世容颜 呼之而出 烈焰红唇 孵如宁枝 吹弹欲破的脸蛋 有着淡淡的红韵 刹那间的惊艳 让悟空的心神都恍惚了片刻 这满屋的燕红 都被风雨瑶的清晨之帽给比了下去 望着那有着一抹炙热之色 将她盯住的眼神 风雨瑶脸上涌现一抹羞涩 柔声道 夫君 还看不够吗 我们并不是第一次见面 悟空放下手中的红盖头 老脸却是一红 晃了晃有些醉意的脑袋 便是半躺在了柔软的床榻之上 应该怎么跟风雨瑶解释呢 她这菩提圣体 可是万万动不得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眼波 蜘蛛 幽蓝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雨 第三十四集 瞧着悟空的举动 风雨瑶面色羞红 轻抿着红唇 凉酒后 她才轻叹一声 然后起身 解开红色衣裳的钮扣 退去凤袍 亭亭玉立的郊区 静静地立于床边 见悟空闭目不动 风雨瑶眼中 却是闪过一丝失落 而后 背齿轻咬 将身上的白色青衫 也是脱去 只是 因为紧张的缘故 风雨瑶的一起一伏 晶莹的皮肤之上 似乎都涌上了一层红晕 悟空正闭目揣测 怎么和风雨瑶相处 却忽听到一阵脱衣绳 睁眼一看 眼前的一幕 险些让她惊爆眼球 悟空见状 急忙坐起身子 按住了风雨瑶的手 忍不住 用余光在风雨瑶 那高高隆起的部位 狠狠地弯了一眼 而后 才苦着脸说道 不要脱了 你再脱下去 老孙就真控制不住了 风雨瑶的双目 有着一丝疑惑 轻柔问道 夫君 这是何意 悟空挠了挠耳朵 说道 那什么 你 你这身体 老孙是碰不得的 悟空的话 让风雨瑶心中一颤啊 目光有些呆弱地轻声道 夫君 你可是身体的原因 闻言 悟空翻了翻白眼 没好气的都 老孙身体没毛病 想到哪儿去了 那是为何 风雨瑶眼中闪过一丝质疑 沉稳的心境 隐隐有着一丝怨怒 从第一次接触悟空 风雨瑶便已是感觉到了 他身上有着诸多的秘密 他抢了自己的钱袋 去帮助一些孩子 因为一具口舌打了他的哥哥 又因为一己私欲 而夜闯 风家藏宝阁 今日啊 更是众目睽睽之下 将一枚价值连城的一星丹药 送与自己 他身上有着一种 与生俱来的桀骜不驯 风雨瑶控制不住了 自己的内心 想要去了解他 就在他 那拿出那枚一星丹药后 风雨瑶觉得 自己已经对他用情 可是啊 唉 这洞房花竹叶 他却一而再地拒绝自己 饶使他沉稳的心境 也是感到了一丝羞愧和耻辱 看着风雨瑶不断变换的眼神 还有那一抹韵怒的神色 悟空知道 他肯定是误会了 于是悟空忙解释道 你身具菩提圣体 踏日必能超越真神之境 老孙若夺你原因之气 便会让你的修炼天赋 大打折扣 你可明白啊 风雨瑶也许不明白 这菩提圣体的特殊 但悟空几万年的阅历 怎能不止啊 菩提圣体和灵子云的冰心血童 同属远古圣体 修炼之道将会没有任何平静 只要给它足够的成长空间 踏日超越天神也不是不可能 可是一旦原因被夺 这圣体将会沦为供人修炼的炉顶 悟空虽然渴望实力 但对风雨瑶也是有情 不到万不得已 他断然不会亲手毁掉他的天赋 更何况 远古圣体都有怜悯苍生的菩萨之心 悟空一生杀戮无限 但也算得上一个一泊云天的英雄人物 风雨瑶苦涩地摇了摇头 望向悟空的眼神充满了嘲讽 他自嘲地笑道 你何故用这样的谎言欺骗于我 你请我过门 难道就是为了羞辱于我吗 悟空急得直脑耳朵 怎么还说不清了 孙悟空 我们 我们再喝一杯 就在这时 一个非常不合适的声音 从悟空的庭院传来 赫然是那尹婷婷 风雨瑶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了一丝 只觉得内心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扎了一下 悟空暗骂一声 丢下风雨瑶便跑了出去 此时的尹婷婷领着一个酒瓶 端坐在一片花草旁边 碎眼迷离地拨弄着面前的花草 尹婷婷喝了不少酒 今日是她洞房花烛夜 但想到这个家伙三番五次地戏弄于她 她便心中烦闷 不禁喝了不少酒 而且还迷迷糊糊想要在她洞房花烛夜之时捉弄她一番 你这丫头 抛这儿来做什么呀 悟空咬牙切齿地将尹婷婷拉起来 尹婷婷身体无力 半靠在悟空的身上 醉眼迷离地笑道 孙悟空 我们再喝一杯 喝什么喝 赶紧走 再不走我打你屁股 悟空将尹婷婷拉到门口 一副生气的样子 你打 你打 反正 反正 你也不是第一次打 尹婷婷喷着浓浓的酒气 有些苦涩地说道 悟空倍感奇怪啊 这女人怎么一股子怨气 不会是成心来搅和的吧 很有可能啊 毕竟自己跟她之间还有不小的恩怨 孙悟空 你 你今天 好帅 竟然 就随手 就拿出一枚 一心探药 送给自己的新娘子 哼 我也 我也想要 尹婷婷全身软弱无力 几乎整个身体都靠在了悟空的身上 悟空闻着尹婷婷身上的少女体香 以及那隔着皮甲都能感觉到的 真想狠狠地将尹婷婷揍一顿 但眼下只想让这丫头赶紧走 于是点头道 行行行 老孙回头给你炼制一颗啊 保你突破到患破镜 你说的 尹婷婷身体一个机灵 脸上的醉意似乎都清醒了几分 老孙说到做到 赶紧走吧 悟空真是又气又无奈 若是以前 悟空早就一棒子将他轰走了 不得不说 这一世的悟空 对女人有了不少的耐心 尹婷婷迷离的双眼 有着一丝脚侠 从悟空身上移开 笑道 那行 我等着 而后 尹婷婷便脚步轻松地跑了开去 哪里还有刚才的软弱无力啊 悟空一脸无语地看着尹婷婷的背影 暗骂一声 被这女人忽悠了 转身回到庭院 抬头一看 风雨摇重新穿上了那件大红凤袍 正站在门口将她盯着 那倾国的脸蛋之上 雾满羞愤之色 悟空按叫糟糕 而后硬着头皮 走进了房间 房门被风雨摇大力地关上 而后 她那双略显失望的双眼 看向悟空 淡然道 是因为他吗 雨摇难道 比不上他吗 悟空脸色终于是沉了下来 微怒道 莫要胡乱猜疑 他和老孙有些恩怨 今日是故意为止 还要老孙再说几次啊 老孙不碰你 只是因为不想废了你的菩提圣体 菩提圣体 你还要将这谎言 继续编下去吗 风雨摇眼中 依然是浓浓的自嘲之色 心中的委屈瞬间让他的泪水狂涌而出 悟空一时慌了神 坐在椅子上的屁股也按捺不住了 这女人怎么说哭就哭了 老孙句句属实 你修炼之道没有平静 只要有材料 老孙能让你在一月之内步入欲破镜 风雨摇屈指一谈 一个小匣子便飞向悟空 他满脸泪水地盯着悟空 说道 不必了 你若喜欢那女人 便将这大药送于她 我不想牵你任何东西 风雨摇怎会相信 悟空可以让他一月之内突破到欲破镜 看着这满口谎言的男人 他心中的委屈不言而喻 说完 风雨摇便坐到床边 抹起了眼泪 像她玉天成第一美女 被所有人称作风家的天之娇女 在这洞房之夜 却遭到夫君的背叛 饶使她十几年修心养心 也是无法接受这种羞辱 悟空真是一个头两个大呀 很明显 风雨摇是在吃醋 这误会太大了 她拿着风铃丹 走到风雨摇的跟前 重新递给她 语气有些软弱的道 这东西 孙老孙特意为你炼制的 莫要再使小心子 风雨摇轻哼一声 将脸别到一旁 泪水依然是止不住地滑落脸颊 忽然风雨摇想到了什么 看向悟空 带着哭腔说道 你说 这丹药 是你炼制的 悟空点头 说道 是老孙昨天晚上炼制的 你会炼丹 风雨摇抹着眼泪 心中有些不相信 炼丹师 何其神秘的职业 若悟空能够炼制一些低级的散丹 风雨摇还尚可相信 但 一星丹药 饶是很多几十岁的炼丹师 都是做不到 他悟空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怎能炼出一星丹药啊 有些事情 老孙不便告诉你 还有 你身具菩提圣体这件事 万不得告诉任何人 包括你的家人 悟空神色严肃地说道 风雨摇摇摇头 苦涩道 就是菩提圣体 你真以为 我会相信你吗 你说真的 我炼制丹药 我便攒且相信 这菩提圣体一说 真的 悟空眼中一喜 他实在是看不下 风雨摇哭个没完没了的 看到风雨摇抹眼泪 他便想起阿里 心中隐隐作痛 风雨摇满含泪水地点了点头 而后 屈指一谈 一个白玉匣子就飞向了悟空 赫然是那引风给风雨摇的见面礼 珠红果 看着手中的珠红果 悟空眼睛一转 一个丹药配方便已经在脑中形成 而后 他心念一动 手中再次出现几样东西 分别是两株红色药草和一个火属性的中阶腰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眼波 蜘蛛 幽蓝 耳边的酥酥 千寻轻语 第三十五集 这些材料可以炼制一枚火云丹 演讲算得上是一星丹药 刚好可以助引婷婷那丫头突破到患破井 悟空嘀咕了一声 闻言 风雨摇未干的双目顿时皱了起来 一股醋意顿时在心底萌生 伸手就去抢悟空手中的朱红果 你还我 悟空避开风雨摇 而后一脸疑惑地道 你不是让老孙炼制丹药吗 风雨摇红唇清明 气道 在这东方之夜 你口口声声都是另外一个女人 你将我这妻子置于何地 转而一想 风雨摇擦掉眼中的泪水 语气僵硬地哼道 好 你练吧 你若能练出 我便同意你将练好的丹药送给她 悟空心中嘀咕呀 这女人的醋意真大 而后 她将所有材料摊开 双手结印 口中念念有词 紧跟着周围的天地灵气聚拢了过来 风雨摇暗自摇头苦笑 她十几年修养身心 原本以为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触动她的心弦 却不想 今日 却被这个男人三番两次地气哭 看着悟空手中奇怪的动作 她眼中没有任何期待 全当作是一个笑话 正欲合一而睡 就在此时 一阵沉闷的声音在眼前响起 悟空结印的双手之上 缓缓刻画出一枚金色的能量阵图 阵图以五行八卦为构造 紧跟着 一口旋力所画的丹炉便是慢慢形成 丹炉成形之后 悟空屈指一弹 一团淡青色的丹火便窜入那丹炉之中 炙热的火焰让周围的温度骤然上升 而后悟空凝聚心神 朱红果被她随意丢了进去 在淡青色丹火的灼烧下 顷刻间化作一团粉末 扑扑的 丹火不断发出沉闷的声音 而此时 风雨摇那湿润的双目 早已震惊地无以复加 白皙的手掌捂住小嘴 生怕自己惊呼出声而打扰了悟空 这一刻呀 她再如何地质疑 也无法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显然是旋力所画的丹阵 但凡炼丹师 都有自己特制的炉顶 若要以丹阵炼丹 除非是那些将炼丹之术修炼至炉火纯青的炼丹师才能做到 可是啊 她才多大呀 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竟然可以以丹阵炼丹 风雨摇闭目沉思 越加地感到悟空身上的秘密太多太多了 一个时辰的时间 悟空的脸色渐渐苍白 一旁的风雨摇安静地坐在那里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悟空 她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因为炼丹师最忌讳的就是 炼丹的时候受到外界的干扰 片刻后啊 一枚赤红色的丹药在丹炉之中慢慢成形 浓郁的丹药香味也缓缓弥漫了整个心房 叔 丹阵溃散 朱红色的丹药落入了悟空的手中 他如是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这时一抹忧香扑入鼻中 悟空转头却看到风雨摇将一块碧绿手帕 递到了他的脸前 只是那张青橙的小脸依然紧绷着 悟空接过手帕 擦了擦脸上的汗水 而后笑道 这下可相信老孙了 风雨摇毕竟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 心性再怎么沉稳也是有自己的脾气的 他小脸微含着看向悟空 说道 你还有多少秘密 是我不知道的 悟空皱了皱眉头 面色认真地说道 老孙身上的确有不少秘密 但现在还不能是人 风雨摇心中委屈 转过身将脸别到一旁 有些赌气道 你我已经成婚 我如今是你的娘子 你对我还有隐瞒吗 悟空轻叹一声 眼中闪过一丝刻骨之恨 转而又是一抹凄凉的柔情 一闪而过 阿里在九天神雷之下灰飞烟灭的绝望眼神 再一次出现在悟空的眼前 悟空哥哥 好好活下去 替阿里好好活下去 若还有来世 阿里不想做悟空哥哥的妹妹 阿里要做悟空哥哥的妻子 再想起他这几万年来 在如来圣佛那玄天风魔锁炼中 每日都遭受着灵魂与血肉撕裂的折磨 那种折磨 犹如将十八层地狱的所有酷刑都遭受了一遍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悟空没有一刻不再承受这种折磨 报仇是悟空在世为人的唯一执念 可如今这一世 他却有了舍弃不下的牵挂 养育他十六年的父母 还有眼前这个柔情似水 却又很喜欢吃醋的风雨瑶 风雨瑶有一双和阿里七分相似的眼眸 从第一眼看到他 悟空便被他的容貌触动了一下 经过短暂的几次相处 不知不觉间 这个柔情少女已经让悟空有了想要深深将他呵护起来的冲动 不由间悟空眼前再一次闪过一抹血衣倩影 那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冰心雨润的灵子云 朦胖胖 朦胖悟空心中萌生一股执念 他想再一次看到他 两久后悟空才说道 有些事情你知道了未必是好事 若你相信老孙 老孙终有一天会将所有事情告诉你 风雨润沉默了 看着这个刚刚成为自己夫君的男人 他眼中不言而喻的哀嚇 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弦 还有那个不经意间闪过的刻骨恨意 他不知道他身上发生过什么 他才十六岁 但眼神中的沧桑 却让他感到这个男人 一定经历过很多不堪回首的痛苦 一瞬间 风雨润不再感到委屈 而是有些心疼这个男人 他白皙的手掌 有些声色地握住了悟空的手 感受到手上传来的嫩滑 还有那双似心疼似鼓励的双眸 悟空直直地看着风雨润 咧嘴笑了起来 望着那双炙热眼神 风雨润脸色微红 放松开悟空的手 沉道 你若是无事可做 那便替我护法 我要服用那颗风铃丹 悟空点了点头 语气严肃道 你身居菩提圣体 修炼直到没有平静 所以你尽可能地去炼化风铃丹 不必压制旋律 也不必担心突破后旋律的虚浮 悟空的意思只让风雨润不用担心境界突飞猛进后的虚浮 因为它是菩提圣体 境界上没有任何的平静 风雨润很干脆地点头 本能地对悟空有了一种毋庸置疑的信赖 红唇微章 风铃丹就被风雨润优雅地送到了口中 悟空一夜未眠 始终分出一丝心神去感应风雨润的情况 一旦要突破 最计就是心浮气躁 稍有不慎就会走火入魔 但经过一晚上的观察 风雨润的气息一直都很平稳 有条不紊地炼化着体内的风铃丹 旋律波动 欲见变强 悟空暗中点头 很满意风雨润心静地沉稳 当天色大亮 一缕阳光透过红色窗直 照射到地板之上时 风雨润的眼睛终于是睁了开来 不错啊 万破镜巅峰 距离欲破镜也仅仅需要一个契机而已 悟空的声音在一旁响起 他满意地看着风雨润 风雨润绝美的双目中 有着突破后的喜悦 青城的小脸闪过一抹红晕 望向悟空说道 谢谢 悟空摇了摇头 戏学道 你是我老婆 谢就不必了 以后少点醋意就行了 闻言 风雨润称怒地弯了一眼悟空 悟空尴尬一笑 以前总觉得风雨润心静沉稳 似乎是没有什么事情能够乱他心弦 但成婚之后才发现 这丫头是真能吃醋 姑爷 小姐 族站有急事 叫你们去仪式厅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小脸仓促的声音 尹家 仪式厅 黑色尽装的悟空 和一袭碧绿成群的风雨涯 并肩走了进来 却看到尹峰一脸阴郁地坐在主位置上 两侧还有三个长老 以及尹婷婷那丫头 爹 什么事啊 悟空心中揣测 直觉告诉他 恐怕不是什么好事情 风雨涯也向尹峰和各位长老一一行礼 只是看向尹婷婷的目光略有芥蒂 尹婷婷似乎也察觉到了风雨涯 那有些情绪的目光 而后抬头和她对视了一眼 只不过那双眉目中 却有着一丝淡淡的挑衅 悟空注意到二人针锋相对的眼神后 一张脸却是不自在起来 尹峰并未注意到二女间的针锋相对 而是看了看悟空和风雨涯 语气沉重地说 尹峰省主发来传音 想让我尹家让出一个名额给贺家 魂言 悟空眉头紧紧皱了起来 冷声道 凭什么 尹婷婷和风雨涯也是美目一正 尹峰叹气 咬牙道 历来 玉天城能够入选帝国选举大笔的只有三个名额 而以往玉天城四家势力 共有九人可以参与争夺这三个名额 城珠府一直都是三个 我花费了一些代价为尹家多争了一个人 但贺家却不瞒我尹家多出一个人 所以从中作梗 不禁大费周折地与苍蓝城的城主府勾结 企图让玉天城割舍一个名额给苍蓝城 苍蓝城 悟空眼中闪过一丝怒意 就连风雨摇和尹婷婷都面露忌惮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此书的话 记得订阅收听 帮蜘蛛分享出去哦 谢谢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兰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语 第三十六集 苍蓝城 距离玉天城千里之外 属于秦岭帝国的终极城池 底蕴不知比玉天城强了多少 苍蓝城城主更是有着地破镜的实力 多少年来 玉天城一直都被苍蓝城压迫 因为赫家从中坐岗 所以苍蓝城城主的三公子林涛 想让我隐家让出一个人给他 隐风眼中有着一丝恨意和一丝无奈 冷声说道 一旁的三长老尹刚泽发出一声无力的叹息 说道 若是苍蓝城城插足的话 我隐家也只能将名额拱手相赠 至少也能向林涛公子表达我隐家的友好之意 三长老的话让隐风的脸色沉了沉 但却没有说话 就连大长老和二长老也都沉默不语 眼中皆是有着一抹淡淡的惋惜 悟空双眼唯眯 眼中有着一抹冷力 淡淡地道 我隐家出三个人参加御天城名额争夺 已是不争的事实 他蓝藏城一句话就想让我隐家让给他一个名额 真是痴心妄想啊 悟空的话犹如一道惊雷般 在整个议事厅乍响 让隐风和三位长老都面面相去 三长老面露不悦 摇头看向悟空 沉声道 少族长啊 苍蓝城是终极城池 那林涛公子年仅二十五岁 已经是御破镜巅峰的强者 我隐家拿什么跟他们争了 二十五岁的御破镜巅峰 饶食悟空也有些吃惊 想不到那苍蓝城的三公子 是一个御破镜巅峰的强者 虽然他如今已经是三级外公力量 并且觉醒了天罡七十二变 但依然没有把握能够打败 御破镜巅峰的强者 不过 去城主府一趟 我要当面和城主商议 说完 尹风便阴郁着一张脸离开了 三位长老也相继离开 只留下悟空和两个针锋相对的女人 悟空拳头紧握 按道 无论如何 这名额也不能让给苍蓝城 贺家老狗 咱们的账还没有算清 你们却又算计我隐家 还真是贤命长了不成啊 隐婷婷瞥了悟空一眼 而后 起身刚欲向外行走 却被悟空闪身拦住了 悟空尽量避开风雨摇的目光 将一个药瓶塞到隐婷婷的手中 低声道 城主府你就别去了 先扶下这颗火云丹 可以助你突破到幻破镜 悟空是怕两个女人再给她惹麻烦 所以能将她们分开最好不过了 感受着药瓶上炙热的能量波动 隐婷婷精美的双目 露出一抹浓浓的激动之色 恨不得抱住悟空 狠狠地亲上一口 悟空隐晦的举动 被一旁的风雨摇看在眼里 虽然早就知道那颗火云丹 是为隐婷婷脸之 但瞧得自己的夫君 在自己的眼前 如此亲密地和另外一个女人 怯怯思语 一股醋意 顿时由心底萌生 风雨摇从悟空和隐婷婷身边走过 一声轻哼从红唇中发出 哟 你老婆吃醋了 昨天晚上没少吃苦头吧 隐婷婷望着风雨摇远走的背影 戏谑地看向悟空 悟空咬牙切齿恨声道 闭嘴 这颗丹药足以抵消咱们之间的恩怨 若还想老孙给你丹药 以后就收敛点 温言 隐婷婷戏谑的眼神中 闪过一抹忧怨 转而笑道 哼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 说完 隐婷婷便三步两跳地 离开了会议室 留下满脸黑线的悟空 隐家 距离御天城也不过半日的路程 隐峰 悟空和风雨摇 三人皆是一匹快马 下午时分 已经赶到了御天城 御天城占地面积十几里 以至隐家势力范围大了不少 城中街道和商铺旅店之类的 也奢华了不少 不时可以看到一对身披铠甲的成卫兵 在宽敞的街道上巡逻 城主府的院墙和门楼 皆是用白色的大礼石索期 两尊硕大的石狮子 分别助力于大门两侧 御天城城主早已安排好了迎接的人员 于是 隐峰带着悟空和风雨摇 跟着一对披甲卫兵 便是来到了城主府的接待大厅 接待大厅很宽敞 装潢奢华 厅内有着六根粗壮的石柱支撑起了三丈有余的屋顶 而大厅的顶头 一个相貌堂堂的中年人静静地坐在石椅之上 他身披金色绸袍 一双威严的双目低垂着 似乎在为什么事情发愁 中年人正是御天城城主 苍云龙 实力早已步入玉破镜巅峰 只差半步之遥便可进入地破镜 苍云龙的旁边则是站着一个身披白色皮甲的少女 少女也就二十岁出头的样子 亭亭玉立 尽显英姿萨爽 吹谈玉破的脸蛋 却是有着不若于尹婷婷的姿色 但与风雨瑶的倾城之帽相比 还是差了一丝 但这高挑纤细的体内 已是有了玉破镜五星的实力 她便是苍云龙的独女 苍月 尹风携儿子悟空 儿媳雨瑶 见过城主 尹风带着悟空在大厅站定 而后向苍云龙抱拳 苍云龙看向尹风的眼神有些歉意 叹气道 哎呀 尹兄啊 不必距离 快请坐 尹风沉着脸 坐在了一旁的椅子上 悟空和风雨瑶也跟着坐了过去 哼哼 雨瑶 这时 苍云龙旁边的苍月忽然嬉嬉一笑 跑到了风雨瑶的跟前 将她轻腻地拉了起来 似乎关系很不错的样子 风雨瑶面露微笑 柔声道 苍月姐 你这欲天成的天之娇女 怎么就真的嫁给这个家伙了 她不是不能修炼吗 她貌似已经是驻破镜一星了 苍月毫不避讳 一言一语都在为风雨瑶感到可惜 引得悟空暗自咬牙 看到苍月后 悟空便想起了蛟龙山脉那道雪衣倩影 灵子云曾托付悟空 将青灵草送到苍月手中 二人之间是何关系 你这什么表情啊 说你两句话你还不乐意了 小心我揍你啊 苍月目光一瞥 刚好对上悟空那双恨恨的眼神 似乎要跟她拼命一样 于是两手掐腰瞪着悟空威胁道 她从小和风雨瑶交好 但自从知道风雨瑶和尹家的一个废物订婚之后 心里就一直为自己的姐妹抱不平 所以呢 虽然没见过悟空 但悟空在苍月的心里显然没有好印象 而风雨瑶对苍月也是很了解 二人性格截然相反 一个柔情似水 一个则是娇瞒冲动 悟空不屑地砸了砸嘴 淡然道 乱嚼舌根的人 小心烂掉舌头 闻言 苍月美目一瞪 指着悟空咬牙道 你再说一遍 悟空一脸不屑地将脸别了过去 懒得跟一个女人计较 看着悟空如此无视他 苍月的小抱脾气顿时上来了 撩起绣管就欲冲向悟空 哎 苍月姐 风雨瑶急忙拉住苍月 很是无语地劝道 算了 他就这脾气 你莫要与他计较了 苍云龙看着被自己宠坏的女儿 也是暗自摇头 沉声道 哎呀 苍月呀 修得无礼 苍月狠狠地弯了一眼悟空 哼道 哼 实力这么弱 脾气倒挺大 而后啊 苍月便拉着风雨瑶 坐到了一旁的角落里 玉天城传言 悟空是一个无法修炼的废物 短短几日的时间 悟空不仅斩杀狼龙 而且还杀了赫家三组长 以及三个幻破镜巅峰 这些事情啊 也只有尹家知道 就连赫家也不知道 赫光宗是死在了悟空的手中 而身为玉天城城主的苍云龙 他连悟空是一个外公力量修炼者都不知道 初见悟空 也只是感应到了悟空体内 那微弱的筑破镜一星实力 不由得连苍云龙都在为风雨瑶感到惋惜啊 呀 你突破到幻破镜巅峰了 我记得一个月前 你还是筑破镜巅峰呢 你这小妮子怎么修炼的 真让人嫉妒 这时 角落里忽然传来苍月的一声惊呼 风雨瑶摇了摇头 目光平静地笑道 苍月姐不也突破到玉破镜五星了吗 是雨瑶要嫉妒你才是 苍月善善一笑 有些艳羡地说 姐是因为有贵人相助 而你这小妮子才十六岁而已 当你到了我一样的年龄 指不定将我甩开多远呢 苍云龙听到女儿的惊呼 这才去仔细观看风雨瑶 果然发现她已经是幻破镜巅峰的实力 一个十六岁的幻破镜巅峰 真不愧是玉天成的天之娇女啊 两久后 苍云龙才悠悠一叹 看向尹峰 歉意地说道 哎呀 颜兄啊 这名额 我看你还是让出一个吧 尹峰沉着脸 抬头说道 城主 不是我尹峰不是抬决 而是因为他贺家齐人太甚 三番五次想要置我而悟空为死地 我妻子晚心更是因为他贺家 以身修为被废 如今今生两年不到的寿命啊 今日 我若将这名额拱手相让 岂不刚好入了贺家的算计 这口气 我引风厌不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蓝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语 第三十七集 苍云龙已经听说了尹家如今的状况 他望着尹风因愤怒而颤抖的身体 身表遗憾地叹了一口气 而后才说道 哎呀 贺家的作风的确有为道义 但 苍蓝城的林桃公子为人高傲 而且实力恐怕不弱于你 若是他追究起来 对你尹家的局势会更加的不利啊 听到苍云龙的话后 尹风心中暗自犹豫 他尹家的确是得罪不起一个苍蓝城 但若要将名额拱手相让 也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不由的 尹风犹豫不决地沉默了 这时悟空缓缓站了起来 向苍云龙抱拳道 城主大人 既然他贺家与林桃交好 何不将自家的名额让出去 若要打我尹家参战的名额 我尹家只有三个字 做不到 苍云龙望着悟空那狂妄的口吻 眉头一皱 心中有些不满 同时也将目光看向了尹风 意思是 怎么能让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插嘴这件事啊 尹风明白苍云龙的意思 他看向悟空 原本犹豫的神情 渐渐变得坚定 而后说道 我尹家 做不到 这 苍云龙一脸为难 劝道 你们还是考虑一下吧 尽量不要得罪苍蓝城啊 悟空嘴角上扬 语气冰冷地说道 哼 城主大人 我尹家与贺家不共戴天 这名额不但不会让出去 并且 贺家之人 老孙见一个杀一个 一时间 悟空的身上迸发出一股凛然杀气 似乎这大厅之内的温度 都骤然下降了不少 苍龙云威严的双目顿时一凝 心惊 这小子好凌厉的杀气 不由间 原本看向悟空的轻蔑眼神 也渐渐淡了少许 哼 好大的口气啊 就在这时 城主大厅忽然走进两道人影 走在前面的是一个 二十五六岁的俊义青年 他一袭白衫 手中持有一把折衫 算得上是一个翩翩公子 目光扫尸 一脸傲慢神情 却是让人心有厌恶之感 而他的身后 则是一个五十岁的中年人 赫然正是那贺家的二组长 贺光祖 他卑躬屈膝地 跟在俊义青年的身后 犹如一个卑微的奴才 苍云龙见到来人 赶忙站了起来 神色恭敬地说道 林公子大家 有失远迎啊 尹丰同样起身 向林涛抱拳 但没有说话 只是望向贺光祖的眼神 充满了杀意 而悟空 他目光平视前方 依然静静地站在那里 林涛是苍兰城城主府的三公子 因为苍兰城参加帝国选举的名额 也是有限制的 而他的两个哥哥刚好都入选了 至于没有入选的他 心中原本有气 但就在前几日 玉天城的贺家找到了苍兰城 并告诉他 可以来玉天城争夺一个名额 林涛是玉破镜巅峰 在这低级城池玉天城中 别说是在这些年轻一辈中 争夺名额 就算是抢夺家主之位 都是轻而易举 林涛随意地坐在一张椅子上 身子斜铐 嘴角掀起一抹傲然 他目光微眯地看着悟空 淡淡地道 这里怎么会有一个 驻破镜衣星的废物啊 难道他是玉天城名额争夺战的一人吗 悟空眼神渐渐变地冷立起来 一股杀意在心底油然而生 尹锋看到悟空的神情后 急忙按住了他的肩膀 示意他不要冲动 那贺光祖站在林涛的身后 权当自己已经是一个奴才了 他看着悟空父子二人 眼中满是得意之色 林公子 这是尹家的少组长 实力虽然弱了些 但也是参加名额争夺的人选 苍云龙走上前 向林涛笑道 林涛眼中带着淡淡的面试 目光忽然一转 顿时一抹浓浓的惊艳之色 在他的眼中呈现 只见那角落里 两个犹如人间仙女般的女子 在窃窃私语 林涛回顾以往 他从未见过有如此清诚之女子 尤其是那个碧绿衣裙的少女 不如宁之 吹弹欲泼的脸蛋上 有着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完美五官 一瞥一笑间 仿佛都能让周围的空气都为他静止 二女仿佛感受到了林涛那让他们厌恶的眼神 不由的 二女纷纷皱起了眉头 这 这两位是 林涛吞了一口口水 原本蔑视苍生的面色瞬间荡然无存 转而是一种极度贪婪的惊艳之色 苍云龙急忙上前 分别指着二女说道 啊 这是小女苍月 这是尹家儿媳 风雨瑶 他们也是玉天成名额争夺战的人选 二女心中对林涛没有什么好感 只是向她点了点头 便重新做了回去 哦 当听到风雨瑶是尹家的儿媳后 林涛那双眼睛瞬间便冷了几分 一种极其极度之心顿时萌生 一旁的贺光族看到林涛的神情后 一抹狡诈在眼中一闪而过 他将脸附在林涛的耳边 轻声道 公子 这风雨瑶 是我玉天成第一美女 更是玉天成的天之娇女 修炼天赋极佳 可是却嫁给了尹家的一个废物 真是可惜了 这样的天之娇女 应该属于林公子才是 林涛眼中闪过一抹浓浓的极度 指着悟空 沉声道 指着小子吗 贺光族脸上带着浓浓的冷笑 说道 就是他 小子 你一个驻破镜一星的废物 也妄想参加玉天成的名额争夺 是你尹家无人 还是原本你尹家就都是诸如你这般的废物 告诉本公子 你有什么资格参与这名额争夺 林涛蔑视的双目盯着悟空 语气不温不火 但那股嫉妒和恨意却是发自内心 他要狠狠地羞辱这个废物 竟然有幸取得如此倾国倾城的女人 悟空双眼微眯 一股凛然杀意在心底悠然而起 他目光缓缓转向林涛 将他盯着 淡淡地道 老孙没资格吗 老孙是玉天成尹家的少组长 若老孙都没有资格 那么你一个外城的人 你又有什么脸面来争夺我玉天成的名额 你苍蓝城都是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吗 悟空的声音很淡 但在周围人的耳中却是犹如炸雷一般 悟空言中之意非常明显 无疑是对苍蓝城和林涛的一种鄙视 贺光族眼中的冷笑更加浓郁 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 苍云龙面露惊骇之色 万万没想到 这个十几岁的小家伙 竟是如此地狂妄大胆 就连坐在角落里的风雨瑶和苍月 都面露担忧地愣在了那里 这混蛋傻了吗 这么挑衅苍蓝城的人 不会还想跟林涛打一架吧 苍月面露惊讶地看向风雨瑶 风雨瑶眼中有着一丝担忧 语气无奈地道 若是她的话 真不一定 以风雨瑶对悟空的了解 没什么事情是她不敢做的 抢劫自己的老婆 打自己的大舅哥 潜入岳家的藏宝阁盗取妖魄 哪件事是常人能够做出来的 啊 那她死定了 助破镜一星 敢挑衅 欲破镜巅峰 这小子勇气可嘉 就是蠢了点 也好 她若是死了 你就可以脱离苦海了 苍月砸了砸嘴 口无遮拦地说道 风雨瑶摇头瞪了苍月一眼 显然有些责备她的玩笑话 你想死吗 林涛双眼微眯 欲破镜巅峰的气势 顿时向悟空压迫而去 你做不到 悟空淡淡地说道 感受着林涛身上的压迫 悟空嘴角微微掀起 一副凛然不惧的样子 与她对视着 苍云龙暗叫不好啊 刚欲劝解 却不想 尹峰忽然站到了悟空的面前 欲破镜巅峰的狂暴旋力 迸发而出 林涛充满杀意的眉头 紧紧皱了起来 同是欲破镜巅峰 显然尹峰比她要早几年步入 浑厚程度上有些弱于尹峰 但苍蓝城的底蕴可不是一个小小的御天城可比的 真打起来 她并不会落下风 一旁的贺光祖 心中早已乐开了花 成功激起了林涛对尹家的杀心 哎呦 隐兄啊 不可冲动啊 苍云龙走到尹峰跟前 沉声说道 尹峰身上气势慢慢减弱 他抬手在悟空肩膀上拍了拍 对他摇了摇头 很显然 不到万不得已 尹峰不想彻底得罪苍蓝城 不然就真的被贺家算计了 尹峰将旋力压下之后 林涛充满杀意的双目也渐渐平淡了一些 他很想当场杀了这个辱骂他的废物 但眼下有一个欲破镜巅峰的人护着 他没有绝对的把握 只能心中记下这笔账 看到林涛忽然收起身上的气势 贺光祖皱起了眉头 而后添油加醋地说道 小子 你一见废物 竟敢辱骂林涛公子 朕以为有你老子护着 你便可以目无尊长了吗 悟空冷眼看向贺光祖 耻笑道 目无尊长 你一条狗也有资格教训老孙啊 你 贺光祖本想重新激怒尹家 却不想这小子伶牙利嘴地将他给羞辱了 小子 你找死 你想杀我呀 你觉得你有这个能力吗 一条狗而已 悟空眼中的嘲讽之色更加浓郁 他就是要激怒这个老东西 静婉欣受伤也有这个老东西的份 从看到贺光祖的一瞬间 悟空就已经有了杀心 闻言 贺光祖先是一愣 转而狂笑了起来 小子 你真是狂妄得可以 你真敢与我动手吗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眼波 蜘蛛 幽蓝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雨 第三十八集 悟空耻笑一声 淡淡地道 杀你 老孙一人足矣 生鲤杀 小废物 我知道你不只是表面上 猪破井一星的实力 但是没有你老子 护着你 你真以为能在我手中活下去吗 贺光祖大笑一声 瞥了一眼隐风 而后说道 贺家三番五次暗杀孙悟空 但每次都被他侥幸逃脱 今日若能在林涛的庇护下将其扼杀 无疑是除掉了一个威胁 他要做的就是逼迫隐风不要插手 一股冰冷的寒意从悟空双目之中射向贺光祖 冷到极致的缓慢口吻 从口中发出 你说老孙是废物 生死一战 若你能在老孙手中活着离开 老孙便不再追究你贺家的恩怨 若你能杀了老孙 哼 我隐家也不会追究于你 来吧 牢狗 悟空 隐风面色担忧啊 怎会不明白悟空的意思 他想为静婉行报仇 虽说悟空杀死了欲破镜三星的贺光宗 但贺光祖可是名符其实的欲破镜八星 比之三星的贺光宗强了不止一倍 悟空给隐风一个放心的眼神 后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只能选择相信悟空 哼 既然如此 贺光祖 贺光祖眼中闪过一丝奸计得逞的神色 而后他向林涛抱拳恭敬道 林涛公子 你身为藏蓝城的贵客 这场决斗就由你来主持公道可好啊 林涛嘴角露出一抹冷意 怎会不明白贺光祖的意思呀 他淡淡地道 既然你们双方都没有意见 那我就当了这个公正人 比斗过程中 双方绝对不与旁人插手 否则 就是不给我苍蓝城面子 苍云龙摇头看向隐风 发现后者沉着脸 但却没有出言阻止的意思 不由的 他心中疑惑不已 驻破镜一行对战欲破镜八行 如此荒唐的事情 难道另有隐情不成啊 角落里 风雨摇那空灵的双眸 带着思思担忧之色 他清楚悟空如今是外公力量三级 但对战欲破镜八行 他真的有把握吗 但更不知为何 他总觉得他不会白白去送死 一旁的苍越早已震惊地面露亥然 抓住风雨摇的肩膀急声道 你还不拉住他 这不是找死吗 驻破镜一星和玉破镜八行生死决斗 他脑袋是不是被门夹了 风雨摇目光平静地摇了摇头 淡然道 我拦不住他 而且 他也不只是表面这么弱 嗯 苍越着急的脸色略显惊讶 一双美目却是看向了大厅当中的那个少年 隐隐中 总觉得这个桀骜不驯的少年 有着一股与生俱来的狂妄 和那无所畏惧的气势 悟空淡淡地看着贺光宗 抬手指向外面宽敞的院落 说道 贺家老狗 行吧 很显然 悟空是担心接下来的打斗 会破坏整个大厅的建筑 一声贺家老狗 让贺光族眼中的杀意瞬间炸现 沉声贺道 小子 何须去外面战斗啊 杀你 一招足矣 煞世间 贺光族全身旋力乍响 欲破镜八星的蓬勃旋力 瞬间弥漫整个大厅 他怒吓一声 蕴含着足以震碎山石的一拳 便向悟空的胸口携来 根本就没打算出去战斗 因为 在他那双狠辣的双眼之中 悟空已经是一个死人 哼 由不得你 悟空低沉的声音从口中迸发而出 在贺光族那灵力的一拳袭来之时 悟空双腿微微一措 拥有力 体 速 三种天赋的悟空 无论是速度和力量 都不是平常修炼者可以比你的 仅仅一瞬间 悟空便以一种极其诡异的身法 闪身到了贺光族的背后 而后一拳击中贺光族的后背 砰 凹的一声 贺光族只觉得背部被一股极其霸道的力量打中 震得他一阵头晕目眩 喉咙一甜 便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而他的身体也犹如一个炮弹一般 狼狈地飞出了大厅 重重地落在了宽阔的庭院的青石砖上 倒地的瞬间 贺光族只觉得一张老脸活辣辣的 竟然被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给一拳打飞了 他刚才还口口声声说 只需一招便能杀了对方 转眼便被打出了大厅 林涛望着那飞出去的贺光族 脸上的鬼笑渐渐变成了惊讶之色 原本血剑当场的场面非但没有出现 反而是那欲破镜八星的贺光族被打飞了 这个家伙竟是一个外公力量修炼者呀 小小年纪怕是已经有了三级了吧 林涛的脸色沉了下去 以他的阅历一眼看出悟空是一个外公力量修炼者 但很快他的脸色又变得阴狠起来 因为他不相信一个外公力量三级的少年 真的能够打败欲破镜八星的贺光族 隐风看着悟空展露的实力后 紧绷的心弦这才松了下去 而苍云龙则是惊骇地愣在了当场 转头看向隐风 胡笑道 隐兄啊 你藏的可真是够深的 想不到令狼是一个万中无一的外公力量修炼者 这霸道的力量恐怕已经是三级了吧 隐风笑了笑 说道 这小子当初将我也是瞒了好久啊 恭喜隐兄啊 只是以令狼三级外公力量 真能打败欲破镜八星吗 那贺光族的领域能力也是力量系的 而且同境界下贺光族没有敌手吧 苍云龙看着悟空缓缓走出大厅 而后说道 隐风也沉默了 他只能选择相信悟空 否则 就算是拼得得罪苍蓝城 他也不能让悟空死在贺光族的手中 角落里 苍越白皙的手掌捂住小嘴 两久后才看向风雨瑶 称怪道 好你个丫头 你男人隐藏得够深的 这股力量恐怕我都有些讨不到好 我早就说过 他的实力并不是表面上这么弱 风雨瑶目光平静地看着悟空的背影 只是那双空灵双目中 有着一丝难掩的担忧 他的力量虽然霸道 但是想要打败欲破镜八星 显然还不够 苍越拉着风雨瑶 尾随着悟空走了出去 边走边说道 悟空脸色平淡 唯有那一双灵力的双目之中 有着浓浓的杀意 他俯视贺光宗 淡淡地道 老狗 你可曾后悔当日没将老孙杀死在那妖兽丛林啊 魂言 贺光祖的双目便是一拧 忍不住心中惊讶 心道 原来他知道了 没错 当初悟空全身骨头被贺光祖震碎 更是将他丢入了这妖兽丛林 本想他会成为那些妖兽口中的食物 但幸运的是 悟空非但没有死 而且还觉醒了神魂 贺光祖擦掉嘴角的血迹 眼中的惊讶荡然无存 转而是一抹狠辣 还遥看着悟空哼道 哼 小子 前几日见你 你的外公力量还处在二级巅峰 想不到短短几日的时间 你不但突破三级 而且还引腰魄入体 你成长的速度真是让我赫家感到害怕呀 但是 猛然间 贺光祖双手快速结印 一股杀意从体内悠然而生 方圆百米内瞬间被他狂暴的旋力波动笼罩了 你的小明到此为止了 能比我释放领域力量磨杀你 你应该感到清醒了 战神之体 神之权 嗡嗡的 随着贺光祖的手印的结束 在他的身后猛然闪烁出一尊壮硕的巨人影像 也在这一刻 贺光祖身上的气势陡然上升了一倍有余 扑扑的 两声乍响在贺光祖的身上响起 只见得他的两条袖管炸裂开来 原本干瘦的一双手臂顷刻间鼓起一块块结实的肌肉 倾筋暴露 那一瞬间的力量仿佛可以震碎山岳 那是贺光祖的领域能力 他是励志天赋的修炼者 这战神之体一旦开启 力量足以毁灭眼前的一切 每一拳之力都不是寻常三级外公力量修炼者可以抵挡的呀 苍云龙眼中有些惊讶 贺光祖竟然被一个十几岁的少年逼成了这般模样 隐风的双拳紧紧握起冷冷地注视着贺光祖 只要悟空有危险他才不管会不会得罪苍蓝城 悟空淡淡地看着贺光祖 他的整个身体几乎膨胀了一倍 相隔二十米悟空都能赶到贺光祖身上的力量之强横 恐怕已经不弱于他呀 小子 我没时间和你后 受死吧 朕山传 忽然 贺光祖抱贺一声 身影如利剑一般冲向悟空 那清金暴露的双臂猛然张开 在距离悟空五米之外时 他双拳忽然向内碰撞 悟空眼睛一缩呀 猛然感觉到两侧一股狂暴飓风袭来 定睛一刻 竟是两个巨大的能量拳头 企图将他碾压 悟空冷哼一声 双臂分开 一双铁拳带着破空之声 分别打在那两侧的巨大拳头之上 砰 一声巨响啊 悟空脚下的青砖顿尸碎裂开来 只觉得两条手臂发麻 而那巨大拳头竟是纹丝不动地和悟空僵持了下来 贺光族咧开嘴 一股狠辣在眼中一闪而过 喝道 小子 受死吧 电影拳 呼的一声 悟空两手都在抵御两侧的巨大拳头 面对贺光族猛然袭来的一拳 他脸色一惊紧跟着 从贺光族打来的全面之上便是飞出数十个能量拳头 砰砰砰砰 一阵阵沉闷之声不绝于耳 悟空嘀吼一声 喉咙一舔便是倒飞了出去 砰 一阵闷响啊 悟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还未起身便是感觉到头顶传来一股危险的气息 环蒂砰 巨大的能量拳头从天而降 似要将悟空砸成肉饼 抢 一抹银光闪耀 灵云银枪赫然出现在悟空的手中 它将枪声横于头顶 去抵挡那突如其来的巨大拳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蓝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语 第39集 一声巨响 狂暴的能量波动 宽敞庭院的诸多建筑 都粉碎了不少 悟空脚下的石砖 更是化作了粉末 一个深一米 波及范围二十米的大坑 出现在了悟空的脚下 巨大的能量拳头 似是重如山岳 让悟空的双膝 都渐渐微弯了下来 贺光族冷笑一声啊 小子 我这战神之体 每一拳都有万斤之力 受死吧 随着贺光族最后一句话说完 他的双拳便又一次向悟空打去 煞时间啊 一个更加巨大的能量拳头直逼悟空的身体 巨大的能量拳头轰在了悟空的身上 那爆炸之后的尘土弥漫了整个庭院 就连远在大厅门口的苍月都感受到了那股能量拳头的巨大力量 虽说他已经是欲破进五星的实力 但面对这一拳他没有信心能够承受得住 风雨摇平静的眼神更是悸动不已啊 白皙的手掌紧紧握起指甲 似乎都要刺入血肉之中 悟空 尹峰脸色大嗨 就欲观看尘土中的悟空 刚刚迈出一步 眼前便出现一道身影 赫然是那林涛 哎 林家主 可不要坏了规矩 林涛面色不悦地看着尹峰 心中有着一抹快意 苍云龙也对尹峰摇了摇头 示意他不要乱来 哼 尹峰冷哼一声 便将目光看向那渐渐散去的尘土之中 赫光族面带鬼啸 刚才的一拳已经是他最强的攻击了 他敢肯定 那小子一定被自己打碎了全身的骨头 数息的时间后啊 尘土渐渐落下 尹峰和风雨摇紧张的目光 紧紧盯着那个方向 很快 当所有尘土消散之后 一道单薄的身影 渐渐映入了所有人的眼前 赫然是悟空本人 只不过 此时的悟空虽然还站在那里 但模样却是狼狈至极 一身黑色浸妆变成了破布条 露出那身结实的肌肉 他嘴角有着一丝血迹 却是微微掀起一抹诡异的笑容 你 你竟然还能站起来 赫光族脸色震惊了 指着悟空一副不相信的眼神 悟空擦了擦嘴角 吐出一口带着血丝的口水 而后 面色淡然地看向赫光族 淡淡地道 赫家老狗 这恐怕已经是你最强的攻击手段了吧 悟空刚才被打得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并不是悟空真的还不了手 而是他不了解赫光族的力量 同时也想试试这具肉身 到底能够承受多强的攻击 结果 让悟空很满意 至少这欲破镜八星的权力一击 还不能真正地伤到他 看到悟空没事 尹风和风雨摇这才松了一口气 苍月更是惊讶地将一根手指 放在了小口中咬了一下 难怪他一开始 就是一种目中无人的感觉 原来真有些实力啊 脸色最为难看的要属林涛了 原本以为那小子已经死无葬身之地 没成想 这个废物 赫光族竟然没有杀了他 赫光族冷哼一声 眼神毒辣地笑道 小子 你虽然让我很惊讶 但是 你还不了解欲破镜的灵域能力吧 在我的灵域里 我的旋力源源不断 刚才的一拳 你还能承受几次 悟空将灵云银枪拖在身后 枪尖在地面之上摩擦出片片火花 他脚步不缓不慢 淡淡地道 刚才 你将所有的杀招都招呼到了老孙的身上 而老孙 还没有出力呀 赫光族面色一紧 隐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悟空的声音很淡 但却彰显着一股无可匹敌的狂妄 隐隐说 金龙震山河 悟空猛然轻贺一声 双脚猛踏地面 将那坚硬的青石地面都震出一个大坑 而他的身体也在这股力量下凌空跃起 左手结印摇指赫光族 右手持枪 以披山猎石之势 砸向赫光族 一声清亮的龙吟之声 在整个宽敞的庭院响彻 三丈有余的金色舞爪金龙 从悟空的体内蜿蜒飞出 张牙舞爪的龙身似是要破碎山河 猙獰的龙手咆哮着撞向了赫光族 赫光族心头一紧 奋起全部力量 一拳轰向那呼啸而来的舞爪金龙 轰天拳 随着赫光族的一声爆赫 一枚比房子还要大的能量拳头凝聚而成 带着轰天的驱势将舞爪金龙包裹了起来 一声巨响了 隐龙树只不过是和那巨大的能量拳头 僵持了一个呼吸的时间 便已化作了漫天的能量碎片 而那巨大的能量拳头却只是虚晃了一下 隐龙树被轻而易举地轰碎 孰强孰弱一眼便知 赫光族面露冷笑 能量拳头趋势不减 猛地轰向上空的悟空 悟空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轻蔑 眼中的杀意猛然乍现 眼前他只是驻破镜一形 隐龙树是由旋力所凝聚 旋力越强 隐龙树就会越强 而赫光族一拳轰碎他的隐龙树 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摩原变 随着悟空的一声宝贺 他的身后猛然映现出一尊巨大的金色猿猴 也在此时 悟空身上的气势猛增 手臂力量涨到了两万斤 而那赫光族竭尽全力也不过才一万斤的力量 成枪和那巨大的能量拳头碰撞的瞬间 周围飞沙走时 方圆几十米的青石全都掀飞了出去 而那看似可以将天都轰破的拳头 却是仅仅持续了一息的时间 便是化作了能量碎片 能量拳头消失 赫光族的身影也完全暴露在了悟空的身下 看着那驱使不减的银色长枪 赫光族脸上终于有了一丝浓浓的忌惮 而后身影急速暴退 长枪砸在地面之上 一条长十几米的沟壑顺着枪尖向前蜿蜒裂开 首当其冲的赫光族被长枪的冲击波狠狠地击中胸口 一口鲜血便是喷了出来 他的身体也如断线的风筝般向后飞去 悟空落地的瞬间 灵力的双目就猛然一瞥 身影又一次弹射向赫光族暴退的方向 拥有三种本命天赋的他 力量和速度本就超乎常人 紧紧一瞬 狼狈倒退的赫光族便被悟空追上 在赫光族错愕的眼神下 悟空手中的灵云银枪带起一阵狂烈飓 狠狠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胸口上 隐风和风玉瑶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眼中皆是一片惊喜之色 而苍云龙和苍月妇女二人则是露出浓浓的震惊 隐风啊 这 令狼刚才可是释放了两种战斗天赋啊 苍云龙面色震惊地看向隐风 隐风同样是疑惑不解 摇头苦涩道 这小子什么事情都瞒着老子 应该是吧 隐风脸上虽是苦涩 但心中早已乐开了花 苍云龙不可思议地摇着头 第一眼看到悟空时 总觉得他一个驻破镜一星的微弱实力 却总是一副狂荡不羁的骄狂之气 原本以为是他为人骄纵 现在他才明白啊 这个十几岁的少年 有着让他震惊和重视的巨大潜力 苍月精美的脸蛋 渐渐变得忧虑起来 心道 如果没有林涛的话 这次欲天成名额争夺 很显然这个小混蛋一定是第一名 看来 我必须要用师尊交代我的那种方法来提升实力了 脸色最为难看的依然是林涛 他眼神毒辣 一脸怨恨地盯着贺光祖 暗骂他竟然连一个废物都打不过 同时他也在心中暗暗决定 一定不能让这个小子活下去 欲天成名额争夺战的时候 就是你的死期 贺光祖剧烈地咳嗽了两声 狼狈地从地面之中挣扎了起来 全身衣服破烂 气息凌乱 显然已是没有了战斗的能力 还一双怨毒的双眼死死地瞪着悟空 恨声道 想不到 我贺光祖竟然会败在一个小废物的手中 这个仇 我记下了 悟空斜斜一笑 饶有兴致地看着贺光祖 淡然说道 你似乎忘了一件事 贺光祖面色疑惑 咬牙道 你说什么 这是生死决斗 悟空咧嘴笑了 那一双细血的双目 渐渐被一股凛然沙意填满 贺光祖瞳孔一缩 感受到悟空身上冰冷的沙意之后 他大惊失色呀 这小子是真的要杀了他 不由间 一股死亡的味道填满贺光祖的心肩 林公子 救我 住手 林涛的双目一直都注视着悟空的一举一动 他欠贺家一个人情 断然不会让悟空杀了贺光祖 同时他也相信 悟空还没这个胆子得罪他苍蓝城 破址 营养银银银银腔一尺多长的枪头 顷刻间贯穿了贺光祖的心脏 带着腥红血迹的枪头 从贺光祖的后背冒出 贺光祖眼中有着错愕 不甘 还有那么一丝后悔 他后悔 当初没能杀了悟空 渐渐地 贺光祖的瞳孔完全涣散了下去 声息全无 悟空单手举起凌云银枪 将贺光祖高高举起 冰冷的声音在口中发出 哼 贺家 这只是一点利息而已 放肆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此书的话 记得订阅收听 帮蜘蛛分享转发出去哦 谢谢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孟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兰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语 第四十集 林涛怒了 在他开口制止的时候 悟空依然当着他的面杀了贺光祖 显然是羞辱了他的尊严 他抱贺一声 黄暴的旋力瞬间涌入手掌之中 而后身影爆射向悟空 悟空感受到身后那强横的权力波动后 眼中闪过一丝冷力 而后 手中的凌云银枪带着贺光祖的尸体便砸了过去 砰 夜声巨响啊 蕴含着林涛权力的一击 凶猛地印在了贺光祖的尸体之上 顿时血肉横飞 残肢断壁爆裂了一地 而悟空的身体也在林涛这一击下 身体一个不稳向后退了几步 就连他握住凌云银枪的手臂都有些隐隐发麻 不由的 他脸色阴沉地盯着林涛心道 不愧是欲破镜巅峰啊 仅仅凭借旋力就能将他震得双臂发麻 小子 你好狠的手段 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杀了贺光祖 林涛稳稳地落地 一双愤怒的双眼将悟空盯着 悟空眼中闪过一抹耻笑 淡然道 生死决斗 胜败唯有一死 你口口声声要做一个公正人 难道你苍蓝城的公正人便是如此出尔反尔 没能如了你的意 你便要厚颜无耻地追究老孙不成啊 找死 悟空一言一句 都在羞辱他苍蓝城的脸面 林涛心中的杀意已经填满了双眼 全身的旋力顿时呼吁而出 想杀老孙 怕你没这个本事 悟空手中的凌云银枪摇指林涛 一副凛然不惧的样子 他虽然没把握打败林涛 但林涛想要杀他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住手 这是 一道伟岸身影落在悟空的眼前 尹丰脸色阴郁地看着林涛 沉声道 林公子 悟空和贺光族乃是生死决斗 你身为公正人 却不满着结果想杀我儿 真当我尹家好欺负不成啊 林涛冷冷地看着尹丰 蔑视地说 哼 你一个小小的尹家 是要与我苍蓝城作对不成 尹丰眼中闪过一丝冷笑 哼 我尹家断然不想得罪苍蓝城 但你林公子今日之举 又真的能代表整个苍蓝城吗 尹丰眼下之意很明显 他林涛出尔反尔 如此小人之举 才会让苍蓝城自取其辱 二人针锋相对 身上的旋力彼此互相压制 这时苍云龙急忙走了过来 哎呀 英雄啊 不可呀 苍云龙沉着脸看向尹丰 而后才走到林涛跟前 劝道 哎呀 林公子息怒啊 悟空年纪尚小 脾性冲动 眼下玉田城名额争夺迫在眉睫 我们还是不要妄动干戈的好啊 林涛眼中的怒意变淡 狠狠地瞪着悟空说道 小小年纪 却如此心狠手辣 今日必须给本公子一个交代 像他 本来气焰嚣张地带着贺光祖 来城主府索要名额 却不想因为一个罪不起眼的少年 而让贺光祖尸骨无存 他毕竟欠了贺家的人情 就在刚才 贺家二组长死在了他的眼前 的确让他脸上无光 苍云龙叹了一口气 嗨了拍尹峰的肩膀 说道 哎呀 尹兄啊 你我交情一场 但眼下局势对你尹家并不利 万不可得罪苍兰城 你还是让出一个名额给林公子吧 这样也好给林公子一个交代 文言 尹峰低沉的双目变得有些气氛起来 他贺家欺人太甚 林涛又依仗苍兰城的势力咄咄逼人 今天的所为实在是对他尹家的一个打压 尹峰怎能咽下这口气啊 本欲拒绝苍云龙 这时悟空却走了上来 爹 既然他苍兰城想要我尹家的名额 那就给他便是 悟空瞥了一眼林涛 一双凌厉的双目有着一丝脚霞 悟空 你 尹峰有些讶异 当初反对让出名额的是悟空 现在拱手相让也是悟空 不由的 尹峰怀疑是不是悟空真的在忌惮林涛背后的苍兰城 悟空没有多言 而是目露斜光地冲着尹峰点了点头 说道 爹 听老孙的吧 看着悟空眼中的诡异 尹峰这才点了点头 冲着林涛说道 既然林公子如此寄予我尹家的名额 那我尹家就做个顺水人情 让给林公子 林涛眼中的愤怒渐渐消逝 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哼道 我还以为你尹家的骨气有多硬 既然如此 狠公子就笑纳了 而后林涛瞥了一眼满地的残肢断壁 眼中闪过一抹凛然杀意 盯着悟空冷声道 小子 你最好期待在明额争夺战的时候 不要遇到本公子 否则 你一定会后悔今日之举 悟空目光平静 淡淡地道 是吗 老孙的确很期待 只是 老孙期待的是如何领教林公子的高招 林涛的双目微微眯了起来 淡漠地盯着悟空 而悟空也似笑非笑地和他对视 看着二人针锋相对的样子 苍云龙急忙开口 打破了二人的僵局 呃 林公子 我会差人同志安置在城外的贺家之人 让他们收拾这贺光族的尸体 而林公子若不介意 就请在贵府歇息片刻呀 林涛将放在悟空脸上的目光收回 脸色淡漠地说道 不必了 本公子还要赶回苍蓝城准备一番 接下来的事情就有劳苍城主 说完 林涛便腐朽而去 只是一双贪婪的目光 却在风雨摇和苍月的身上停留了片刻 林涛的举动被苍云龙看在眼里 不由得他心中一紧 隐隐有种不安的感觉 看着林涛远去的身影 尹峰这才疑惑地看向悟空 问道 悟空啊 你的心性可不是这般软弱呀 苍云龙也有些异样地看向悟空 悟空嘴角掀起一抹冷衣 淡淡地说 确实啊 这玉天城名额争夺 也就是一个过场而已 唯有前三才能入选帝国选举大笔 婷婷天赋不错 但却没有能力入选前三 去或不去都不重要 而若是让贺家多出一个名额参加比赛 那么老孙就可以多杀一个贺家人 悟空眼中闪过一丝森然杀意 就连周身都跟着冒出一股异常冰冷的刺骨寒气 感受到悟空身上忽然迸发的森然杀气 还有那无所畏惧的眼神 苍云龙面露震惊 心到啊 这小子年纪轻轻 身上的杀气却是如此之强 不仅杀法果断 而且这心性当真是 当真是狠辣之极啊 他虽然身为玉天成城主 但也不会插手玉天成范围内的家族恩怨 此刻他有一种感觉 贺家真是得罪了一个不该得罪的人 也许不久后 这玉天成就会少了一个势力 这时啊 风雨瑶和苍月也走了过来 看着地面上狼藉的血肉 二女微微皱起了眉头 待到林涛的身眼 完全消失在众人眼前后 苍云龙才沉下脸色 看向众人开口道 百年来 我玉天成一直都是有着三个名额 可以参加那帝国选举的大笔 却不想啊 他苍蓝城竟然将手臂伸到了我玉天成之中 当真是奇人太深 闻言 悟空面露异样 这玉天成主刚刚一副稀释宁人的样子 现在却又恼羞成怒 但看他眼中闪过的愤怒 不像是逢场作戏 城主啊 若那林涛真的在明额争夺战的时候 夺去了我玉天成的明额 恐怕以后我玉天成会被苍蓝城彻底地打压下去啊 隐风摇头叹气 也是有些暗自咬牙 苍蕊龙又岂会不知这种道理 苍蓝城是终极城池 底蕴雄厚 那苍蓝城主更是一个地破镜的强者 多少年来 玉天成和苍蓝城一直都是井水不犯河水 想不到 他们终究是将手臂伸了过来 两久后 苍蕊龙犹豫的目光看了看苍蕊 最后将目光放在了悟空的身上 语气非常认真的道 悟空啊 你天宗奇才 若论实力 苍蕊也要弱你不少 所以啊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悟空面露疑惑 就连一旁的苍蕊都觉得 父亲有些异样 城主大人 客气了 悟空挠了挠耳朵 苍蕊龙目光扫过苍蕊 而后叹息道 哎呀 玉天成名额争夺战 还有二十日 苍蕊和玉瑶虽有天赋 但实力而言 不如你啊 我玉天成更不想将帝国选举的名额 让苍蕊城的人夺走 所以 我希望你能在玉天成名额争夺的时候 战胜临涛 文言 阴风面色一惊 而后沉默了下去 悟空虽然有斩杀玉破镜八星的能力 但 林涛毕竟是一个玉破镜巅峰 而且以苍蕊城的底蕊 那林涛必然有一些深不可测的底牌 悟空想要胜他 的确不易 悟空眼中并未有多少惊讶 而是笑道 撑住大人的意思 恐怕不只是让老孙将他打败这么简单吧 文言 就连苍蕊和风雨摇都面带疑惑地看向悟空 苍蕊龙被悟空猜中了心思 有些尴尬 但脸色却渐渐变得严肃起来 哈苍蕊城 欺人太甚 悟空 还有二十日的时间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有些强人所难 但 若他苍蕊城真的夺了我玉天城的名额 从今以后 我玉天城就要永远被苍蕊城打压下去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兰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语 以四十一集 所以啊 如果你能做到 那就让他直布第一场比斗 尹风 风雨瑶 苍月 三人脸上皆是闪过一抹震惊 他苍云龙的意思分明是 想要悟空下死手 好让林涛不能染指三个名额中的任何一个 悟空看着苍云龙有些狠辣的目光 不禁心中耻笑 他的确不想让林涛好受 但这苍云龙却是想让自己将他废了 的确是独辣的城府 不愧是一城之主 但是 若真的废了那林涛 他隐家也就彻底得罪了苍兰城 见悟空沉默 苍云龙意味深长地看了看自己的女儿 悟空啊 我知道你在担心 如果你废了林涛 苍兰城会对你隐家报复 悟空点头承认 若是他自己的话 当然不会怕一个苍兰城 但毕竟他身后还有一个隐家 悟空啊 苍云龙犹豫了片刻 继续道 若你能保住我御天城的三个名额 我便将苍月徐沛给你做妻 你我两家便是一家人 就算他苍兰城想要追究 我也定会向秦陵帝国皇室参走他一本 爹 你说什么呢 苍月小脸一变 羞愤地看向苍云龙 阴风和风雨瑶同样是瞪大了双眼 万万没想到这苍云龙竟有这样的打算 就连悟空本人都皱起了眉头 脸上一阵尴尬 他挠着耳朵 贴了苍月一眼 这丫头一副气鼓鼓的样子 似是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 你看什么看 我才不会嫁给你呢 苍月狠狠地瞪了悟空一眼 悟空盯着苍月白色皮甲下的那对雄尾 贴嘴道 你浑身上下哪点比得上我老婆呀 老孙还不稀罕呢 一个乱脚蛇根的女人 闻言 苍月气得脸都白了 挺了挺那比风雨瑶还要大上不少的傲然 愤愤的 你说什么 我比不上你老婆 你老婆除了比我漂亮一点之外 她哪点比得过我 一旁的风雨瑶很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急忙将苍月拉到一边 苦笑道 苍月姐 莫要与她斗嘴了 她就是个小孩子脾性 苍月气鼓鼓的 咬牙弯了悟空一眼 而后一脸哀求地看向苍云龙 爹 我不要嫁给她 苍云龙沉着脸 目光严肃地说道 那你是要嫁给那林涛不成啊 闻言 苍月脸上一片茫然 林涛 你说什么 苍月不明白 苍云龙为何会提起林涛 这个人给苍月的第一感觉就是 厌恶 厌恶她 那种从骨子里透露出来的虚伪和傲逆 苍云龙叹了一口气 溺爱地看着苍月说道 哎呀 林涛这个人我了解一些 她生性风流 无女不欢 从她看向你第一眼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知道 她一定会为了得到你而不择手段 悟空为人坦荡 天赋绝对在你之上 我与英雄也是多年交好 若你跟了悟空 殷家一定不会亏待于你 苍月精美的双眸 渐渐有些雾气弥漫 她狠狠瞪了悟空一眼 后者则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反正我不嫁给她 苍月丢下一句话 就气鼓鼓地走开了 苍云龙面露尴尬 笑道 都怪我平时宠坏她了 尹风虽然恶然 但心中却是高兴的 男人三妻四妾是正常的 他是没这个胆子 但自己的儿子若能给自己 多娶几个儿媳妇回家 他当然是万分的同意 风雨摇面色平静 只是一双似水的双眸之中 却是暗藏忧怨之色 悟空挠着耳朵 别嘴道 撑住大人 你这 你这是不是有些强人所难了 老孙还没打算纳妾呢 有一个风雨摇 就已经让悟空头疼了 若是再将苍月这小暴龙取回家 那他的日子可就有得瘦了 苍云龙笑道 悟空啊 男人嘛 三妻四妾很正常 至于那临头 无论玉天长名额争夺的结果如何 我都会将苍月许配给你 老孙也没说同意啊 悟空翻了翻白眼 这苍云龙也太将自己的女儿当作一回事了 这 苍云龙一脸为难地看向尹峰 哈哈哈哈 尹峰拍着悟空的肩膀 大笑一声道 回头我做做他的工作 尹峰刚说完 便看到一旁风雨摇轻抿着红唇 猝劲十足地将悟空盯着 尹峰老脸一红 心道 竟然忘了这儿还有一个正事 那我也去做做悟儿的工作 苍云龙向尹峰抱拳 二人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神色 似乎已经成为了庆家的样子 这时 一个身披铠甲的成卫兵 在苍云龙的跟前抱拳恭敬的行礼 苍云龙说道 你将这蛮地的尸首收集一下 然后派人统治城外的贺家之人 将贺光族的尸首交给他们 是 成主大人 成卫兵点头应施 悟空眼睛一转 心里萌生了一个阴狠的计策 城外竟然有尹家的人 那老孙岂能让你们活着回去 不但不会让你们活着回去 而且 老孙还要让你们尹家 与这林涛滋生一些恩怨 悟空啊 你和羽瑶先回家族 我与成主还有些事情要商量 尹锋忽然说道 悟空心中一喜 这样最好 再到苍云龙和尹锋离开之后 悟空便将那成卫兵拦住了 这位兄台 你只管收拾这些尸首便可 那贺家的人就由老孙帮你通知了 成卫兵正想喊人帮忙的 既然有人帮忙 他正好省下一些时间 于是便欣然答应了 悟空向成卫兵打听到贺家人落脚之地后 便拉起风雨摇跑出了成主府 雨天城城门外 悟空和风雨摇并肩前行 后者似水的双眸中有着淡淡的酸意 你真是好艳福 风雨摇不嫌不淡地说道 文言 悟空目光一瞥 却是看到风雨摇那双不怀好意的眼神 悟空知道风雨摇性情虽然柔和 但却是一个醋坛子 于是忙解释道 老孙也没答应啊 就那小丫头 老孙还真看不上 小丫头 风雨摇白了悟空一眼 说道 苍月姐比你我都要大上三岁 若被她听到你换她小丫头 以她的脾气 定会与你拼命 在风雨摇眼中 悟空永远是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 但为人做事 却总是像一个顽劣的孩子 悟空也不想去谈那苍月的事情 省得这正是吃醋啊 所以就老实地闭口不语了 不知不觉间 悟空已经开始迁就风雨摇 因为从风雨摇的身上 他总能看到阿黎的影子 同样是柔情似水的性格 同样是爱吃醋的习惯 在走出城门一里之后 悟空停下了脚步 老婆 你先在此停留片刻啊 老孙去办点事 悟空忽然说道 风雨摇面露异样 突然的亲密称呼让他有些羞涩 但眼中却是有着一丝淡淡的甜蜜 还不带风雨摇询问 悟空就已经向右方掠去 他该不会真的要去杀贺家的人吧 欲天城城外 一处露天茶馆处 一伙七八个衣着光鲜的人 在安静地喝着茶 悟空躲在一棵大树背后 眼中闪过一丝脚霞 而后口中念念有词 紧跟着他的脸庞 缓缓蠕动起来 两期的时间 悟空已经换成了另外一个人 赫然是一席白衫 手持折扇的翩翩公子 那嘴角微微掀起的傲逆之色 彰显了他俯瞰他人的高傲性格 少组长啊 你说林涛公子 真的能从尹家夺回一个名额吗 茶馆的桌子旁 围拢了四五个贺家之人 其中一个幻破镜巅峰的修炼者 一脸谦卑地向一个二十四五岁的 幻破镜八星的青年问道 那幻破镜八星的青年 模样还过得去 只不过那一言一语中 透露的阴狠 让人看出这是一个不大好相处的人 他便是赫家家主赫光耀的独子 赫祥 多少年来 一直寄予风雨瑶的美貌 从而让他的父亲 三番五次地扼杀悟空 一个小小的尹家而已 有林涛公子出面 让他隐风也不敢拒绝 赫祥喝了一口茶 淡淡地说道 哎呀 可惜了 尹家大小姐天之娇女 竟然嫁给了一个废物 一个赫家人 溜须拍马地说道 赫祥冷喝一声 据说那尹家的废物 已经是一个外公力量 二级巅峰的修炼者 也不知道遇到了什么狗屎悦 但是想了本公子的女人 玉天成名额争夺战的时候 便是你的死期 风雨瑶 嘿嘿 我要定 是林涛公子呀 这时一个赫家人指着前方的一道身影 惺意出声 赫祥闻声急忙起身 而后恭敬地走向了悟空变化的林涛跟前 林公子 这名额可是要到了 赫祥毕恭毕敬地在林涛的跟前行了一礼 看着赫祥恭敬地向他行礼 悟空展开折扇 呼扇了几下 呼歇道 本公子出马 岂能空手而归啊 闻言 赫祥面露惊喜 赶紧拍马屁 哎呀 不愧是林涛公子 若林涛公子能在玉天成名额争夺战的时候 助我赫家除掉尹家 我赫家一定对林涛公子唯命是从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兰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语 第42集 悟空面色一整 心中冷笑一声 这林涛果然与赫家勾结 想要对尹家图谋不轨呀 你们的计划可有一漏啊 悟空盯着赫祥 一副命令的口吻 赫祥恭敬道 林公子大可放心 我爹早就已经计划好了 一天成名额争夺赛 第二场的狩猎赛 我赫家会派出两位长老 潜入狩猎赛场地 只要有参赛的尹家人 一定不会活着出去 并且杀掉尹家参赛之人后 我们会故意散播消息 称尹家人遇到危险 那时候尹家的家主尹丰 一定会前去救援 那时候 我爹和我爷爷便会 斩杀尹丰 悟空双眼微眯 心道真是好毒辣的手段 赫家人真是该死 林公子 小子有一事相求 赫祥忽然再次说道 说 悟空忍着立马将他杀死的冲动 淡淡地道 赫祥眼中闪过一丝贪婪 而后说道 尹家的废物少族长 不知走了什么狗屎运 竟能娶到 玉天城第一美女 风雨瑶 这玉天城谁都知道啊 风雨瑶和小子 才是天生一对 所以 我想求林公子 在狩猎赛的时候 帮小子擒住风雨瑶 好让小子 说到此 那赫祥忍不住 舔了舔嘴唇 一副淫晦的神色 悟空的双眼 渐渐眯了起来 冰冷的声音从口中发出 你想要风雨瑶 似是感受到了悟空身上 散发出的冰冷之意 赫祥禁不住身体一抖 心到 早就知道林涛生性风流 无女不欢 难不成是看上那风雨瑶了不成 想到此 赫祥急忙尾声道歉 林公子息怒 小子的确喜欢那风雨瑶 但若林公子对那风雨瑶有益 那小子当然不会再有半分想法 悟空冷哼一声 说道 你的确不会再有半分想法了 赫祥文言心中一紧 抬头便看到悟空眼中那冰冷的杀意 你 赫祥大惊失色 刚欲求饶 脖子却被一只无比有力的大手给捏住了 公子息怒 这是 那七八个赫家之人全都围了上来 一副惊恐的模样 风雨瑶是本公子看上的女人 就凭你们赫家的染指之心就已经犯了死罪 悟空淡淡地看着赫祥 嘴角掀起一抹狠辣 而后手中的力道猛增 林公子 赫祥挣扎着求饶 艰难地吐出几个字后 他的喉咙便被无情地捏碎了 悟空随意地将赫祥断气的尸体丢了出去 你 你 你杀了我们少组长 一个幻破镜巅峰的人忍着心中的怒气 神色有些忌惮地看着悟空 悟空嘴角掀起一抹蔑视 淡淡地道 寄予本公子的女人 本公子心情很不爽 所以 你们都要死 闻言啊 那剩下的七八个赫家人面露骇然 刚欲逃跑 便看到一道白影 犹如鬼魅般地在众人间穿梭而过 那白色折扇犹如一把锋利的匕首 每一次划过都能带起一抹血剑 三秒钟的时间 周围的赫家之人便只剩下最后一个幻破镜巅峰的修炼者 只不过他站立的双腿隐隐发抖 看向悟空的眼神有着浓浓的求饶之色 林公子 你 你 你这是何意啊 我 我赫家对林公子 并 并无得罪之心啊 悟空缓缓走到那赫家人的跟前 折扇呼扇了两下 说道 杀你们 这是因为本公子心情不爽 另外 你们赫家的二组长已经死在了尹家绍组长的手中 真是废物 本公子一怒之下将他的尸体分解了 有你一命 只要让你去城主府将赫光祖那废物的尸体带回赫家 也将本公子的原话带给你们组长 千万不要让本公子不开心 赫家的幻破镜巅峰 听到二组长死在尹家的少组长的手中后 脸色顿时一惊 当听到林涛说将他们的二组长分尸之后 心中再一次对这个苍蓝城的林涛有了几分忌惮之色 真是半君如半虎啊 不由的他抹了一把冷汗 站立着身子恭敬道 小的 小的 一定将林公子的话带到 滚吧 悟空轻甩折扇 那幻破镜巅峰看了看生息全无的贺祥 而后硬着头皮向御天城跑去 少组长被林涛斩杀 他身为护卫队队长 回到家族之后怕也难逃其咎 不由的他心中打算 一定要天由加促地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林涛的身上 看着满地的尸首 那茶馆的老板早已吓得浑身哆嗦 看向悟空的眼神 犹如看到死神一般 而就在五十米外的一棵大树后面 却是躲着一抹绿群茜影 他那张倾城的脸蛋之上满是惊讶和疑惑 林涛为何要杀贺家的人 绿群茜影正是风雨摇 他寻着悟空的方向赶来之后 非但没看到悟空 反而看到了林涛 以林涛的心性 如果遇到悟空的话 肯定会伺机报复 所以他藏在暗处 如果悟空遇到林涛 他也能帮上一些忙 但没想到的是 这林涛竟然杀光了贺家的人 就连那准备参加御天成名额争夺战的贺祥 也被他无情地杀了 远处的悟空刚想回去和风雨摇会合 脚步还未迈出 眉目便是一昼 灵力的双目猛然看向风雨摇 藏身的大树后方 而风雨摇也刚好露出一个小脑袋 企图查探一下情况 正好对上那双灵力的双目 糟了 风雨摇脸色一变 而后迅速转身离开 他深知那林涛对女人的贪婪 在这无人之境若是被他擒住 他的结局将无法想象 悟空看着那慌乱离开的倩影 咧嘴一笑 眼中却是闪过一丝细血 天天吃老孙的错 看老孙怎么捉弄你 说完悟空便闪身追向了风雨摇 风雨摇的天赋能力是风属性的 速度犹如风一般的清零训捷 如今已是幻破镜巅峰的他 就算是欲破镜也不一定能够追得上他 可是他身后的人却是一个立体素 三种天赋于一身的悟空 当风雨摇穿过眼前的一片蜜林 闪身到一块碧绿草地上之后 忽觉的身后人影闪现 那白色衣衫的林涛 已然将他拦住了 哎 小美人啊 这么急着走啊 不如陪本公子玩玩 悟空变化的林涛 眼中带着一抹装出来的淫晦之色 贪婪的目光盯着风雨摇 玲珑有致的曼妙身姿说道 风雨摇精致的脸蛋布满惊慌之色 他含着脸哼道 林涛公子 雨摇可是有家事的人 还请不要阻拦雨摇赶路 我夫君就在附近 风雨摇企图用悟空吓退林涛 但他也知道 就算是悟空在这里 和二人之力 怕也讨不到好 悟空心中好笑啊 难得捉弄他一番 看他惊慌失措的样子 悟空心里竟感到有些好玩 哦 既然那尹少族长就在附近 那么在他来之前 咱们先快活快活 悟空装出一副银鞋的样子 而后向风雨摇扑了过去 风雨摇脸色大惊 脚下步伐清零 身影一闪便是躲开了林涛 抓向胸口的魔爪 一双似水的双眸瞬间变得愤怒起来 他奋起全身旋利的一掌 狠狠地印在了林涛的胸口之上 一声闷响啊 风雨摇只觉得手腕酸麻 像是打在了一块山岳之上 反观那林涛 身影儿竟是纹丝不动 只不过那双眼睛依然面带着浓浓的细血之色 风雨摇知道自己不是对手 但也绝对不允许自己的身子被别的男人玷污 一抹决绝之色在眼中一闪而过 悟空发出一声银鞋的笑声 而后手臂一伸便要抓住风雨摇的浩腕 风雨摇吓得花容失色 而后心念一动 一抹细剑便是出现在手中 他凌厉地一剑斩向林涛的手臂 后者轻松避过 而风雨摇也闪身跳出三米开外 你这是要谋杀亲夫啊 悟空戏谑的眼神 看着风雨摇手中的锋利细剑 无耻之徒 我死也不会让你得逞 风雨摇绝美的脸蛋闪过一抹绝望 他无论是旋力还是速度 都和眼前的林涛相差甚远 只要对方认真 他迟早会被擒住 到时候 他连死都没有机会了 悟空面色一正 没想到风雨摇竟是如此贞洁烈女 原本悟空还想说上几句戏弄之言的 却忽见风雨摇抬起手中的细剑 毫不犹忽地便抹向自己白皱的拨梗 我靠 悟空大惊失色呀 体内的力量本能地完全爆发出来 在短短一瞬的时间内 他便站到了风雨摇的跟前 一只铁手准确地抓住了细剑的剑锋 风雨摇双眸紧闭 本该割开他大动脉的细剑 却是无法前进半分 他惊慌地睁开眼睛 那林涛的嘴脸赫然已经欺净 而他手中的细剑也被他牢牢地抓在了手中 你这婆娘 老孙跟你开个玩笑 你怎还寻死呢 看着那只差半寸就划破肌肤的剑锋 悟空心有余悸地松了一口气 风雨摇松开细剑 本能地倒退几步 不听那熟悉的语气从林涛的口中发出 让得他面色瞬间变得奇怪起来 但那紧张和诀别之心依然不减 悟空苦笑一声 而后单手打出一个响指 他的相貌和体型瞬间转换 已然变成了那个黑色尽装的悟空无遗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眼波 蜘蛛 幽兰 耳边的苏苏 千寻轻语 第四十三集 你 风雨摇揉了揉眼睛 确信自己没有眼花 为何林涛会突然变成自己的夫君 这根本就不是易容之术 如此诡异的手段 他闻所未闻 虽然林涛变成了孙悟空 但风雨摇依然神色谨慎 因为他不敢相信眼前的人是不是悟空 悟空看出了风雨摇眼中的疑惑 而后手印一截 一抹淡青色的丹火 便琴刻间出现在手中 他笑道 你能突破幻破境巅峰 是老孙帮你炼制了风铃丹 这不假吧 悟空可以炼制丹药这件事 也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风雨摇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瞬间他的脸色就是一变 那似水的双眸瞬间便被雾气填满 痘大的泪珠狂涌而出啊 你如此专闹于我 很好玩吗 风雨摇站在原地 抿着嘴唇 很委屈 很愤怒地抽气了起来 悟空脸色大扁了 瞬间变得不自在了起来 赶忙走过去 揽住风雨摇的肩膀 哎呀 老孙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你何必哭呢 玩笑 风雨摇气愤地将悟空推开 瞪着悟空道 这玩笑一点也不好笑 你知道我刚才有多害怕吗 你太过分了 悟空自知理亏 但又不知道怎么哄女人 急得他抓耳挠塞得在原地不知所措 而风雨摇则是越哭越凶 想他从小便修身养性 无论遇到什么事 都是一副平心静气的气质 但自从遇到悟空 风雨摇觉得自己十几年的修身养性都白费了 三番五次被他气哭啊 两酒后 看着悟空不说话 饶是风雨摇的好脾气 也气得想将悟空揍一顿 这种玩笑 以后不许再开了 风雨摇抹着眼泪 气愤道 不开就不开 悟空挠了挠耳朵 嘟囔道 悟空的坏脾气也是几万年来形成的 但唯独在阿黎和风雨摇的哭泣的时候 他便会一脸怂向 手足无措 风雨摇轻敏嘴唇 悟空轻易地认错 让他心中的委屈减缓了几分 这也让他想到 悟空很怕他哭 只要他哭 悟空再蛮横的脾气也会瞬间软下去 两酒后啊 风雨摇擦掉脸上的泪水 有些忧怨道 我要你为我炼制丹药 让我尽快提升那鱼破镜 今日 通过悟空的一番戏弄 风雨摇更加迫切地想要提升自己的实力 在这个实力为尊的大路上 没有实力就会任人鱼肉 尤其是他还有着一张 让任何男人都为之疯狂的脸蛋 悟空很听话地点头说道 就算你不说老孙也会帮你炼制的 玉天成名额争夺战还有二十余日 你若连玉破镜还不到的话 就算拿了帝国选举的名额 在那秦陵帝国皇室举办的大笔中 怕也是拿不到名次 并且老孙也需要一种丹药来提升到患破镜 其实啊 悟空的心理早已盘算好了目标 这次回家族后 他便会外出一段时间 争取在玉天成名额争夺战的时候 炼制一些丹药 若是不将实力提升到患破镜的话 对上那林涛 他是完全没有把握的 而且即便是打败了那林涛 他还有一个必须要完成的目标 那就是帝国选举大笔的第一名 因为只有获得帝国选举大笔的第一名 他才能得到那枚悬阴破魂精 这是为静婉心续阳兽 速悬海的唯一途径 回家 风雨瑶绷着小脸 故作气愤地瞪了悟空一眼 临近夜晚时分 悟空和风雨瑶终于是回到了尹家 二人刚刚走到自己的庭院 便看到一抹黑色倩影守在庭院门口 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在那里来回地走动 风雨瑶瞥了悟空一眼 你把他的名额让给莲娜林涛 看你怎么跟他交代 悟空翻了翻白眼很不在意地道 交代 要什么交代啊 老孙还会看他脸色不成 尹婷婷小脸挂着淡淡的不耐 黄昏时分他便来到了这里 最担忧的事情便是族长会不会将自己的名额让出去 毕竟论实力悟空和风雨瑶小两口都比他强很多呀 刚一转身 两道熟悉的身影便出现在了眼前 悟空面色平静 风雨瑶向他点了点头 而后便直径迈入了庭院 怎么样怎么样 名额让出去了吗 尹婷婷小脸紧张地看着悟空 你的名额让给了那林涛 是老孙做的主 悟空说道 尹婷婷美目一瞪 情绪激动的他一把揪住了悟空胸口的衣襟 你 你把我的名额让出去了 你 你凭什么这么做 悟空眉目一皱 胸口被一个丫头揪住 让他脸上的怒意渐渐升起 他面色微冷地在尹婷婷挺翘的屁股上瞥了一眼 而后说道 你屁股又痒了吗 似是注意到了悟空的目光 尹婷婷修纷的小脸一慌 急忙松开了悟空的一筋 上次被悟空当众打屁股 现在想起来都疼啊 悟空瞥了尹婷婷一眼 感受到了他体内不经意间 展露的一丝旋力 赫然已经是幻破镜二行 看来 他的天赋也不错 一枚火云丹 便让他从驻破镜九星 突破到了幻破镜二行 尹婷婷脸上掀起一股羞愤 气愤道 你看什么看 你凭什么把我的名额让出去 你知道我为了参加这次名额争夺 付出了多少努力吗 看着眼前完全爆发的尹婷婷 悟空心中不免有一些怒意 语气严肃地说 老孙爷是为你好 这次玉天城名额争夺 远没有你想得那么简单 就算你去了 也是凶多吉少啊 以你的天赋 五年后的下一届帝国选举 才是最好的选择 看着悟空严肃的眼神 尹婷婷愤愤地咬着嘴唇 瞪着悟空 我天赋是没有你们小两口好 可是 可是我就是生气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其实啊 尹婷婷虽然脾气火爆 但也不是一个不通情理的人 对于尹家来说 苍蓝城无疑是一个巨无霸一样的存在 让出一个名额显然是尹家最保守的选择 他也很清楚 若论资格 风雨瑶和悟空都远在他之上 事出有因 老孙爷是迫不得已 你也应该审视夺势啊 这一届帝国选举 参赛的其他城池选手 据说前五十最弱的一名 都是欲破镜巅峰 就算老孙也要好好努力一些日子了 感受到尹婷婷脸上渐消的怒气 悟空语气也缓和了一下 尹婷婷娇眉脸蛋上的愤怒消失 看着悟空道 你是不是会练丹 悟空点头也不隐瞒 见悟空点头 尹婷婷惊讶地捂住小嘴 而后才说道 啊 早上那枚丹药是你练的 悟空再次点头 哼 那你继续帮我练丹 有了你的丹药 本姑娘保证 今年之内突破到欲破镜 尹婷婷狡黠地笑道 哪里还有刚才的气氛 悟空眼神奇怪 看着这丫头脸上洋溢的笑容 她心里疑惑 刚才所有的愤怒 是不是都是她伪装出来的 目的就是想从这里 无条件索取丹药 哼 你当丹药是糖豆啊 说炼制就炼制啊 悟空翻了翻白眼 没好气地说道 你随便一出手 就是一颗异性丹药 你老婆的实力生生地 为你提升到了 患破镜巅峰 尹婷婷不屑地说道 那语气中 似是有着一丝淡淡的酸意 悟空撇嘴 那是我老婆呀 能一样吗 那你家本姑娘也娶了 尹婷婷随口一说 而后感觉哪里不对啊 再看向悟空 后者正以一种奇怪的眼神 将她盯着 不由得她脸色瞬间红了起来 开玩笑的 你想娶本姑娘 本姑娘还不稀罕你呢 尹婷婷忙又补了一句 那就这样吧 悟空摇了摇头 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准备 她丢下一句话 就向自己的庭院走去 看着淡漠离开的悟空 尹婷婷气得多了多久 娇美的脸蛋 一片忧怨之色 安顿好了 房间里 风雨瑶坐在床头 语气不温不火地说道 悟空点了点头 也不多言 让得风雨瑶面露酸意 二人才成婚一两天 而自己的夫君 却三番五次 和别的女人单独相处 不仅如此 她反而还是一种 理所应当的样子 完全不顾她心里的感受 真是木头一个呀 不久后 今晚心就派人 将晚饭送了过来 二人吃过晚饭后 也都有些疲惫 风雨瑶脱去外山 便钻入了被窝之中 悟空看着侧身 躺在床上的风雨瑶 犹豫了下 也脱去一山上了床 掀起被子一脚 便紧挨着风雨瑶 躺了下去 嗅着那淡淡的少女体香 悟空却是没有任何作为 风雨瑶背对着悟空 眼睛却是睁开的 这是她第一次和一个男人 同床共枕 虽然知道悟空不会对她做什么 但心里不免紧张 二人成婚已有两天 但却没有夫妻之时 而悟空看似像个木头 身边却总是有女人围绕 让得风雨瑶隐隐有种不安全的感觉 她说不清对悟空的感情 但相处的几次 总觉得她身上有一种沧桑的神秘感觉 让她忍不住想要了解她 忽然 风雨瑶娇躊躯一阵 只觉得身后有着轻微的动作 很快 一只大手放在了她的肩膀之上 风雨瑶身体僵硬 但还是将脸转向了悟空 轻柔道 做什么 悟空盯着风雨瑶那双晶莹的双眸 嘴角微微掀起一抹回忆 这双眼睛很像阿里 同样地柔情似水 老孙 老孙想亲一下你的眼睛 悟空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风雨瑶面有红晕 小嘴中发出一声极其微弱的声音 嗯 而后 她便有些紧张地闭上了双眼 紧跟着 一股热气吹在她如凝脂般的脸颊之上 再之后 便感受到了那有些滚烫的嘴唇 印在了她的眼皮之上 感受到那有些粗重的气息 风雨瑶情难自禁地抬起了小嘴 迎着悟空的大嘴便迎合了上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此书的话 记得订阅收听 帮蜘蛛分享转发出去哦 谢谢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兰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语 第四十四集 二人是第一次如此亲密地接触 显得都很生疏 一时间 整个房间 唯有二人粗重的喘息之声 贺家 太上长老贺玄屋和组长贺光耀 二人看着眼前 用破木箱子盛放的一堆残枝断壁 双目之中 唯有那浓浓的哀悼 和愤怒之色 贺玄屋身为太上长老 短短几天的时间 接连死了两个儿子 饶使他年过近百 欲破镜巅峰的实力 这一刻 也似是老了几岁 你说 是那阴家的小子杀了二弟 贺光耀咬着牙 狠狠地看着面前 那个瑟瑟发抖的 幻破镜巅峰 幻破镜巅峰颤抖着 低垂着脑袋 是 是林涛公子亲口说的 而且 二组长是被林涛公子分尸的 他说 他说 他恼怒二组长是个废物 连隐家的少组长都打不过呀 简直一派胡言 阴家的小子能杀掉我二弟 我二弟可是欲破镜八行 贺光耀满脸的怒容 根本就不相信是悟空杀了贺光祖 是 是林涛公子亲口所说 那幻破镜巅峰的贺家人急忙解释道 林涛 贺光耀眼中闪过一丝恨意 我贺家哪里对不住他了 不仅让他来玉天城抢夺隐家的名额 而且一直都是一礼相担 他为何如此对待我二弟的尸骨 也许 我二弟也是他杀的 然后嫁祸给隐家的那个小子 祥儿他们呢 为何只有你一人回来呀 太上长老贺玄乌 有气无力地看着那幻破镜巅峰 幻破镜巅峰身体一紧 双腿一软就跪了下去 太上长老 族长 属下无能 是那林涛 他 他看上了冯家的大小姐冯雨瑶 只因为听到少族长也喜欢冯雨瑶 所以 所以 他便一怒之下 杀了我们所有人 包括少族长 什么 祥儿也被林涛杀了 贺光耀一巴掌将身边的一张石木桌子 拍成碎屑 怒目而视地瞪着那幻破镜巅峰 族长 那林涛还说 让我何家千万不要做出让他不高兴的事情 否则 否则 他动动手指头 就能灭了我何家 那幻破镜巅峰咬牙说道 如果不将所有责任推卸到林涛的身上 族长一定将他一掌劈死 所以 他才会添油加醋地一通说辞 林涛 你欺人太深 贺光耀双拳紧握 一股恨意在心底油然而生 当听到最得意的孙子也死了之后 贺玄屋的双目再次变得沧桑了不少 他摇头叹息道 啊 光耀啊 我贺家惹不及那苍蓝城啊 但 方人之心不可悟 若你想报仇 那便等到玉天城名额争夺战的时候 林涛 林涛该死 但 但却不能让人知道是我贺家所为 贺光耀眼中闪过一丝阴狠 想而不再了 玉天城名额争夺战 依然要继续 就只剩下光宗和光族那两个儿子了 这二十日的时间 就让他们去蛟龙山脉附近历练一番吧 贺玄屋似是用所有力气说出了这一番话 玉天城城主府 爹 我说了我不会嫁给尹家的那个小子的 我讨厌他 苍月小脸气愤地坐在床头 苍云龙摇头叹息 哎呀 月儿啊 那悟空天宗奇才 小小年纪 也是能够斩杀贺光族那样的强者 再给他几年的时间 恐怕连爹 我都要对他望尘莫及了 你嫁给他有何委屈啊 反正就是不行 我不喜欢他 苍月依然坚持 想起悟空那娇狂的模样 他就有些气愤 哎呀 这件事等玉天城名额争夺战的时候再说吧 苍云龙对于自己女儿的固执也是很无奈 苍月撅着小嘴 忽然抬头看向苍云龙 说道 爹啊 我明天去蛟龙山外附近历练 有消息说 那附近有玄音果 哦 玄音果 文言 苍云龙面色惊讶 玄音果是一种高品级的修炼果实 其中蕴含了极其精纯的灵力 就算是欲破镜的修炼者 服用一颗都会受益匪浅 想不到苍月竟然有这种消息啊 若是悟空听到玄音果的消息 一定会激动不已 想要为静晚心续阳兽速玄海 那玄音果就是其中一样素材 缺一不可 哼 今日让他孙悟空出境了风头 他真以为可以在玉天城 明额争夺战的时候胜我不成 只要有了玄音果 我师尊教代我的修炼方法便能成功 到时候 我一定教训那孙悟空 那林涛 也别想在我手中讨好 苍月眼中有着浓浓的自信 信誓旦旦地说道 苍云龙面色严肃 说 月儿啊 你师尊的世强 万不可让任何人知道 当年 苍云龙得知自己的女儿 有幸被天行界水灵宗宗主 视为弟子的时候 心中真是震惊得不知所措 但那水灵宗的宗主爷爷 警告过他们 这件事不能被外人知道 一日 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帜 照射到悟空的床榻之上后 他才缓缓张开了双眼 低头看着怀中的柔美娇躯 他眼中一片苦涩 还好啊 昨天晚上 他在最后关头压住了那股冲动 否则 这菩提圣体 就被他给毁了 嗯 风雨瑶 趴在悟空怀中的娇躯 轻微扭动了一下 睁眼便看到了那炙热的眼神 不由的 他面色一红 而后重新将小脸 附在了悟空结实的胸口 今天 就要离开了吗 风雨瑶柔声说道 悟空点头 啊 引家藏宝阁亏空 老孙必须去外面寻得一些资源 无论是你或是老孙 单凭我们如今的实力 在那帝国选举大笔中 都是太过弱小了 你可是 已经有了计划 风雨瑶针手微抬 将上身压在悟空的胸口 悟空的一只大手 在风雨瑶玲珑有致的曲线上 轻柔腐了一下 引来后者一片娇唇 而后 他才笑道 蛟龙山脉 那里虽然危险重重 但也是修炼资源 最为密集之地 悟空现在最需要做的 就是提升自己的旋律境界 只要将天罡七十二变 提升到第九变 他的战斗天赋 魔元变和引龙术 将会有质的飞跃 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的金箍棒残断 就在那秦岭帝国的皇室之中 金箍棒是他恢复神力的必须之物 也是他最迫切想要找回的老朋友 吃过早饭后 悟空便和爹娘说了自己的打算 在近晚心和风雨瑶千叮万主 一定要小心行事后 悟空终于是踏上了历练的旅程 悟空此次的目标 是蛟龙山脉东外围 距离尹家有三日的路程 那里坐落着一个人际复杂的小镇 东龙镇 东龙镇虽然也隶属于御天城 但那里鱼龙混杂 秩序混乱 御天城已经无暇管辖那里 东龙镇有着不少拥兵团 相对于御天城范围内的一些小镇 东龙镇那些拥兵团的整体实力 要稍强一些 悟空一路上边修行边赶路 五日后才来到东龙镇 这是一个破旧的小镇 人员密集 并不宽敞的街道上 有着不少商铺和客栈 但更多的却是街道上拥挤的人群 和那乱糟糟的叫卖声 很多拥兵团都会将 猎取的腰盒和采集的药材 拿到市集上卖掉 或者换取自己需要的资源 悟空在拥挤的人群中穿插 沿途每个拥兵的摊位 他都会巡视一眼 企图寻找可以增强 他地下七十二变的天才地宝 但他也很清楚地知道 那种天才地宝 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一个上午的时间匆匆而过 悟空眼神失望地 从市集的另一头又转了回来 就当悟空准备找一家客栈 先安顿下来的时候 忽然几声粗狂的吆喝声 在远处响起 焦龙窟 附近寻宝 招揽焕破镜后期强者 只差一个名额 先到先得了 焦龙窟 悟空饶有兴致地嘀咕道 据说焦龙窟是焦龙山脉东外 为最危险的地方 拥兵团一般不会去那种地方寻宝 除非有好东西 于是悟空寻着那一伙九个人的队伍走了过去 发现这九个人都是焦破镜的实力 大都是焦破镜后期 那吆喝的粗犯汉子 更是一个焦破镜巅峰的修炼者 九人中只有一个女的 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一股无法隐藏的煞气 一看便知是惊艳老辣的佣兵 诶 算老孙一个 悟空向那粗犯汉子喊道 粗犯汉子上身是一件无锈铠甲 露出结实的肌肉 他站在一个高台之上低头一看 竟是一个十几岁的俊秀少年 仔细感知一番后 面色顿时不耐烦起来 去去去 一个焦破镜二行的小子 凑什么热闹 闻言 悟空脸色顿时一寒 竟然被无视了 焦狂的他顿时有着一股怒意 哼 老孙的实力可不止如此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眼波 蜘蛛 幽蓝 耳边的苏苏 千寻轻语 第四十五集 粗狂汉子撇了撇嘴 眼中闪过一丝煞气 粗狂的言语从口中发出 哼 小贼 我们这次是去蛟龙窟 啊 你一个小小的猪破镜二行 连最外围的妖兽都能将你消化成糞便 哼 再不走啊 老子就一巴掌将你扇飞了 粗犷汉子语气虽然不雅 但也没有肆意羞辱悟空 只是想让他知难而退 小弟弟 你这小身板 只适合给姐姐我暖暖被窝 至于那蛟龙窟啊 你就不要想了 还是回家去吧 这时 那九人中唯一的女性佣兵 发出一声嗲声嗲气的笑声 一双妩媚的眼睛盯着悟空的脸庞 悟空眉目一皱 这才仔细瞥了一眼那唯一的女性佣兵 顿时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只见得那女性佣兵一身身色皮甲 皮甲极其简易 仅仅包裹了它几处重要部位 大半的古铜色肌肤都裸露在外 尤其是那巨大骄傲间 深不见底的沟壑呀 隐隐有一种破开皮甲 呼喻而出的感觉 她的身材不像尹婷婷那样的高挑纤细 而是一种有力量有肌肉的狂野气质 一双滚圆的古铜色大腿 几乎完全暴露在外 这女人看似妩媚 但浑身上下却透露着一股狂野 只是啊 她那一张还算有些滋涩的脸上 却是有着一道猙獰的伤疤 悟空似笑非笑地 瞥着瞥了那女人的眼睛一下 虽柔情妩媚 但悟空还是从她那双妩媚的眼神中 看出了一丝冷冽之色 她不会怀疑 若是这个女人发起狠来 绝对会犹如一条嗜血猎豹一般凶猛 悟空虽然冲动好事 但也能听出这些人对她的忠告 再就是人生地不熟 她也不想多惹事端 所以她打算尾随他们身后 看看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好东西 悟空刚一转身旧欲离开 一股香风便是扑入鼻中 紧跟着 一抹熟悉的倩影便是映入眼帘 算我一个如何呀 淡淡的声音 带着一丝娇满从猪口中发出 闻言 那粗犯汉子和另外的几个佣兵 全都是目光一宁 紧接着便是目露惊喜 啊 日破镜强者 那狂野女佣兵 一脸惊讶地看着眼前 一袭白色战甲的漂亮女孩 在这鱼龙混杂之地 周围满是粗野佣兵 而突然出现一道亮丽身影 却是引来了无数人各种异味的眼神 但同时 他们也感受到了那亮影身上所发出来的压迫之感 虽然各有寄予之心 但却无人敢上前 悟空眼神怪异地瞥了一眼苍月 心道 这小丫头怎么来了 粗犯汉子不敢摆谱 急忙对苍月抱拳道 欢迎加入我们蛟龙窟寻宝队 在下张飞 小姐怎么称呼啊 叫我阿月便是 藏月斜眼瞥了瞥被人嫌弃掉的悟空 淡淡地说道 在下胡歇尔 阿月小姐不仅人美 而且如此年纪就已经是欲破镜强者 真是让人羡慕啊 那狂野女佣兵也是走上前去 向阿月示好 其他的几人也都一一向苍月抱拳 并将自己的大名告诉苍月 有了阿月小姐的加入 我们这次的目标就又多了几番成功率 吃不宜吃 阿月小姐 我们尽快出发吧 张飞粗犷的脸上洋溢一片兴奋之色 苍月脚步没有一栋分毫 而是淡淡地看着张飞 说道 先告诉我 这次的目标是什么 闻言 张飞一脸地为难 低声道 阿月小姐啊 这 这我们还是路上说吧 不是我不信任你啊 而是周围耳目太多呀 苍月娇美的脸色 顿时一寒 翘首威胁地将她盯着 交满道 两个选择 一 老老实实地告诉本姑娘 二 我奏到你说为止 苍月的小母暴龙脾气 悟空多少是知道一些的 当日二人初次见面 若不是风雨摇拦着 小丫头早就跟悟空打起来了 闻言啊 张飞眼中闪过一抹苦笑 缩了缩脖子 看着苍月那威胁的眼神 心中不免怀疑 这次是招了个得力帮手 还是招了个温审啊 很快 她神色警惕地扫视了周围一眼 而后才压低声音说道 玄英果 就在蛟龙窟附近 我前几日无意中发现的 可以保证明日正午就是成熟期 当听到玄英果的时候 苍月那微寒的双目也是闪了一下 她三日前便来到了这东龙镇 一直都在打听玄英果的下落 想不到这伙人的寻宝目的 正是玄英果 真是走运啊 那玄英果附近 都有实力不弱的妖兽守护 你可怎打蛋清楚了 苍月问道 张飞那八字没皱了皱 不确定道 那日我本想逼近查看一番啊 却遭到两头高洁妖兽的攻击 若不是我跑得快 怕就要成为那妖兽的食物了 两头高洁妖兽 苍月眼中有着一丝忧虑 但凡高洁妖兽都是独自行动 而两头在一起的话 只有一种可能 他们是被更高洁的妖兽同领着 以阿月小姐的实力 只要你能拖住那两头高洁妖兽 我们几人便四级摘取玄英果 事成之后 三分之一的玄英果 归阿月小姐 你觉得如何呀 张飞看出苍月眼中的忧虑 而后再一次说道 苍月点头 而后似笑非笑地 看向站在十米之外的悟空 而后说 死性有着不确定的危险因素 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个人 以确保万无一失 张飞和胡歇尔等人面露疑惑 胡歇尔妩媚一笑道 阿月小姐可是还有帮手 若是阿月小姐的帮手 应当也是一个玉破镜的强者吧 阿月嘴角微弯 露出一抹迷人的笑容 指着悟空说 把这小子带上 啊 众人一看啊 顿时面面相去 这 张飞面露苦笑 阿月小姐啊 这小子才驻破镜二星 此象危险 这小子会丢掉性命的 胡歇尔也是饶有兴致地 看了看悟空 不明白啊 一个玉破镜的强者 为何要带上一个 驻破镜二星的小子 就他了 本姑娘一路上 缺少一个打杂的跟班 苍月声音提高了几分 似是故意要让悟空听到似的 张飞本想再推辞几句呢 却忽然瞥到苍月眼中的一抹不容置疑的威胁 顿时啊 到了嘴边的话又给咽了回去 这漂亮的不像话的小祖宗 真是有些难以后啊 胡歇尔扭着妖娇的身姿 走到悟空的面前 哑声嗲气地道 小帅哥啊 跟我们走吧 事先告诉你啊 死刑危险 你若不跟紧我们 小命就会丢掉的哟 悟空虽然没听到他们说什么 但也八成猜到了 一定是苍月让他加入的 毕竟苍月知道他的真正实力 而且就让苍月如此谨慎地 恐怕一定会是好东西 于是啊 一行十一人便浩浩荡荡地 进入了蛟龙山脉 寻着蛟龙窟的方位 便快速行进了过去 两个时辰后 在一片浓密的林地处 悟空偷偷将苍月拉到一边 问道 此行目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苍月甩开手臂上的大手 一脸嫌弃地瞪了悟空一眼 我们很熟吗 拉拉扯扯的 悟空撇了撇嘴 黑黑一笑 毕竟 承蒙了人家的一个小恩情啊 是玄音果 怎么样 有兴趣吧 苍月白了悟空一眼 淡淡地道 玄音果 悟空激动地险些惊呼出声 玄音果 这种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地宝 竟然出现在了蛟龙窟 悟空很清楚 玄音果的贵重程度 他的娘亲近晚心 急需玄音果做材料续命 而他的地煞七十二变 若想要提升境界 这玄音果 无疑是来得正是时候啊 有了玄音果 他能在短时间内将旋力提升到 助破镜巅峰 就算是突破到患破镜 也不是不可能啊 先说好了 这次若是用不到你 本姑娘也会大发善心分你一刻 若是用得到你 到时候再说 夜晚降临的时候 一行人找到了一处干燥的洞穴 在燃起一处篝火后 众人便围了起来 补充水分和食物 苍月虽不像风雨摇那般柔情似水 但吃相还算优雅 只是手中一个水袋 却时不时地向口中送上一小口 还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悟空吞下手中的一块肉干 吸了吸鼻子 总觉得附近有着一股淡淡的酒香 最终 他将目光锁定在了 苍月手中的那个水袋 而这时 苍月也刚好将水袋放在身侧 好久的悟空忍不住舔了舔嘴唇 而后 视若无人地将苍月的水袋拿起来 放在鼻尖闻了闻 不由的呀 一股香唇之气传入鼻中 让他眼中激起一片蜥蜴 悟空毫不犹豫地将水袋的瓶口对转嘴巴 两口酒下肚 一股火辣辣的感觉让他忍不住喝到 唉 好酒啊 这一声大喝将苍月惊得一个机灵 转头一看 悟空正拿着他的酒袋疯狂好饮 顿时一股怒意在眼中一闪而过 他气愤地一把将酒袋从悟空的嘴边夺过来 你干什么 你偷喝我的酒 有没有一点教养 苍月气急败坏地瞪着悟空 而后晃了晃酒袋 发现只剩下几口了 气得他赶紧将停口对准消嘴 两口便喝干了 可是当放下酒袋后 他才发现周围的人都眼神异样地将他盯着 猛然一想 他面色顿时一片羞愤 他和悟空同时喝一个酒壶的酒 不就意味着二人间接性地接吻了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蓝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语 第四十六集 呸呸呸 苍越一脸嫌弃地擦了擦嘴 悟空翻了翻白眼 小气 不就喝你点酒吗 有酒也不知道分享出去啊 你 你是不是想打架 苍越小脸气得通红 只是喝点酒而已嘛 自己的初吻都间接性地被你夺了 悟空懒得理会他 几口酒下肚让他心情大爽 找了个平整的地面就躺了下去 苍越气得将背齿都咬得咯咯作响 但也知道真打起来也打不过他 于是冷哼一声 只能将自己的小豹脾气压下去 张飞和胡仙儿等人顿时面面相去 这 这 这不合理啊 一个驻破镜二星的小子 不仅喝了这脾气火爆的小祖宗的酒 而且还出言讽刺 他能活着 这真的是太没有道理了 等所有人都填饱肚子之后 那胡仙儿忽然站了起来 扭动着妖娆的身姿 将妩媚的目光扫向众人 哎呀 这赶了一天的路了 身上黏糊糊的 刚好 外面有一个深潭 有没有一起沐浴的呢 众人目光虽然贪婪 但却没有一个动身的 了解胡仙儿为人的他们 很清楚啊 这女人虽然妩媚 但若真有人在她沐浴的时候偷看一眼的话 那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喉咙割开 胡仙儿最后将目光定格在正闭目养神的悟空身上 笑道 小帅哥 你来给姐姐搓搓背 姐姐的身体 可以给你看哟 闻言 张飞等人一脸艳羡 不禁暗骂自己 怎么没有一张白镜小脸啊 悟空睁开眼睛 看着眼前充满狂野气质的胡仙儿 而后重新闭上了眼睛 小帅哥 你若让姐姐开心 姐姐会保护你的哟 那学因果 说不定还会送你一颗哟 胡仙儿扭动着腰肢 朝着悟空抛了一个眉眼 而后便面带微笑地走出了洞穴 闻言啊 悟空一个机灵站了起来心道 哎 有这好事 占了便宜还能得到好处 苍月美目一众 看着悟空向洞口走去 顿时气道 你给我回来 悟空一片不悦地转身看向苍月 这女人一直对她大呼小叫的 真当她是个好脾气不成啊 干什么 你先干什么 老老实实地睡你的觉 苍月美目一瞪 不知为何呀 当看到悟空想跟着那个女人出去的时候 她心中很生气啊 也许只是为了替自己的好姐妹风雨瑶感到不平吧 看着苍月眼中的威胁 悟空这才咬牙躺了回去 若真是被这女人在风雨瑶耳边添油加醋地一通乱说 凭风雨瑶那种爱吃醋的毛病 指不定哭成什么样啊 第二日 一行人早早就出发了 两个时辰后啊 一片并不密集的丛林处 张飞伸手 示意众人停下脚步 到了吗 苍月问道 张飞点头 然后指着前方一处湖泊 说道 阿月小姐啊 那湖中心的小岛之上 便是悬婴果树 但是只要有人过去 立马就会有两头高洁妖兽疯狂攻击啊 悟空顺着张飞指着的方向看去 果然发现 那湖泊中心的小岛上 有着一株一丈多高的碧绿小树 小树枝叶茂盛 却是发着璀璨的盈盈光辉 树枝上挂着至少几十颗 如婴儿模样的果实 悟空吃过人参果 那种天才地宝在天神界 都是西式珍宝 并不是悬婴果这种东西 可以比拟的 但眼下他最需要的 就是这悬婴果了 悬婴果还未成熟 看起样子 应该还有一刻钟的时间 便可以完全成熟了 我们稍等片刻 沧月点头 看着那让人垂涎的悬婴果 而后神色警惕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你怎么看 沧月忽然看向悟空 只有沧月知道 这一行人中 悟空是实力最强的 张飞和胡仙儿等人疑惑 欲破镜五星的强者 怎么会问寻一个 驻破镜二星实力的人啊 就在这时 悟空眼神一凝 他的感知力超乎常人 就在刚才 他已经感受到了周围 有着至少不下十几头躁动的高阶妖兽 绝对不是张飞口中所说的两头高阶妖兽 而且高阶妖兽一向独来独往 若是成群结队的话 必定是有更厉害的妖兽统领着他们 想到此 悟空脸色凝重地看向沧月 有些棘手啊 周围至少有十几头高阶妖兽啊 沧月虽然不给悟空好脸色 但也知道悟空所言应该不假 张飞和胡仙儿等人 则是面色难看了起来 尤其是张飞 他瞪着眼说道 小子 莫要胡言 我前几日查探过 这里分明只有两头高阶妖兽啊 你在怀疑老孙吗 悟空眼中有着一丝不难 你 张飞面色一寒 一个注破镜的小子 竟敢如此和他说话 就欲出手教训悟空啊 够了 沧月冷着脸 看向张飞 哼道 此信能不能得到玄英国 全靠他了 沧月也是个好强的女人 虽然很不愿承认 但眼下悟空才是这次的主力 张飞顿时老实了 同时也大惑不解啊 一个欲破镜五星的强者 为啥总是如此看重一个 注破镜二星的人啊 就在这时 众人身后忽然响彻一道低沉的怒吼之声 一时间周围的树木剧烈晃动 就连地面都震颤了起来 众人面色大惊 转身一看 不由再一次面露骇然 只见得十几头巨大的高洁妖兽 冲破浓密的之夜 将他们牢牢地围拢了起来 那不断发出的低沉怒吼 彰显了他们的愤怒 完了 张飞这一刻才猛然醒悟 原来这小子说的都是对的 周围真的有十几头高洁妖兽啊 所有傭兵都神色紧张地 将手中的武器拿了出来 随时一副拼命的样子 但他们也很清楚 别说是十几头高洁妖兽了 就是两三头都不是他们能够对付的 真是被你害死了 吴贤儿也是一脸埋怨地瞪了张飞一眼 责怪她的情报有太大的误差 藏月看向悟空 而悟空面色也是有着一丝紧身 十几头高洁妖兽她尚可对付 但她担心的是这十几头妖兽背后的那个统领 见悟空凛然不惧地向前迈了一步 那胡仙儿顿时一惊 一把便将悟空拉了回来 将她的脑袋捂在了自己的胸口 死就死了 至少还有一个小帅哥陪着 悟空只觉得呀 整张脸都贴在了那傲人的沟壑之中 鼻子都快要喘不过气了 藏月简壮 一抹愤怒在眼中一闪而过 翘脸微寒地瞪着胡仙儿 你干什么 先得给我丢出去 胡仙儿一愣啊 胡一道 丢出去 丢哪啊 丢妖兽群里 见胡仙儿将悟空搂得更紧了 藏月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啊 一把将悟空从胡仙儿的胸口拉了出来 骂道 你真是好厌服啊 砰 悟空正陶醉在那深深的柔软之中 却不想被藏月暴力地拉开 然后啊 他便感到屁股被狠狠地踹了一脚 而他的身体也在这一脚之下 飞入了那虎视眈眈的妖兽群中 四丫头 你个老孙等着 悟空恼羞成怒地骂了一声 胡仙儿面色大惊 闹道 你做什么呀 你想害死他吗 关你什么事 藏月脸色不善地哼道 一头妖兽发出一声震天怒吼 看着那被丢过来的弱小人类 他张开血盆大口便是狠狠扑了过去 银光闪烁 悟空人在半空便已经换出了凌云银枪 滚 悟空一声轻贺 手中的凌云银枪便是砸在了那扑来的妖兽的脑袋之上 啪 一声爆裂之声响彻在众人耳边 那犹如银铁一般坚硬的高阶妖兽脑袋 竟是如豆腐一般碎裂开来 看着那粘稠的血肉 张飞和胡仙儿等人顿时瞪大双目 一副惊世骇俗的表情愣在了那里 张飞瞠目结舌地看着悟空秒杀一头高阶妖兽 而后神色骇然地说道 忽然想到昨天初见悟空的画面 那时候悟空主动要求加入他们队伍 而他不仅拒绝还曾出言不逊 若当时真的一巴掌打下去 那他的结局恐怕就和那妖兽无疑了 想想都后怕不已啊 胡仙儿脸上的震惊渐消 妩媚地娇笑道 哦 原来这小帅哥是这般的深藏不露啊 也难怪阿月小姐这么护着他 生怕小女子将他给抢了 闻言 苍月眼中闪过一丝羞愤 瞪了他一眼 胡言断语 你们也赶紧帮忙 说着 苍月手中便是出现一把冰晶长剑 顿时周围的温度骤降 寒冰剑玉 冰晶绝 随着苍月淡淡的声音 方圆百米顿时被一股寒冷领域笼罩了起来 而苍月本身更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依然是那身英姿飒爽的白色战甲 只不过那吹弹欲破的精美小脸 却是凝滑出了几道冰蓝色的纹身 这一刻他整个人的气质都发生了变化 不再是那个心浮气躁的娇满女孩 而是完全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冰清玉润气质所代替 悟空手中的灵云枪再次将一个高阶妖兽穿透 忽感到周围的冰冷寒气顿时分心 看向那被一片淡淡冰蓝之气所包裹的苍月 冰元素天赋 怪不得那灵子云会帮他 他到底和灵子云什么关系啊 悟空嘴中嘀咕一声 看到这熟悉的冰元素 悟空便想起了那道雪衣嵌影 真希望可以再次看到他 也许这苍月知道灵子云的去处 回头一定要问问他 爽 苍月曼妙的身姿略向一头妖兽 手中冰晶常见挥洞间 一片尖锐的细小冰晶 便是飞向那妖兽的周身 颇吃颇吃的 尖锐的细小冰晶 犹如利剑一般 刺入妖兽坚硬的毛皮之中 让得这头妖兽看上去 更像是一头浑身不满尖刺的刺猬 冰晶虽然不能致命 但那寒冷之气 让那头妖兽惨痛地嚎叫了一声 耳后双目星红地扑向了苍月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蓝 耳边的酥酥 千寻清语 第四十七集 苍月身影灵巧 向后一退 冰晶长剑便是刺入了那妖兽的喉咙之中 蛙兽惨叫一声 硕大的身体都被这冰冷的寒气给冻得全身发紫 几个呼吸后便倒在了地上 张飞和胡仙儿救人 咬着牙也联合起来攻向一头妖兽 引龙说 金龙镇山河 一道清亮的龙吟之声响彻密林 那金色的舞爪金龙呼啸而出 强有力的龙声蜿蜒飞旋 狠狠地撞在了一头妖兽的脑袋之上 砰 一声巨响啊 金龙化作漫天金色碎片 而那妖兽的整个脑袋却是遍布伤口 残不忍睹 悟空手中凌云银枪一扫 砰的一声 便是将那垂死挣扎的妖兽斩杀 呼吱一声啊 悟空后背吃痛 一道浅色伤口顿时出现在后背 紧跟着 又是五头妖兽将它给围拢了起来 已经有五头妖兽分别死在了悟空和苍月的手中 眼下还有八头 张飞等人围剿一头 苍月游斗两头 而她的身边却是围拢了五头 妖兽也是有些智慧的 他们能感知到谁才是最大的威胁 真当老孙是软柿子不成 悟空斜斜一笑 而后单手结印 紧跟着一道巨大的金色魔元在背后映现 魔元变 嘣的一声啊 这一刻悟空的力量提升了一倍 单臂就有了两万斤的力量 似是感受到了悟空突然变强 那五头妖兽眼中有着一丝忌惮 但很快便被愤怒填满 而后蜂拥而上地扑向了悟空 滚开 横扫千军 悟空大喝一声 手中的凌云银枪划出一道半圆弧形 手当其冲的三头妖兽顿时被扫飞出去 悟空栖身而上 又是一脚将一头妖兽踹出十几米的距离 沿途压倒了几棵顽口粗的大树 远处勉强能够缠住一头妖兽的张飞等人 当看到悟空那犹如战神一般的力量后 顿时再一次倒吸一口凉气 真是一个怪物啊 明明是驻破镜二星的旋律啊 不到一刻钟的时间 战斗终于是结束了 看着满地的高阶妖兽尸体 悟空毫不犹豫地轰碎一个个妖兽脑袋 将里面的腰盒全都取了出来 张飞等人面面相去 脸上皆是一片忌惮 那高阶妖兽的脑袋坚硬如铁 就算是他们患破镜巅峰的实力 都要费上不少力气 而悟空每轰烂一颗妖兽脑袋 他们的脸部肌肉便是一抖 太霸道了 当悟空满意地将所有妖盒都收入囊中后 忽然闻到一缕奇异的幽香 他转头一看啊 远处湖中心的那颗碧绿小树 正发着璀璨的流光 那奇异的香味正是从那几十颗玄英果上 弥漫出来的 玄英果成熟了 张飞粗广的脸上露出一抹兴奋的神色 快去采摘 苍月身影一动啊 就欲冲向湖中心 悟空一把将其拉住 面色谨慎地道 等等 情况不对啊 众人疑惑呀 苍月更是不悦地道 哪里不对了 悟空指着湖中心的上空 你看那里 众人面露疑惑地看向湖中心的上空 只是一瞬间 所有人的目光顿时变得惊骇起来 红隆隆的 此时 湖中心的百米上空 不知何时已经弥漫着一片巨大的紫色雷云 那紫色云彩犹如蜿蜿的蛟龙 不断涌动间 死死紫雷滚滚流动 云彩越积越厚 紫色雷电如愤怒的蛟龙般 穿梭在紫云之中 一时间方圆十里都笼罩在那剧烈的压迫之下 雷声震震 隐隐待发的趋势让悟空心中一宁 他沉声道 这是雷姐 是妖兽进化的雷姐 进化 藏月脸色难看 眼看就要到手的玄影果 竟然会遇到妖兽妒结 这也太让人无法接受了 就在此刻 一声震天的狂吼之声在湖中心响车 众人寻声望去 只见得一条黑豹忽然出现在了那湖中心 他的体型仅有一丈有余 比之那高阶妖兽不知差了多少倍 他的体型虽小 但悟空却能感受到那黑豹体内蕴含的力量是多么的恐怖 就算是他 也没有半分把握战胜那套黑豹 而且他 已经是一头孕育了智慧的高阶妖兽 只要度过这次雷姐 他将进化成为真正的地阶妖兽 当悟空的目光扫过那黑豹脸颊上的三道紫色雷纹之后 一抹震惊顿时在眼中一闪而过 两久后 他才忍着心中的悸动 喃喃道 九幽风雷暴 看着悟空脸上的震动 苍月小脸惊讶 从未看到这小子有这般吃惊的神色 你知道这妖兽的来头 苍月看向悟空 悟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眼中带着浓浓的激动 道 九幽风雷暴 是一种有为天道的真情艺术 他们出身卑微 幼年齐和普通妖兽无疑 但却有着无限的成长空间 递劫之后 每一次进化都会引来更强的雷姐 只要度劫成功 他们的实力将会突飞猛进 同等境界之下 就算是身怀龙之血脉的妖兽也可以占 无限的成长空间 能和龙之血脉的妖兽一战 听到悟空的话后 饶氏苍月对那九幽风雷暴一无所知 也是惊讶地张大了小嘴 神怡大陆的修炼者都清楚 妖兽身体虽然强横 但他们的血脉却是限制了他们的成长空间 普通妖兽一生也只能成长到高节妖兽 血脉稍好的最多也就是地节 而王阶之上 唯有那些拥有上古妖兽血脉的妖兽才有望突破 但即便是龙之血脉 也是有着一定的成长空间的 所以他从未听说过有任何妖兽可以无限成长的 悟空是曾经的万妖之王 任何真情异兽都入不了他的法眼 而这九幽风雷暴 是唯一一种可以让他有降伏之心的妖兽 因为九幽风雷暴和那风雨摇 灵子云的圣体如出一辙 成长空间没有限制 只是他虽有心降伏一头九幽风雷暴 但几万年来却从未真正地见到过 只因为这九幽风雷暴那有为天道的天赋 限制了他们的数量 恐怕这天地尖 除了眼前这头 再难寻找其他的九幽风雷暴了 悟空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他费尽周折地将整个天神大陆 亿万里的地狱都找遍了 也不曾见到过九幽风雷暴 原来他们并不会在高等未面出生 他如今已是三文 若是成长到九文 就算是那真正的神龙 也不会是他的对手 悟空看着九幽风雷暴脸上的三道雷纹 竟有些欣赏的异味 苍月紧握手中的冰晶长剑 翘脸一片坚持 咬牙道 妖兽杜劫之时最为虚弱 我们趁虚而入 在他抵挡两道雷劫之后 向他出手 定可将他斩杀 张飞和胡仙儿等人也是跃跃欲试 到手的鸭子 岂能因为一头杜劫的妖兽而撒手不要啊 悟空目露怜悯之色 扫过苍月的俏脸 摇头道 你们可曾想过呀 这也许是天地间唯一的一头九幽风雷暴了 杀了他 天地间将永久地灭绝了一种上古真兽 你何时变得如此优柔寡断 苍月微微一愣 扫了一眼那满地的无头妖兽 悟空翻了翻白眼 淡淡地说 这九幽风雷暴逆天道而生 是老孙最欣赏的一种上古真兽 谁也不许动手 老孙要为他护法 你 苍月气得小脸通红 咬牙道 那玄音果怎么办 我现在特别需要玄音果 提升实力 悟空淡淡地说 不止你一个人迫切需要玄音果 老孙也等着他救命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九幽风雷暴杜劫成功 但凡妖兽杜劫 方圆极里的压迫 会让周围的妖兽失去本性的对杜劫妖兽发动攻击 悟空要做的就是阻挡蜂拥而来的妖兽 阿月啊 小姐 这 张飞等人一脸为难地看向苍月 玄音果眼看就要到手了 可是这小爷儿非但撒手不管 而且还要保护那妖兽杜劫 伺机行事吧 阿月紧咬背指 狠狠地说道 而后一双美目便警惕地巡视四周 就在此时 那紫云之中一道直径半米的雷电 终于是划破天际 落了下来 九幽风雷暴锋利的力爪猛拍地面 矫健的身体迎着那紫色蛟龙般的紫电 便是冲了上去 一声俱响啊 相隔百米 悟空等人都能感受到那紫色雷电之上的狂暴之力 若是披在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 请客间便可化作灰烬 九幽风雷暴也不好受啊 那矫健的身体接触到紫雷的瞬间 便是被轰了下来 整个身体深深地陷入了泥土之中 轰隆隆的 一道雷劫劈下之后 那滚滚紫云便是开始酝酿下一道更加狂暴的雷劫 而九幽风雷暴也在这一刻 从泥土之中挣扎了出来 又是一片嘈杂的狂吼之声 紧跟着几十头体型硕大的妖兽便映入了众人的眼前 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妖兽身影 大多都是中阶和低阶的妖兽 高阶妖兽只有四五头 他们个个双目通红 死死盯着那杜雷劫的九幽风雷暴 而九幽风雷暴看到眼前的阵仗后 一双紫色双目也是有着一抹忌惮和愤怒 张飞等人面露海然之色呀 不由将目光看向了悟空和苍月 悟空手持凌云银枪 大喝一声就冲向了那欲越过小湖的两头高阶妖兽 苍月紧咬背齿气愤的刀 先解决这些妖兽再说 说着 他也略出清零的步伐 挥动了那冰冷的细剑 张飞心里发苦啊 但眼下只能先听从这两位小祖宗的话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此书的话 记得订阅收听 帮蜘蛛分享转发出去哦 谢谢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兰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语 第48集 对于 对于悟空来说 这些妖兽的实力虽然不太强 但数量众多 一瞬间 悟空便被十几头妖兽联合攻击了起来 饶使他两万斤的臂力 也是有些狼狈不堪 短短持几个呼吸 身上就已经多出了几十道伤痕 九幽风雷暴已经做好了拼死一战的架势 但忽然冒出来一个手持银枪的人类 将十几头妖兽拦了下来 不由的呀 那九幽风雷暴的双目中 竟闪过一丝人性化的异样神色 张飞和胡歇尔他们都是幻破镜后期的实力 对付那些低阶和中阶妖兽还算轻松 苍月身为欲破镜五星 领域一开 那密集的兵精力剑之下 每一次都能带走几头终结妖兽的生命 而悟空身上虽然不时出现新的伤痕 但肉身强横的他却是越战越勇 短短片刻几十头妖兽 变一变的只剩零零散散的几头 就在这时啊 又是一片嘈杂的怒吼 浓密的丛林中 再一次出现了几十头双目通红的妖兽 轰隆一声 与此同时 两道一米直径的紫色雷电接伴而下 划破天际落在了九幽风雷暴的身上 九幽风雷暴仰天一吼 那通体有黑的皮毛之上 引以凝聚出了紫色和绿色两道流光 这是九幽风雷暴的属性 风和雷 风和雷两种属性 请客间化作一个能量罩 将九幽风雷暴的身体笼罩了起来 也在这一刻 那两道紫色雷电猛然轰在了那能量罩之上 哼着 能量罩瞬间化作碎片 九幽风雷暴的身体又一次被深深地砸进了地底深处 依然是那痛苦的嘶吼 不甘和哀怨之声 从九幽风雷暴的口中发出 悟空依然抵挡着十几头妖兽 却时不时地看一眼九幽风雷暴的情况 心中想到 按理说 这九幽风雷暴不应该这么弱呀 区区地阶的雷阶 怎能让它如此狼狈呀 这时 九幽风雷暴再一次艰难地从地底爬了出来 只是那身体已经有些摇摇欲坠 黑色皮毛更是有着一片焦虎之色 悟空面带疑惑地看向九幽风雷暴的身体 而后瞳孔猛地一索 一抹震惊在眼中闪现 只见那九幽风雷暴的腹部高高隆起 一个小型的能量罩牢牢护住了它隆起的腹部 即便它遍体鳞伤 但唯独那隆起的腹部却是安然无恙 悟空猛吸一口凉气 难怪它面对这雷劫只能勉强抵挡 原来是将大半的能量都护在了它未出世的孩子身上 饶使悟空双手沾满鲜血 这一刻也是被这份母爱给感动了 九幽风雷暴不行了 苍月忽然看到那有些虚弱的九幽风雷暴 转头向悟空喊了一声 悟空沉着脸道 她是怀有身孕 不惜将自己的大半力量都护在了未出世的孩子的身上 看她的样子 就算是杜劫失败 也不想让她的孩子胎死腹中啊 闻言 苍月这才仔细观看九幽风雷暴 果然发现她遍体鳞伤的身体之下 那高高隆起的腹部有着一个小型的能量罩 看着那遥遥欲坠的九幽风雷暴不断发出低沉的不甘和哀怨之声 苍月原本还在埋怨悟空擅作主张的怒气荡然无存 转而变得一脸惋惜 虽然尚未人母 但女性天生的母爱让她隐隐有种煽然泪下的感觉 傻瓜这些妖兽 不能放过任何一头妖兽 防止九幽风雷暴 苍月银牙一紧 手中的冰晶长剑便是带起了一片密集的冰晶 手当其冲的几头妖兽 瞬间被冻成了一块块冰雕 看着眼前突然发飙的小祖宗 张飞等人都是忍不住打了个冷战啊 九幽风雷暴不断发出低吼之声 他一双紫色瞳孔盯着眼前这几个为他护法的人类 异样的神色更加浓烈 似乎在做着某种决绝的打算 而就在悟空等人拼尽全力抵挡妖兽围攻的同时 远在百米外的另一侧却隐蔽着四道身影 两个头发灰白的老者 一人轻袍 一人灰袍 还有两个二十三四岁的青年男子 两个老者皆是欲破镜九星的实力 而那两个青年则都是幻破镜 果然有妖兽在渡劫呀 看来我们运气不错 那妖兽支撑不住了 灰袍老者面色阴质地说道 另一名青袍老者则是看着悟空霸道绝伦的和十几头妖兽战斗 而且还显得绰绰有余不禁嘖嘖称赞 这蛟龙山脉竟然有如此出色的年轻人 难道是其他城池外出历练的公子哥不成啊 在这蛟龙山脉中 夭折的天才还少吗 他们若要抢那玄英国 杀了便是 灰袍老者阴毒的双目闪过一道杀意 两位长老 那畜生快不行了 你们快出手杀了他 然后将玄英国都踩了 一个青年脸色激动地盯着那摇摇欲坠的九幽风雷暴 语气阴毒地说道 两位公子请放心 这玉天城名额争夺战迫在眉睫 你们身为咱们贺家唯一的两个种子 这玄英国当然不能落入他人手中 那青袍老者说话的同时 周身的旋力已经完全爆发 领域能力完全展开 连手攻击那幺兽 灰袍老者同样是领域能力完全爆发 二人身影如两道利剑般 飞越湖泊 朝着九幽风雷暴便是一掌 顿时 蕴含着两名玉破九星全力一掌 带着一片足以震碎一块山头的旋力匹链 猛然劈向了正欲抵挡最后一道雷劫的 九幽风雷暴 二人出手隐蔽 而且速度之快 当真是卑鄙无耻 九幽风雷暴感知身侧的偷袭之后 显然已经晚了 只见一道凶猛的旋力匹链 正冲他高高隆起的腹部打来 顿时 他紫色的双目露出一抹极度愤怒的神色 情急之下 他将最后的几分能量全都护在了腹部 一声闷响 那凶猛的旋力匹链 堪堪打在了九幽风雷暴的腹部 让得九幽风雷暴发出一声痛哭的嘶吼声 紧随而来的另一道旋力匹链 却是打在了他没有任何防御的腰身上 九幽风雷暴的身体被打出去十几米远 那锋利的四爪将地面划出四道深深的钩痕 整个气息顿时变得更加的微弱不堪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悟空面色大惊了 看着那被偷袭到奄奄一息的九幽风雷暴 一股滔天愤怒在心底油然而生 魔缘辫 哼的一声 一枪扫碎眼前几头夭壽的脑袋 悟空双目通红地掠向了湖中心 而那两个偷袭九幽风雷暴的老者 正要采集玄影果 却忽然感受到一股无比霸道的力量 向二人当头洗来 那挥袍老者面色不屑地冷哼 而后双手结印 那周边的玄力顿时被他收拢 而后猛然甩向悟空 声巨响啊 悟空手中的凌云银枪和那玄力匹炼猛然相撞 那巨大的冲击力 让得悟空紧握凌云银枪的双臂都隐隐发麻 整个身体也是有些不平稳地落在了地上 而那挥袍老者也在这股冲击力下 向后倒退了一步 忍不住一阵心惊啊 欲破惊九星 悟空脸色低沉地 看着眼前这两个老混蛋 那挥袍老者面露惊骇 沉声道 这怎么可能啊 一个猪破惊二星的小子 竟然在老虎手中没有落下多少下风啊 悟空看了看趴在地上奄奄一息的九幽风雷暴 头天的杀意填满胸肩 悟空固然有斩杀欲破惊八星的实力 但欲破惊九星的全力一击竟有些落入下风啊 欲破惊每突破一星都是一个质的飞跃 悟空此刻更加的迫切实力 没有实力自己竟然连保护一头九幽风雷暴的能力都没有 轻袍老者同样是面露震惊 而后提醒道 二弟 这小子不只是欲破惊二星那么简单 他应该坚修外公力量 大哥 你尽管采摘玄影果 这小子由我来对付 那挥袍老者面色淡然的向那轻袍老者说道 轻袍老者点头 而后便将干枯的双手伸向了玄影果 给老孙滚开 悟空爆喝一声 全身的力量全部涌入凌云银枪之中 凌空一跃 带着一股开山猎石之威 砸向了那轻袍老者 找死 悟空的身体重重地落在地上 砸出一个深坑 他面露痛苦 心中却是愤怒到了极点 刚才的一击换成是任何欲破镜的修炼者 都唯有生死的下场啊 悟空完全是凭借他三级的外攻力量而抵挡了下来 轰隆隆的 就在这一刻 头顶上空的紫云忽然剧烈地滚动 三条更加粗壮的紫色雷龙蜿蜒而下 方圆几十米都被笼罩在了这可以毁灭一切的雷光之下 悟空瞳孔一说 若是被那紫色雷龙击中的话 就算是他也要灰飞烟灭呀 就在此时 那原本奄奄一息的九幽风雷暴忽然凌空跃起 将悟空的身体牢牢地护在了身下 紫色雷龙不断缠绕在九幽风雷暴的周身 丝丝点光犹如雷蛇一般布满他的周身 而躲在九幽风雷暴身下的悟空 则是安然无恙 九幽风雷暴不断发出一阵阵痛苦的嘶吼之声 躲在身下的悟空分明能感受到 他全身的肌肉都在剧烈地颤抖着 十几个呼吸后 雷龙终于完全消失 而那满天的紫色雷云也悄然散开 一时间晴空万里 稀里磁磁地响着 此刻紫色雷光布满九幽风雷暴的周身 不断发出雷电之声 而九幽风雷暴的身体也猛然增大了一倍 那滔天的狂暴气势自周身弥漫而开 方圆几里都笼罩在了这滔天的暴力之气下 他双目布满紫色雷光 矫健而硕大的身体犹如一尊远古凶兽 渐渐星红的双目缓缓转向那两个偷袭他的人类 糟了 他成功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蓝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语 第四十九集 灰袍老者望着九幽风雷抱那充满敌意的双目 还有那滔天的暴力气息 脸色一片骇然 快走 青袍老者骇然失色 惊慌失措地大喝一声 而后身影便是如利剑般狼狈逃走 感受着那足以将他们秒杀的狂暴力气 灰袍老者不舍地在玄影果上看了一眼 耳后也是狼狈逃走 一声仿佛可以震透天际的怒吼之声 在九幽风雷暴的口中发出 无形的冲击波将方圆百米内的所有树木震成了碎蝎 而那几十头与苍越几人游斗的妖兽 更是首当其冲地被这无形的冲击波针对了 砰砰砰的 一声声爆裂之声不绝于耳 苍越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几十头妖兽 请客间便化为了一堆无头死尸 张飞等人也是心有余悸的庆幸啊 还好他们听了悟空的话 不然就真的遭殃了 很显然 九幽风雷暴并没有将他们当作敌人 不然连同悟空在内的所有人都难逃暴体而死的结局 苍越纵身一跃便来到了悟空的身边 将他扶起后一双忌惮的双目却是看向了那九幽风雷暴 他成功了 悟空脸色阴郁地看着那九幽风雷暴 惋惜地道 他失败了 其他人也许看不出 但悟空身为曾经的万妖之王 他非常清楚 刚才的九幽风雷暴只不过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 为了不让雷劫危及到悟空 九幽风雷暴吞噬了大半的雷龙 并用最后的力量震慑了那两个欲破镜九星的人类 砰的 九幽风雷暴硕大的身体缓缓卧倒在地 原本狂暴的戾气也在这一刻荡然无存 此时的他虚弱不堪 似乎随时都会闭上眼睛 他要死了吗 苍月眼中有雾气弥漫 看到九幽风雷暴为了自己腹中的孩子 而不惜以命换命地抵挡那雷劫 这个平时娇满的女孩竟心酸地想要哭出来 人类 谢谢你做的一切 我 想求你一件事 忽然 一道虚弱的女人声音 从那九幽风雷暴的口中发出 望着那口吐人言的九幽风雷暴 苍月娇美的小脸一片惊讶 早就听闻妖兽在步入地劫之后就能口吐人言 可是眼前的九幽风雷暴显然还没有进入地劫 却已经能够与人类交流 悟空脸上没有过多的惊认 九幽风雷暴身为逆天道而生的上古真寿 他在高节就已经有了与人类交流的能力 悟空心有不忍地看着那虚弱的九幽风雷暴叹息道 你想要老孙照顾你的孩子 这天地间也只有你才有资格成为我们九幽风雷暴一族的主人 九幽风雷暴虚弱地说道 那双目之中似有一丝哀求之色 九幽风雷暴身为上古真寿 他们有远超其他妖兽的感知力 在接触悟空的时候 九幽风雷暴就已经知道 这个人类有着一颗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 他的灵魂充斥着解傲 填满了那种逆天而行的魔性 他若成魔 毁灭天地也在一面之间 文言 苍月面色惊讶地看了看悟空 心中揣测九幽风雷暴的言忠之一 他已经从悟空口中了解到 这九幽风雷暴是逆天道而生的上古真寿 心性必然是无比的高傲 可他竟说这天地间 唯有悟空才有资格成为他们的主人 这家伙走了什么狗屎运啊 悟空面色惭愧 沉声道 老孙如今虎落平阳 本想保你渡过雷劫 奈何 奈何这雷劫 竟会在你分娩之日降下 当真是天道难为啊 说完 一股恨意便是涌入眼中 当年的阿黎何尝不是逆天道而行 九尾妖狐 本就是和九幽风雷暴一样的上古真寿 只有成就九尾 才能获得永生不灭的能力 但却遭来了天道的嫉妒 那天神不尊道义 以九天神雷灌入雷劫之中 将本已成功渡劫的阿黎 轰得神魂俱灭 身为逆天道而生的九幽风雷暴 他们虽有无限的成长空间 但成长道路却是比平常的上古真寿 艰难了太多太多 沧月感受到悟空身上忽然迸发的恨意 脸色怪异地撇了撇嘴 心道他明明就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 为何总是一副老气横秋的模样 而且这九幽风雷暴为何如此看重他 至少我云灭前遇到了你 这也算是这天道给我九幽风雷暴留下的一点神词吧 九幽风雷暴有些艰难地挪动了一下身体 悟空苦涩地摇了摇头 我神父刻骨之仇 如今更是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 你的孩子若是跟着老孙 日后怕也是凶多吉少 想起这十几年来的遭遇 悟空十六年碌碌无名 沦落成为一个被人耻笑的废物 神魂觉醒后神力却一无所有 三番五次地命悬一线 身为曾经的齐天大圣 他无时无刻都在为这种耻辱而无地自容 所以他需要实力 只有实力才能让他重新做回那个傲视天地 无所畏惧的战神孙悟空 而眼下呀 全英国是唯一可以帮他提升地下七十二变境界的东西 只要解开地下七十二变第一层的神通 到时候悟空虽说不能突飞猛进 但 在这片大路上 若有人想杀他 那就是痴人说梦了 九幽风雷暴摇了摇硕大的抱手 我虽然不知道已曾经是谁 但我们九幽风雷暴相信自己的感觉 我的孩子是你为主 绝不会入墨的 听着九幽风雷暴毋庸置疑的坚定语气 苍越又一次深深地看向悟空 有些嫉妒道 你小子 是不是有什么秘密 悟空白了苍越一眼 而后看向九幽风雷暴 叹息道 既然你相信老孙 那老孙一定帮你照顾好他 见悟空答应 九幽风雷暴眼中闪过一抹欣慰 而后 一抹痛苦 便是涌上双目 他语气艰难道 他要出事了 果然 苍越看到那九幽风雷暴的 腹部缓缓如洞着 轰隆一声 就在这时 变故再一次发生 只见得那原本晴空万里的天空 此时竟有大片的乌云 缓缓聚拢 金色的雷电如活跃的蛟龙般 在那云层之中跳远 望着那天空渐渐成型的雷云 悟空面露震惊 你难道 伴雷劫而生 苍越不明所以 就连远处观望的张飞等人 也是心有余悸地看向那乌云遮天的上风 感受到天空的情况 九幽风雷暴苦涩地摇了摇头 眼中一片绝望 我的孩子 你的天赋 让我欣慰 可是 这天赋 来的不是时候 九幽风雷暴的声音凄凉 那充满绝望的双目之中 有着晶莹的泪花 缓缓落下 她原本以为可以在殒灭之前 为她寻找一个强大的主人 可最后 她的天赋 却是要夺了她的幸福 怎么回事 苍越面露骇然 听到九幽风雷暴凄凉的话后 小脸更是一阵不忍 她抓住悟空的手臂急声问道 悟空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沉声道 但凡能够伴随雷尖而生的妖兽 无疑是血脉最为纯正 天赋登峰造极 是成长起来 红境界下 就算是那上古真龙也不是其对手啊 苍越吸了一口凉气 虽然惊讶 但她却更不忍一个小生命刚刚出生 就要夭折在这里 你有办法是不是 苍越看着悟空脸上并没有过多的担忧 隐隐觉得她是不是已经有了主意 悟空将苍越抓着她手臂的白膝小手打开 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似乎很不习惯 苍越对她拉拉扯扯的 在苍越不善的目光下 悟空来到九幽风雷豹的跟前 说道 你放心 老孙没能保住你 但绝不能再让这老天夺了你的后代 闻言 九幽风雷豹满是泪花的双目 顿时惊起一抹蜥蜴 你能挡住这雷劫 悟空仰头 瞥了一眼那已经凝聚成形 就要降下的雷劫 冷哼一声道 当时挡不住 但 老孙让她没胆子降下 听着悟空那狂妄之极的话 苍越面露狐疑之色 咋着小嘴说道 你不是吹牛吧 你真能挡住这雷劫 她可是亲眼目睹过这雷劫的威力 饶是沾上一丝的话 这眼下的一切都会灰飞烟灭 悟空脸色认真 而后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下 走到悬婴果的果树下 而后 采下一颗悬婴果 依靠着悬婴果的灵气 老孙可以短暂激活一丝元神之力 朕雷杰 怕是没胆子敢轰在老孙的元神之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蓝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语 第五十集 依然是那狂妄到桀骜不逊的语气 苍月等人面面相觑啊 元神是什么呀 神移大陆修炼的是悬破 而元神这种东西 他们听都没有听过 说着 悟空就已经将那玄影果一口吞下 清纯的灵气瞬间进入幻海之中 顿时啊 那金色的世界都剧烈的晃动了起来 而处在巍峨山川之上 那枚金色光照 也猛然发出一片刺眼的光辉 光照之中 那如出生婴儿般幼小的猿猴也在这一刻 缓缓睁开了那双金色的双目 金色双目放出万道金光 他那幼小的身子也在这一刻似是受到了某种召唤 而后化作一道流光冲破金色光照 破空而出 外界之中 悟空感受到体内蓬勃的灵气 忍不住发出一声震天狂吼 一瞬间啊 他周身金光乍现 原本破烂不堪的黑色镜桩 竟缓缓被一层金甲覆盖 脚下的布靴也在一片流光之中 缓缓幻化成流光四溢的云缕长靴 他面不猙獰 原本光洁的皮肤竟快速生长出一层金色毛发 头顶的乌黑长发在金光蠕洞间 化作一顶凤翔紫金罐 两根铃子缓缓伸出长达两米 身后一条火红色的巨大的披风 无风飘起 藏月和胡仙儿等人震惊的张大了嘴巴 这一刻呀 悟空形象完全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不 不应该说是人 更像是一个桀骜不驯的金色猿猴 金甲圣衣 凤翅紫金罐 呕丝不云吕 在他的身上显得尤为合身 尤其是那猛然爆发出来的滔天气势 犹如一尊要与这苍穹争个高低的远古魔神 嘶的 忽然 悟空紧闭的双目猛然睁开 一瞬间啊 周围的温度骤然上升 只见得呀 悟空一双眼睛被一层通红的火焰覆盖 那金色的瞳孔发出一片刺眼金芒 目光扫过藏月 后者尖叫一声捂住了眼睛 啊的一声啊 苍月直觉地对上悟空那双金睛火眼之后 双眼似是被烧红的金针刺入似的 那股钻心的疼痛让他惊骇失声 这 这小祖宗也净化了不成啊 张飞等人缩在一起 双腿一软便是跪了下去 那股滔天的气势 犹如一尊魔神将他们俯视 吹股气势啊 虽然没有任何杀气 但 但却忍不住 想要对他俯首称臣 无邪而妩媚的脸上难得露出一片凝重 轰隆一声 与此同时啊 那滚滚乌云终于是安耐不住 想要轰杀底下逆天道而生的九幽风雷暴 悟空双拳紧握 一股久违的力量填满心神 他仰天狂笑 看似普通的笑声啊 那声音却犹如惊雷 方圆十里内的妖兽都在这震天的狂笑中瑟瑟发抖 就连九幽风雷暴都感受到了一股从未有过的压迫感 苍月表情痛苦地捂着耳朵 冲着悟空大喊道 你别笑了 耳朵都被你震聋了 悟空体内的冲动渐渐停复 他嘴角掀起一抹桀骜的邪笑 一双金睛火眼望向那隐隐待发的雷云之上 你们有胆哄向老孙吗 狂妄到敢嘲笑雷劫的语气从悟空口中发出 那雷云似乎听出了悟空的嘲讽 滚滚雷声顿时不绝于耳 粗壮的闪电缓缓地凝聚而成 是要将底下狂妄的人类轰得神魂绝灭 一瞬间雷劫成形 一道直径依仗有余的雷电 在雷云中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 不由的 九幽风雷暴眼中闪过一幕骇然之色 那雷电的威力显然已经比他杜劫之时还要强大数倍 悟空双拳紧握缓缓抬起头 而后将一口气吸入丹田之中 那有着四颗尖锐牙齿的嘴巴猛然张大 仰天便是一吼 顿时啊 一道无形的能量便从悟空的口中发出直冲云霄 火眼金睛迸射出万丈金光 刺眼的光芒让那乌云都笼罩在了一片金色光芒之下 一时间那隐隐待发的雷云竟然剧烈地收缩了一下 已经成型的雷电漩涡也在这一刻变得混乱不堪 天哪 那雷杰竟然害怕了 苍蝇捂着耳朵 一双美目震惊地看着那变得混乱起来的雷云 不由地还再一次看向悟空 这个家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他变身后的这股气势竟让他有些想要跪拜的感觉 难怪爹那么看重他还想要让我嫁给他 五天之下能够让雷杰都站立的人唯有几万年前悟空成神的那一刻 那日啊万里长空都笼罩在一片雷云之下 亿万生灵站立 悟空身披金甲圣衣手持金箍铁棒 一棒之下震碎雷云将那天神功都捅破了一个窟窿 至此之后天神界再无人敢蔑视下界的齐天大声 轰隆隆的雷声继续响着 雷云发出一声低沉的滚雷之后 听上去却有些隐晦的胆怯 片刻后那乌云终于是悄悄散去 阳光重新照射在湖中心 而悟空的模样也在雷云散去的同时 恢复到了人类的体型 身体一软便是向后躺去 你怎么样了 藏月急忙将悟空接住 有些担忧的道 一股香风扑入鼻中 悟空只觉得靠入了一片柔软之中 元神真力透支 短时间内恐怕出不了力了 悟空有些虚弱的说道 利用玄英果的灵气强行动用元神之力 几乎抽空了悟空所有的力量 若不是他灵魂强大的话 估计连元神根基都要损坏啊 也在此刻 一声微弱的叫声 从九幽风雷暴的身下响起 悟空拖着疲惫的身体看去 只见得一个黑色小猫一样的小东西 笨拙地从九幽风雷暴的体下滚了出来 黑色小猫的眼皮未开 那娇小可爱的模样让苍月面露喜色 他走到九幽风雷暴的跟前 蹲下身子 试探性地问道 我 我可以抱抱他吗 九幽风雷暴的眼皮疲惫得 似乎随时都会闭上 他缓缓点了点头 真可爱 苍月脸色一喜 便小心翼翼地将小东西搂在了怀中 生怕会伤到他一样 这个脾气火爆的小母暴龙 难得地露出如此温柔的一面 悟空走上前去 沉着脸 抬手按在九幽风雷暴幼崽的身上 很快便是眼神一拧 果然如此 那两个该死的老东西 九幽风雷暴拼了性命去抵挡那雷劫 目的就是保护幼崽 可是最后关头却出现两个偷袭的老东西 九幽风雷暴虽然拼尽最后的能量护住了腹部 但那蕴寒欲破镜九星的全力一击 依然伤了幼崽的灵魂命脉 怎么了 藏月看着悟空脸上的阴郁 心里猛的一沉 那两个老东西伤了他的灵魂命脉 小家伙活不长了 悟空眼中闪过一丝愤怒 沉着脸说道 好 藏月失声叫道 脸色难看地说 那怎么办 怎么样才能救他 悟空将有些疲惫的目光 看向奄奄一息的九幽风雷暴 你若真的同意 老孙也只能那样做了 九幽风雷暴的眼睛已经毫无光泽 没喘一口气都需要好久 他缓缓点了点脑袋 似乎已经知道自己的孩子被伤了灵魂命脉 灵魂命脉是妖兽的灵魂 若是伤疾根本 就等同于人类的悬海损坏 若想要修复损坏的灵魂命脉 唯有一种方法 那就是将人类的灵魂 去填补那残破的空缺 灵魂契约一旦定下 他将永远是老孙的妖仆 就算老孙让他死 他也不会有半分不从 而且他死我生 我死他也会死 悟空面色认真地看着九幽风雷暴 人古时代开始 我九幽风雷暴 便从未取救于人类 你是唯一一个 让我诚心想要臣服的人 我的孩子 拜托你了 九幽风雷暴眼中没有丝毫有余 苍月满脸的疑惑 灵魂契约更是一种他不曾听到过的东西 这家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不是对他知根知底 他绝对会怀疑 这家伙一定是个入室修行的老妖精 悟空将九幽风雷暴的幼崽 从苍月手中接过 而后单手结音 嘴唇微张 一道苍月完全听不懂的咒语 便是从悟空的口中发出 随着咒语的结束 苍月脸色大惊地看到 悟空的眉心忽然出现一道金色的符纹 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 他更是前所未见 紧跟着 悟空伸出一根手指 将那符纹引到了九幽风雷暴幼崽的眉心 一声低沉的嗡嗡声后 那九幽风雷暴小巧的身子 忽然化作一道流光 飞入了悟空的眉心 那金色的符纹也在这一刻 慢慢淡化 直到完全消失不见 这是一种古老的契约术 只有拥有元神的人才能够释放 若今日在场的人不是悟空 或者悟空还未曾步入住破境 这小家伙就真的是回天武术了 此时的九幽风雷暴幼崽 已经藏身到了悟空的悬海之中 满天的金色光辉将他温柔地包裹了起来 若是普通的主仆契约 妖兽是不可能进入主人的悬海的 但悟空的施法却是一种古老的灵魂契约 哪儿去了 藏月一双美目在悟空的身上巡视一圈 一脸迷茫地问道 悟空不耐烦地看了看他 哪儿那么多话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兰 耳边的苏苏 千寻清雨 第五十一集 被悟空冷言以对 苍月气愤地瞪着悟空 若不是他身体虚弱 他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顿 望着自己的孩子消失在眼前 九幽风雷暴眼中 却是有着不容置疑的信任 虚弱的语言从口中发出 我 我相信 你 你一定能带他走到一个 我们 就有风雷暴永远 永远也不曾达到的高度 只因为 我感受到了你 怨神之中 那逆天而行的 魔 星 一滴晶莹的泪花 从九幽风雷暴壁上的双目中 缓缓落下 她的生命气息在此刻 也完全地消失 只不过 她的样子很安详 似乎了却了心中的 最后寄托 她死了 苍月脸上的娇满不复存在 而是有些伤感地 看着九幽风雷暴的尸体 悟空眼神平静 心中为这天地间 失去一头上古针寿 而款款惋惜 随后 她便想到 九幽风雷暴说的那句话 她 感受到了自己 原神之中的魔性 悟空不否认 自己拥有着 逆天而行的魔性 那是当年阿里生死 她极度愤怒之下 衍生而出的 在那股魔性之下 即便那如来佛 也对她束手无策 若不是如来圣佛 最后祭出 玄天风魔锁链 封住了她的魔性 那如来 根本奈何不了她 普通 这时 一阵巨大的水花声 传入耳中 苍月已将 九幽风雷暴的尸体 轻柔地送入了 那深不见底的湖中心 悟空脸色怪异 暗骂一声 自己还想把 九幽风雷暴的 腰迫取出来呢 但想想 还是算了 就让她在这湖中心 长年下去吧 接下来 悟空来到玄英果果树下 将所有玄英果 全都收进了空间戒指中 数了一下 竟有二十九颗 连同她刚才吞下的一颗 一共是三十颗 这绝对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若是被人知道 恐怕他们将遭到 多数人的围堵 这时 张飞和胡贤尔九人 相继走了过来 一个个搓着手掌 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 盯着悟空的空间戒指 悟空脸色平和 目光扫过他们的眼神 淡然道 一人一颗 有意见吗 没没没没 张飞脸色一喜 急忙说道 他也知道 这次寻宝是他情报有误 若不是有这个小祖宗的话 今天他们非但得不到悬婴果 恐怕连小命都要丢在这里了 所以这小祖宗能大方地给他们 每人一颗 他们已经非常满足了 嗖嗖嗖的 九颗悬婴果分别飞向张飞和胡贤尔 他们接到悬婴果 感受着那浓郁的幽香和灵气 脸上皆是带着满足的笑容 嗖嗖的 又是两个悬婴果分别飞向张飞和胡贤尔 二人脸色大喜 这是你给情报的奖励 悟空看着张飞说道 谢谢小祖宗 谢谢悟空少侠 那张飞心里乐开了花啊 不住地向悟空道歇 而胡贤尔却不明所以地多分了一颗 那妩媚的眼神 却是偷偷向悟空抛了一个媚眼 顿时 另外其人脸色不对了 其中一个幻破镜巅峰的干兽男子 语气玩味地道 悟空少侠 这张老大因为是情报才多分了一颗 这这胡贤尔为啥也多一个呀 悟空瞪了那干兽男子一眼 老孙乐意 你有意见啊 没没没没没没意见 没意见 看着悟空呢 有些凌厉的目光 干兽男子尴尬地咳了两声 不敢再开玩笑 其他几人也本想开几句玩笑的 但见同伴吃瘪后 也都有些艳羡胡贤尔那天生魅惑的狂野 妖娆身姿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但他们来之前也没有抱多大的几率 能够得到悬婴果 若不是眼前这个身具诸多秘密的小祖宗 他们连一颗悬婴果都得不到啊 最后悟空取出五颗悬婴果 递给了苍月 啊 你的 苍月接过悟空递给他的五颗悬婴果 娇蛮的小脸顿时怒了 为什么是五颗 我也抽了不少力 悟空脸色怪异 有些糖色的 五颗不少了 老孙爷只剩下十三颗了 闻言 苍月的小豹脾气顿时忍不住了 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 指着悟空就骂道 你这个臭不要脸的 你都好意思说 给我五颗 你留十三颗 你凭什么 悟空被骂 脸色顿时不悦了 我家里有老婆 你有男人吗 悟空虽然有十三颗 但他母亲近晚心需要一颗炼制丹药 老婆风雨瑶的菩提圣体 更是个无底洞 最后能留给他自己的 也就是那么五六颗而已 你 苍月被悟空的话气得 小脸通红 竟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反驳 而后眼珠一转 盯着脸色苍白的悟空 一副摸拳擦掌地走了过去 悟空现在提不起力气 看到苍月不怀好意地走向他后 不免有些紧张 你做什么 做什么 抢你 苍月伸出白皙的小手 将拳头攥得紧紧的 像他玉天成成主的千金小姐 从小到大何曾受过谁人的欺负 在这小子面前总是被他吃得撕死的 如今他体力透支正式报复的一个好机会 他虽然不再计划玄英国的分配 但趁机报复一下也是大快人心 悟空眼神平静 但脚步还是向后退了两步 语气严肃道 你 你别乱来啊 老孙现在体力透支 若是刚才那两个老混蛋返回来的话 我们的小命都得交代在这里 文言 苍月的脸色顿时变得凝重了起来 气鼓鼓地瞪了悟空一眼 收起了粪粪的拳头 见苍月不再胡搅蛮缠 悟空这才松了一口气 哎呀 若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被一个小丫头给修理了 那她就真的没脸做人了 这时啊 苍月脸色凝重地走到了悟空面前 低声说道 刚才偷袭九又凤雷抱的那两人 是赫家的大长老和二长老 悟空面色一寒 沉声道 赫家的人 你确定 苍月肯定地点了点头 说 嗯 也许他们认不出我 但在几年前 我见过他们一面 不会错 两人都是阴险狡诈之辈 我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 只怕他们感受到这里的寂静之后 会返回来一探究竟 悟空脸色渐渐变得凝重起来 他刚才透支元神之力 如今已是提不起半分力量 若是那赫家的两个长老 记挂他们的玄英果的话 怕就是凶多吉少了 想到此 悟空对着张飞和胡歇尔救人说道 我们尽快离开此地吧 实则生变了 想走 哼 把玄英果留下 就当悟空等人准备动身的时候 忽听一声爆喝从丛林中传出 紧跟着 四道人影便稳稳地落在了悟空等人的面前 悟空面色一紧 四人中 那两个老者赫然就是刚才偷袭九幽风雷暴的两个老混蛋 他们身后的两个青年只不过是幻破镜 二人落地后便将一双贪婪银邪的目光扫向苍月和胡歇尔 大哥你说的没错 那九幽风雷暴果然已经是强弩之末 还好我们返回来了 不然就要和这玄英果势之交臂了 灰袍老者看着青袍老者说道 青袍老者一副料事如神的模样 盯着悟空等人说道 将玄英果交出来 饶你们性命 张飞和胡歇尔等人面露不甘 好不容易得到的玄英果竟要拱手让人 不由的他们将目光看向了悟空 苍月恨得夭压切齿 也将目光看向悟空 怎么办 我们不是对手 悟空沉着脸 他对贺家的仇恨本就是不死不休 而贺家也三番五次地欺上门来 而如今他体力不支 根本无法战斗 只能想办法逃离此地 想到此了 悟空心中便是一顾不甘 向他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 何等的意气风发 竟三番五次地在贺家人手中落荒而逃 在这个实力为尊的大路 他已经丢尽颜面 此刻利用玄英果将地杀72变提升到第九变的心 更加的坚定 贺家大长老贺随匾 二长老贺新年 都是很喜庆的名字 两个青年分别是贺光族的儿子贺瑶 以及贺光宗的儿子贺都 贺家老狗 想要玄英果吗 都在老孙这里 有本事就来抢 忽然啊 悟空屈指一谈 一枚枚玄英果便在手中飞舞 那数量至少有三十颗 就连苍月等人也是面露异色 他手中分明只有十三颗 众人是眼睁睁看着他亲手采摘的玄英果 而此时他哪里来得这么多呀 其实这是悟空的一个障眼法 一丝旋力所画的幻象而已 虽然他体力不支 但勉强还能动用一丝旋力 他要做的就是让贺家人知道 所有的玄英果都在他身上 苍月很快便猜到了悟空的打算 不由担心道 你别乱来 这样会害死你的 老孙一个人死 总比我们全都死在这里要强 悟空低声说道 但他又怎会没有自己的打算呢 即便他体力透支 若能单独将贺家两个玉破镜九星引开的话 他们也不一定能抓到他 你别乱来 大不了江雪英果 全部给他们 苍月美目一颤 一抹触动在心中 隐隐生起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多人剧 战神孙悟空 作者 梦醉孤心 演播 蜘蛛 幽兰 耳边的苏苏 千寻轻语 第52集 贺家的两个长老顿时目光贪婪 他们二人在采摘玄影果之前也踏之数了一下 应该有三十个 而悟空手中显然是全部的玄影果 贺新年 贺新年就已动手了 哎 二长老 这时 身后的贺瑶出声拦住了贺新年 贺新年疑惑地看向贺瑶 只见到后者的目光肆无忌惮地在苍月和胡蝎尔漫妙的曲线上扫过 而后一脸吟笑道 在这蛟龙山脉竟然还能看到如此美人 我们做个交易如何呀 苍月看着贺瑶脸上那让他厌恶的银邪之光 忍着心中将他碎尸万段的愤怒冷声道 有话就说 有屁快放 就连胡蝎尔也是冷冷地看着贺瑶 贺瑶面色一正 想不到这个像仙女一样漂亮的女孩竟是如此火爆的脾气 真是野性难逊啊 越是这样 他越觉得兴奋 不由笑道 如此漂亮的女人若是死在这蛟龙山脉 着实可惜了 若是你能让我和我二弟高兴的话 你们不仅可以活命 而且这玄英果还可以分你们一颗 怎么样啊 那身后的贺度文言也是目录异色 苍越绝对是他见过最漂亮的女孩 恐怕也只有那风雨瑶能够比得过他了 而那胡蝎尔脸上虽然有一道伤疤 但却丝毫不影响他那天生妖媚的身姿 无耻的混蛋 你给我去死 听着贺瑶那无耻的淫秽之言 苍越的小脸顿时变得极度的愤怒 手中的冰晶长剑已然出现在手中 悟空沉着脸抓住了苍越的手臂 将他拦了下来 他死不足惜 但不是现在 你到底想做什么 苍越看着悟空 心中已经隐隐猜到了他的打算 悟空没有回答苍越的话 而是将目光重新看向贺家的人 淡然道 贺家老狗 这悬婴果都在老孙手中 想要吗 贺随便阴着脸冷声道 小子 既然你知道我们是贺家的人 那么你们更不能活着离开了 悟空将目光看向贺瑶和贺渡 挑衅道 哼 你们两个小畜生 你们的老子前几日已经死在老孙的手中了 想不想报仇啊 闻言 那贺瑶和贺渡脸色结实一凝 再看着悟空那挑衅的眼神 他们怎还猜不到眼前的人到底是谁 顿时啊 一股杀意在二人眼中闪现 是你 阴家的小子 贺瑶咬着牙关 双目通红地盯着悟空 就连贺家的两位长老也是目露震惊之色 贺随便语气骇然道 前几日得到消息 六岁的小子能够斩杀欲破镜八星 你的潜力真是让我贺家寝食难安啊 贺心眼同样是面露震惊地盯着悟空 所以今日 你必死无疑 不由间啊 二人欲破镜九星的旋律顿时弥漫而开 苍月健壮气急败坏地看着悟空 眼中有雾气弥漫 紧咬着嘴唇道 你真是不要命了 何必引起他们的仇恨 这一刻 苍月等人完全明白了 悟空是要将所有的仇恨都拉到自己的身上 只有这样 他们才有逃命的机会 这家伙简直是疯了 张飞和胡仙儿九人也全都向悟空聚拢 将他牢牢地护在身后 悟空少侠 我九人受你恩惠 虽然有副童想了 那有难了 当然要同当 无仙儿依然是那副无媚的眼神 但语气却是异常的坚定 悟空心中暗骂这些家伙 很显然 他们已经打算一同对抗赫家的两个欲破镜九星 但是 就算是加上一个欲破镜五星的苍月 也不会是一个欲破镜九星的对手啊 硬碰硬的话 一个都逃不了 张飞凑到悟空和苍月跟前 低声道 阿月小姐 你实力最强 请待悟空少侠离开 我们可以抵挡一阵子 你们 苍月心中感动 但真要丢下他们 他却是做不出来 胡仙儿手持两把断刃 脸上依然是那妩媚的神色 他低声道 阿月小姐 悟空少侠 别让小女子来白送死呀 说完 胡仙儿的神色便渐渐凝重起来 全身的旋力涌入了那双锋利的短刃之中 看着眼前的九道背影 和他们身上迸发而出的必死之心 悟空摇了摇头 他再也不会让任何亲人和朋友为了自己而死 既然你们这么想替老孙去死 悟空屈指一谈 一连串的玄影果再次在空中转了一圈 引得赫家两个长老一阵悸动 而后他突然转身就跑 那你们就帮老孙拦住他们 老孙一定将玄影果卖出一个好家去 啊哈 贺新年和贺随片见状啊 顿时一脸愤怒啊 若让他将所有的玄影果都带走 他们这一趟就算白费心机了 小子 那里跑 贺新年双腿微弯 一个纵身便追向悟空 紧跟着他便感到一股冰凉的寒意直射面部 你挡不住老夫 贺新年连空一掌将那漫天兵精打散 就连苍月的身体也在那一掌之下后退了数十步 跟他们拼了 张飞大喝一声 手中的巨斧便是劈向了贺随片 胡歇尔等人也同样奋起全身旋力 围攻向了贺随片 贺随片本想追向悟空 却忽然被九个幻破镜拦住 一怒之下 他领域能力全开 一掌便劈向了众人 砰 漫天旋力匹炼相撞 巨大的冲击力让张飞九人身体结实向后退去 同时心惊 欲破镜九星果然厉害 和他们九人之力竟不是一合之将 贺新年也开启领域能力 一掌打在苍月的肩膀 将其震得一口鲜血吐出 而后他急声道 不要管他们了 追那个小子 全英国都在他身上 贺随片闻言 本想将这些佣兵尽数斩杀 但又担心那隐家的小子会逃远 于是带着贺瑶和贺杜二人便追向了悟空的方向 贺新年也不想多费时间去斩杀一些无用之人 悟空才是他们的目标 所以他纵身一跃便是窜入了丛林之中 苍月嘴角带着血迹 捂着肩膀 冲着丛林大骂 孙悟空 你个混蛋 你若敢死 老娘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 骂完之后 苍月有些苍白的脸色渐渐变得失落 难过 他不知道为何自己会这样 明明很讨厌他 可是当知道他用剂将贺家的人引走之后 他忽然觉得心好痛啊 贺家的混蛋 你们若敢杀了他 我一定让你们贺家 久无宁日 苍月无力地跌坐在地上 两滴泪水从苍月的双目之中缓缓落下 他语气异常冰冷地说道 悟空少下他 他 张飞这般粗犷的汉子 也是眼中带泪 语气激动地说不出话 很显然 悟空为了他们 独自依人将贺家的两名欲破镜九星引走了 他现在体力透支 怎么能逃得过两个欲破镜九星的人呢 吴仙尔眼中闪过一丝不忍 密集的丛林之中 悟空拖着疲惫的身体艰难地行进着 身后两个欲破镜九星还有贺杜与贺瑶两个人紧紧逼近 想杀老孙 你们也得抓得到老孙啊 悟空脸色苍白 但那嘴角的邪笑却是让他表现得信心十足 贺新年展开欲破镜九星的全速追向悟空 他面带不屑 凭那小子挤进游进灯窟的身体 绝对逃不过他的手掌心 仅仅追行了一公里不到的距离 那摇晃的身影就已经进入了贺新年的视线之中 阴家小子你以为能逃出老夫的五指神 望着那道身影距离他只不过五十米之遥 贺新年狂笑一声 身影便是如鬼魅般冲了过去 凌空一掌就是劈向了那身影的后背 感受到身后那足以震煞他的旋力波动时 悟空嘴角掀起一抹脚侠 而后身影一转便躲到了一块青石后面 横薄的旋律劈在悟空刚刚所站的地方 顿时方圆几十米的树木都在这一掌之下 化作漫天的碎屑 贺新年一掌劈空 身影落下之后一双阴毒的双目便向四周巡视起来 但很快他的脸上便是惊奇一抹疑惑 奇怪呀 明明看到他躲在此地的 此时方圆几十米唯有那满地的枝叶和木屑 唯一能够藏身的地方只有那块被震得满是裂纹的青石后面 怎么样 可斩杀那小子了 这时 贺随匾带着贺杜与贺瑶也落身在了贺新年的旁边 贺新年围着青石转了一圈 一双阴冷的双目落在青石之上 那上面安静地趴着一只青色的小蜥蜴 片刻后他摇了摇头 奇怪地道 怪了 这小子明明躲到这块石头后面了 那小子狡猾得很 二位长老一定不能让他逃走 无论是全英国还是为我爹和三叔报仇 他都必须死在这蛟龙山脉之中 贺瑶咬牙切齿地道 二公子放心 那小子已经是尤锦登窟 没有两天时间是恢复不了的 而且这蛟龙山脉妖兽密集 他走不远 贺随片环顾四周的双目 闪过一丝凶狠 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 分头追 如果真让他死在了妖兽手中 那我们便找到他的同伴尽数斩杀 也算是结了心头之痕 贺新年一张干枯的老脸上闪过一丝狠辣 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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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